三千四百零一章 四大神兽 查不韦在什么地方 行语笑看着行阳问道 行阳说道 他还在西齐境的西齐光府内休息 不过几期时间便能过来 有什么事吗 我想要去无人禁区瞧一瞧 看一看那里有什么秘密 行语说道 等这里结束吧 随时可以出发 我告诉他一声就可以 行阳笑道 查不韦虽然无法释放出自己的实力 但是在这个世界 他足以为所欲为 是绝对的无上存在 一日清晨 行语带上行阳于心亭 便出发八荒路河界 雪仙骄则在参语宫休息 行语可不准备带上它 八荒路河界 位于万古雪城的东南方位 远远看去 只是一片小山脉 占地面积并不大 在山脉入口处 有一道悬浮在半空中的石门 石门是三千六百道白玉光石组合形成 由灿银色的锁链贯穿 看上去似乎随时可能在风中崩溃 充斥着古老岁月的气息 无数错乱痕迹 铭刻在光石之上 仿佛以时间为末 岁月未比撰写的天之古文 八荒路河界 常年处于封闭状态 只有出现诸多险境的时候 譬如即将出现的乱神血垫 才会临时开启 可以让人进去 八荒路河界看似很小 可其内内有乾坤 广阔而浩瀚 仿佛是上古时期的八荒路河世界 永恒的封印在了空间中长存 在石门前 常年都有死亡气节的首位 每一位都是古帝 足足有三百位 任何人胆敢随意入侵方圆万里 便会直接诛杀 当行语三人抵达石门前时 三百位古帝都齐齐站起身 同时看向行语 带着十足的压迫气势 在三百位古帝前 站着杨炎光三位 来自日之圣族的长老 没想到杨长老亲自在这里等候 晚辈受宠落惊 行语客气地拱手 那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很难相信 他的实力足以抹杀至尊 杨炎光也是神情复杂 他如果不是相信雪仙骄的话 如果不是伴妖一族 真的被行语掌控了 他都怀疑行语的实力 是不是假的 你现在可以进去了 不过只有一个时辰 别超过时间 否则我也很难做 杨炎光说道 杨长老放心 只会提前 而不会晚退 行语客气地点点头 便直接带上于心亭行阳 走进了石门之中 要不要一起进去 杨炎光身后的一名长老 皱着眉头 低声说道 杨炎光瞥了他一眼 道 你如果不想死 你可以去 他还敢杀我不成 他如果真杀了你 圣族会生气 那位长老不再说话 只有知道内情的他们 才真正明白 日之圣族消失的那位日之圣主 对于圣族何等的重要 找到他对于圣族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大事 而行语能够解读他的话 这对日之圣族来说 就是天降福音 无论是任何事都能答应 只要行语帮他们全面解读出来 所以 行语真杀了他 恐怕圣族也只会向争信的发发怒 却不会拿行语怎么样 实在是好奇 他已经这等实力和修为 究竟还有什么能吸引他的 杨炎光转头看向八荒路和剑 眼眸中也带着满满的疑惑和不解 看来 以后要对万古雪城 再仔细的盘查一遍了 似乎有不少好东西遗漏了呢 八荒路和剑 比行语想象中的还要庞大 放眼望去漫天沉沙 荒芜平吉 呼啸的风化作风暴肆虐长空 雷霆闪烁 阴云密布 仿佛真的一步 踏过时空之门 来到了远古时代的大荒时代 而这只是八荒路和的冰山一角 之所以被称为八荒路和剑 是因为整个世界中 足足分化了十四个不同的区域 各自拥有着不同的含义 不同的险境 寻常古地 深入八荒路和剑都要谨慎 否则一不留神 就会被抹杀掉 行语走进八荒路和剑后 并没有前行 而是站在原地 古魂疯狂地透体而出 席卷了整个八荒路和剑 将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古魂范围内 这对于古地巅峰来说 都是极其难以做到的 因为这里大的超乎想象 想要古魂之力笼罩所有的一切 实在是太难 但行语却能轻易做到 因为有诸天秩序可以掌控 有神力可以借用 他可以为所欲为 当八荒路和剑全面搜索一遍后 行语眼眸 看向东北方向 轻声说道 怪不得时至今日 千古道福都没有被发现呢 他埋的地方 实在是太危险太深了 哦 怎么说 行阳问道 在八荒路和剑的中央地心之下 也是七节魔神的深处 行语饶有兴趣地说道 起身前行 一旁的于心亭 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说什么 很快 一行三人 穿过八荒路和剑的诸多区域 来到了世界的中心 这里放眼望去 充满了虚幻感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借由一条从天而降的 长河之水贯穿 分割出五片岛屿 东方岛屿 青山绿水 鲜光瀑布 万里霞光 雾气蒸腾 仿佛蓬来仙剑 西方岛屿 穷山恶水 平吉荒芜 阴云压境 雷霆交加 万千阴风震荡 如同死寂的幽冥 北方岛屿 紫幽通天 碧海环绕 火焰沸腾 仿佛承接天地之柱 大气磅礴 南方岛屿 银气盘旋 诸天佛像 万里名音 犹如西天乐土之圣剑 四方岛屿相对 万千华光 争气窦艳 宛若置身于梦幻之境 能清晰地感受到 各方传来的浩瀚神秘的气息 在四方岛屿的核心中央 是一座漂浮在水面在的楼阁 楼阁以山石打造 通体有黑 高达百万丈 遮天蔽日 鬼斧神功的精妙打造 让楼阁犹如神之工艺 无一处不透着灰弘 与深不可测 没有任何华丽的光泽点缀 但楼阁独有的气质 力压其余四大岛屿 仿佛这方世界的霸主 乖乖 这地方是怎么形成的 太不可思议了 行阳瞪大眼睛 深感奇妙 这就好像把四方世界拆分 拼凑在一起一样 可是彼此之间却不会冲突 反而诡异地融合 十分地玄妙 行语绕有深意地 看向中央楼阁的下方 那流淌的天之长河 更奇妙地在河里 这里的一切 都是从河底反射映照出的幻想 什么 三千四百零二章 时空倒幅 行阳瞪大眼睛 看向行语 眼前的这一切景象 都是从河底反射出来的 未免有些太不可思议了吧 河底之下 难道也有一个世界不成 确实是河底之下 反射出的幻想 只不过因为力量太强 所以过于真实 于心庭笑盈盈地 看向长河 道 下面埋的是戒原精 何为戒原精 世界源头 也可以说是世界原力的 核心结晶之物 蕴含着世界的本源力量 小世界并不具备 需要古地以上的存在 所建立的世界 这种世界蕴含着磅礴原力 会与世界原法秩序相连接 可以保证世界的稳定 比如这个八荒路合界便是如此 几乎和真实世界一样 没有任何披露 更加不会轻而易举地破碎 于心庭说到 这种世界一旦破碎 并不会消失 而会将所有力量 会聚融合到一起 形成戒原精 可以等日后 再度以戒原精为中心 将世界重现 也可以将戒原精 收集在一起 进行融合吸收 可以从中提取 创造世界的修行者的法 这下面有五个戒原精 每一个戒原精 都蕴含着极其恐怖的力量 至少都是至尊级创造的世界 形阳镇经 道 至尊级的戒原精 为什么一直都保存在这里 它们没有拿走 或者融合吸收 难不成是带不走 行语点点头 缓缓降落在水面上 脚掌轻点 泛起一层波澜液 五道戒原精与八荒陆河界 这个世界的戒原精 共为一体 如果取走五道戒原精 八荒陆河界 就会暴动甚至爆炸 那等威力除了至尊 恐怕谁都扛不住 行语笑道 知道为什么死亡七戒 在这里弄它们的七戒魔神吗 就是为了借助这个世界的特殊性 尤其是此地的特殊性 通过特殊的方法 来引导五道戒原精的力量 既然无法强行带走融合 那么就一点点地把力量得到 这或许才是死亡七戒真正的目的 圣族没有阻止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 永远无法将戒原精的力量全部得到 因为戒原精被封印在了极深处 他的目的 是为了镇压我要寻找的千古道夫 行语眼眸深邃地 看向河底深处 仿佛看穿了眼前的一切 看到了埋葬在地下深处的千古道夫 行语时至今日 才算真正明白 为什么千古道夫这等旷世奇物 在他们的眼皮子低下 都没有被带走 原来 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尤其是有五道戒原精的情况下 千古道夫的气息 完全被镇压掩盖 如果不是行语的古魂蕴含神力 借用秩序之法 根本不会察觉到 地下埋葬了他 更谈和其他人呢 行语点点头 总算明白了 你好弄出来吗 行语摇摇头 道 不确定 但可以试试看 尤其是我很好奇 为什么要将千古道夫 封印在这地下极深处 还是有五个戒原精 这等稀有宝物镇压 又是谁干的这件事 意义何在 于心廷嬉笑道 去一探究竟 不就好了 说的也是 行语大笑 直接一掌下拍 刹那间 河面震荡起层层涟漪 紧接着 水流顺时针旋转 化作一道漩涡 漩涡随着行语的手掌挥舞 而疯狂转动 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几乎遮天蔽日 隐约牵引了某种气息和力量 让苍穹之上雷霆奔腾 轰鸣声络绎不绝 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 除了中央的 以玉石雕刻成的楼阁 沿沫的水流 仿佛身处一片大海之上 漩涡的不断旋转 可以看到深不见底的河底 那里黑暗无光 仿佛连通着地狱 行语丝毫没有畏惧 纵身飞了下去 而随着它的下落 漩涡再不断扩张 不断旋转 直通河底及深处 以行语三人的行进速度 每一息都至少万里开外 可是下落了一刻钟 依旧没有到河底 仿佛前往遥遥无期 没有尽头 我的天 这河底究竟是有多深 竟然还没到 仅跟行语其后的行阳十分惊讶 这个天之长河 未免有些太恐怖了吧 而穿透这长河 将幻象显化在外界 又能无比真实 戒原精的力量 又是多么的强大 管中窥暴 都令人震惊 空间出现了问题 很正常 下落的行语最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这河底的空间 被无限重叠相加 无限拉长 导致河水也源源不断 深不可测 因为这空间并非交叉在一起 而是不断叠加形成的 仿佛是一个世界 接着一个世界 饶是行语 也不能破开空间 只能顺着这个方向 持续不断地下落 一眨眼半个时辰过去 行阳行语脸色一惊 因为空间中 充斥着一种神秘的力量波动 让空间变得沉重 降落的速度都在放缓 行语冷哼一声 直接运转起诸天秩序之力 将空间全部静止封禁 随后神力流转周身 一拳打出 轰隆隆的巨像爆开 空间支离破碎 而空间中的沉重 也悄然消逝 那是什么 行阳问道 不太清楚 应该是死亡期节 始终无法接近深处的主要原因 行语皱眉 刚刚那股力量 他也感知不到究竟是什么 也幸好神力能破开 否则 他也无法深入 突破了这一层空间 就仿佛来到了河底中心 眼前的无尽黑暗 渐渐多了诸多光运 就像萤火虫一样 点缀在四面八方 随着不断深入 而越来越多 最终在尽头 汇聚成了五光十色的光幕 光幕下 便是河底 碰 行语三人落在河底 轻松口气 总算是到了河底 这里 还真不是一般的神啊 透过光幕 清楚地看到 在河底有一个 镌刻在地上的古老阵法 阵法由密集的符咒组合而成 似乎万符之阵 在阵法中央 屹立着一道漆黑古朴的祭坛 祭坛共计两层 第一层 四周横插五柄断剑 袖迹斑斑 透着血迹之光 仿佛杀戮之剑 第二层 也是祭坛的顶层 摆放着五道凹凸不平的石头 每一颗都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 时而闪烁着原力之气 这便是戒原经 三千四百零三章 你觉得呢 那就是戒原经吗 行语看向祭坛第二层 道 还真是漂亮啊 不过 这里是什么情况 有什么目的呢 单纯的封印千古道福吗 我也不清楚 但目前来看是这样 行语说道 我也是十分好奇 当年是谁所为 至于这么大洞干戈的封印千古道福吗 或许下面别有洞天呢 于心庭嬉笑道 行语不置可否 缓步走到了祭坛前面 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五道戒原经 散发出的至纯的浩瀚之力 仿佛有五位至尊级的存在 盘坐在祭坛之上 看上去 似乎戒原经 只是随意地摆放在祭坛上 可是却无法取走 他与祭坛 以及祭坛下面的原阵 彼此间有着联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能瞬间将五道戒原经的力量 聚集在一起爆发 这根本是 除了至尊之外 任何人都 难以匹敌的力量 这是死亡气节望而却步的根本原因 更别提 深入祭坛下面的极深处 寻找千古道福了 行语有把握 凭借神力 强行打开祭坛 但他不确定 会不会出现一些意外 低头想了片刻 行语手掌轻轻落在祭坛上 神力流转 赤金色的神圣光辉扩散 诸天秩序之法汇聚 竟然强行打开了一道黑洞 这黑洞以祭坛为媒介 但并没有触碰祭坛的静止和力量 只是以此为出发点 打通了通往地下的通道 可以想象成 祭坛之下是无垠的大地 想要深入大地深处下面 只有挖出一个坑洞 而现在 行语是以自己的神力 挖出了这个坑洞 而不同的是 这个坑洞处于空间之中 而非真的强行打通 所以巧妙地避开了静止 好方法 于心廷点头 走吧 行语轻笑 直接带上于心廷行阳 跳进黑洞 瞬间穿过祭坛的静止封印 来到地下 这地下无垠浩瀚 但却有一个小空间 仿佛有人隔空挖出了一个密室一样 行语三人来到密室空间中 空间内别无他物 比想象中的 要简单得多 在空间的正前方 有一道光团在阴晕 仿佛缩小了无数倍的大日 悬浮在半空中 迎着光芒看去 光团中飘浮着一道 弥漫荧光的符咒 这个符咒 没有繁复晦色 更没有玄妙难测的感觉 远远看去 就好像一道寿字 这就是千古道符吗 没有意料之中的 那么强大 行阳皱眉 还以为千古道符 会多么的华丽绚烂 亦或者光辉璀璨 蕴含着至高无上的 天地奥妙规则 可眼前的这个符咒 简单得有些不像话 如果不是这里位于极深处 外面又有封印祭坛 十分重视的封印这里 他都怀疑来错了地方 行语没有说话 虽然这个千古道符的模样 与万符榜上记载的不一样 但行语对照一番 可以肯定 这就是千古道符 或许是未曾掌握前的初始模样 他只是缓步走到千古道符前 手掌缓缓伸入光团中 手指间传来的触感 柔软温和 就好像一盏油灯 轻轻落在千古道符上 行语准备将它拿出来 可是一瞬间 一股浩瀚的气息 音声从符咒中喷不而出 似乎要将行语碾压成 虚无碎炸 行语早就有心理准备 虽然千古道符看上去普普通通 但绝对有着异常恐怖的力量 自然不会心生小亏 赤圣的神力笼罩四周 将它和行阳于心亭 都庇护在身后 吃吃 可怕的浩瀚气息 冲撞在神力所化的神壁上 传来吃吃破碎声音 但神壁完好无损 并无大碍 行语以为没事了 可谁知一道精纯的魂力 猛地冲进地魂宫 以势不可挡的趋势 进入谷魂内 行语暗道不妙 刚要做出反击 一股潮水般的记忆忽然涌进 让行语愣住 记忆很复杂混乱 不知道是谁的 似乎是一个人 又似乎是四五个人 揉杂一起形成的 十分斑驳混乱 记载了无数事情 每一种记忆都在诉说着什么 经历着什么 犹如游历在岁月长河中 观跃着众生的人生 头都要炸了 行语更有种人格被分割撕裂 化作好几个人的感觉 等了许久 记忆方才缓缓恢复正常 一点点的趋于平静 让行语能够全部吸收 当吸收了记忆后 行语整个人都猛了 一旁的行语 皱眉看向行语 语哥 你怎么了 没事吧 行语没动静 行语看向于心亭 于心亭笑着 在行语耳旁打了个响指 喂 醒醒 猛的行语脸庞一抖 头一阵 眼眸中恢复了神韵 从复杂的诸多记忆中回过神 怎么回事 行语连忙问道 行语深吸了口气 眼眸带着精芒 看向面前的千古道福 道 总算搞清楚这里的情况了 这里什么情况 行语问道 行语没有说话 而是把手掌 从面前的光团中抽出来 随后一掌轻拍 刹那间光团扁平放大 足足有十丈方圆 紧接着行语手掌一握 魂力流转 光团表面的光运渐浓郁 然后 竟然显化出了影像 这是什么 行语瞪大眼睛 慢慢看你就知道了 行语说道 光团之上显化出的影像 是一片浩瀚的星空 冰冷而死寂的星空 仿佛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永恒长存 忽然 正北方向 出现一道比星辉还要耀眼的光芒 光芒继而放大 足足有一万丈开外 就好像是一道开天辟地的白色神剑 撕开了 这昏尘死寂的星空一般 行语震惊地倒吸一口冷气 不是因为这神剑之恐怖 更不是因为 哪怕只是影像 看着神剑都有种剑气逼人 不敢直视的威能 而是因为 这根本不是神剑 而是一头 白虎 白虎头顶虚无苍穹 脚踩万里星空 横跟着无尽虚无之中 犹如无上神明 它存在这里 世间的任何法都荡然无存 因为它就是法 就是道 就是一切的中心和主宰 因为它是神明 任谁能想到 星空之中忽然出现白虎神明 这这这 怎么回事 卧槽 行阳不可思议地看向行语 可是话还没说完 只见正东 正南 正北三个方向 相继有三道耀眼的光芒乍现 定眼观桥 赫然是神龙 朱雀 玄武 皆是神明 四大神兽 三千四百零四章 随意处置 神龙通体幽青 青芒要事 盘旋星空 如无上至尊 朱雀星红 焰火聊天 翱翔思鸣 如炼狱之主 玄武有黑 冰蛇盘绕 咆哮向天 踏得万古阵战 白虎踏剑立 白芒要日 微能滚滚如长红 四大神兽同时显现在星空 四色神光遮天蔽日 原本浩瀚无鹰的星空 在这一刻显得如此渺小 行阳行与三人神情凝重地 看向面前的影像 明明这是虚假的 可是在这一刻仿佛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神威 这是传说中的四大神兽吗 行阳忍不住说道 他听扎不韦说过 他们永迹夜族是最强的一族 什么神族 神兽之类的 都只是盘中餐口中食罢了 只要想吃谁 想杀谁 谁也拦不住 行阳以前只是觉得好厉害 没有具体的感觉 这一刻才真正地明白 神兽两个字所代表的真正含义 这么恐怖的神兽 能吃 他们永迹夜族 还真不是一般的恐怖 不只是四大神兽 还是这片宇宙的守护神 于兴廷说道 守护神 每一个自然形成的大世界大宇宙 都会有守护神的存在 我们所存在的这片宇宙 便由四大神兽守护 于兴廷说道 这片宇宙的兽族 几乎都是由他们诞生 而存在着世间的 守护神是永恒不灭的 除非世界崩塌 亦或者守护神经消失 关于守护神的秘密 除了到达顶峰 否则很难知晓 行语看了一眼于兴廷 他说的还不够完全 应该说 只有神明才会知道 守护神的存在 轰隆 影像中的四大神兽 忽然出现在这片星空中 似乎在交流着什么 说的是截然不同的语言 了解了诸多记忆的行语 却知道 他们所说的是神语 每一个字 每一个音调 在世间生灵来看 都是神迹 都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 无上存在 然而 四大神兽交流到一半 忽然一道轰鸣声响起 整个星空都在疯狂震战 行阳三人的目光 都被吸引了过去 只见四大神兽的中央上空 无尽的黑暗深处 凭空降落下一道幽子神光 神光浩瀚灰红 蔓延不止极力 仿佛要将整个星空贯穿 神威从神光之中扩散 四大神兽都疯狂后退 警惕地看向紫光 紫光之中传来一声大笑 随之一名身着华丽紫袍的高贵男子 踏步走来 看不清长相 只能感受到 那高贵到极致的浩荡神威 以及邪气 那是种邪道极致的气息 充斥着死亡 罪恶 灾恶 苦难等一切邪恶之力 紫盲悠悠 带着进化般的力量 充斥着四面八方 好像在污染这个宇宙 这片星空 好 四大神兽很明显 并不认识此人 发出阵阵嘶吼 说着听不懂的神语 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紫袍男子又一次放声大笑 面前浮现四道光石 紧接着四道锁天神炼 从天而降 竟然轻松锁困住四大神兽 四大神兽要进行反抗 可是任凭如何挣扎 都根本逃脱不掉 然后紫袍男子 看向四大神兽说了一句话 手掌伸出 猛然紧握 索天神炼疯狂紧缩 悠悠紫盲扩散 四大神兽痛不欲生 但怎么疯狂挣扎 都毫无作用 最后在索天神炼的控制下 体型渐渐缩小 最后化作四道光 被紫袍男子随手一挥 强行封到他面前的四道光石中 戴上四道光石 紫袍男子消失不见 一切又都恢复了永恒的死寂 星空还是这般模样 似乎刚刚的一切都是虚幻 行阳张了张嘴巴 这 这人怎么这么强 四大神兽就这么没了 紫袍男子面前的光石 叫做守护神经 是四大神兽能够成为守护神的关键 也是他们能够在这片宇宙 实力强大的根本原因 哪怕是其他神明进犯 也绝对打不过他们 因为守护神经 将他们与整个宇宙世界串联在一起 抹杀他们等同于要有毁灭一方宇宙的无敌实力 这种事对神明来说都极其困难 于心廷说道 所以也很少出现神明进犯一方宇宙的情况 但这个便是例外 紫袍男子得到了守护神的守护神经 他们根本发挥不出力量 再加上它足够强大 轻松将他们封禁在了守护神经中 没有直接杀掉守护神 而是封禁在守护神经中 不是紫袍男子不想杀 而是杀不掉 想要抹杀守护神 只有将他们与守护神经的联系抹去 或者粉碎掉守护神经 否则需要无尽的神力才能完成 将他们封禁在守护神经中 就可以利用其他方法 慢慢抹去他们彼此间的联系 最后一起杀掉 行仰转头看向于心廷 道 为什么要杀守护神 很明显 他们好像没什么仇 互相之间并不认识 那么这个家伙 为什么要这么干 于心廷无奈摇摇头 他知道这些 不代表他能预测过去未来 知道 紫袍男子的意图和目的 他转头看向了行语 行语或许知道 因为没有守护神兽的存在 玉外邪灵便能趁虚而入了 行语抬手指向面前的影像 只见紫袍男子离去后的星空中 凭空出现诸多裂缝 每一道裂缝 都带着极其邪恶恐怖的气息 羞羞羞 成百上千万的玉外邪灵 从裂缝中冲出来 汇聚成一片片邪恶的阴云 疯狂地冲向了这个世界 这些玉外邪灵的气息并不强 从地者到古地参差不齐 但重在数量够多 气息够恐怖 当数之不尽的玉外邪灵 冲进世界后 诸多裂缝并没有消散 而是越来越大 不多时 裂缝轰然暴碎 化作一道不知多大的无垠黑洞 十几道散发着魔微的魔神 踏步走出来 他们尽数都笼罩在无尽的邪恶 与黑暗之光中 看不清模样 只能感受到 那伟岸的笔尖的魔神之躯 所过之处 天崩地裂 星空踏险 这些便是跟随着玉外邪灵 出现在世界的魔神 最中央的那位 应该就是玉外邪灵的邪神了 行与瑶指最中央的那位魔神 被黑紫色的光辉环绕 双目如日月 身躯如天地 一步踏前 秩序崩裂 万法臣服 恐怖如斯 3405章 漫漫屠杀 原来玉外邪灵是 这样降临到世界上的 行与恍然大悟 当年所得知的消息 是苍天帝 容十八道神迹 渡神节从而撕裂了天 导致玉外邪灵降临 或许这也是事实 只不过刚刚好赶上了 并不算是苍天帝的问题 而是那位紫袍男子的原因 若非他封禁了四大神兽 没有了守护神 玉外邪灵又岂会降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们现在 能够看到 这么久远的曾经所发生的事情 行与忍不住好奇心问道 眼前的这一切 如果是真的 那未免是有些恐怖了 这都是无数岁月前 所发生的事情 究竟是谁记录下的 又是怎么做到的 守护神都没有活下来啊 眼前的千古道福 时空道福 行与指着面前 释放影像的光团说道 眼前的符咒 名曰时空道福 在行与触碰到他的时候 他涌进了行与脑海中 大量的记忆 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 都是时空道福 记载形成的记忆 通过行与 而呈现在了眼前 时空道福并没有灵 它只是具备了独有的特殊圆道 也就是时空 时空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 从而形成的新的圆道之一 也是最为神秘的圆道 与时间空间截然不同的是 时空所具备的高深莫测的玄妙 极为奇怪 空间之道 指的是对于空间上的领悟 例如空间创造 空间叠层 镜像空间 空间切割等等诸多手段 和规则秩序 时间顾名思义 蕴含着时间上的变化与规则 是世间最难领悟的四大至高之道之一 掌握时间之道 可以随时调控时间 宛若神迹一般的能力 随手便可演化 如静止时间 时间回溯 时间加速等 转瞬间 能让生灵度过百万年千万年 哪怕你修为再强 当寿命因为时间的摧残而耗尽 你也不堪一击 时间之道 看似没有多少战斗力 但却有着鬼神莫测的威能 行于所知道的 掌握时间之道的 只有天界的远古地族永恒古族 也就是林叶轩所在的家族 当年也曾多次见识到 林叶轩施展时间之法 时间静止 万物禁忌 恐怖如斯 至于时空 指的是时空事件 时空蕴含着时间和空间的所有秩序与规则 但又有新的规则秩序 任何一片天地 因为时间的不断流失 就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时空 比如上一秒过去 那么就会上一秒的时空 它是独立存在于 时间和规则秩序中的 如果掌握时空 那就有了穿梭过去未来和现在的能力 时间只能掌握某一时段的时间 空间也只能掌握某一地段的空间 而时空则可以转换 穿梭到任意一个时空阶段 这近乎是神明才有的能力 掌握时空道福 便拥有这份能力 不过时空之道 也并非随意就能掌握息修的 行于感知脑海中 那晦涩复杂的记忆后就明白 时空之道比想象中要复杂困难得多 虽然理论上可以肆意穿梭时空 甚至回到过去 但需要一个节点 一个过去的节点坐标 如果没有只会流浪在无尽的时空场合中 再也回不来 节点坐标可以是一个人 一处假山 一座城池等物质方位坐标 如果他已经不存在 想要寻找极其困难 而且 就算回到过去 也不能做什么 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所死亡的人 已经结束 属于过去 就算穿越曾经改变了过去 现在的这个世界 也不会因为过去的改变 而进行改变 如果十年前 一位手下死亡 利用时空道服 穿越回去救下他 他确实活了 可是回到现实中后 他还是死的 因为并不属于同一个时空 关于时空的诸多秩序规则和理念 行与至今还是一头江湖 有些弄不清楚 他只知道 时空道服也并非万能 或许只有在战斗中 才能体现出 属于他的独特的作用 比如瞬间动用时空 将对手送到三分钟前的时空 利用时空洪流 将他无情抹杀 利用时间与空间的错乱融合 进行诛杀对手 这将是堪比神迹般的手段 行扬听着行与讲述的 关于时空道服的情况 一脸猛逼 我 还是没有怎么听懂 也不需要弄懂 你只需要知道 时空道服也仅仅只是一种道 一种战斗的能力就可以了 并没有过于夸张的能力 那是属于神明才能完成的事情 行与说道 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当时的时空道服所记录下来的 你是说 时空道服曾经就在天外星空中 行与阴生点头 道 他由天地自然诞生 耗尽了无数岁月 在诞生后 就飘荡在天地间 因为其本身的不同 所以就由时空之力 记载了诸多他所看到的东西 四大神兽 玉外邪灵入侵 刚巧他看到 便记录了下来 他之所以被封禁在这里 便是因为当年的万古至尊发现了他的存在 因为他用时空之力 记载了无数东西 万古至尊凭借这些记忆 得知了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东西 才强势崛起 成为符文大陆无敌般的存在 后来强大后 将他封禁在这里 万古至尊具为己有 并非他不贪婪 而是因为承受不住时空道福的威力 承受不住 是 这时空道福 蕴含着难以想象的神力 行与眼眸深邃地说道 万古至尊曾经尝试过 险些被时空之力震死 也因为时空之力的摧残 留下无法恢复的暗集 才让他后来没活多久 就生死到消 我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师愿者让我们来寻找 却好像不担心我们据为己有一样 因为生灵根本驾驭不住他的神力 更别提掌控他 领悟时空之道了 行与震惊 万福榜上随便出现的一个道福 就蕴含神力 那万福榜上排名前十 亦或是排名第一的符咒 又是何等的恐怖 那他娘的 都可以称之为神咒了吧 你能掌握吗 行与问道 依靠着扎不为前辈给予的神力 能够掌握 但神力消失 我恐怕就无法掌握了 行与随手一挥 眼前的影像消散 然后手掌心散发出一道犀利 只见光团中央的时空道福 音声飞到掌心 在神光之中阴云舞动 散发着至高无上的神威 这道千古道福 就有如此威能 不知道剩余的两个道福 又有着多么非凡的能力 也不知道试验者寻找他们 目的是什么 三千四百零六章 新王诞生 看来试验者的身份 比想象中的 要神秘得多啊 行与忍不住问道 婷婷姐 你知道吗 于心庭摇摇头 不说话 但行与行与行与压根不幸 只是他不想说罢了 行与没有再问 而是说道 这时空道福 还记载了什么 很多很多 我还需要消化 仔细研读一下 刚刚所展现的 只是其中一部分 时空道福 还记录了很多 包括曾经得到他的人 以及万古至尊 掌握时空道福的那段时光 这些对于行与来说 也都是宝贵的经验 当年的万古至尊 能够走到至尊之位 也多亏了时空道福的辅佐 行与抬手一招 万福榜漂浮在面前 随手一挥 时空道福便音声飞起 落在了万福榜上 属于他的位置 顿时间整个万福榜 都散发出一层璀璨的光辉 仿佛是天地间 最纯粹的混沌之光 在万福榜的下面 还有两道泛着紫色光辉的符咒 行与这才想起来 当时试验者将万福榜 交给他的时候 曾告诉他 如果遇到危险 可以催动万福榜上的 这两道紫色符咒 能就自己两次 哪怕对手是神明 都可以挡得住 行与始终都没有机会用 险些忘记 随手将万福榜收起来 行与说道 这里只是单纯地封印了 时空道福 并没有其他东西 可以走了 行与点头 跟着行与一起走出此地 来到外面的祭坛前 行与问道 这戒原金能取走吗 现在可以 行与笑着抬手一招 万福榜显化虚向 时空道福闪烁光泽 随着行与的手掌落在祭坛上 思缕虚化的荧光 阴晕在祭坛上 清晰可见 祭坛四周的时间和空间 在不断变化 紧接着 戒原金猛然一颤 直接脱离祭坛 漂浮在行与面前 随着行与一招 悬浮在周身 时空之力妙用非凡呢 行与忍不住倾笑 借用时空之力错乱时空 打乱这片时空的秩序力量 在没有力量控制之下的戒原金 自然可以轻松 被行与掌控 想要借助时空之力 穿梭时空 行与做不到 但是借助时空之力 来完成一些错位秩序之事 还是很轻松的 如行与对行与所说 时空之力 也只是一种能力手段而已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变态 但也绝对强到匪夷所思 有了戒原金 日后等神力消息 我也能够短时间内增强修为了 行与估算了一下 如果自己神力消失 凭借这段时间 掌控神力和秩序之力的参悟与理解 也可以直接达到谷地巅峰 而有了戒原金的力量补充 行与相信达到至尊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行与的目标 可不只是至尊 而是神明 还任重而道远啊 收起戒原金 行与没有在这里多多逗留 便带着行与二人 飞出河底 来到了上空 看着面前悬浮的楼阁 行与轻笑 这里面便存放着死亡 七节废了无数岁月研究的七节魔神 借助无数尸骨的力量 来增强七节魔神 然后以戒原金进行蕴养 但当戒原金被行与带走 这七节魔神就将毫无作用 行与没有破坏 而是想了想 抬手以空间为比 原历为末 在楼阁上写了一句话 无本无意动七节 怎那儿等次寻面 放下执念走生路 无必心善饶恕人 行与忍俊不惊 你这写的啥呀 诗不像诗 话不像话 管这么多呢 押韵就好 叶秋慵懒得伸个懒腰 踏步前行 留下身后行与于心亭大笑 八荒路和解入口 阳岩光三人面前多了七个人 仔细一看 赫然是死亡七节的七位掌控者 狂亭帝阁的阁主 科吉明脸色阴沉地说道 已经一个时辰了 他怎么还没有出来 杨岩光瞥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道 这什么急 他既然答应 就不会食言 放心好了 杨岩光虽然不知道 行与到底是拿什么东西 但是对于死亡七节 一定不利是肯定的 但目前对于杨岩光来说 行与才是最主要的 发生什么事 死亡七节都只能忍着 也必须忍着 如若不然 灭掉死亡七节 再重新培养一批势力好了 这种事对于他们来说 简简单单 科吉明脸色难看 想要说话 但最终只能化作一声叹息 现在已经这样了 不认命 还能怎么样 还有资格改变吗 哟 怎么这么多人啊 就在此时 门后面传来笑声 只见行与三人 踏步走了出来 科吉明等七人 齐齐看向行与 脸色阴沉不定 结束了 杨岩光看向行与问道 行与点头 道 我想要的已经拿到 这七位是谁 莫非是死亡七节的七位掌权者 杨岩光阴生点头 但并没有过多介绍 也不需要介绍 他们还没这个资格 原来如此 久仰了 行与很客气地拱了拱手 笑道 我只是去八荒路河界内 拿了一些我需要的东西 你们的东西我都没有碰 尽管放心好了 是吗 于兄道真是光明磊落之人 科吉明拱手客气一声 只是声音透着难以掩饰的不爽 那是自然 我可不向你们狂亭帝格做事蛮不讲理 不守规矩 你们既然答应让我进来 我自然不能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行与淡淡地笑道 让科吉明脸色一寒 这小子变脸速度还真快 话风一转 冷如寒刀 于兄此话何意 何意 很简单 我指的是狂亭帝格的血亭基地 行与看向科吉明说道 我有一个朋友 或许你听说过 叫做穆三叶 他只是被他人诬陷半妖 血亭基地 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他进行追杀 更将他满门屠杀 若非遇到我 他可能早就被血亭基地屠杀了 这笔账 我会替他清算 科吉明脸色一僵 当然 阁主也可以带我把他交给我 我相信 这一切都是血亭基地一人所为 跟你们狂亭帝格 没有任何关系 行与缓步走到科吉明面前 平静地与他对视 道 你觉得呢 行与没有散发出什么气势 但却有一种 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的淡然 无形间的气场 强势碾压科吉明 话语中的意思 更是在告诉科吉明 血亭基地的命 我要定了 你给也要给 不给也要给 否则 倒霉的就是你们整个狂亭帝格 这完全就是危险 但行与可不会在乎狂亭帝格 和科吉明的想法 更不会考虑死亡七姐的态度 本来他就不怕 现在又有圣族在 为什么要给死亡七姐脸面 他们配吗 该狂傲时不狂傲 枉为少年 三千四百零七章 雪峰帝城 科吉明脸色阴沉地看向行语 内心中怒火中烧 他可是堂堂死亡七姐的狂亭帝格格主 放眼万古血城 放眼整个符文大陆 他都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存在 可今天竟然被一个小辈 自自诛心地逼迫着 还要交出自己的五长老 这是何等的憋屈和愤怒 如果不是杨炎光就在身旁 科吉明真的是要忍不住弄死他了 哪怕知道可能不是对手 也要搏一搏 这个王八蛋太混蛋了 但 尽管十分愤怒 十分地憋屈 科吉明只能忍下这口气 看着身旁面不改色的杨炎光 科吉明就很清楚 日之圣族是百分百会庇护刑语 更加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长老 从而得罪刑语 袖口中的拳头握了握又松开 科吉明神情平静地说道 谢霆吉弟是我狂听帝格的五长老 跟随了我很长的岁月 我了解他的脾气 不应该会干出这种事 但是我相信 宇兄肯定不会平白诬陷他 这件事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明月便亲自带着他去战妖萌 如果真如你所说 随你处置 你看如何 行语笑看着科吉明 音声点头 道 好说 明天我等你 杨长老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告辞了 你们先聊 行语对着杨炎光拱了拱手 便和于心亭行阳 转身离开 杨炎光看着行语的背影 轻声说道 你的抉择是对的 忍一忍 以后或许有机会还能报仇 当然也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 但肯定能活着 科吉明深吸口气 恭敬地拱手 道 愿意听从圣族的任何安排 行语三人回到参与宫后 行语就回到了屋中 仔细研究时空道符 其内有着诸多关于时空的规则秩序 还有很多他所记录下的记忆 行语都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 当然 行语也需要利用它 来寻找其余两个符咒 只是行语哪怕动用秩序之力 还是无法感应到其余两个符咒 看来是应该需要扎不韦的帮助 一晃一天时间过去 第二天清晨 杨炎光找上门来 直接问道 何时跟我一起走 再等两天吧 我想看看伴妖一族的状况 行语笑道 这几日 他都没有去战妖蒙 是想要将一切都全权交给穆三叶 看看他表现如何 如果日子没记错的话 明日就会出现乱神血电 那个时候 就是穆三叶表现的时候 杨炎光沉默片刻 转身离开 五天后 一起走 当然可以 恭送杨长老 行语笑着目送杨炎光离去 随后便直接前往了战妖蒙 因为柯吉明要带着血亭集地过来 战妖蒙的战妖地点 暂时成为穆三叶的地方 也是处理伴妖一族所有事情的地点 行语赶来时 穆三叶羽皇 以及五大势力的掌控者 正在说着什么 看到行语齐齐站起身 尊敬地喊上一声主人 语哥你怎么来了 穆三叶笑道 狂亭帝阁的阁主 柯吉明要带着血亭集地过来 把他交给你发落 行语坐下笑道 你可以报仇了 一旁的乌丰等人 颜孔紧缩 死亡七劫 果然也逃不出行语的手掌心吗 狂亭帝阁的阁主 自断手臂 将自己的武掌 老血亭集地送过来 这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绝对的敬畏 如果惹行语不高兴 必死无疑 这等结果 他们承受不住 乌丰几人对视一眼 暗暗松了口气 或许他们的未来会比死亡七劫更好 至少不会这么容易死 穆三叶眼眸一寒 袖中拳头紧握 他等着一天 可是等了太久太久了 三个时辰后 战妖蒙守卫来报 狂亭帝阁阁阁主 柯吉明和血亭集地赶来 穆三叶嘴角威名 冷声道 请进来 是 守卫转身离去 不到片刻 柯吉明血亭集地 便出现在顶层 血亭集地看到乌丰等人 多恭敬地站在穆三叶和行语身侧 脸色难看到极点 尤其是迎着穆三叶的眸子看去 他看到了难以掩饰的杀戮之意 顿时间 血亭集地心如死灰 因为 他知道自己死定了 只是他不甘心啊 曾经随手就可以轻松捏死的小子 面对他的追逐 只有狼狈逃窜的他 如今却成为了半妖之王 可以让狂亭帝阁的阁主都畏惧 这样巨大的反差 难以接受 血亭集地一旁的柯吉明 面色没有变化 因为这在意料之中啊 羽兄 血亭集地带来了 柯吉明拱手看向行语 我在来之前已经询问过 羽兄所言确实属实 血亭集地曾经最大恶极 竟然真的干出屠戮满门的混蛋之事 他目光看向穆三叶 道 三叶兄 我是狂亭帝阁的阁主柯吉明 万万没有想到 当年血亭集地 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 没有管好下属是我的过错 也是我狂亭帝阁的不对 今日为你赔个不是 还请谅解 虽然时过境迁 现在说这些有些迟 但还是希望 三叶兄 不要过于难过 现在 我特意将血亭集地带来 交给你发落 随意处置 也替我好好出口恶气 柯吉明义正言辞 语气冷冽 看向血亭集地 充斥着愤怒和杀意 仿佛恨不得自己亲手杀了他一样 穆三叶看这一幕 神情多少有些恍惚 狂亭帝阁 曾经 他无数个日夜的噩梦啊 现在地阁阁阁主亲自登门拜访 把他曾经用一辈子可能都杀不掉的仇敌 亲自送到了面前 由他发落 这样的反差 也让穆三叶感觉有些不切实际 他深吸口气 先是深深看了一眼行语 旋即站起身 拱手道 阁主不用客气 阁主声明大意 是我这个晚辈应该学习的 能够将他交给我 就足够了 穆三叶缓步走到了血亭吉帝面前 低头俯瞰 与他四目对视 眼眸中带着三分讥笑 三分兴奋 四分杀意 血亭吉帝 你可曾想过 你往日里眼中的蝼蚁 会有一天 以这样的身份和语气 来宣斗你的死刑吗 穆三叶淡淡的话语 充斥着极致的霸气 让血亭吉帝心如死灰 三千四百零八章 假设猜想 要杀要寡 习听遵便吧 血亭吉帝闭上眼眸 平静地说道 他可以反抗 也有把握在 刑宇和科吉明动手前 一招抹杀了穆三叶 他有这个实力和能力 骄傲的他 哪怕是死 也绝对不允许这么憋屈地死 被一个晚辈这样杀死 无论自己曾经做的事 对事还是错事 他都不允许自己 是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 他不能这么做 他很清楚 如果自己这么做了 自己的子嗣徒弟满门 也绝对都会被刑宇所屠杀 甚至整个狂亭地阁 都会因为自己而被抹杀 刑宇有这个实力与能力 他已经活得够久了 虽然不想死 但以自己的命 换回自己家族子嗣所有人的性命 他愿意 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了 他跟随科吉明无数岁月 很清楚地知道 他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子嗣徒 那么 就足够了 既然这么想死 我就满足你 穆三叶冷谋一寒 一掌携带无穷的力量 落在血亭极地胸膛 瞬间把他震飞 他猛地狂吐鲜血 身躯崩裂开无数裂缝 鲜血狂喷 他严孔紧缩 因为穆三叶第一时间废掉了他的修为 现在的他 空有谷地之躯和谷地之魂 却犹如凡人一样 换作寻常时候 不可能这么简单地废掉一个谷地 就算不抵抗 也绝对不可能 但刚刚的血亭极地 已经放弃抵抗 等着死亡 随便打 废掉他 自然就简单多了 穆三叶抬手一招 力量牵引 把急速到飞的血亭极地 又来到了面前 一手紧扣他的脖梗 低头淡漠地看向血亭极地 低沉地说道 知道为什么不先杀你 而先废掉修为吗 因为我有件事 需要在你临死前亲眼看到 血亭极地眼眸 带着冷漠看向穆三叶 什么事 跟你 血亭极地有关系的徒儿 子嗣 兄弟 我会一个 一个地接着一个 慢慢屠杀 穆三叶冷漠着神情 充斥着死亡与杀戮的冷谋 直视他 缓缓说道 让你也感受一下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满门皆亡的滋味 谁也帮不了你 谁也就不了你 冰冷的话语 让血亭极地 眼孔紧缩 不 不 你绝对不能这么做 我不允许 血亭极地 下意识地挣扎 但却被穆三叶 猛地扣住 脖梗高高举起 嘲弄得笑了笑 道 那你当初屠杀 我满门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 我同不同意呢 你你你 血亭极地 疯狂而惊慌 他甘愿受死 是因为他的家族 不能活着 如果他们也要死 他绝对不能死 阁主 阁主你要帮我 你要帮我 血亭极地 神情痛苦地 转头看向柯吉明 充满了恳求和心痛 柯吉明紧皱眉头 看向穆三叶说道 三叶兄 做错事的是 血亭极地一人 没有必要 我什么错事都没有做 我家族没有任何一个人 招惹他 他更没有必要 杀我杀我全族吧 穆三叶冷眸如电芒闪烁 带着杀意 看向柯吉明 气势磅礴 丝毫不怂 有行语在一旁看着 穆三叶现在根本什么都不怕 柯吉明又如何 哪怕是圣族 他都敢叫嚣两句 你 柯吉明没有想到 穆三叶这么硬气 冷漠地说道 我已经按照约定 把血亭极地交给你们 我觉得 此事应该就此接过去了 毕竟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再多造杀念 挽回不了什么 我愿意为此事进行赔偿 你看如何 血亭极地死了 柯吉明很心痛很憋屈 但还能忍 但如果把血亭极地的家族都灭掉 就绝对不忍了 因为血亭极地在狂亭地阁无数岁月 他的家族大大小小的子嗣也好 徒弟也好 遍布狂亭地阁诸多岗位 甚至不少长老 一下子全除掉 无意间在打断他狂亭地阁的手脚 阁主刚刚也说了 一切事情都是血亭极地做的 跟狂亭地阁没有任何关系 我为什么要接受狂亭地阁的赔偿 穆三叶首掐着面色通红 说不出话的血亭极地 淡淡地说道 那么 我现在找血亭极地报仇 自然也跟阁主和狂亭地阁 没有任何关系 阁主也不用管得这么多 你 接下来没什么事 阁主可以先走了 我就不去送了 穆三叶抓起血亭极地 狠狠砸到地上 抬手打断双手双脚 然后就像拖一条狗一样拖走 血亭极地狂吐鲜血 但却没有昏迷 因为穆三叶不准备让他昏迷 要让他每时每刻都感受痛苦 感受死亡和绝望 直接杀掉 未免太舒服了 血亭极地神情绝望地 看向柯吉明 想要说话 可是根本说不出来 他只能干张嘴 不断地说 阁主 帮我 帮我 柯吉明心痛如刀脚 想要说话 可是一直没说话的行语 这时站起身 笑着走来 道 阁主 走 我送你出去 抬手楼主柯吉明的肩膀 行语淡淡地说道 年轻人的仇怨 让他们自己解决就好了 我们插手的话 损失太大 名声也不好 你说呢 柯吉明脸色一僵 他听得出行语话中意思 如果档案阻挠穆三叶 那么他也会插手 他如果插手 整个狂亭地阁就会遭殃 所以 你自己选择吧 是保护血亭极地 还是保护你的狂亭地阁 宇兄 说的有道理 柯吉明深吸口气 一脸笑容 只是比哭还难看 跟着行语 转身走出了战妖地殿 在离开前 行语转身 对着穆三叶 竖起大拇指 挑了挑眉 穆三叶表现不错 他并没有告诉穆三叶 应该怎么做到 但他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现在有这个实力 和能力叫嚣 所以压根不掩盖 够狠够霸气 也够果断 行语很喜欢 宇皇笑着 走到穆三叶身旁 低头瞥了一眼 地上犹如死狗的血亭极地 道 你小子 还真敢嚣张 就不怕柯吉明暴怒吗 穆三叶放声大笑 有宇哥在 我怕个锤子 死亡七叶算个屁 惹我的人 老子全都杀掉 在二人身旁 站着的半妖族 五大势力 掌控着乌峰等人 对视一眼 都心有余悸 感觉到了畏惧 这个穆三叶在有行语撑腰的情况下 真的够狠 虽然他只是恨血亭极地 但不难看出他的性格 以后跟着他 恐怕不会有好日子过呀 当然 更不好过的是死亡七解 对比之下 他们还感觉到高兴 至少他们只要听话 就永远不会是被欺负的那一个 三千四百零九章 做个交易 两天后的清晨 行语行阳于心亭 陆秋 有雪仙娇一干人等 早早地走出参与宫 来到了万古雪城的西北城区 因为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这片城区的天空 便被黑压压的乌云笼罩 电闪雷鸣间 仿佛是有恶魔在咆哮丝鸣 震撼人心 万古雪城各个街道 都涌现了不少修行者 所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走来 神情带着兴奋 因为今天乱神雪垫即将出现 这是一个险境 虽然危险 但也充满了各种机缘 运气好能够得到不少资源 不少人为了等待乱神雪垫 已经准备了许久 行雨一干人等来到西北城区后 只是找了个视野不错的酒楼 坐在窗边 他们已经了解了 乱神雪垫出现的意义和目的 自然没兴趣进去探查 行雨留在这里的观看 也只是为了检测一下木三叶罢了 很快时间过去了几个时辰 这里聚集的人手 也是越来越多 圣地古地数不胜数地穿插在人群中 有些是驻足观望 有些是叙事待发等待时机 便在此时 轰鸣声从正东方响起 抬头看去 只见那里妖气冲天 宛若黑云压境 地狱大开了城门 成百上千的半妖一族 整齐华一地赶来 气势震撼全场 乌丰等五大势力的掌控者 纷纷出现 但为首地率领着 却是木三叶 他一袭战甲 傲立宝座之上 俯瞰苍若上仓掌控者 身旁乌丰等五人护卫 震撼了场内所有人 此人是谁 为何如此陌生 竟然能率领半妖一族的五大势力 让各大掌权者都沉浮在身旁 场内不少修行者 窃窃私语 议论纷纷 行语看到这一幕满意的点头 气势和行头上倒是不错 当木三叶率领着半妖一族出现后 死亡七杰也都纷纷出现 为首者都是各自的阁主 这让场内不少人都梦了 往常乱神血电各大势力 虽然都会出现 可远远没有今日这么正式 今天难不成乱神血电 要出逆天的宝贝了 殊不知 死亡七杰也不想来 但不得不来 因为木三叶出现了 他现在是半妖一族的半妖之王 他亲自出现 死亡七杰的七大阁主不来 那就是不给面子 不给面子的代价是什么 死 尤其是 他们已经去八荒路河界看过了 心如死灰 虽然七杰魔神行语没有破坏 可是带走了戒缘精 导致七杰魔神没有了力量源泉 几乎等于废品 这等于断了他们的双臂 本来就打不过 现在唯一他们的最强底牌 都被行语废了 还怎么抵抗 大势所趋 半妖族在被木三叶掌控后 势必要成为万古血城最强的存在 他们想要活着 只能忍 忍到行语被三圣族抹杀掉 那么他们就可以想对策 来弄死木三叶 弄死半妖一族了 如果行语不死 那么就继续忍着吧 今天这么热闹啊 没想到大家都到了 木三叶端坐宝座之上 看向死亡七杰的七位掌权者 客气地拱手笑道 七位老前辈 三叶这箱有礼了 叶兄严重了 柯吉明等七人 纷纷客气地回礼 这一幕在场内朱棣看来 简直目瞪口呆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死亡七杰的七位掌权者 竟然对这个青年这么尊敬 他是什么来头啊 有没有人知道 难不成是半妖一族变天了 被统一了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很难理解发生了什么 就在木三叶等人客套的时候 远方的苍穹传来一道轰鸣声 紧接着雷霆暴动间 阴云散开 一道雪光喷不而上 闪耀长空 雪光来得快去得也快 当雪光消失 半空中浮现出一道遮天蔽日的巨大宫殿 此殿 乱神血殿 场内所有人的心神都被乱神血殿所吸引 乱神血殿出现 就可以进去探索了 吴王 接下来怎么做 乌风恭敬地对木三叶说道 他似乎无意而言 但声音却响彻全场 一时间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震惊地看向木三叶 吴王 半妖一族 时隔无数岁月后 又出现了一位妖王吗 木三叶淡漠地看向乱神血殿 道 按照事先的计划行事即可 遵旨 乌风等五人恭敬地恭身 然后率领人手 出发乱神血殿 往日五大势力 都是各自为政 而今日彼此相合 整齐华一 那等气势 让天地都在振战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真正地明白 半妖一族 真的又出现了一位妖王 这可不是一个好事啊 上一次席卷符文大陆的圣战 便是因为半妖一族出现了妖王 由妖王一统半妖 征战了四方 可怕的圣战 席卷了符文大陆每一处角落 不少老不死的家伙 至今还记得 那些岁月是何等的混乱 圣族难道不管吗 很多人都不理解 万古血城虽然混乱 但始终都在可控范围内 不少人都猜测 应该是有圣族在暗中掌控 可现在 为什么不管半妖一族 难不成圣族默许的 很多人都心思低沉 各有所想 但半妖一族 却不管他们怎么想 直接率领人手 冲进乱神血电 随后死亡七劫 紧随其后 冲啊 穆三夜妖王的出现 对很多人有很大冲击 但眼前乱神血电 才是主要的 一时间都纷纷冲进了 乱神血电之中 行鱼等人并没有动身 只是静静地看着 穆三夜这个时候出现 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告诉万古血城所有人 半妖一族出现了新的王 万古血城的天要变了呢 行鱼笑道 行鱼点头 道 看半妖一族的半妖军团 整齐华一 各司其职的样子 很显然 穆三夜下达了不少命令 对半妖一族的掌控 有着明确的思想和规划 我也放心多了 行鱼告诉穆三夜 自己已经离开了 实则没走在这里逗留 就是想要看看 他对于半妖一族的控制如何 现在看来 效果还不错 那么接下来 施妖大军的掌控 自然也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半妖一族交给穆三夜 行鱼也很放心 走吧 是时候离开万古血城 一起去家族了 3410章 三圣碑 雪族是光伏天舟 最强的三大家族之一 由三圣族扶持 从而掌控明面上的 光伏天舟 稳定平衡 而三圣族 又分为日月星三族 雪族的靠山 是日之圣族 雪族位于光伏天舟的中心地带雪峰境 整个境域都隶属于雪族管制范围 雪峰境地大物薄 辽阔无垠 堪比数百个稀奇境 最重要的是 在这里雪族 才是食物链的顶端 雪峰境距离万古血城 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 行鱼想要去很容易 但身旁有阳延光等日之圣族的人跟着 自然不需要行鱼费心费力 在万古血城内 有一个传送光门 可以传送到几个城池内的特定门内 只用了三天时间便成功抵达雪峰境境内 达到雪峰境内后 一行人便迅速抵达了雪峰境的雪峰地城 雪峰境最大的地城 雪族便坐落在地城中 走进地城 就能够感受到城内传来的一股股强盛气息 城中无论圣地还是古地数量都极多 这里差不多有万古血城三分之二大小 却不像万古血城那么混乱 一切井然有序 生活着的生灵 有普通人 也有地境以下的武者 宛若一个独立之外的小世界 一切都自然而平和 和平意味着不会有战乱 一切都有秩序和规矩 也足以说明 雪族对雪峰地城管理有方 雪仙骄在雪峰地城似乎人尽皆知 虽然戴着面纱 但走到哪里都有不少人尊敬地看过来 还有不少人隔着牢远打招呼 雪族一向爱民如子 只有得到他们的尊敬和爱戴 才能够长久地统治和最有效地管理 雪仙骄笑着说道 行与轻效 没有多说什么 这种管理方法 就像是国家制管理 同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当遇到危难时 都会抛弃一切互相帮助 当雪族真的友善对待子民 他们必将尊敬且爱戴雪族 也能够为雪族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才能够让自己长久地存活下去 而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 渐渐失去威信 失去地位 这比实力的增强更为重要 这样的方式也是最好的 至少比全靠野蛮实力的统治好得多 很快来到雪族的雪府中 府门守卫都是清一色的谷地 看到雪仙娇阳阎光等人进来 纷纷恭敬地迎接 随后有下人前去汇报 不多时 一行人便抵达了雪府的一个大厅中 两名老者正坐在太师以前等候 围守的老者 一袭蚂蚁长袍 手持全杖 花白的胡子和长发 整齐而有序地披散着 面露温和笑容 看上去和蔼可亲 得高望重 在老者身旁的老人 一袭雍容高贵的紫金长袍 挺拔着身躯 看上去精神抖擞 一双眼眸冷冽寒芒吞吐 明明没有任何气息散出 但却有种执掌一切的无敌质感 行语一行人来到大厅后 雪仙娇恭敬地说道 仙娇 拜见族长 大长老 杨阎光也是微微欠身 旋即指着身旁的行语说道 大长老 这位便是行语 麻衣长袍的老者杨风介 上下打量一番行语 和善地笑道 老朽日之圣族 大长老杨风介 小家伙久违了 行语倒没想到杨风介会这么客气 笑着拱手给予尊重 道 晚辈行语见过大长老 本应该早就赶来 只可惜诸事缠身 晚了些许时日 大长老莫怪就好 能来就是客 岂有怪罪之理 杨风介笑着指着身旁的老人 说道 这位给你介绍一下雪族的族长雪清哥 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晚辈见过雪族长 行语客气地笑道 雪清哥微微恶手 玄机说道 都入座吧 既来之便是客 岂有怠慢之力 行语点头 一行人分主位入座后 互相客套起来 简单地询问一下 这些时日的情况等等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在外历练的族人 终于回来了 一家人在团聚一下 一片祥和 聊着聊着 便说到了万古血城方面的事情 其余人都静静闭嘴 杨风介笑看向行语 道 行语小兄弟 你这一手半腰的掌控 有些厉害啊 我觉得 我以后如果成为圣族的朋友 那么就没有了任何嫌疑了不是 行语笑道 我明白圣族的顾虑 换作是我 我也会有所顾虑 但我相信 如果证明 我确实无心 搅乱大路 有其他非分之想 我想圣族就能放心了 对吗 道理是这么的道理 你怎么证明呢 杨风介笑道 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我这次来 一方面是帮助圣族解决顾虑和麻烦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需要借助圣族 来完成自我的洗礼和蜕变 那么就足够证明自己了吧 行语说道 我们始终不让伴妖异族一统 就是担心 外人会有不安分的想法 如果是自己人 那么伴妖异族被掌控 倒也无妨 杨风介笑着说道 说起来 我也是很好奇 你怎么会精通圣族所了解的文字 他们现在最大的目标 就是要解决日之圣族消失的那位圣主 所留下的诸多纸传上写下的东西 因为他们需要寻找到圣主 他身上携带着至关重要的东西 日之圣族需要收回来 绝对不可遗留在外 可惜无数年来 没有任何人能破译 雪仙娇传来消息 行语能破译 让他们可是震惊和激动了很长时间 所以才第一时间让雪仙娇去带行语回来 只是对于这件事 杨风介始终很好奇 他年纪轻轻 又毫无背景的情况下 怎么会识读这些文字和语言 当然 你可以选择不说 每个人都有秘密 你有我也有 不可能随便对外人诉说 老朽只是好奇地询问一下吧 杨风介看到行语皱眉 好像很为难的样子 当下说道 行语拱手道 多谢大长老 其实这件事 也不是不能说 只是这关乎于我能变强的最大的秘密 所以 很抱歉 言下之意就是 我能告诉你 但目前还不信任你们 不能乱说 杨风介也是老狐狸笑了笑没有多问 抬手一挥 一道光幕封锁了整个大厅 将这里与世隔绝 随后数百道纸船飞出 飘落在半空中 那么接下来就有劳小兄弟了 这件事十分紧迫 现在就解读一下吧 等结束后 重重感谢 3411张 你信不信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行语笑着点头 随手一挥 便将面前的黑色纸船 全部送到面前 摊开一个个的观看 纸船是由黑色不知名的纸张 叠出来的 巴掌大小 外表有些泛黄 心如铜铁一般 有着古怪的嗅迹和纹痕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摸起来很柔软 而且仿腐时 能感受到岁月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却并没有腐化 黑色纸船 在他们符文大陆的人眼中 只是单纯的纸船 看不到上面 用一些特殊方法 隐藏起来的话语和字迹 这些字迹 都是用天界文字所描述的 行语对这件事也很好奇 一个堂堂日之圣族的圣主 为什么明知无人禁区的危险 还要禁区 而且还是 第二次禁区 导致自己消失在无人禁区 留下这些纸船 还能理解 方便外人寻找自己 可是 为什么要用天界文字记录呢 究竟是有什么目的 行语仔细地观看每一个纸船 尽量不遗留任何一个文字 身旁的阳风界等人 静静地等待着 看向行语 神情充满了期待 他们需要知道 圣主究竟是有什么目的和想法 现在又在什么地方 他身上可是携带着禁忌术法 和无数隐秘的 必须要找到他 怎么了 忽然 阳风界皱眉 看向行语 因为他发现 观看的行语眉头紧锁 翻看纸船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不知道怎么回事 难道遇到他不认识的了 行语没有回答 而是一遍遍地观看纸船 大概一个时辰后 行语随手将纸船放到地上 闭上眼眸等待了片刻后 睁开眼睛说道 我给你们写下来吧 抬手一握 空间之力凝缩成透明狼嚎 狼嚎比肩原力流动 画作末 随着行语手掌一阵 面前的桌子粉碎 随着一层原力律过 直接化作一道宣纸 然后大笔灰血 这仪器合成的控制和掌握 让阳风界眼眸威宁 行语对于各个原道 竟然都有研究 他的天赋和实力 还真不是一般的强 很快 行语写完轻松口气 将面前宣纸 送到了阳风界面前 阳风界连忙拿起来看 宣纸上写着一段话 无乃日之圣族圣主杨兰 不知今朝何年 今朝何日 也不知来了无人禁区多少载 回首往昔 诸多汉事 一言难尽 无因执念二次入禁区 而今探寻许久 发现很多隐秘 也了解了诸多符文大陆 和无人禁区历史上 所未曾记载之事 本玉离开 将这一切公告天下 让众生免于历经浩劫 可惜意外中了禁忌之术 深陷一处死禁活玉 而今寸步难行 所幸活玉有一活泉 想必通往无尽神河 可流往外界 特留下诸多纸传 希望有缘人看到 务必汇报给圣族 以无猜测 他们想必一直在寻找我 让他们前来救我 若能因此救吴之命 必将重重感谢 吴将赐你逆天之术 助你成就非凡至尊 就只有这些 杨风界连忙抬头询问行语 行语点点头 道 只有这些并没有过多记载 杨风界皱眉思索 行语说道 杨长老 既用之则安之 我想你应该要相信我说的话 杨风界抬头看向行语苦笑道 道理我自然懂 我也相信你不可能胡编乱造 只是未免有些太 太奇怪了 若想让我们救人 为何用一些我们看不懂的语言文字 这么做 有什么意义呢 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纸传能离开 他为何不能跟随纸传出来 如果被强行控制封锁 也不可能在纸传上写字吧 说明他有足够的自由 只是出不来的原因 还是有其他目点 圣主大人向来为人谨慎 又怎么中了禁忌之术 一旦中了这种术法 我猜测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遭受到了无法想象的对手和死尽 只能自保 一个是说明 他甘愿留在那里 行语眼眸微宁 杨风界深沉思索的模样 就像在换位思考他是圣主 看得出来 此人无论智谋还是权力地位 在日之圣族中都挺高 否则 怎么会这么了解圣主 甘愿留在死尽 不知道此话何解 行语问道 圣主大人最大的毛病就是 好奇心很重 对于新奇的未解之事 十分上心 他第一次去 无人禁区 便是因为他对那里充满好奇 他曾说他自幼努力修行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去那里看看 他终于觉得自己实力够强了 所以才去的 只可惜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和危险 若非他足够谨慎小心 都很难活着回来 至于是什么 他没有说 只是准备了许久 才第二次前往 杨风界说道 他身陷死尽 只有这两种可能 否则一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行语了然于心 这个圣主 也是一个奇特之人 心性谨慎 却好奇心极重 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想法 集结在一个人身上 有些矛盾 但也足以说明 此人更加乐中于追求新鲜事物 胆大心够心 行语想了想 问道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但说无妨 对无人禁区 你们圣族了解多少 杨风界想了想 到十分之三左右吧 我们一直致力于 去研究无人禁区 那里是符文大陆最危险的地方 只有对那里足够了解 才能够更好地守护符文大陆 只是那里充斥着 无数无法想象的危险和诡异 探索不断受到阻碍 诸如圣主这种 消失在无人禁区的族人 每年都有很多 行语点点头 道 那你觉得无人禁区内 会不会有生灵存在呢 杨风界一愣 行语接着说道 假设有生灵存在 那么他们对于无人禁区 一定了如指掌 杨岚圣主被困他们必然知晓 假设圣主实力很强 现在身陷死欲 虽然囚困住他 但拿他没办法 会怎么办 想办法弄死他 因为他活着 就代表着无人禁区的秘密 会泄露出去 被外人得知 但怎么弄死呢 恰逢此时 他弄出纸传放出去 一定会被检查吧 但如果他们发现不了 上面的文字和意思呢 一定就不管了 只要不泄露出无人禁区的秘密就可以 或许这将是圣主传递的求救信号呢 说不准能将圣主一网打尽 3412章 觉得如何 当行语把他的假设说完之后 杨风界等在场所有人都猛然一愣 因为他们觉得 行语的假设 极其有道理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解释 日之圣族的圣主杨岚 为什么要用另一种语言文字 来描述他的情况了 更契合先前杨风界所说的杨岚的性格 谨慎小心的他 自然也会知道无人禁区的生灵会检查 所以早就料想到用了这种方法 你的这个假设很有说服力 但万一 你的假设是假的呢 无人禁区内根本没有生灵 雪族的族长雪清哥轻声说道 如果没有生灵 只能说明一种可能性 行语平静地说道 什么 圣主已经死了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人 他夺涉了圣主的身躯 用这种方式传出消息 是为了寻找同类或者他们的种族 否则你怎么解释 他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这件事 据我所了解 这种语言文字 整个符文大陆 都没有几个人知晓才对 我也是通过一些极其特殊方式 才学习到的 行语抬头看向雪清哥 让他猛然眼孔紧缩 这倒是极有可能 无人禁区内 或许不会有生灵 但是残存的强者古魂一定有 而且不止一个 古往今来 不知道多少殷豪前往那里探索 或许有人会死 但也绝对会有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活下来 那么夺赦圣主有很大的可能性 也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纸传上的字迹 有深有浅 应该是分不同时间写下 并通过无尽神河传递出来的 我们现在在这里猜测 不如想想办法 继续得到黑色纸传 行语说道 圣主如果为人谨慎 不可能想不到 仅凭借这些纸传 是不能找到他的 或许留下了寻找他的东西 或者记录了前往他所在位置的纸传 抬头看向阳风界 行语说道 大长老你怎么看呢 杨风界沉思片刻 道 无人禁区内 其实可以确定 确实有生灵 只不过 数量应该不多 至于他们所在位置以及目的 又是如何在无人禁区内活下去的 还不是很清楚 圣主应该 确实被禁锢在了某处 但如行语小兄弟所说 目前我们在这里猜测是无用的 尽快想办法 寻找更多的线索 才是真的 只是单纯的寻找纸传 是不是有些方向单一 行语兄 可还有其他的一些好想法 杨风界虽然嘴上说着 相信行语对于圣主旨传留下的文字解读 但还是比较谨慎小心的 毕竟此事事关重大 不容得半点马虎 但随着行语的假设猜想说出 杨风界确定地相信 行语的解读没有错 否则 他也不会猜测到这么多 而且真实性很强 现在多多询问行语的意见 也是希望他能够多给予一些帮助 行语笑看着杨风界 他果然在试探自己 并不是真的相信自己 不过对此 行语倒也是理解 换做自己 可能也会这么谨慎 想了想 行语忽然说道 大长老 你相不相信我 杨风界毫不犹豫地说道 当然相信 虽然今日第一次谋面 但俗话说 像犹新生 行语小兄弟面词和善 谈吐不凡 眼界很高 说话也实事求是 不弄虚作假 岂能不相信你 有什么想说的 尽管说 行语笑道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那么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什么交易 我去无人禁区帮你找到 并带回圣主 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杨风界猛地站起身 你亲自前往 虽然不知道 无人禁区 究竟什么情况 但是我相信 我如果亲自出马 效果要比你们更好 毕竟我认识上面的文字 寻找到纸传 就能够知道内容 了解其来源和所在位置 更快地找到圣主 同时 圣主愿意用这种特殊文字的话 我不相信只有纸传 或许还有其他东西 只是你们不认识 所以并没有带回来 杨风界皱眉 行语说的倒是有道理 他们带回来纸传 也是因为这是圣主阳岚出发 无人禁区的路径 所寻找到的 若非如此 也绝对不会留意 这看似普通的纸传 有纸传的话 或许就有其他东西 记载了去阳岚所在位置的东西 寻找到圣主的几率 大大增加 只是 杨风界还真不想让行语去冒险 并非是担心行语的安慰 而是他死掉 再也没有人能解读这种文字了 好不容易有了一些进展 唯一的重要人物行语 如果离世 他们的一切努力 就又回到了起点 不过杨风界没有立即拒绝 而是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 我也相信 有很大这种可能性 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去 未免有些太危险了 可以再商量 现在我想听听你的条件 行语咧嘴一笑 轻声传音道 给我一个机会 看一看符文帝心碑 如何 杨风界猛然站起身 震惊地看向行语 这 这家伙是怎么知道符文帝心碑的 这东西曾经记录了原始浮路 乃天赐之物 蕴含着极其恐怖的强大力量 也是符文大陆符文之道 能够传播的主要源泉 无数年来 一直都由三大圣族共同看守 关于符文帝心碑 就算是圣族之中的族人 除了高层之外 都没有几个人知道 行语是怎么知道他的存在的 这太不可思议了 他究竟是有什么神通 而且听到此话 杨风界就明白了一件事 行语的真正目的 就是为了符文帝心碑吧 杨颜光曾传信说到 行语的实力比想象中更加的恐怖 甚至已经触摸到了古地巅峰 乃至至尊 无法想象的可怕修为 那么 他这个修为了 所要符文帝心碑 是有什么呢 莫非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恐怖想法不成 别紧张 我只是希望通过符文帝心碑 进一步的升华自我 找找机会去触摸神境 行语笑道 杨风界眼孔紧缩 触摸神境 那是我接下来唯一的动力和目标 行语耸了耸肩 道 这也是 我愿意去无人禁区 并有把握安全活着出来 带出圣主的原因 除了神明 我想 现在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所以 我的条件大长老考虑一下 3413章 面见组长 杨风界陷入了沉思 行语既然敢说出这样的话 杨风界就有相信他应该有把握活下来 就算找不到圣主 也应该能走出来 那么接下来就还有机会继续寻找圣主 可唯独行语的这个条件 让杨风界有些不敢答应 一方面是符文帝心碑 不属于御之圣族 他是由三圣族共同掌管并守护的 别说借用 就算是见一见符文帝心碑 都需要三大圣族的顶层 亲自做决定 最后抉择 而时至今日 能够有资格见到符文帝心碑的人 怕是圣族中都少之又少 想要让行语借用符文帝心碑 他可没有这个权利答应 另一方面 行语的动机和野心 让人担忧 先不说他能否成功触摸到神境 单单他如今的实力 就已经足以威胁到圣族 再给他机会成长 就真的脱离了掌控 鬼知道他以后会干什么 现在就敢随随便便统一扮妖一族 一个人搅动了整个万古血城的风云 接下来还会干什么 如果达到神境呢 他的存在 严重威胁到三圣族 对于符文大陆的掌控 所以 就算是能借给他符文帝心碑 恐怕都不会答应 可现在日之圣族 又很需要行语的帮助 来找到圣主 因为他事关重要 必须要尽快找他回来 就算他死了 也要带尸体回来 也要把他身上带的禁忌术法 拿回圣族 所以 阳风界陷入两难的结局 行语笑看着阳风界 说道 大长老可以慢慢思考 我不急的 时间有的是 只不过别让我等太久 我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 我无法去证明 我对你们没有威胁 口说无凭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对掌控符文大陆 并没有任何兴趣 尤其是取缔你们的位置 我真正在意的 只是那遥不可及的境界 我相信 合作共赢 才是最好的结果 阳风界眼眸深邃地看向行语 道 我相信你 但其他人不会 这件事并非我点头答应就能实现的 所以我也不愿意骗你 那样没有任何意义 大长老能理解就好 行语点头道 行语看得出来 阳风界很诚恳 也很聪明 他清楚地知道一件事 骗自己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所以他才会犹豫不决 和进退两难 而不是直接答应 先让行语找回圣主骗行语 那样只会加深矛盾 他知道招惹行语 会是一件麻烦事 你在学府好好休息 我去将此事通到族中族长 这件事交给他们来决定 至于是否答应 我说的不算 但我会如实汇报 阳风界站起身说道 大长老慢走 行语恭敬地微微欠身 雪清哥等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大概猜到 行语和阳风界秘密说了什么 见到阳风界转身离去 杨颜光等人也跟随离开 雪清哥笑道 接下来小兄弟就在学府好好休息吧 我还有事要去忙 恐怕要先去做 组长尽管去 我无所谓的 行语笑道 那就好 等我忙完一定 和小兄弟好好聊聊 先交啊 你带我领着小兄弟在学府转转 有什么需要经过安排 好 雪仙交点头答应 随后便带着行语几人转身离去 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 雪清哥眉头紧锁 喃喃自语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查不到呢 阳风界离开学府大厅后 并没有离开学府 而是直奔学府深处 这里有一个万里方圆的大型湖泊 湖泊波澜不惊 清风柔和 上空白云朵朵 让此地宛若一片美丽的风景图画 阳风界踏湖前行 随着他一步步走向湖中央 湖水开始逐渐翻滚 湖泊地下传来轰隆隆的声响 当他真正走到湖泊中心的时候 一座方圆百里大小的小岛 从湖底漂浮了上来 小岛外有一层水晶保护 并不会有丝毫水流流进小岛 虽为水晶 可却斑驳不清 看不到小岛内的情况 走到小岛面前 阳风界抬手召唤出一道令牌 融合到水晶上 下一刻 水晶出现一道光门 阳风界踏门而入 光门悄然消失 小岛分为内外两层世界 外层世界 占据三分之二的面积 山河湖泊 锦绣壮观 就像一个独立世界之外的小世界 那层世界在小岛中心 被包裹其中 方圆三十里 寸草不生 大地荒芜平级 遍布黄沙 只有中央 一道圣碑悬浮 阳风界来到圣碑前 可以清晰地看到 圣碑高约百丈 通体灿金 其上以黑色的墨 刻画了无数道奥妙神秘的符咒篇章 每一道符咒 都仿佛蕴含了无尽道法秩序 书写着道之规则 仔细看去 每一道符咒都在颤抖 好像都是一条生命 这导致整个圣碑 都带着至高无上的尊贵气息 在圣碑的最顶端 有三个图案散发着三色光辉 太阳图案散发着赤圣的惊鸿光芒 月亮图案弥漫着银色月华之芒 星星图案闪烁着神秘的紫色光辉 这是属于三圣族的圣碑 也名曰三圣碑 三圣碑也只有三圣族中的真正高层 才有资格接触并控制 而三圣碑的作用是 可以同时通知三大圣族的长老 亦或是族长 阳风界来到三圣碑面前 双手轻轻触碰圣碑 刹那间 整个圣碑流转一层虚无白芒 朝着四周扩散 一系能看到虚无白芒中 有日月星三道光辉图案 在缓缓旋转 阳风界整理一下自己的衣着 恭敬的单膝跪地 低沉地说道 日之圣族大长老阳风界 前来参见日之圣族组长 当阳风界话音落下 虚无白芒中的日月星三道光辉猛地闪烁 紧接着月和星两道图案消散 只有一道日之图案闪烁放光 不到片刻 图案散发惊鸿光辉 一道伟案的虚影 直接投射到三圣碑的面前 站在了阳风界的面前 他背对阳风界 披散着黑如墨色的长发 双手背于身后 仅仅一个背影 就透着至高无上的霸气和威压 仿佛是这天地至高之主 而他 便是日之圣族的族长 阳天骁 风界 幻无前来 何事 3414章 前往禁区 雪风地城 雪族雪府 行语一行人 在雪仙交代领下 观赏雪府一圈后 便在一处宅院中等待休息 你跟阳风界说的什么 行阳好奇地询问道 也没什么 就是跟他谈了个交易 行语伸了个懒腰 啊 我去无人禁区 寻找日之圣族的圣主 他们三圣族 把符文帝心碑给我看看 行阳眉头一挑 你觉得他们答应的概率高吗 不高 虽然他们很想要见到圣主 得到他身上的禁忌术法 需要我的帮助 但以符文帝心碑作为交换 对他们来说 代价有点大 虽然只是 借给我看一看 但我想 机会也不高 行语喝了杯茶 笑音音地说道 想要让他们借给我看 甚至以后被我带走 不仅需要他们足够了解我 对我绝对信任 还需要他们看到希望 我成神的希望 他们不借给我看 不仅仅是因为 符文帝心碑极其重要 更因为他们畏惧我 不了解我 担心我是个 无法控制的艺术 尤其是我一旦成神 恐怕就会威胁到 他们对于符文大陆的统治 这更为重要 行扬皱眉道 既然你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让他们 看到你拥有成神的希望呢 那岂不是更加畏惧和担心吗 只有这样 与哥哥才有足够的底气 跟他们谈条件 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们放心啊 于心廷笑道 前提只要证明 行语对于取第三圣族 没有任何兴趣 对于掌控符文大陆 没有兴趣就好了 怎么证明啊 行语抬手放下茶杯 神秘一笑 道 非常简单 两日后 行语于心廷行阳三人 正在花园凉亭中喝茶 雪仙娇笑着走来 道 行语兄 圣族大长老要见你 好 行语轻笑点头 让于心廷行阳二人 在这里等候 既然只叫了自己 他俩就不用去了 雪仙娇带着行语 缓步来到了学府的一间楼阁前 微微欠身后 也转身离开 很显然 阳风界要单独见行语 行语推开门 只见阳风界正在屋中等候 见到行语走来 笑着站起身 道 行语小兄弟来了 快请坐 大长老客气了 行语恭敬地拱了拱手 便坐在他一旁 端起茶喝了口后 笑道 大长老考虑得怎么样 阳风界随手一挥 楼阁的门便关闭上 迟一片刻 说道 我已经询问过巫族的族长 他是表示同意的 虽然符文帝心碑事关重大 不能随意让外人观看 更别说戒 但圣主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 族长是愿意接受这个条件的 只不过月之圣族和新之圣族的两位族长 并没有接受采纳 他二位的意思是 不安全 其一 对于你 我们圣族都无从得知 能调查到的消息 只有你出现细气净时到现在 过往曾经以及来历 一无所知 二位族长甚至觉得 你是无人禁区的生灵呢 行语失笑摇头 没有说话 继续等阳风界说 他顿了一会儿 道 其二呢 说实话 以你的修为与实力 目前我们圣族还有应对之法 无论你做什么 我们还能够做出反应 可是日后的你 就有些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 很难想象 你以后会达到何等高度 毕竟你还这么年轻 还有着无限可能 哪怕这个可能概率很低 但依旧是未知数 不能去赌 他二人的意思 也很简单直白 你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发起圣战的人 成为威胁符温大陆的存在 而三圣族 又没有能力去守护符温大陆 虽然你口口声声说 你一定没兴趣 但往后的事情 谁也说不好 我们要多做考虑与打算 所以保险起见 不能借给你 我族族长也是十分无奈 还请你理解 行语音声点点头 道 在我的预料之中 阳风借眼眸看向行语 猜到了肯定不答应吗 那么 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符温帝心碑 毕竟是符温大陆最重要的宝物 始终由你们三圣族镇压掌控 想必内部圣族的人员 想要见到一面都难如登天 更何况是借给我一个外人呢 自然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尤其是 我的存在对你们来说很不安 因为我不值得信任 换作我我也会这么想 没什么错误 但 有些事 你们是阻止的不了 行语神秘一笑 我如果真的想要掀翻三圣族和符温大陆 随时都可以做到 你信不信 阳风借眼眸一宁 道 说真的 当真有些不信 阳风借道没有说假话 哪怕现在行语是至尊 他们三圣族也不拒 虽然符温大陆上 已经无数岁月 没有出现至尊存在了 但是他们三圣族是有的 而且不止一位 这也是他们掌控符温大陆 无人能及的真正原因 任何时代 任何岁月 他们三圣族 都会竭尽全力地 去培养出一位至尊 来守护三圣族 以应对随时会出现的 无法预料的混乱和灾厄 毕竟有一个无人禁区摆在面前 而他们对无人禁区 至今没有探查明白 必须要随时保持警惕 做好准备 所以 对于行语的话 杨风界是压根不相信的 虽然根据消息称 行语目前的实力强得有些恐怖 但也根本不拒 你就算是至尊 乃至比很多至尊都强 可我们圣族有好几位至尊 更有三位无敌的组长在 而你只有一人 你现在拿什么先翻大路 未免有些过于嚣张了 那我觉得 有必要让你见识见识 行语放下茶杯 面露浅笑地望向杨风界 杨风界神情逐渐冷漠 淡淡地说道 拭目以待 只不过光我说好 可是没用的 那是自然 直接让你三圣族族长 见识见识不就好了 行语轻笑 右手抬起 手指一搓 打了个响指 紧接着楼阁内充斥着万道秩序规则之光 杨风界还没来得及惊呼 就猛然发现自己和行语 直接出现在了三圣杯面前 你 你怎么做到的 杨风界惊骇地看向行语 三千四百一十五章 第三事件 杨风界真的被吓到了 这个学府深处的湖泊小岛 是日之圣族 花费很长时间才建立行程 平日里都隐藏在湖泊的最深处 除非古魂极强者 才有有可发现它的存在 其他人根本难以发现 更别提直接冲进来 这小岛外面的结晶防御 能扛得住至尊才对 行语竟然带着它 直接冲了进来 这是什么手段 只要我想 这都是小意思 行语坐在椅子上 翘起二郎腿 看向三圣杯 道 劳烦喊一下族长 杨风界脸色阴沉 这个小子的行事风格 还真是有些猜不透 鬼知道他竟然早就发现了这里 还直接带他过来 他甚至都有些细思恐急 他前几日和族长的说话 他是不是也知道 深深看了一眼行语后 杨风界深吸一口气 手掌触碰到了三圣杯上 恭敬地跪下 说道 日之圣族大长老杨风界 前来参见日之圣族组长 他现在并不想叫组长出来 因为他有点担心 行语会不会做出一些 无法预料的事情出来 为了要证明自己 亦或是 只是以此为借口 想要接近三圣族 他都未尝不知 但 他能改变的了 就算他不动手 恐怕行语 也有办法启动三圣杯吧 所以 一切都交给组长来判定吧 当杨风界话音落下 三圣杯散发出璀璨的 虚无白芒 虚无白芒中的日月星 三道光辉猛地闪烁 紧接着月和星两道图案消散 只有一道日之图案闪烁放光 不到片刻 图案散发惊鸿光辉 一道伟案的虚影 直接投射到三圣杯的面前 站在了杨风界的面前 他背对杨风界 披散着黑如墨色的长发 双手背于身后 仅仅一个背影 就透着至高无上的霸气和威压 仿佛是这天地至高之主 而他 便是日之圣族的族长 杨天骁 封剑 何事换无 又带一外人 杨天骁一动不动 却仿佛看到了三圣杯的一切 浩大冷漠的声音 响彻整个小岛 行语站起身 对着杨天骁微微欠身 道 晚辈行语 见过圣族族长杨天骁 哦 你便是那位行语 杨天骁披肩的长发 无风自起 一层赤盛的惊鸿光芒 以他头部为圆朝着四周扩散 仿佛是一道神轮 在神轮的上空位置 清晰可见 一双黑铜眼眸凝线 带着沉渊平静的身躯 看向行语 比想象中的 更加卓越不凡 行语抬头笑看着杨天骁 道 族长谬赞了 你特意来此地见吾 有何事 直言即可 杨天骁平静地说道 带着难以形容的无上霸气 之前的交易 是我来帮助日之圣族寻找圣主 三圣族借给我福文帝心碑 可惜大长老告诉我 三圣族并不答应 对于这个结果 我是提前就有预料 但还是想要尝试一下 行语笑道 三圣族不同意的原因 我想就是因为对我还不够了解 担心我影响福文大陆的平衡 威胁到三圣族 让三圣族无法去守护福文大陆 我都明白 所以呢 我现在想要来证明 我确实对福文大陆没什么兴趣 更对取缔三圣族没什么想法 更重要的是 我不想多造杀念 杨天骁缓缓说道 哦 那你要如何证明呢 无拭目以待 那请组长看好了 行语笑着微微嵌身后 再度抬头 双眸已经注满了神光 放射出万般电芒 一瞬间震惊到了杨天骁和杨风剑 这 这是神力 二人都忍不住惊呼出声 行语嘴角微敏 体内的神力一瞬间全部喷布而出 包裹了自身 随后化作一股无穷的神光之柱 喷尸而出 照耀在长空 化作一片神力海洋 行语的身躯 通体璀璨金光闪烁 磅礴神圣的神力流转 整个世界的万道秩序都在沉浮 似乎行语一个念头 便可将这一切都摧毁 长发披散 银空飞舞 行语宛若神子一般 他念头一动 上空的神力海洋忽然凝食 化作一道蕴含至高无上意志的虚影 虚影看似只有百丈 却身披盔甲 神光普照 宛若上苍降临的无上战神 再仔细看 他仿佛高约百万丈 千万丈 比肩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都在他脚下 万法化作斑驳光辉 围绕着他旋转 日月星辰都只是点缀 衬托着他高贵的神体 族长 你觉得这个证明 觉得如何呢 行语踏前一步 双眸神光喷涌 看向杨天霄 带着无上的压迫感 这种压迫 就好像是整个世界的力量朝你涌来 那是无可匹敌的无上神力 让人难以抵抗 更可怕的是 行语上空的虚影战神 双眸凝食 虚无的看不清的面旁渐凝食 和行语一模一样 同样低头看向杨天霄 这一刻 杨天霄惊呆了 真的是傻眼了 他以为行语很厉害 天赋极高 可年龄摆在这里 就算是在你天 也最多是至尊吧 或许是刚刚踏入至尊罢了 那就丝毫不足为虑 他们圣族还有应对之法 可是 可是看到这一幕 彻底刷新了认知 这 这他娘的是神力啊 杨风界不是说 行语最多至尊吗 需要福温帝心碑 也只是为了触碰神经门槛 寻找机会而已 他为什么会拥有神力 虽然杨天霄没有见过神力 但是这股威能 超乎了以往的所有认知和想象 除了神力 他无法去想象 究竟还有什么样的力量 堪比这股威能 杨风界也傻了 行语竟然掌控了神力 这 这也太恐怖了吧 他是怎么做到的 整个福温大陆纵观古今 当诸神时代结束后 成神的生灵近乎等于没有 他恐怕是第一个 怪不得他如此信心十足地说 随时可以摧毁一切 怪不得他说 对掌控福温大陆没什么兴趣 不说以后他会怎么样 单单现在凭借他的实力 只要有想法 就足以摧毁掉他们三圣族 无人能足 这等神力 谁能挡得住 我现在刚刚触碰到一些门槛 但我想 应该没有几个人能挡得住我 你们三圣族也没有 行语淡漠而平静地说道 我这人一向喜欢以礼待人 尤其是三圣族守护福温大陆有功 我也不想与你们作对 直接动手 妄造杀念 所以一直都希望和平解决问题 今日特意证明一下 也是这个目的 我不希望我的苦心白费 否则 我不介意大开杀箭 3416章 千眼之剑 当行语话音落下 杨天骁和杨风界神情 都微微有了变化 在此之前 他们对行语的这番话 虽然会忌惮 但绝对不担心 可现如今 他们内心充满了忌惮 拥有这等实力和手段的行语 一旦真的暴怒 大开杀箭 他们三圣族 是真的拦不住啊 到时候 别说福温帝心碑 整个三圣族 都要栽跟头 所以 杨组长 你觉得这个证明如何 行语眼眸 平静地看向杨天骁 杨天骁沉默了许久 缓缓说道 足够震撼 也足够说明 你所言之真实性 我相信其余两位族长 定会答应和你约定的条件 只不过 我有些好奇 你对统治福温大陆没兴趣 对取缔我们三圣族更没兴趣 那么 为何还要收服伴妖一族 又为何 想要探索无人禁区 换作我是你 我现在会抓紧一切时间修行 或许能够早一日地突破 最后一层稚固 达到传说中的神明之境 你说得有道理 只是我和正常人不同 一味的修为和必死观 并不会对我有所精进 反倒不如探索一下无人禁区 或许对我有所帮助 行语笑道 至于统一伴妖一族 主要是为了帮助我的兄弟穆三叶罢了 他此生最大的梦想 便是成为伴妖一族的妖王 我顺手帮他实现罢了 不过在此之前我就说过了 我对统治福温大陆没兴趣 他自然也不会这么做 伴妖一族由他带领下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伴妖一族会真正的大一统 同时将得到系统而有序化的提升 从而和人族完美的和睦相处 反而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杨天骁道 原来如此 我没有疑问了 杨天骁自然是想要问问行语 究竟是怎么掌控的神力 又是如何年纪轻轻达到了这个地步 最后一层的智骨 是如何突破的 这将关乎他们三圣族的至尊 能否有几率突破神明 不过 杨天骁很时序地没有询问 因为肯定不会说 换做自己自己也不会说这些事情 或许等他真正的成为神明 他如果心情好 或许会有概率之道吧 杨天骁首长微微一握 赤圣的惊鸿光辉 宛若一轮大日在灼灼绽放 清晰可见 其内出现了诸多画面 赫然是刚刚三圣碑记录下的这里发生的一切 砰的一声 随着杨天骁捏碎 一切光辉消散 他说道 我已经通知了月之圣族和星之圣族的组长 我相信 他们足以答应你的条件 那就好 行语轻笑 刚要散去神威 只见杨天骁身侧 忽然闪亮起月 星两道图案光辉 旋即两道身影 骤然凝现 月之图案下的身影 笼罩在银色光辉中 一头披肩的银色长发 背部中央 有一轮残月之光 此刻的他 宛若黑夜中的君王 静静毅力 带着高贵与神秘之感 星之图案下的身影 笼罩在紫色光辉中 披肩的紫色长发飞扬 星辰的光辉点亮长发之下 让他带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威能 仿佛带着天地权柄 与刑罚降临 果真 是神力 两位族长出现后 都震惊地看向行语 语气充斥着不可思议 行语 见过两位族长 行语缓缓散去神力 双手抱拳 很客气地笑道 月之圣族族长 月天药 星之圣族族长 星天君 两位族长相继介绍自己 都十分地客气 显然都被行语这一手 神迹神威给吓唬住了 行语暗中发笑 看来自己很成功 他本想要用别的方式 来让他们相信自己 对符文大陆掌控不感兴趣 从而对自己放松警惕 让符文帝心碑借给自己 但来到学府后 他左右一想 一切花里胡哨的证明 都远不如直接释放神威 来得更加震撼作用 现在看来 自己的计划很成功 你想要借符文帝心碑一关 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精进 星天君问道 符文帝心碑的作用 缘缘比你们想象中的更大 对我来说 或许是契机也说不定 行语的话 让阳天骁三人 都齐齐严孔紧缩 你怎么会知道 我查过一些上古文献得知 行语神秘地笑了笑 没有多言 让三人沉默了 他们守护了符文帝心碑 不知道多少岁月 难不成还没有行语了解得多 这对他们无形间的打击 无可谓不大 我们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 月天要迟疑了片刻 可是话还没说完 行语淡笑地说道 一马归一马 其余是可以等我找回日之圣主后再议论 可好 当然没问题 月天要笑道 无人禁区内 我们三圣族历经了不少岁月进行探索 可惜收获很少 这一次能否有大的进展 对于无人禁区多加了解 就全靠你了 客气 行语笑着说道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有什么需要我圣族做的 你可以随意提 定当满足 杨天骁说道 没什么需要 组长客气了 行语拱手笑道 行语确实不需要什么帮助 难不成让三圣族帮忙寻找其余两大道福 第一道道福就是时空道福 其余两道又会何等恐怖 先不说找不找得到 一旦他们认识 恐怕会心生歹念 对任何人防备之心不可无 尤其是三圣族和行语的关系 还没有那么的好 行语可不信任他们 既然你们答应 那我便就此离去了 尽早前往无人禁区 也可以早回 行语笑道 好 吴等等候行语小兄弟的好消息 月天要三人拱手道 随后杨天骁说道 吴族圣主就靠你了 定当竭尽全力 行语轻笑 骤然消失 这小小岛屿的屏障守护 可根本拦不住行语 当行语离去后 杨天骁看向阳风剑 他微微欠身 也随之离开 当二人离去 杨天骁眼眸微宁 低沉地说道 前些十日 西齐镜方位出现的神明气息 跟他是否有关 他说的是 五彩神光出现 接走了花灯笼那一日 符文大陆最深处 镇守符文帝星碑的那群老家伙 曾感应到 并派遣小辈去调查 那几位是三圣族的至尊 也是守护符文帝星碑的老祖宗 杨天骁三人面对他们 都要十分尊敬 他们曾告诉杨天骁三人 五彩神光出现 不是天地要有巨变 便是会有天选之子诞生 因为曾经符文大陆 也出现过一次五彩神光 那一次 也是符原始绪降临之日 开启了符文大陆的符文时代 现在五彩神光再度绽放 是符事或未来难测 唯一能做的 便是做好自身应该尽的职务与责任 他们三人都牢记心头 曾派人去查 可惜一无所获 而今 看到行语 杨天骁忽然觉得 他 会不会跟当日的五彩神光有关 他能够成就这般无敌强大 也是因为那一日 3417章 圣主杨岚 不管是不是他 都需要将此事与老祖说一说 也让他们心中有数 然后由他们想想办法 看能否查到一些叶秋的事情 杨天骁说道 我们要做的 就是等候他的好消息吧 且不可与之为敌 是最好的选择 岳天药和星天君同时点头 悄然消失 杨天骁深深叹了口气 缓缓消失 只是一道低沉的男的声 响彻在三圣杯外 也不知圣主献如今是死是活 希望你坚持住啊 从三圣杯离开的行宇 第一时间便来到了雪府的大厅 此时 于兴亭行阳路秋游雪仙娇 正在这里等候 见到行宇走来 都齐齐看了过来 雪族组长呢 行宇笑问着雪仙娇 有事吗 我可以现在去请 雪仙娇说道 我们准备即日离开 跟组长告个别 行宇笑道 离开 去哪儿 雪仙娇错愕地看向行宇 有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忽然要离开 不应该是要待在雪家 或者跟着圣族的人去三圣岛吗 行宇笑了笑没有多言 雪仙娇这才意识到 自己问了自己不该问的 歉意地笑了笑 便转身要请雪清歌 谁知她随着阳风界 缓步走了过来 没想到才住了几日 就要着急离开 还没有和行宇兄喝上两杯呢 有些遗憾 雪清歌客气地走过来 拱手看向行宇 那副难以掩饰的尊敬态度 让雪仙娇都愣住了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家族对行宇这么友好 不急 来日方长 改天有时间一定来雪府 一定讨杯酒喝 行宇笑道 那好 我等你 雪清歌笑道 敢早不敢晚 那我就先告辞了 行宇拱手道 一路小心 雪清歌和阳风界同时笑道 行宇点头 眼神示意于心挺几人 他们也微微欠身拱手 随后便和行宇玉空飞起 直接离开雪府 等飞离出雪风地城后 陆秋游有些好奇地问道 我们去哪 我准备去无人禁区 陆老前辈如果愿意 可以一同随行 行宇笑道 无人禁区 陆秋游震惊 忍不住说道 我不知道 你和三圣族达成了什么交易 但是无人禁区 实在是危险 我知道你现在实力极强 很有自信 但那个地方无数岁月以来 三圣族都有探索研究 可惜进展不多 足以说明那里的恐怖程度 放心便是 我心中有数 行宇道 陆秋游苦笑一声 心中虽然担忧 但是行宇的实力 也是有目共睹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 尤其是于心廷还跟在身旁 那好吧 只希望你们一路小心 我就不跟着去了 恐怕会成为脱油瓶 陆秋游的实力 放在整个福温大陆之上 都是极其顶尖的存在 但是和行宇于心廷 比较的话 还是差得很多 他心中有数 看了一眼于心廷 陆秋游恭敬地跪在空中 道 老祖 就此别过 一路小心 改日有时间的话 还请到宗门一趟 我相信祖师爷在天有灵 应该会很高兴 好 于心廷点点头 陆秋游现在是 伏恒天宗第38代宗主 伏恒天宗开宗立派的祖师爷 都是于心廷一手调教出来的存在 所以 陆秋游很希望于心廷 能够有时间去一趟 他日后到地下面对列祖列宗 也算颜面有光 陆秋游激动地点点头 起身 又拱手攻身后 转身离开 只剩下行语 行阳于心廷三人后 行语刚要说话 扎不韦悄然出现在身侧 道 准备出发无人禁区 见过前辈 行语欠身后 笑着点头 道 无人禁区结束后 前辈就可以带着行阳 离去了 单的这些时日 着实是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扎不韦的帮助 行语才有了这段时间 无敌般的实力 行语倒是不想扎不韦离开 但他很清楚地知道 这些都是暂时的 想要真正达到巅峰神境 想要日后和行阳 并肩在神界叱咤风云 闯荡天下 还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才行 任何人都帮不了你 所以 扎不韦尽早带行阳离去 倒也是好事 行语也明白 行阳担心自己的安危 不想就这么离开 想要离开前 尽可能地帮助行语 行语很明白 所以不想兄弟多担心 现在已经做到 让行阳彻底安心 他也可以放心离去了 行阳低头没有说话 一旁的扎不韦笑道 也不算耽搁 一个月时间 对于赶路微不足道 待在这里 尽量帮助你一些事情 倒也是好事 没什么其他事 现在我们就走吧 好 当行语点头答应 扎不韦便随手一挥 四人瞬间消失原地 下一息 四人便出现在一片白色雾矮之中 天地间朦胧灰暗 毫无一丝生命的征兆和气息 一片死寂 无人禁区危险重重 之所以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说是死亡禁区 是因为 这里是一片神明之木 扎不韦大手一挥 面前遮天蔽日的白雾 猛然间收缩 在他面前化作一片百丈方圆的光幕 光幕之中滑光闪烁 日月星辰璀璨缭绕间 凝现出一片地图 这个地图打眼一瞧便看得出来 这是符文大陆的全貌 地图上标注了三大天洲 以及中央的三圣岛 还有天洲中的各个地域名称 和大概范围 在符文大陆周边 有一片比符文大陆巨大数百倍的广袤江土 由白线 红线和蓝线勾勒出三个地域 白线勾画的地域 中央写着两个字 天界 红线标注的地域 称作 无人禁区 蓝线标注的地域 称作 悬海 无人禁区 位于天界与符文大陆的中央区域 占据了整个地图三分之一的广袤江土 比符文大陆和天界都要巨大 至于剩下的一部分是汪洋悬海 面积比无人禁区还要巨大 这是你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全貌 扎不为手指一挥 五道青色光线 将天界与符文大陆相连 位置错落在各地 其中有一条线是天界通往碑礁山脉 也是行于抵达符文大陆的位置 他笑道 这五条线的位置 是目前天界与符文大陆仅剩下的相连之门 除了这五个地方 从任何地方都无法通过 中央区域不仅被无人禁区隔断 还被神力隔断了 我可以打通 但会沾染因果 所以我不能帮你这件事 3418章 白银神剑 行于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 大为惊奇 原来天界和符文大陆都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只不过因为无人禁区相隔开来 无人禁区应该就是封禁符文大陆的主要原因 看着那五条天界通往符文大陆的倾线 这五个位置应该就是封禁之门的位置 无人禁区是神明之目合一 行于问道 莫非在无尽岁月之前曾埋葬过神明 扎不韦微微微点头 道 曾经这个世界出现过诸神时代吧 那个时候 世界层次应该很高 所以诞生了很多神明 不知道什么原因所有神明消失 无人禁区内埋葬了诸多神明 神明死亡后会回归本质 回归天地 各种秩序规则紊乱 因此造就了这片无人禁区 无人禁区内在地图上的面积就很大 而其内部更为广阔 尤其是空间无限叠加扩张 应该是属于这个世界中的第三独立世界 扎不韦随手一挥 无人禁区内的地图面积被无限放大 清晰可见 无人禁区的各个区域和样貌图案 在无人禁区中 有很大一片区域 都被白雾所笼罩 但依旧能清楚地看到 无人禁区中 山河大地 锦绣万千 一眼看去 似乎比天界符文大陆更加壮阔恢弘 无人禁区中 生灵还很多吗 行语微微皱眉 他清楚地看到 诸多山脉中 有高高起的楼阁 山谷中坐落的巍峨石像 峡谷内的恢弘城池 这简直就是另一个事件 一个天界符文大陆都不知道的神秘事件 生灵很多 因为神明力量的影响 这里的生灵 无论是妖兽福寿 各类种族 亦或是人族人类 都拥有着无可匹敌的实力 普遍都拥有极高的战斗力 他们的极限境界 也并非符文大陆的至尊 而是 诸天帝君 扎伯威说道 诸天帝君等同于半神之境 行与行阳都瞪大眼睛 这么强吗 无尽岁月中 他们都生存在遍布神明之力的墓葬之地 沾染的神性 经过日积月累下 深入到他们的血脉骨魂和骨子里 是具备很强大的潜力的 达到半神也不是很奇怪 扎伯威说道 他们这么强 为什么从来不走出无人禁区呢 行阳好奇地问道 因为出不来 扎伯威随手一挥 面前的无人禁区的地图面积无限缩小 又回到了世界总地图的样子 随后扎伯威指着被红线标注的无人禁区 道 看到这一圈被红色标记的无人禁区了吗 红色光线的位置 都蕴含了以神明之力构建的屏障 全方位封锁 让这些人寸步难行 哪怕是达到诸天帝君的半神之境 也只能归缩在无人禁区 无法走出去 他们或许比天界符文大陆的生灵更加幸运 一出生便具备神性力量的洗礼 但终其一生 没有任何办法走出这里 而且 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突破诸天帝君这一智骨 成为神明 为什么 死掉的神明都蕴含着一种神性诅咒 这种诅咒对生灵无害 甚至在某些时候是有益处的 可它对神明有着极大的危害 足以让神明丧命 这种神性诅咒 根深蒂固地存在他们血液中 怎么可能突破智骨 成就神明 扎博威摇摇头 报 就算是神明甘愿赴死来 成就他们都做不到 除非神明中的主宰者 或许还有可能解救他们 我是办不到 行语点点头 这对于普遍修行者来说 或许是好事 他们本就没有机会 冲击至高智骨 能够借助神性力量 达到巅峰 此生足矣 但对于那些绝顶天才 尤其是有野心的强者来说 简直就是灾难 因为你 无论怎么努力都做不到 哪怕逆天行都不可能 这是何等的绝望 我大概看了一下 符文大陆 对于无人禁区的探索 只有1%不到 看这里 扎博威指着无人禁区西北方向 然后手指一点 区域放大 直接有百万里的区域 遍布诸多塔楼 这些塔楼隐于山中 空间之中 每一个塔楼内 都有一名古地镇守 遍布塔楼的位置 就是被探索的位置 这些地方 会有符文大陆来的生灵 进行探索 这里的居民 便在这里建立了塔楼 便于防守 嗯 防守两个字有些不恰当 应该是屠杀 扎博威手指轻轻一点 只见其中几处塔楼之下 有着十几名古地 他们穿着符文大陆的服饰 想来是探索无人禁区 可是却被塔楼上的一名古地堵截 虐杀 全部残忍地斩杀 尸骨无存 看他们怨恨的神情 不知道的 还以为拥有深仇大恨呢 外界人可以肆无忌惮地 来他们的领土探索发现 寻找天才地宝 而他们只能被囚困在这里 有着很大的怨念吧 行语说道 扎博威点点头 随手一挥 地图一闪 来到了无人禁区 东南区域的某个峡谷位置 这里白雾缭绕 群山隐线 仿佛有仙神居住此地一般 这是我们现在的所在位置 位于无人禁区的东南区域 说吧 你想要做什么 扎博威说道 我虽然在这里 无法使用全圣实力 也不能沾染因果 但能够帮你完成 行语迟疑了一会儿 说道 我有两个事想问 说 天界通往符文大陆的五条通道 可以修改一下位置吗 不需要修改天界的所在地 只需要修改一下 通往符文大陆的地址 行阳严孔紧缩 难不成行语 想要借助这个世界的人不成 扎博威说道 可以修改 以你现在的能力就能做到 只是你不会 只需要研究一下便可以 等从这里离开 我带你看一看 封禁之门是如何建立的 我想你就知道怎么修改了 好的 多谢了 行语说道 第二件事就是 帮我找个人 他是日之圣族的圣主 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但应该就在无人禁区 这个好办 扎博威闭上眼眸 片刻后 说道 找到了 在这里 扎博威手指 清点面前的白雾光幕 轻轻落在地图上 仅有的一片黑色区域 这里被称为 藏魔神域 3419章 剑灭至尊 藏魔神域 是一片峡谷 坐落在无人禁区东南 与正中交界之处 名字很霸气 从高空俯瞰的话 这片峡谷 也透着恢弘壮阔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耸天飓风 仿佛地狱魔界延伸出的魔柱 漆黑古谱 缠绕着一道道黑色锁链 在飓风之下 是无垠的紫色幽火 熊熊燃烧 火焰奔腾呼啸 遮天蔽日 却没有丝毫的炽热气浪与温度 扑面而来的 反而是冰冷到极点的寒意 似乎这是来自地下黄泉的九阴之言 阴风盘旋在火蛇之上 在天地间震荡 缠绕飓风的锁链 哗啦啦震荡 大有随风而上苍穹 锁困乾坤之势 紫悠悠的九阴之言 遍布在藏魔神御峡谷内 仿佛这里是一片火海之地 但其实不然 若仔细观察 会清晰地看到 火焰之下 还有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洞窟 洞窟无边无际 仿佛是火海中的深渊 每一个洞窟 都是一方神秘世界 让整个藏魔神御 看上去充满了恐惧阴森之感 以藏魔神御为中心 方圆百万里 是一片荒芜贫瘠之地 但在此地之外 却是极为热闹的繁华之地 生存居住着诸多生灵 都是长久生存在无人禁区的生灵 灰雾茫茫的苍穹之上 无人得知 四道身影悄然出现 赫然是扎步为行语 向阳于心亭四人 这里便是藏魔神御吗 好壮阔呀 行阳低头看向藏魔神御 嘖嘖称奇 比想象中的要庞大 也够诡异 这地下还有一个世界吗 扎步为点头笑道 是的 每一个黑暗洞窟 仿佛一颗眼睛 每一颗眼睛都是一处小世界 这里共计有数千个 可以称之为千眼界 也是无人禁区的生灵 对它的称呼 千眼界内的世界 都彼此相合 力量秩序规则相通 想要摧毁极其困难 就是一个庞大的地下世界 这燃烧的火焰 叫做坟魔神火 千眼界形成之日便存在 你说要寻找的那位日之圣主 就在千眼世界之中 行语惊奇地说道 这是怎么形成的 一件破旧的神器 扎步为随手一挥 面前白雾流转 化作一道紫黑色火焰 萦绕的光珠 光珠巴掌大小 火焰中泛着波澜一色滑光 时而闪烁虚幻之光 颇为神奇 更神奇的是 远远看去 这个光珠就像一颗眼瞳 只不过没有眼孔罢了 这是千道玉神珠 一件很普通的神器 虽然普通 但在这个世界 却有着异样不同 因为神明的死亡 神器在此之前也破损 索性还有一些神性 自主帮助自己 荣归天地之内 随着无人禁去的神性力量爆发 它就自然自然地依附 和吸收神性力量 因为与天地融合 所以渐渐演化成了千眼界 每一道千道玉 就是一个世界 扎不为如数家真的说道 他虽然不知道 曾经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却能够在这里看到 过去未来和现在 清楚地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行宇宙媒 道 一件普通的破旧的神器 都能够有这等非凡变化 那这个无人禁区内 危险境遇这么多 是不是都是因为 神器的演化而出现的 有些是这样 有些是因为神性力量 经过日积月累的改变中和 从而形成的 也不能一概而论 扎不为说道 哪怕是最垃圾的神器 它依旧是神器 蕴含着超过这个世界的规则 与秩序之上的神力 所以 有这样的变化很正常 我们现在进去吧 好 行宇音声答应后 扎不为直接带着几人 落到藏魔神域中 藏魔神域中 熊熊燃烧的火焰 足以将寻常古地烧得灰飞烟灭 但现在当行与几人落下后 还没到百丈内 便自主避让开来 根本不敢跳动 穿过厚厚的火海之后 来到了地下的千眼界洞窟中 这里没有任何灯光 黑压压的一片 哪怕是魂力 都很难看出这里的情况 有种说不出的诡异和寂寥之感 扎不为却笑着抬手一指 丝缕和白芒 汇聚指尖点亮黑暗 明明只有黄豆大小 散发的光辉 却照亮了整个地下洞窟 地下洞窟映入眼前的 是一个个镶嵌在洞窟上的光门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方位 都有着数之不尽的光门 在散发着耀眼而神秘的光彩 光门上的色彩流转 更像是一面镜子一般 随着查不为指尖光辉绽放 闪烁着各色光泽 我还以为是一个又一个可怕的黑洞 或者地牢呢 行羊砸了砸嘴说道 圣主在哪个里面 行羽问道 他现在就想赶紧找到日之圣主 送他出去后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世界 查不为手指摇指西北侧的一处光门 笑着走了过去 道 在这里 来到光门前 查不为并没有直接走进去 而是手掌轻轻触碰光门表面 当泛起一层湛蓝色的光辉后 才一步走了进去 行羽几人紧随其后 穿过光辉之墓 来到了一个狭窄的黑暗涌道中 无数道哗啦啦的锁链声不断响起 时而音风呼啸 伴随着雷电交加的声音盘旋在上空 似乎身处世界的尽头 前面便是无音星空虚无一般 这条路似乎有点遥远 看不到尽头 只有无尽黑暗 但也仿佛静在咫尺 一切都能清晰可见 一刻钟后 前方带路的查不为停下脚步 手指倾点前方黑暗 忽然泛起一层波澜液 旋即咔嚓一声崩裂后 前方涌现出接连天地的无音狂风雷电 似乎是一处天结刑罚之地 肆虐万千 每一道疾风电芒都蕴含神威 在狂风雷电的下方流淌着一道熟悉的河流 无尽神河 依旧是那般虚无神秘 仿佛要通往无尽的远方 在无尽神河之下 喷勃呼啸着脏魔神域峡谷上 缭绕的九阴之言 火焰中 宛若有数万只妖龙盘旋 怒吼声震耳欲聋 在天地四方角落 有四根青铜古朴的光柱 光柱上延伸出一道闪烁神光的锁链 锁链哗啦啦闪烁着 穿过狂风雷电降落在中央的剑碑牢狱中 剑碑牢狱正处在行鱼等人的正前方 它只有千丈 四正方圆 通体黑色 宛若一个剑母之碑 扑面而来的无敌神剑之威 震撼人心 在剑母之碑的中央 有一个囚牢 借助电闪雷鸣的光芒 清晰可见 囚困着一名披头散发的中年男子 日之圣族的圣主 杨岚 3420章 八大神山 剑碑牢狱 被四道青铜光链所困在虚空 与雷电狂风中摇曳 扑面而来的神威剑势 令人动容 仿佛可开天辟地 牢狱中囚困的杨岚 劈头散发 衣衫破烂 在电闪雷光中 忽影忽现 苍白的脸庞灵角分明 透着寂寥沉渊的神情 身上倒倒血淋淋的伤痕 入骨三分 它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盘坐着 似乎永恒的雕塑 定格在牢狱中 看着杨岚 行鱼几人都沉默了 要知道 日之圣族一共就三位圣主 除了组长 圣主地位最高 杨岚更是第一圣主 无论地位还是实力 都是冠绝第一的存在 而今堂堂日之圣族的圣主 符文大陆 站在权力巅峰的存在之一 落魄狼狈成这般模样 究竟是承受了多大的苦楚和折磨 他看不到我们吗 行阳问道 扎不为点点头 道 如果他能看到我们 这里的守卫也就发现了 他说完 抬手一挥 所困剑碑牢狱的四道青铜光链的 另一端光柱下 云雾缭绕 分别显化出四位人类 他们都是人族 只不过穿着与天界符文大陆截然不同 给人的气势和感觉 充斥着远古蛮荒般的狂野气息 实践傲力 守护着剑碑牢狱 就有战神一般 而他们的修为气息 也确实极强 都超越了谷地 达到至尊阶段 这十六位至尊守卫 负责看守杨岚 所以不能轻易露面的 扎不韦说道 在来之前 他便看到了这里的一切 所以通过他的方法 能够悄无声息地走进来 不会触碰千眼界的力量 那怎么带走他 行语问道 简单 扎不韦笑着带着几人 缓步走到了剑碑牢狱前 在电闪雷鸣间 手指轻点剑碑牢狱 清晰可见 牢狱前出现一道虚幻的波澜液 那细微的光运扩散 在混乱的电光中微不足道 但牢狱内被囚困的杨岚 猛然眼孔紧缩 额前长发飞起 一双眸子 透着令人恐惧的毁灭之光 杨岚老前辈 想要离开 可不要弄出动静啊 行语笑声传来 杨岚神情骤然恢复正常 随后眼睁睁地 看着行语三人走了进来 扎不韦当先进来的 可是他根本看不到 当行语三人落在牢狱后 杨岚一动未动 但却张口说道 而等何人 为何知道吴的名号 在下行语 受到日之圣族族长杨天骁所指 前来无人禁区 寻找解救杨岚前辈 行语笑道 哦 杨岚余光撇向行语 道 圣族收到了吴留下的求救信息了 是的 许久许久之前便收到了 只可惜并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他们也不知道你的情况 只能盲目地寻找 一边拓宽无人禁区 扩张圣灵的增加 一边找人研习 和寻找文献方法 所以 你出现后 解决了文字的问题 你年纪轻轻 为何看得懂上面的文字 刚好看过一些古籍研究过 行语笑道 不过不得不说 杨岚前辈真够决绝的 虽然用这种语言文字 骗过了无人禁区的生灵 但外界的圣族 也是一筹莫展 无数年来 他们都束手无策 若非运气好让我看到 或许现在也无法来救你 杨岚喝了一声 淡淡地说道 生死早已看待 剩下的一切随缘交给老天 虽然过去了无数载 我已经放弃了求救 但看来你能找来 我还是很高兴的 至少是我命不该绝 这个杨岚还真有意思 看来 他曾经第二次走进无人禁区时 已经想好了所有结果 出现任何情况 都愿意接受 否则换个人 被独自关在这个混乱的 仿佛刑罚之地的狭窄牢狱 早就崩溃了 那前辈随我离开吧 行语说道 不 我走不掉 嗯 行语诧异地看向杨岚 他抬起胳膊 撸起衣袖 只见四道黑色锁链的倒钩 穿过他的血肉 狠狠扣住 因为年身日久 几乎与血肉生长在了一起 顺着锁链 每往下十寸 便会延伸出一个倒钩 扣住他的身躯 包括双腿双脚 都紧紧锁住 他不是不动 而是动弹不动 这锁链看似脆弱 却有着一股极强的力量 应该是传说中的神性力量 根本不是 我能破开的封锁 杨岚抬头说道 除了这锁身的锁链外 剑碑牢狱 也是一个封印 一旦踏出牢狱 剑碑烙印在我地魂宫的印记 就会化作万千剑力肆虐 直至将我抹杀 杀掉我的地区或骨魂 其实都无所谓 可我想得到的没有得到 有些遗憾不甘心 杨岚看向行语说道 你们能走进来 至尊守卫却没有发觉 你的本领很强吧 能不能救走我都无妨 可否帮助我寻找一样东西 只要能找到 然后带走我身上的禁忌术法 圣族也会心满意足的 我的死活对他们来说 并没有这么重要 只是我身上的东西重要罢了 行语皱眉看向杨岚 他果然跟来之前猜测的一样 他被困在这里 或许不是无意 而是有意的 看他这个样子 很显然是为了某样东西才深入的 只不过被抓住了 行语说道 你想要找什么 一把神剑 杨岚眼眸 带着痴迷与兴奋的光泽 看向剑碑牢狱的下方无尽深处 道 一把蕴含神力的神剑 那里记载了另一半禁忌术法 如果能够找到 不仅能够吸修完整的禁忌术法 还能有机会突破峙谷 掌控神力 我深入无人禁区 为的就是寻找这东西 可以让自己探索到神之门境 它被镇压在这下面当作基石 或许是封印了更重要的神物 我很期待 那是什么东西 能否帮我取回来 看一看究竟有什么 对你来说 也有极大的好处 杨岚扭头看向叶秋 因为身躯转动 身上的锁链咔嚓咔嚓的作响 因为锁链与血肉生长在了一起 随着扭动 血肉崩开 皮开肉沾 浑身上下鲜血狂喷 看上去十分恐怖与疼痛 但杨岚没有丝毫的感觉 神情带着兴奋与痴迷 带着恳求和激动 看向行语 3421章 抵达神山 行语没有立刻答应 转头看向扎布韦 扎布韦说道 确实是有一把神剑 只不过是残缺神剑 毫无一丝神性力量 用作镇压一个祭坛的基石 或许是记载了东西吧 需要拿出来仔细瞧瞧 好拿吗 行语问道 当然没问题 扎布韦抬手一招 没有任何力量流转 可是剑碑牢狱外呼啸的狂风 和雷电阵响的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暴躁 几乎要将整个天地给吞噬 刺眼的光芒 让这虚无的黑暗之地 都照亮得宛如白昼 趁此机会 扎布韦手指微微一勾 一道轰鸣声 忽然从剑碑牢狱低下的无尽深处响起 紧接着 一道流光在风雷之中划过 落在了扎布韦掌心 仔细看去 是一个巴掌大小的祭坛 祭坛呈三角形态 通体漆黑古朴 泛着思缕霞光 隐约弥漫着玄傲高贵之感 它悬浮在一个白色玉石的叠盘之中 极为神秘 叠盘由无数个食指般细小的 剑形玉石组合形成 所有剑形玉石都一模一样 唯独祭坛下最中央处 有一个泛着白银色的玉石 截然不同 因为颜色相差不多 形玉一眼都没有看出来 扎布韦抬手一招 拿到白银色的剑形玉石 便飞离而出 直接化作一道三尺白银光剑 白银光剑 弥漫着角月般的光滑 细腻的暗金色剑纹雕刻剑戟 似乎是由天地意志所打造 浑然天成的感觉 这就是那把剑吗 形玉抬手一招 白银光剑落在掌心 在圣主杨兰眼中 就是形玉凭空在虚空一握 白银光剑便直接凝现 让他猛然眼孔紧缩 你 你怎么做到的 小试一桩 形玉笑道 我且问你 可是这把剑 是是是 圣主杨兰眼睛放光 兴奋地说道 终于见到他了 不等形玉询问 他是怎么认出来的 此话又是何意 只见杨兰脸色一红 张嘴吐出一道白银之光悬浮面前 赫然与形玉掌心的白银光剑 一模一样 两把一模一样的剑 形玉诧异地看向杨兰 他点点头 我得到的禁忌术法 便是从这神剑中习得 可惜禁忌术法只有一半 想要得到另外一半 需要找到子母神剑的母剑 你手中那一柄便是 两剑合一才算完整 我在这里等候着 始终不愿走 也是因为要得到它 否则我会很不甘心 现在被你轻松找到 还真是有些不切实际的感觉呢 杨兰虽然是这么说 但神情难言兴奋与高兴 他唯一的执念终于完成 他有着说不出的轻松感觉 形玉抬手握住杨兰吐出的剑 将两柄神剑缓缓闭闭合 哦 当双剑触碰的一瞬间 一层刺眼的极昼白银之光爆发 饶视形玉几人都忍不住闭上眼眸 凭借着古地之魂感知 清晰地发现 两柄神剑触碰到一起后 瞬间全部融化 化作一团漂浮的白银色液体 随着液体蠕动 不到片刻又缓缓拉长 仿佛有一个以天地为基石 进行锻造冰刃大师 正手持无敌巨锤疯狂锤杂 让神剑又缓慢成型 当神剑再度重现 它依旧是那般模样 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惊奇的是 其内又蕴含了一些神性力量 形玉手掌紧握 能感觉到自己体内 由扎捕为加持的神力正在兴奋 仿佛要立刻融进神剑中 展现出毁天灭地般的剑威 形玉挥舞几下神剑 精神意志落在神剑上 顿时发现 一股浩然雄魂的意志 降临在魂海之中 恍惚间 形玉化身战神 手持无敌神剑 脚踩祥云 遨游九霄之巅 它的意志 就是世界的规则 它的神体比肩苍语 它傲立天地间 就仿佛置身于河塘之中 这个宇宙渺小如蝼蚁 不知何时 它在挥舞神剑演练剑法 明明只是简简单单的剑法 可却仿佛蕴含着剑道的至高傲义 不 随着剑法不断演练 仿佛剑道在进行修改和变化 它就是剑道的始源 道法因它意志而改变 形玉恍惚间 与它融为一体 在进行领悟至高无上的剑之规则 但又稀里糊涂 仿佛明误了 却又不知道明误了什么 没有任何禁忌术法 没有任何所谓的战斗之法 似乎只是一段无聊的记忆 可是形玉却感觉自己在剑道上 有了飞跃式的精进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形玉缓缓睁开了双眸 你得到了什么 杨兰兴奋地抬头看向形玉问道 形玉眼眸深邃地看向杨兰 没有说话 但杨兰却神色大变 只因为形玉整个人散发出一股说不出的气质 似乎是内敛了一切锋芒 静静躺在剑侠中的神剑 又仿佛有开天辟地的无敌神剑光芒笼罩 它便是见到始源 那是种旋而又旋的奇妙感觉 让杨兰都情不自禁地心生一种敬畏 尤其是形玉的双眸 仿佛有两把锐利难敌的剑在闪烁 那光足以断裂万古 我什么也没有领悟到 剑里除了有一股意志之外 什么都没有 更没有你说的禁忌术法 形玉抬手将神剑交给杨兰 杨兰却没有拿 只是笑了笑 道 不 你领悟了 看你的眼神便能感觉得出来 不用给我 我魂弓早已经被打上烙印 如果感知神剑会引起剑被牢狱的反应 所以才把我体内的神剑直接交给你 杨兰轻松了口气 微微依靠在一侧 道 杨天骁能让你来救我 很显然是十分信任你 你虽然不是圣族之人 但也一定是自己人 你得到这东西也未尝不可 现在你可以离开了 带着他离开 交给杨天骁便好 至于我 已经完成了我最好的遗愿 死而无憾 形玉皱眉 道 谁说你要死 我可以带你走 你怎么带我走 外面有这么多至尊 就算打得过他们 也很难离开这里 你不要把这里想得这么简单 杨兰神情带着一丝忌惮 道 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巨大的神器构成 根本逃不出的 形玉摇摇头 还以为杨兰已经放弃了活着 那样可以不救 毕竟自己如果想死 谁也就不了 但他很显然是被吓到了 那就不担心了 想要出去 十分简单 区区神器 困不住我 形玉笑着抬手 落在剑碑牢狱 猛然间挥舞手中神剑 刺拉一声 直接崩碎剑碑牢狱 迎着风围冲了出去 我能来 便能走 我想要走 神也留不住 3422章 神山帝君 什么人 当形玉撕开剑碑牢狱 冲出风围之中 四周守护的十六名至尊 猛然神情大变 全部冲出来 将形玉围困在中央 他们第一时间便感受到 剑碑牢狱破碎 绝对不是杨岚所作 而是另有其人 当看到形玉 以及鱼星亭 形玉走出来后 十六位至尊都傻眼了 这 这怎么回事 怎么多出来三个人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又是什么时间进来的 他们十六人 竟然毫无一丝一毫的察觉 简直太夸张了 他们可都是至尊啊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释放出极限修为 十六位至尊 同时散发出的威能 将这片天地所淹没笼罩 似乎连虚空都封锁了一样 而等何人 为何到此造次 如实交代 为首的一名至尊 低声喝道 神情凝重地看向形玉 原本形玉的修为 就因为神力的影响 感知不透 十分高深莫测的修为 现在一掌撕碎 剑碑牢狱 更是吓傻了他们 就我朋友 形玉淡淡轻笑 道 十项点让个路 我不杀你们 机会只有一次 莫要错失了活下去的资格 就他 绝对不可能 至尊冷哼道 他是我们重要堪压的罪犯 绝对不可带走 跟他废什么话 直接上 胆敢闯入境地 你必死无疑 有人大喝一声 直接一掌拍向形玉 只掌横推 遮天蔽日 仿佛要将虚空一掌捏碎 无尽的压迫和威能扩张 天地震战 他没有立刻大动杀手 不仅是想要试试形玉的底 和实力如何 更是为了给自己留个退路 万一打不过 还有机会逃走去喊人 虽然堂堂至尊落跑很丢脸 但送死是绝对不可能的 还想要动手 很好 别怪我没给你们机会 行语淡淡轻笑 抬手扬起白银神剑 闭上眼眸 这一刻 行语心神宁静 与剑合一 与天合一 与这始源剑的化作一体 明明没有任何力量透体而出 但行语仅仅站在原地 就给人一种难以想象的可怕威慑里 似乎事件的规则傲义和意志 都因为他的喜怒哀乐而变化着 第一位至尊的遮天大手掌 降临在了行语前方摆帐 还未曾继续深入 忽然虚空中 闪亮起一层白银滑光 紧接着 虚空被白芒撕裂 手持白银神剑的行语 忽然出现 明明他还站在原地 却凭空又出现第二个行语 第二个行语出现的刹那间 一剑下批 宛如开天辟地一般 大手掌不说 更是让所有至尊齐齐后退 这是 什么力量 所有至尊都惊骇地 看向第二道行语 在怒劈一剑后 砰得爆碎 化作一道剑光消失空中 刚刚爆发那一剑的行语 竟然是行语使员剑道的剑一所化 仅仅是一道剑道意志 就如此的恐怖如斯 难以想象 如果硬抗行语一剑 会受到何等可怕的攻击 坏了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立刻走 找帝君大人来 十六位至尊 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虽然还没有交手 但这一出手 他们就被惊到了 根本不可能打得过 继续打只是送死 不如立刻走 找帝君大人来 一定能够挡得住他 我的天 这是什么实力 剑碑牢狱内的杨岚 眼珠子都险些瞪出来 惊骇地妄想行语 他原本以为 行语在夸大其词 就算是他能够抵达这里 实力已经足够证明 十分强悍了 但是面对十六位至尊 怎么可能是对手 这无人禁区内的生灵 可是极其强大的 同阶都要比 外界的生灵要强 怎么打 就算是神剑相助 也不可能啊 因为神剑内的力量 微乎其微 就算有很强 无法使用 也是废品啊 可万万没想到 行语一人面对十六位至尊 不仅没有失败 反而占据绝对上风 仅仅一个剑到意志 就吓退了他们 他实在是有点 低估行语的实力了 他胆敢闯进无人禁区 并成功找到这里 绝对是有着 难以理解的手段和本领 超乎了理解范围 走得掉吗 就在此时 行语睁开了眼眸 那双眼眸流动着 浑浊的白雾之光 仿佛是始源剑岛之光 单手持剑 光气喷勃 长发无风自起 此刻的行语 就像是一代剑神 无敌般的剑神 他声音落下 字字都如同万剑齐发 令人浑胆剧烈 十六名至尊转身欲跑 可是此刻齐齐静止在原地 寸步难移 行语单手持剑 高高举起 随后迎风携斩 看上去 是那么的轻松随意 毫无杀伤力 这一剑 也确实没有丝毫波动 只有一缕见到 至光泛起的光蕴涟漪 轻轻划过虚空 光蕴涟漪 轻松掠过十六名至尊 直至遥远的无尽深处 消失不见 十六名至尊 依旧静静屹立在原地 似乎没有受到伤害 但行语却看都不看 缓缓散去周身气息 抬手一握 剑翘从远处飞来 枪 白银神剑入鞘 吭枪之音争鸣作响 随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了 十六名至尊的身躯 竟然如同被燃烧的指挥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仿佛 从未出现过在世间 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故都 行阳和剑碑牢狱内的杨岚 同时吞了口唾沫 震惊地看向行语 我的乖乖 大哥这实力 推强了吧 行阳眼珠子都险些瞪出来 这一剑 他根本看不懂 可是十六位至尊 就这么没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 就算是蕴含了神力 也不能这么悄无声息吧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杨岚更是衣袖中的拳头紧握 眼孔紧缩 大气都不敢喘 起初还以为是个小晚辈 自己能否活着都不重要了 他能获取这个禁忌术法的造化 带着他回到圣族 就死而无憾了 现在看来 倒是自己占了便宜 他这等实力 压根不需要自己帮助 完全就能够轻松碾压任何人啊 怪不得胆敢深入无人禁区 无所顾忌地前来救他 这不是莽撞 而是压根不在乎 拥有绝对的实力 有恃无恐啊 他娘的 杨天骁 你是从哪儿找来的这么一个妖孽少年 他这等实力 足以把圣族仙的底朝天啊 你竟然敢让他来救我 以前咋没发现 你这要牛逼呢 杨岚难难自语 3423章 金色海洋 行语斩杀掉十六位至尊后 转身笑看着剑碑牢狱中的杨岚 笑道 前辈 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吗 我想走便走 想留便留 这种鬼地方 困不住我 杨岚看了看行语 看了看自己 不仅嘴角苦涩一笑 想当年的自己 也如同行语一般 威风凛凛 霸气难挡 不管什么对手 实力有多强 几乎都是剑下亡魂 可是 他可做不到行语这样 剑斩至尊 还是一剑十六位 哪怕是现在 也做不到 两者的这等对比反差 让杨岚心生挫败感 当然 也只是一瞬间罢了 活得太久 早就不会在乎这些 只是心中所想 难免有些苦涩 自己原来已经老了 他还以为自己很年轻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一剑斩杀十六位至尊 实力强到我看不懂的地步 确实是我小瞧你了 杨岚笑道 能得到你的救助 是我命不该绝 前辈客气了 行语走到杨岚身旁 一剑斩杨岚身上的所有禁锢 随后手掌轻轻落在杨岚的额头 滑光一闪 直接取出他魂宫内的剑之禁锢 杨岚的实力 可以自己取出来 但是因为配合剑碑牢狱的禁锢 他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身上的枷锁 一下子都被取走 杨岚直接扩散出惊人的至尊修为 站起身 杨岚伸个懒腰 清吐一口浊气 解脱的感觉真好呢 双手抱拳看向行语 道 大恩不言谢 此情我杨岚铭记心中 客气了前辈 行语笑道 走吧 转身随手一挥 一道黑暗涌道出现在面前 直通千眼界外面 看得杨岚心神一阵 这等手段 他想都不敢想 这里的空间极其特殊 至尊级别的战斗 都不可能打碎空间 刚刚行语那一剑 斩杀十六位至尊 都没有让空间有丝毫波动 现在他随手一挥 竟然打开一道通道 何等恐怖 难道说 他的实力 比想象中的还要强 行语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这自然不是他做的 而是身旁杨岚看不到的 扎不为所为 一行人顺着涌道 很快便走了出去 离开千眼界 飞出脏魔神域 站在半空中 行语说道 千眼界内人手很多 防御体系 比想象中的更加森严 你离开的消息 或许很快就会被发现 现在立刻就走吧 当然可以 我想做的事情已经完成 没有什么留恋了 只是 我觉得走之前 还可以拿点东西 不能白来 杨岚笑道 什么东西 杨岚咬指 葬魔神域之外的遥远之地 那里灯火通明 是一处繁华城池 居住着无人禁区的生灵 那里有一座城池 叫做嘉兰沟玉城 这个城池很大 分为内外两个城 外城叫做嘉兰城 内城叫做沟玉城 两个城池的中央地带 都有一个家业府 由一个嘉业士族统治 他们也是嘉兰沟玉城的真正主宰 杨岚说道 嘉业士族能掌控嘉兰沟玉城 除了依托于士族强势外 还因为他们掌握了一种神迹天法 名曰幻霄通天藤 行语眉头一挑 道 你了解的这么多 杨岚自信地笑了笑 道 我在这里混迹了无数载 了解了不少东西 这幻霄通天藤 是什么东西 行阳问道 念通神霄 幻武下山 通天之柱 破灭魔藤 杨岚神情深邃 语气低沉地说道 曾亲眼见到过一次 终身难忘 不仅是神迹天法 可怕的地数 更是一种毁天灭地神器 据说幻霄通天藤 是由神山而寻找到的 成就了家业氏族 神山 无人禁区内有八道神山 据说埋葬过神明 杨岚说道 我曾深入过一道神山 那里的景象 简直震撼人心 但神山人手太多 也正因为 那一次我被发掘了身份 从而导致他们多加流星 最终在千眼界困住了我 行语点点头 余光看向了扎不韦 扎不韦随手一挥 白雾流转面前 化作了无人禁区的地图 随后手指一点 八道血色红光 分别出现在无人禁区中 清晰可见 每一道红光 都是一座通天巨大的高峰 不过仔细看去 更像是一座树立起来的棺木 这便是所谓的神山 也是埋葬八位神明的墓葬位置 不过早已经没有了神明和尸骨 只是这里的神性力量更多 后来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 以及一些神器的积累与阵法 让这里蕴含着极强的神力 如果利用神器 来与这里进行沟通 确实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行语点点头 算是明白了原因 有没有兴趣 杨兰看向行语 说道 以你的实力 完全可以踏平迦兰沟玉成 去抢夺这件神迹天法 杨兰本身是很想得到 但奈何实力不足 所以没有过多地考虑过 但刚刚见识过行语的战斗力后 他对这东西产生了兴趣 只要行语愿意 分分钟就能抢过来 然而行语摇摇头 笑道 没兴趣 杨兰一愣 玄机忍不住说道 那可是神迹天法呀 来自神山 威力 这神迹天法再强 也需要依托神山不是吗 行语不等他说完 当即笑道 想要这些东西的话 直接去神山拿 岂不是更好 杨兰倒吸一口冷气 这家伙好可怕的野心啊 竟然想要直接去神山 神山去不得 那里太危险 而且遍布诸多大阵屏障 守护着诸多至尊 甚至有比至尊更强的存在 单单那股气息 就让我曾头皮发麻 杨兰认真地说道 虽然想要临走前占点便宜 再多捞一点东西 但他很知足 因为无人禁区 目前所了解的还太少 这里的生灵比想象中的要多 战斗力要恐怖 根本惹不起他 行语虽然很强 但是对比之下还是不行的 他曾感知到一位气息 远超至尊无数倍的存在 当时差点以为是一位神明 行语面对他 绝对毫无胜算 危险岂不是才有乐趣 前辈如果想去 那我们现在就去 如果担忧的话 我可以先送你离开 然后我再回来 3424章 战己收心 小子 老子出来混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老子岂会害怕 如果害怕 又怎敢独自一人 深入这无人禁区 杨岚听到行语的话 顿时不乐意了 当下冷哼一声 道 我是担心你 毕竟我吃了亏上了当 不希望你莽撞出事 毕竟救了我一命 是我的小恩人 不能眼睁睁看着你 走入那危险之境而不管 但你既然这么说了 那老子还怕什么 就陪你走上一趟 大不了就是个死而已 老子何曾畏惧死亡 看到杨岚傲然霸气的样子 行语忍不住失笑摇头 这个老家伙 倒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死板 性格直爽 行语倒是很喜欢 好 那前辈我们走吧 行语笑道 当下直接挥手在面前 凝成一道空间通道 迈步走了进去 杨岚为之惊讶 但也早就见怪不怪 直接迈步走了进去 身后的行阳于心亭 踏步跟上 这空间通道 自然是扎不为所为 他走在最前面 带着行语几人前行 而当他们离去后 不到半个时辰 千眼界中就发生了震荡 超过五十位至尊 齐齐冲向了 镇压杨岚所在的小世界 他们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彼此联系 确定安全 虽然这样做很没有必要 但为了谨慎小心 还是一直这样照做 可是忽然间联系不上 他们感觉有些不妙 立刻派人赶来 可是当看到空无一人的小世界 所有人都梦了 镇守在这里的十六位兄弟呢 怎么一点气息和人影都没有 莫非是偷懒去了 不可能 他们应该很清楚 镇压的这个外界人何等重要 绝对不能偷懒离开 我猜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 这个外界人被救走了 他们十六人 凶多吉少 不可能吧 这里可是千眼界 有不少我们的人手 这个小世界 又有层层封锁和阵法保护 怎么可能被救走 一点消息和感觉都没有 那你说 除了被救走 还有别的可能性吗 你看这被粉碎的剑碑牢狱 仅凭借这个外界人 是绝对做不到的 要知道 他魂宫内 可是镇压了剑印的 立刻通报帝君大人 然后通知所有人 守备好周边 一旦发现丝毫异常 立刻汇报 一定要尽快 否则被他逃出去 就麻烦了 距离藏魔神域 最近的一座神山 位于五十万里之外的 一片荒芜山脉中央 这片山脉极其广袤 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 仿佛置身于荒芜世界之中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山岳 都仿佛通天神山 极其巍峨雄伟 只是没有丝毫生机树木 光秃秃的山峰 就好像是天之山柱一般 呼啸而起的沉沙风暴 屡见不鲜 遍布在山脉各个角落 苍穹之上阴云密布 风暴席卷 遮天蔽日的雷电闪藤 仿佛是毁灭的前兆 很难相信 这是神山的外围 但是 当抵达神山的山脚下 就会备受震撼 因为神山高的可怕 迄今为止 包括行雨之内 见过的最高最雄伟的山峰 一眼看不到山峰 半山腰都在云层之中 仿佛天都在山的脚下 整个神山外围 都流转着一层 神圣浩然的灿金圣光 渲染的苍穹都是五光十色 白云化作了祥云连绵万里 站在山下网上看 扑面而来的压迫感 让人深魂震撼 当然 更重要的是 神山宛若一个独立的世界 不仅没有像周围的山峰那般 光秃秃毫无生机 相反神山之上生命之气 浓郁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茂盛的各式花草古墓 遍布在神山的每一处角落 遮天蔽日的古树随处可见 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花海 也都遍布在神山之中 还只是一部分沧海一宿 在神山上 能看到你所见过的任何花草古墓 锦绣河山仿佛都镶嵌在了神山之中 在整个神山的上空 似乎有一层无形的保护壁障 以那里为中心 飘落着持续不断的金银翠绿的光雨 阴晕在神山上 仿佛是神灵挥洒下的神力 然而 那根本不是神力 而是浓郁到极致的生命之气 已经化作了淋雨四处飘散 导致神山内的生命之气 形成了一个闭环系统 但也仅仅陷于神山内部 我总算明白 外界为何这么荒凉了呢 形语看着神山轻声说道 神山的存在 导致天地间的力量都汇聚而来 包括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气 导致其他山峰大地上 毫无一丝生机 而这里浓郁地下起了生命光雨 这绝对不会是自然形成的 因为神山上的格局 百步所能感受到的阵法气息 都是人为的 而且是尽心花费无数时间改造形成 否则神山根本不会这么壮观 更重要的是 神山的神性力量 比想象中的还要浓郁 如果不是扎不韦已经告诉形语 这里并没有神明 甚至都没有了神明的尸骨 形语甚至都会怀疑 这里是不是有神明居住 上次来 差点没把我吓死呢 杨岚已经是第二次来到神山 只是她依旧满脸的震撼 毕竟这样的场面 在外面就算是做梦都想象不到 只有这里有 因为天然的地理环境 以及上古时代的发展所演变成 外界根本没有这个本事和条件 这神山之名 倒是名副其实啊 形阳扎扎嘴 满脸的惊奇 同时脑子里在思索 神界又是什么样子呢 在那个遍布神明的世界中 又会有多少震撼和可怕的存在呢 形阳现在是充满了期待 只希望等此事结束 立刻跟扎不韦去神界看看 至于大哥行语 现在实力已经足够 形阳倒是没有了之前的担忧 世间本无神山 只是因为神性过于浓郁 再加上一些特殊变化形成 后来人又进行了修改和整治 才有了这个神山 倒是不容易 扎不为笑道 形语点点头 转身看向杨兰 道 老前辈 你上次来的神山是这个吗 是 因为在这里险些死亡 逃之夭夭 才顺路到了嘉兰沟玉城 然后意外走进了千眼界 一困就是无数岁月 杨兰哭笑道 那就进去瞧瞧 我十分好奇呢 形语咧嘴一笑 踏步走进神山中 3425章 破败之山 当形语一行人 踏步走进神山的那一刻 一层赤圣的黄金圣光 便顺便以他们的脚下扩散四方 直接席卷了整个神山 紧接着 形语原地停下 眼眸深邃地看向神山之上 因为他清晰地感受到 无数道眼眸在此时看向了他们 苍穹之巅 白云连绵地半山腰处 圣光璀璨 原力如同漩涡般汇聚 磅礴的神性力量思缕流转 直接化作一双遮天蔽日的眼眸 那眼眸浩瀚庞大 仿佛是世界规则构建形成 代表着无上裁决意志 杨岚神情充满了惊恐与畏惧 并非是他害怕 而是生灵层次上的本质区别 对他有着天然的压制 就好像弱小的妖兽 看到强大的妖兽 情不自禁地就会沉浮 包括身旁的形阳都有种忌惮感 这 这是谁的眼睛 神明吗 杨岚忍不住吞了口唾沫 震惊地说道 他上次来的时候 可没有这个眼眸注视着自己 只是感受到 神山中蕴含着恐怖的神性威能 以及一股股可怕的气息 直接吓得逃了出来 人对于未知的事物本就畏惧 尤其是无人禁区内 神性力量十足 到处都充斥着浩然神圣的力量 让杨岚本能地害怕 现在刚过踏入神山 便看到这幅场景 直接把他吓坏了 而等何人 为何踏入神山 浩然雄昏的声音 从山巅响起 传遍整座神山 声音充满了深沉与淡漠 带着无情的规则裁决之威 仿佛抵抗他 就要面对神的制裁 无奈行语 来自无人禁区之外 慕名而来 瞻仰神山 还请行个方便 行语丝毫不惧 大大方方的拱手倾笑 微微欠身 一脸震惊和佩服地看向行语 他都一把年纪了 见识和胆量 都应该要比行语更强 可是他都害怕得不行 行语却能够如此淡定自若 真不愧是一代妖念 哦 外界的小儿 踏入无等神山境地 蔑是无等规则不说 还想要无给你行方便 你当真是不知死活 那声音十分冷漠 半山妖云间的那双眼眸 透着冷冽 似乎有血红之力汇聚同心 蕴含着毁灭之光 吴不想枉造杀念 立刻离开神山 不做追究 否则莫要怪物大开杀戒 大开杀戒二字猛然加重 天空中响彻起万雷轰鸣之音 只见阴云瞬间压境 呼啸盘旋长空 隐约间日月同辉 群星璀璨 正当中傲立一位遮天蔽日的伟暗身影 正居高临下俯瞰苍生 那无形间弥漫出的可怕气场和威能 几乎吓得阳蓝瑟瑟发抖 他终其一生 都未曾见过如此阵仗 直接超乎了他的想象和理解范围 他本以为世间最强的便是至尊 可是抵达无人禁区后 却惊人地发现 至尊遍地都是 还有不少超越至尊般的无敌存在 这个世界似乎比他所了解的 更加深不可测 此时这神山之中传来的天象和气场 宛如神明将士一般 势不可挡 行与眼眸微眯 周身弥漫一层神力光泽 万法秩序之光 以脚下为源头扩散四方 冲天起 直接化作一道比肩那苍穹身影般的虚影 如同盖世魔神将士 怒吼一声与他针锋相对 我本无意动手 只是借机前来瞻仰观摩罢了 你却如此态度 适合道理 大开杀戒 我倒要看看你能有多强 正好一较高下 行与的声音响彻整座神山 他身躯渺小如蝼蚁 但此刻却仿佛战神一般 带着势不可挡的霸气 你 竟然是帝君修为 怎么可能 神山中传来不可思议的惊呼声 半山妖畜的冷谋 带着可怕的震撼神情 帝君 杨兰错愕地看向行语 他 他竟然这么强吗 帝君应该是超过至尊的最强境界吧 他早就达到了吗 怪不得他会如此的淡定自若 这是实力太强 底气十足啊 偏安一偶 没有见识 就不要大呼小叫 行语淡默地说道 怎么可能 区区帝君罢了 很难吗 以为只有你们做得到 外面的世界 比你们想象的更加广袤辽阔 这对我们来说 简简单单 不可能 来我这世界外界人多如牛毛 除了你 从未见到第二位 达到帝君之辈 你是如何做到的 神山内传来冷漠的声音 哦 想知道 我为何要告诉你 你又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行语冷声道 要战便战 啰里啰嗦 浪费彼此时间 有何意义 我正好也想要见识见识 所谓神山有多了不起 镇守在神山的帝君 又有多么厉害 可莫要让我失望啊 行语话音落下 长空轰鸣 蕴含行语神性力量的庞大虚影 又猛然间扬天咆哮 恐怖的气势 似乎要冲破云霄 撕开着神山 神山内没有了声音 陷入了沉默 行语冷冷一笑 直接对战 他们或许有着战胜自己的把握 但是绝对不敢和自己打 自己都赶来他们神山 又拥有着比肩帝君般的实力 如此自信 岂会不害怕 尤其是真的大战起来 所造成的毁灭与余波 足以将这个所谓神山撕裂 他们建立神山的目的 行语并不清楚 但一定有一个无法忽视的作用 信仰 神山存在 对于无人禁区的生灵来说 信仰就存在 这是他们仰望摩拜神明的地方 只有这里 才能够触碰到神明之境 掌握更加强大的神性力量 从而提高进步 若神山崩塌 遭受毁灭 代表着神明守护不住 连神山都守护不住的神明 又有什么资格 得到他们的敬拜和信仰 所以他们 绝对不敢破坏神山 这也是神山在无人禁区内 有极高的地位 无人胆敢破坏 但依旧有帝君般的存在 在这里守护 因为一旦出现任何问题 对于无人禁区的生灵来说 都是不小的打击 他们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哦 不回话 是畏惧了吗 如果是畏惧 直说便是 我从不会以强凌弱 更加不会瞧不起你 我并不是战 不会主动发起征战 否则早在刚刚 便毁掉你这神山 行语淡淡地说道 现在我再问一句 可否行个方便 3426章 泰亚诺伊 畏惧 无从不知何为畏惧 无等奉命镇守神山 神山在无等便在 任何想要挑衅神山者 定斩不饶 无论是谁 神山内传来冷漠的声音 既然你没有歹意 我可以给你通行 但会一直监视你 若做出毁坏神山之事 一定杀你 行语轻笑 还以为真的会死战呢 现在看来 果然是怕了 很显然 他也在担心自己 摸不清楚自己的底 不敢在这里交手 散去气息 行语抱拳笑道 放心便是 我对你神山没兴趣 只是恰巧路过 观赏一番罢了 当行语说完 神山内再也没有了回话 只是半山腰处的 那双射人心魄的双眸消失了 压迫感也随之离开 杨岚重重地松了口气 他再不走 他就要被这股气息 给压制死了 这是本质上的压制 修为根本无法转移分毫 你真厉害 杨岚转头看向行语 敬佩地说道 不仅是敬佩行语的修为 还有行语的胆量和气魄 面对未知的神山帝君 从容不迫 淡定自若 这是他永远做不到的事情 哪怕是现在 给他帝君般的实力 他都做不到这一步 行语笑了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朝着神山走去 身旁有鱼心亭 还有一位真正的神明渣不韦 行语会畏惧他 一个小小神山帝君 别说一个 哪怕是一千个一万个 行语照样不怂 一巴掌就能拍死 为什么要害怕呢 神山就像一个小世界 不仅看上去五光石色 浩瀚悬傲 走进其中 更会发现各处都内有乾坤 无论是生长的古树 还是山体 都蕴含着至高无上的道法奥妙 无上规则秩序 仿佛衍生出诸天世界 这里随处可见至尊级别的圣物地气 还有一些更高级的 看不透是什么品阶的存在 杨兰呼吸逐渐急促 眼睛中闪烁着不加掩饰的贪婪 因为这里的东西随便拿出去一样 都足以震惊整个大陆 让所有强者疯狂争夺 更别提那些根本看不透的天才地宝了 绝对是金氏至宝 他看向行鱼几人 发现他们神情根本没有在这些东西上过多留恋 反而在欣赏这里的美景 真的是欣赏 似乎这些圣物地气 只是垃圾一样 杨兰顿时心头充满苦笑 这伙人都是人吗 这些宝贝都看不上 那什么样的东西 能入他们的法眼 如果你需要什么 可以尽管拿 这些都不值钱的 我相信神山里的老家伙 也不会说什么 行鱼看向杨兰笑道 他看出了杨兰的神情变化 所以说的这番话 倒不是瞧不上杨兰 而是他没有见过这么多宝贝 有这个情绪变化很正常 换作是自己 或许比他还兴奋和激动 他不在意是因为 扎不韦已经告诉他了 他们现在还处于神山的外围 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都是给一些来神山寻求机缘的人准备的 所谓的神赐赏物 但对于行鱼他们 没有丝毫帮助 想要拿一些真正有价值有帮助的东西 还需要到深处慢慢找 杨兰听了行鱼的话 老脸一红 但看了看神山深处 说道 不需要 只是忽然看到这么些宝贝 有些激动罢了 我想里面才有好宝贝 杨兰倒也不做做 没有答应不要 这个便宜不占 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毕竟这样的机会等 离开的话 不会再有了 他想要再进来 几乎不可能 所以 一定要拿走一些东西 但是看了看神山深处 他感觉 那里或许会有更牛逼的宝贝 神山外围 都随处可见这么强的天才地宝 那神山深处还了得 人老成精 别的没有 但这点见识思维和自制里 还是有的 行语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一行人不断迈步前行 很快穿过外围 来到了内围 穿过一道光门 眼前豁然开朗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无垠沧海 沧海无尽 一眼看不到天际 最令人震撼的是 沧海不是湛蓝色 而是金色 金灿灿的海水 随着浪潮翻滚 呼啸喷勃 金光璀璨 神圣的光辉 划过长空天际 留下绝美的彩虹之光 宛如一片神明世界 金色海洋 虽然金光闪烁 但并不是刺眼的金色 海水透明剔透 可以一眼看到底部 只是底部并非想象中的海底 而是一片浩瀚的宫殿 海洋深处的宫殿 灰红磅礴 连绵横跟 透着说不出的岁月沧桑感 以及无法形容的气魄 在海洋宫殿的中心处 有一道鹤立鸡群的雕像 远比宫殿高出几十倍 这是一个男子 手持三叉戟 看不清面目神情 但却能感受到 无畏的霸气和皇者之威 仿佛他就是海洋霸主 是敢于向天挑衅 逆天的真正地之君王 此情此景 着实震撼到了杨岚 好半天没有回过神 这应该是按照某位神明的原形 打造的雕像 以供瞻仰 行语惊叹地说道 这股神威 当真是震撼人心呢 如果不是扎不韦说 这里没有神明 行语真的会怀疑 这里有神明镇守 至少有神之谷还埋葬了 否则岂能有如此可怕的神性力量 神明吗 还真是 此生第一次见到呢 杨岚就像是山村少年进了城 看到什么都是震撼 而惊呼不断 确实很厉害啊 行阳扎扎嘴 但却不以为然 虽然神性力量很惊人 但只是雕像罢了 真正的神明就在身旁呢 有什么厉害的 这里有什么宝贝 我们需要到下面看看吗 杨岚忍不住询问行语 行语摇摇头 笑着看向天空 道 不 宝贝在上面呢 上面 杨岚一脸狐疑 只见行语抬手一指 长空忽然出现 一道轰如雷鸣的巨响 紧接着 万里苍穹直接被撕开一道裂缝 随后 咔嚓咔嚓 苍穹就像是一个镜面般爆碎 难不成 杨岚倒吸一口冷气 一下子想到了什么 碰 当苍穹顷刻间爆碎 无尽的黑暗笼罩了世界 但紧接着黑暗中出现一束光 紧接着光芒扩散 瞬间照亮世界亮如白昼 再度定念观桥 只见苍云之中 金色海洋翻腾 海洋上空 漂浮着一座岛屿 岛屿之中遍布金色宫殿 和脚下的金色海洋所看到的一模一样 3427章 神山之柱 竟然真的只是个倒影幻想 杨岚抬头看向苍云之上的这番景象 震惊的是目瞪口呆 这真的是神沙 永远都会意想不到 充满了神迹 原本以为脚下的是金色海洋 是那么的真实 可万万没想到 只是个倒影幻想 行语轻笑 踏空而上 直接来到了苍云之上的金色海洋前 这里是历练的好地方 但对于我们来说 作用不大 行语看向杨岚 说道 这里有一样宝贝 叫做海神怒 不知道你需不需要 我拿给你瞧瞧 给我 杨岚一愣 没想到行语会专门给自己 难道是太弱 他不需要吗 杨岚倒是想拒绝 因为他觉得 神山后面还会有更强的 但是他心里也有B数 就算是有 就算给自己 也不敢拿呀 所以还是要实实物者为俊杰 好 我可以看看是什么 与我是否有用 杨岚说道 行语轻笑点头 探手一挥 只见整个金色海洋 瞬间海浪奔腾 浪潮翻滚 一道道金色海水光柱 宛如怒龙一般直冲云霄 将中央的岛屿宫殿 进行环绕 汪汪汪 岛屿中央的宫殿 忽明忽灭地闪烁着光泽 仿佛烙印刻画了诸天万法 透着高深莫测的气息 不多时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处 最便宜的小宫殿内同时飞出一道金光落在半空中 定念观桥 赫然是四道刻画着万般图案的金色石柱 四道金色石柱融合一体 化作一道璀璨光柱 砰砰砰 宫殿核心区域最大的宫殿忽然光门打开 只见三道万丈开外的次灵光刃音声飞出 直接落在光柱顶部 两者融合 放射的光芒宛如大日一般 似乎只是枪刃和枪柄的组合 但紧接着铿锵清脆的金铁争鸣声响起 仿佛无数道冰刃在碰撞在组合 进行万般幻化 光辉赤圣耀眼 但随之消散得也很快 当光芒消逝 只见半空中 悬浮着一道铿锵争鸣的三枪两刃击 几身幽蓝 遍布金纹 闪烁金芒 浑然天成的圆润柔和 仿佛是天地神明亲自打造的神兵利刃 没有华丽的图案点缀 没有神性气息的衬托 凌空旋转在半空 却有着可以横断万古的霸气神威 好挤 好逼人 看到她的那一刻 杨兰就眼孔紧缩 神情透着兴奋 她无比确定 就是她了 哪怕是再有更好的天才地宝和兵刃 她都不会要 一定选择这个 她很喜欢 看样子 你很喜欢 行语随手一挥 这把神戟凌空一闪 便落在了杨兰面前 笑道 从现在开始 她就是属于你的了 这把战戟 虽然不是这里最强的 但一定是最值得拥有的 它是由数万个残缺的神器 由神明进行二度淬炼的融合之气 蕴含着无数种截然不同 但却十分强大的神性力量 虽然岁月的侵蚀 让她失去了往日十分之久的神性神威 但因为蕴养在这里 也得到了改善 并没有完全丧失力量 只要能够好好研究 一定能发挥出极强的能力 行语笑道 或许你也可以将它进行三度分解 真正掌握它的精髓所在 那样 或许也能触碰到 突破神明之境的方法 行语的意思很简单 虽然这把战戟不是很强 但是因为由无数神器组合形成 如果能够真正掌握它 或许能够进行顿悟研究 将神器中的种种力量剖析分解 逐个研究 说不准能触碰到神境的奥妙和规则 这对于杨兰来说 比什么都重要 万分感谢 杨兰激动的躬身 败谢行语 虽然她是长辈 行语是晚辈 但是这一败是应该的 就算是圣族的族长 都不可能舍得将这等蕴含神性力量的神器送给她 但行语做到了 她岂能不感谢 不用客气 都是自己人 行语笑道 她带着杨兰顺道来神山 为她寻找神器 目的很简单 收服她的心 让她真正地认可自己 这样才能够有可能真正地让三圣族归心 最后借走符文帝心碑 甚至日后帮助行语前往天界 帮助她一起战胜域外邪灵 所以借花献佛这种事 行语自然是要做 反正她又不会亏损什么 暗中的那位神山帝君定眼观察着这一切 但根本不会说什么 只要不去动神山真正的宝贝和静止 她一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行语他们进来 已经能说明一切了 杨兰谢过行语后 便直接一手握住战脊 几身在颤抖 似乎在挣扎 不想被收服 但是杨兰深吸口气 闭上眼睛沉思片刻 成功让战脊平静下来 这东西还真难驾驭 杨兰过了好半天 睁开眼眸苦笑道 这神器并没有起灵 也没有任何灵性 根本无法沟通 但她又有意识 想要让她安稳地留在自己手中 十分困难 需要让她真正地接受你 愿意追随你才可以 杨兰用尽了手段和精神 才让神器平静 但是想要使用它 甚至进行战斗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磨合 这也让杨兰不断感叹 神器果然与众不同 虽然和传说中真正的神器 无论威力还是力量 都差了无数倍 但还是比任何地气都要强大 好好掌控驾驭 否则你可控制不住它 行语笑了笑 转身奔着苍云金色海洋的 西北方向前行 那里有道对应的光门 可以离开此地 身后的杨兰等人 快速跟随 很快看到天边悬挂的光门 一步迈步 又一次来到了神山之上 这一次仿佛穿越了 很大一段距离 回首看向身后 山脚下的景色 已经极其遥远 渺小如蝼蚁 但抬头看上上空 距离半山腰 还遥遥无期 更别提山顶啊 至今都看不懂 这让行语也是充满了好奇 这神山之上究竟有什么 反正左右不差这点时间 行语决定登上去瞧瞧 虽然扎不为说了 没有什么值得拥有的好东西 更没有神明遗留之物 但是行语可很清楚 他是站在神明的角度来看的 恐怕整个世界除了行阳 在他眼里 都不算什么好东西 但是行语不同 他还没有到达神明 虽然现在好像已经很强了 但是很大部分原因 是依托着扎不为的帮助 等他走了 自己怎么办呢 只有行语自己最清楚 他还没有触碰到神明之境的门槛 最多也就是诸天帝君的实力 距离他的目标 还遥遥甚远 所以他需要去看看 或许能找到对自我提升有用的东西 这是扎不为帮助不到自己的 3428章 可否愿意 行语一行人 行走在神山上的速度并不快 走走停停 时不时会在某些地方 因为奇特的神迹景象而停住 由扎不为讲解一下具体情况 当然 也见到遇到不少天才地宝 以及强大的神器 这些神器都不是真正的神器 说他是强化版的静气也不为过 只是都蕴含了神性力量 导致他有着不同于其他兵刃的强大之处 而且比静气更好的是 掌握并领悟他 能够有机会参悟到非凡的玄妙规则 对于自身修为的冲击 有着极大的帮助 所以 把那把战戟交给杨岚 行语是希望他不仅多掌握一门强大的兵刃 兵刃的需求并不高 他魂弓中不仅有太阿神剑 太黄妖刀 还有新得到的至尊刃 都是极其强大的兵刃 能够随着修为的增长 持续不断地强大 哪怕是脸行语神器 他都不会换 因为远远不如这三把兵刃使用的 更加得心用手 尤其是太阿神剑 行语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 但并没有遗忘 他始终都在魂弓中进行运养 太阿神剑蕴含可怕的神性 饶是行语 都不敢过多地掌控和炼化 只能一点点酝氧 在太阿神剑中 还有一直沉睡进化的太阿诺依 太阿剑族最后一位族人 他自从与太阿神剑分离 从剑灵变成自由身 就真正地成为了生灵 但他没有选择离开 依旧选择跟随行语 做行语的剑灵 此生追随 因为给予他新生的那位 背负着刀剑的神秘男子 曾经告诉过他 要等候一位天选之人 他会给你新生 也会带给你新的未来 所以 太阿诺依一直忠心跟随着行语 他是不需要修行的 修为等同于行语 行语有多强 他就可以多强 但他始终没有出现在外面 是因为他在进化 生命层次的进化 从生灵进化到天灵 元灵 地灵 以及传说中的神灵 他虽然不需要修行 但需要进化生命层次 让自己能够完美地掌握原力 乃至行语控制的神性力量 他被封印了无数岁月 从远古时代 一直到现在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漫长的时光 他希望能够逗留在世界之上 像个有血有肉的生灵一样存活 所以 他需要努力 让自己拥有这份实力和能力 这么长的悠久岁月都扛过去了 不差这几个月的沉睡了 走走停停的行语一行人 终于来到了神山半山腰位置 穿过云层 遥望无尽的苍穹之巅 神山宛如天之神柱 依旧看不到尽头 似乎与天荣为了一体 是称天神柱 半山腰以下的神山 虽然华丽高贵 万般光滑萦绕 神圣浩瀚 但更像是人间的神山 属于人们所期待 所希望的神山的模样 似乎也只有这样 才称得上是神山 然而半山腰以上 一切都有了质的变化 神山之上 没有了华丽的光彩渲染 没有了神光流动 更加没有化作 生命之水的光与飘扬流动 远远看去 神山更像是藏灭之山 四处都横插着刀剑等冰刃 山石光秃秃 偶尔有些山石 更像是棺果一般 仿佛埋葬了无数生灵 裹着沙石纷飞的风暴呼啸 带着足以冻结一切的寒霜冷气 空间都在扭曲而振战 更让此地看上去破半荒凉 似乎是死亡之地 一步踏进来 就好像是深入到了另一个世界 杨兰行阳等人都纷纷惊讶 没有预料到 神山之上会是这幅模样 原本以为会比半山腰之下 所看到的更加不可思议 这才是神山真正的模样 行语轻声说道 因为神山并没有真正的神明 和神纪遗骸等物品镇守 一切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 否则越是攀登 越会发现神山的玄妙意想不到 神明本身就是无法揣摩与猜测的存在 又岂能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 所掌握的规则秩序 这等破败之地 能有什么东西 行阳皱眉道 谁知道呢 上去瞧瞧不就好了 行语轻笑 一步走了上去 嗡 当踏入半山腰以上的区域 顿时以脚下山石为中心 泛起一层波动涟漪 空间都在阵战摇曳 似乎平静的湖泊中 忽然丢进了一个巨石 掀起了滔天骇浪 眼前荒凉枯寂的景象 就好像是融化的墨水山水化开始融化 扩散到天地间的四周 只是一个眨眼间 就直接来到了荒凉无尽的大荒世界 这里遍布遮天蔽日的荒山野岭 一望无尽 苍穹昏暗 浓雾叠障 整个世界空旷寂静的可怕 仿佛是地狱死境 让人心生不安 如果有可怕的动静 或者毁天灭地般的景象出现 他们都不惊慌 已经见过太多了 但是忽然诡异的安静 实在是让人头皮发麻 这是怎么回事啊 行扬扬蓝连忙问道 行与左右看了看 目光看向一侧的茶不韦 他音声笑道 你们现在正处于在一个神器之中 这个神器类似炼气炉 可以炼化神器中的所有生灵 所有的一切 从而演化成补充的养分 强化增幅自身 虽然是破败神器 但经过人为的修复 以及阵法的辅佐 还是很有威胁力的 扎不韦抬手间 白雾流转 化作一道地图 地图上有六个光点 每一个光点都有一个黑洞 黑洞中盘旋着一道祭坛 这件神器便依靠着这六个位置 将炼化的生灵和世间 万物融合到自身之中 打碎这六个位置 此地不攻自破 行与倾笑点头 当下便带着行仰几人前行 但天地间会出现各种异想 安静的世界内 忽然出现轰如雷鸣的暴响 随之而来的是 从天而降的恐怖巨影的一角 足以将世界踩碎 山石崩塌 万般泥石爆碎 每一道泥石都重如三千弱水 呼啸而过的泥石流 简直就像弱水洪流滑过 整个世界都被撕裂 空间裂缝最小的 都有几十万丈 似乎这个世界都要摇摇欲坠 但弱水洪流滑过后 瞬间消失 眼前的景象刹那消散 似乎一切都是虚幻 但是只有承受过弱水洪流 才会知道 这一切都无比真实 随后 还有诸多意想不到的攻击 横空出现 索性行语一行人并不怕 一路横推而过 当来到第一个黑洞祭坛面前时 行语还没仔细观察 耳边响起一道少女的声音 语哥哥 这东西让我吸收了吧 3429章 回归写风 耳边传来的少女的声音 自然是太阿诺依 行语有些诧异地笑问道 小丫头 你不是在沉睡吗 怎么忽然清醒了呢 感觉到语哥哥所在的位置 神性力量过于强大 就随之苏醒了 或许能够帮上忙呢 太阿诺依笑道 但现在看来 应该不需要了 这段时间 语哥哥进步得还真快啊 都快触碰到神境了吧 还差不少呢 行语摇摇头 笑道 你要吸收这黑洞里的力量 里面有什么东西 一种增强魂力的物质 对我很有用 好 行语念头一动 眼前滑光一闪 便出现了太阿诺依 她的出现在一行人都微微侧目 行阳大喜 笑道 呦 这不是诺依小丫头吗 怎么忽然出来了 杨哥哥 挺姐姐 太阿诺依嘻嘻一笑 很恭敬地弯腰拜见 看着杨岚 她狐疑地问道 这位是谁 杨岚老前辈 行语介绍后 太阿诺依也客气地点了点头 太阿剑族的太阿神剑剑灵 扎伯微笑道 倒没想到你体内还有这么一个东西 倒是不错 太阿神剑好好使用 未来对你很有帮助 扎伯微这番话 让行语略有些诧异 这个太阿神剑来头还不小吗 行语没有多问 因为扎伯微一副不想说的样子 我要开始了哟 太阿诺依看向行语说道 行语点点头 面前的黑洞中 有一个祭坛 祭坛虽然看上去 只有人头大小 但十分精致 足足有六层 每一层祭坛上 都闪烁着各色的光辉 不知道是和物质凝结构成 闪闪发光 太阿诺依双手在胸口缔结一道印记 旋即猛的一掌落在黑洞祭坛上 爆发一股犀利 将祭坛上所有的光都吞噬到体内 全部吞噬后 太阿诺依的胶躯瞬间成了发光体 能清晰地看到 他体内的血脉经脉在闪烁光辉 随后所有光芒一股脑汇聚脑海 瞬间睁开双眸 眼瞳都在闪烁着光明般的火焰 足足一刻钟 方才消散 呼 真舒服啊 太阿诺依一脸笑容 慵懒得伸个懒腰 宛若一个小懒猫 晒足了太阳一样 格外舒适 吸收的是什么 杨兰忍不住问道 我也不知道 但很舒服 太阿诺依嬉笑道 转头看向行语 行语也不知道 但是一旁的扎布韦却清楚 道 神魂碎片 神明死亡后 神魂会消散 但是并不会消失 它们会自主地依附在世间万物之上 赋予它们神性力量 同时给予神魂寄存 日积月累之下 一些独特的天才地宝会出现 亦或者出现 一切强大的神级宝物 这个神器的特殊之处在于 可以炼化吸收所有的一切 唯独不包括神性力量 从而积累在了黑洞中的祭坛 如果长时间不动这股力量 日后或许会凝结成神经 那才是真正 对你们来说 有大用的东西 但是日后可能不会再来 没有必要存着 直接吸收比较好 泰亚诺伊是生灵 但也因为是泰亚神剑的剑灵 吸收这股力量完全没问题 对它提升很大帮助 行语恍然大悟 怪不得泰亚诺伊从沉睡中苏醒 也要吸收这股力量 对于它生命层次的进化 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行语大概告诉了泰亚诺伊和杨兰后 几人才明白 只是杨兰饶有深意地 看了看泰亚诺伊和行语 道 没想到你 还有这么一件宝物 单单剑灵就能够吸收神性力量 那它体内就有一把什么样的恐怖神剑 泰亚诺伊则是一脸高兴 那其他黑洞祭坛里的力量 我也能一并吸收了 这样吞噬吸收 有些浪费时间 行语咧嘴一笑 直接把这个神器吃了不就好了 你就可以随时拥有 吞噬神性力量的本事了 泰亚诺伊大喜 杨兰一脸黑线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够触碰到神之境呢 行语都已经盘算着 让自己的剑灵 拥有随时随地 吸收掌控神性力量的本事了 行语自然没有这个本事 帮助泰亚诺伊 但是扎不为却可以 只见行语假模假样 缔结了几个印记后 以面前的黑洞祭坛为中心 咔嚓咔嚓爆碎 蔓延整个天地 直至所有的一切全部毁灭 终于看清了外界的神山 而在众人面前 漂浮着一个罗盘 罗盘以黑色和古铜色交替渲染 简单勾勒出树道纹痕 看上去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岁月沧桑感 在罗盘上有六个黑色漩涡 其内能隐约看到祭坛 赫然都是刚刚的黑洞 这就是刚刚所处的 那个世界的神器 行语抬手一招 罗盘直接化作一道光 飞到泰亚诺伊的额头之中 泰亚诺伊闭着眼睛感受片刻 笑道 感觉不错 罗盘与我融为一体 在不断吸收神性力量 那就好 行语轻笑 泰亚诺伊能变强 对于行语来说 也有很大帮助 因为泰亚诺伊的修为 可以和他一模一样 如果日后行语达到神境 他也就是神明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感觉神性力量源源不断 泰亚诺伊 慵懒得伸个懒腰 环顾四周 一脸陶醉 因为神器罗盘的缘故 他能感知所有神性力量 就好像身处海洋中一般 这感觉妙不可言 传说中的神山 行语踏步前行 继续奔着神山之巅赶去 眼前的神山依旧破败荒凉 仿佛是墓葬之地 诸多地方显化出的景象 都好像是光果横根 给人一种毁灭后的绝望感 一路前行 遇到了不少神迹和奇特景象 让泰亚诺伊嘖嘖称奇 也看到了很多天才地宝 和神性力量渗透后 所出现的天地奇景 终于不知道耗时多久 来到神山之巅 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华丽 反而充满了凄凉感 七道树立起的光果 泛着神光傲力 宛若七把开天神剑 在光果山石面前 各有一道宛如黑塔般屹立的墓碑 墓碑前 分别端坐着一名 白发苍苍的老者 北风萧瑟 沉雾翻腾 虽有神光萦绕 却难掩悲凉之意 三千四百三十章 三圣之海 为守墓碑前的白发老者 随着行语等人抵达 缓缓睁开眼眸 你终究还是抵达了这脸 老者弹幕的声音传出 与在山脚下所听到的一般无二 赫然是那位 想要阻挡行语等人上山的帝君 我倒没想到 有七位帝君再次镇守 还以为只有你一人 行语笑着走来 拱手道 贸然前来 多有得罪 还请谅解 客气了 在下行语 不知老前辈如何称呼 老者说道 年迈已久 坐落神山无数载 早已忘却凡尘之名 你可称呼我的新名号 玄一 好名字 玄法如一 内外如一 神道如一 行语笑道 玄一没有多言 而是说道 现在既然看到了神山全貌 没什么事 你可以离去了 不着急 行语目光看向七位帝君身后 犯着神光剑芒的树立光果 道 这里有什么东西 我比较好奇 玄一身后的六人同时 睁开眼眸 带着冷漠与愤怒看向行语 道 你莫要给脸不要脸 五等给你机会游走神山 随意拿走神山之物 已经是最大底线 现在你敢动我神山之柱 必杀你 神山之柱 行语摇摇头 道 其内一无神迹 二无神物 三无神骸 只有些许祭品 何谈神山之柱 所有人都眼孔紧缩 神色一惊 没想到行语这么清楚 这可是神山最大的秘密 既然你都知道 神山之柱毫无宝物 又为何 非要瞧一瞧呢 悬一看向行语 眼眸 带着深邃的目光 神山之柱虽然没什么用 但是神山之上流动的东西 我有点兴趣 行语目光看着山体 金光流转 宛若神光 也正因此 让山体看上去 就行七柄神剑暴射天际 但如果仔细看 那光泽并非是渲染上的 而是一种金色的液体在流动 液体浑浊如湖泊 光泽剔透 透着一种旋而又旋的神秘之光 行语询问了扎不韦 他告诉行语 这神山最珍贵的东西 也就只剩下这神山之柱上流动的神叶了 这神叶 就是浓郁到极致的神性力量浓缩形成 比太阿诺依所吸收的力量更加精纯 是由七种截然不同的神性力量共同构成 这七种不同的神性力量 应该就是七道观果墓碑下 埋葬的七位神明之力 虽然没有神海和神物 但是无人禁区 曾埋葬了无数神明 神明死亡后 散发出的神性力量 是存在的 后来人利用人为的方式 将七种力量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这种神叶包裹在神山之柱 也因此构建了神山的基础 形语赶往山巅 就是想要得到这东西 除了这种神叶 其他任何东西都没什么用 当听闻形语的话 悬疑严孔紧缩 虚发皆张 怒目缘争 本来美若画卷般的清凉苍穹 忽然天雷轰鸣 阴云压境 万千雷电闪烁 更有一道伟岸身影傲力其中 周身盘旋无上神剑之气 仿佛神明降临 儿等小辈 莫要自悟 悬疑冷漠地喝道 我已经容忍你到极限 非要撕破脸吗 神山之柱 不仅是神山立足之本 更是无等信仰 你胆敢触碰 今日定叫你死在这里 行语笑着摆摆手 报 玄疑前辈莫要着急 我虽然感兴趣 但可没有说强行掠夺 我们可以谈一谈吗 天下间没有商谈不拢的事情 只是条件不到位吧 没有商谈的余地 你最好死了这条心 玄疑有些愤怒 用愤怒掩盖她的震惊和害怕 行语对于神山太了解了 对于这一切都太熟悉了 她在神山上的一切事情 玄疑都能够看到 这也就让玄疑有些害怕 她怎么会懂得这么多 她一个外界人为什么这么强 她来的真实目的 又是什么 真的只是恰巧偶遇 玄疑不相信 所以 玄疑很担心行语的真实目的 当行语说出 对神山之柱上的神叶感兴趣的时候 玄疑彻底慌了 这家伙 果然是冲着她来的 神山之上最珍贵的神叶 这东西绝对不允许动 哪怕是大战一场也无妨 你这么说 可就太绝对了 行语笑着说道 我开出一个条件 一定可以 让你多加考虑 你们 愿不愿意成神呢 此话一处 无论玄疑还是身后的其余人 同时眼孔紧缩 震惊地看向行语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虽然无人禁区的很多生灵 此生终极目标 就是成就神明之位 但是当达到帝君之后 就会真正地知道 根本不可能 他们就像是天生被诅咒的种族 虽然出生便拥有匪夷所思的能力 能掌控强大的神性力量 甚至能够冲破外界人的极致 达到帝君 但是究其一生 都不可能冲破神明之境 有一层无形的稚固在束缚着 让他们寸不能行 从古至今 没有一个人能够冲击 这让他们充满了绝望 现在行语忽然说出这番话 着实让他们动心了 因为他们有些相信行语的话 不为别的 就因为行语是他们第一个知道并见到的外界人 修为既然高达帝君 甚至有点深不可测 比他们还要强 或许 他找到了触碰神境的方法 你看 我就说你会有兴趣的 行语看着震惊的悬疑等人笑了笑 让于心廷等人在一旁等着 他独自一人缓步走到他们面前 盘坐在地 笑道 看到我 你们应该就清楚了吧 实不相瞒 我确实触碰到了神境的门槛 现在只差最后一步 我就有机会冲击神明 甚至达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我不知道 究竟有多强 但绝对可以说 纵横古今 魏无最强 悬疑冷谋看向行语 道 所以呢 你需要神叶帮助 不不不 神叶只是用来淬炼身躯的 让我能够进一步加强 能够为日后历经神结时 多一点保障 对我修为提升 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我相信 你们也都尝试过 根本无用对吗 行语笑道 现在用神叶 换取突破神明的方法 我觉得 对你们来说 是血赚不亏的买卖 神叶虽然不多 但是你们有八道神山呢 不差这一个 可换取来的方法 足够让你们逆天改命 岂不是天底下最划算的买卖 3431章 神奇海洋 当行语说完 悬疑等人都眉头紧皱 他们真的心动了 如果用一座深山上的神叶 换取突破神境的方法 简直是天底下最划算的买卖 就算是八座神山的神叶来换取 都是血赚的 但是 有一个前提 真的能够突破神境吗 行语自己都没有做到 怎么就能确定 他说的方法一定管用吗 我知道 你们有所顾虑 不如这样好了 免费让你们长长见识 行语站起身 笑着看向悬疑 什么东西 悬疑狐疑地问道 行语没有说话 转头看向一侧 在悬疑等人眼中 他在看空气 而行语面前 正站着扎不韦 前辈 帮我个忙 行语笑道 什么忙 骗人可不行 会沾染因果 扎不韦说道 当然不会让你沾染因果 只是多给我一点神力 行语笑道 既然他们想要看 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可以 扎不韦点头 虽然不知道行语要干什么 只要他不亲自射击 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随意行语想要干什么 这也就是行语 始祖任命的大哥 换作旁人 查不韦可不会这么帮助他 随手一点 只见行语额头 出现一道神性力量勾勒形成的图痕 闪烁着神光 宛若神印 多谢前辈 行语感觉一股股雄浑到可怕的神力 以额头的神印为中心 疯狂朝着四周扩散 地区骨魂都酝养在神力之中 近乎陶醉的 想要身影一声 双拳紧握 猛然凝结所有神力在周身 骤然间化作一道神力凝结的不死地甲 枪枪枪 无论是臂甲还是兜谋 每一部分的甲咒 都蕴含着神性之力 流淌着金灿灿的神力之光 铿锵争鸣的金铁之声下 行语被包裹在神甲之中 宛如从天而降的战神 最可怕的还是天地 万千秩序规则实质化 显现在行语身旁 衬托着他 臣服在他面前 放射万千光滑 宛若他 就是世界的主宰 无上霸主 世间万物 都要在他面前臣服 容不得半点反抗 刹那间的变化 一下子惊到了玄一等人 纷纷站起身 不可思议地看向行语 因为行语身上蕴含的神力 太恐怖了 简直相当于 神山所有神力的总和 此时的行语 给他们一种死亡压迫感 如果行语真的要动手 绝对可以一掌拍死他们 绝无例外 你你你 怎么会这么强 玄一忍不住倒退两步 震惊地看向行语 同时内心安怕 还好自己没有冲动和他动手 以行语现在散发出的修为与实力 就算是动手 也根本打不过呀 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怎么打 行语都谋下的双眸 放射着神光金芒 我说了 我距离神境仅差一步之遥 现在正好向你们证明 我说的话 并没有错 行语淡默地说道 现在信了吗 玄一吞了口唾沫 岂敢不信 无人禁区 所有人都觉得 帝君是半神 是神明之下无敌般的存在 但是此刻玄一等人都觉得 行语这样的 才算是真正的半神 那身上浓郁的神力 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谢 相信你说的话 玄一当即说道 行语嘴角微敏 轻轻散去所有神力 周身的气息一下子消散 看上去 行语就如同林家大男孩一样 可是谁曾想到 刚刚她的气息 简直堪比神明 那么这个条件 愿不愿意呢 行语问道 玄一迟一片刻 我们自然愿意 也相信你所说的是真的 你也拥有这个实力 但是我怎么能相信你所说的是真的 你或许不知 我们这个玄天世界 从未出现过一位神明 几乎是被神明诅咒的世界 无人能突破神明 你所说的方法 或许对你管用 但对我们或许没用啊 行语自然料到 玄一会这么想 如果连这一点都想不到 这些年也就白活了 当下行语说道 这个我不敢保证 毕竟我也没有和你们做过交易条件 岂能知道 方法是否对你们有用 但我可以肯定 我所说的方法绝对是对的 看你们愿不愿意赌一把 如果赌输了 你们只是损失些许神业 自身也不会有其他损失 可万一赌赢了 成功了 你们就是 可以载入玄天世界史迹的伟大功臣 可以被歌颂 万载岁月的无量神明 玄一等人 眼眸中都带着火热 因为他们心动了 对于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 不是姓名 不是修为 而是名誉 若能名流千使 若能万人歌颂 甚至被世代所永久铭记 他们愿意冒 任何危险 这是他们唯一的追求了 行与轻笑 这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虽然老不死的家伙 都老肩俱滑 城府极深 但都逃不出世俗的这点东西 名利 权利 地位 修为 总有他需要和想要的 真的无欲无求 早就必死关了 岂会在这里镇守神山 所以 只要抓到这一点 对付任何人都不成问题 WWWT KEPA ANC0 行与也没有说话 静静等待了片刻后 方才问道 考虑的怎么样 好 我们愿意赌一把 悬疑拳头紧握 低沉地说道 下足了决心 很好 这是最好的结果 行与轻笑 抬手一挥 以秩序规则为止 以神力为末 挥手间在面前勾勒出万般文痕与图画 片刻后随手一挥 化作一道泛着神光的玉剪 丢给悬疑 所有方法都记录在其中 你们可以照着其中方法进行尝试 不过切记不要着急 这并非是一个着急就能完成的事情 就算是我也在一步步的稳步前行 你们更应该如此 好 悬疑握住玉剪 十分激动 转身指着身后的神山之柱 道 所有神叶 可以随意索取 不过希望不要 全部取走 神山还需要它 那是自然 行与大笑着 走到神山之柱旁 手掌触碰着那流动的鲜活的神叶 眼眸中闪烁着激动 这些可都是宝贝呢 是扎不韦带着行羊离去后 他制圣的最强法宝 也是极限淬炼身躯的最强妙药 3432章 三圣之导 行与手掌落在神山之柱 迸发出可怕的吞噬之力 将所有神叶都吞到了体内进行保存 这神叶蕴含的神力极强 让行与十分激动 等日后扎不韦给予的神力消散 行与会用来极限淬炼 这也将是自己最大的底牌 当然行与也答应了玄一 并没有将所有神叶都全部带走 留下了十分之一 但神山之柱 明显少了诸多光彩 再也没有那般璀璨 若仔细感知 整座神山的神性力量都在减少 不过 只要有神山之柱在 经过些许时间的沉淀酝酿 神山还会和曾经一样 看着玄一等人 握住手中遇见十分开心的样子 行与报以轻笑 他给的方法都是真的 也是询问了扎不韦后 最正确的办法 但是对他们来说 却不行 因为受了诅咒的他们 根本无法成神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哪怕是神明亲自帮忙都不可以 行与也想帮助他们 可惜无能为力 能做的 就是给他们最正确的方法 让他们等一等 若日后有机会 自己亲自帮他们 若没有机会 也没有办法 行与不打算告诉他们真相 那对他们 实在是太残忍了 多个念想 倒也是好事 至少活得更加有动力 此间知识结束 我们也要告辞了 行与笑着拱手道 若有机会 日后可以随时过来 定以礼相待 悬疑客气地说道 是吗 那我有个想法 不知道悬疑老前辈 可否听一听 行与笑道 何事 走出神山 杨兰回首 望向身后的景象 依旧有些难以回神 没有想到 自己不仅又走进了神山 还抵达了神山之顶 见到了站在这个世界巅峰的 诸天帝君 这一路走来所见所闻 都将成为杨兰此生 最有价值的记忆 回头 看着走在前方的行与 杨兰更是五味杂陈 这个少年 究竟是何许人也 为什么越是接触 越是看不透呢 语哥 最后你和悬疑谈的什么 行与好奇地询问行与 刚刚行与 已经将他和悬疑的谈话 大概复述了一遍 明白了具体原因 唯独最后 行与没有多言 行与饶有深意地笑了笑 道 一场豪赌 豪赌 几人都一脸疑惑 行与笑着 没有多说什么 当走出神山附近后 行与让扎不韦弄出一道空间黑洞 一行人直接走出无人禁区 随后又接连弄了几个空间传送门 直接抵达雪峰地城 前后没有超过一天时间 让一旁的杨岚 有些时空错乱的感觉 雪峰地城 距离无人禁区 不知道多遥远 竟然不到一天时间就赶回来了 这特别有点太快了吧 杨岚前辈 关于无人禁区内 你的所见所闻 我建议你 除了对组长说以外 不要对外人讲起 行与笑着说道 杨岚点点头 道 我自然明白其中缘由 但请放心便是 我当初去无人禁区的目的 除了得到神剑外 也只是单纯的探索 而没有别的想法 现在了解诸多事情后 自然更加不会有多余想法 杨岚自然明白行与的意思 担心 他将事情讲出来 引起动乱 当然更担心 引起很多人的贪婪 无人禁区内 宝贝无数 蕴含神性力量的神物 都不计其数 这如果让外界人知道 恐怕会为之疯狂 不惜一切代价地 冲进无人禁区探索 对于无人禁区来说 外界人不断打扰 扰乱了他们固有的平静 对于外界人越发的反感 充满仇恨 而对于浮温大陆的生灵来说 那就是自寻死路啊 诸天帝君乃至半神都有 浮温大陆的生灵区 不就是送死吗 杨岚不知道 无人禁区的生灵 无法走出来 所以他担心 把他们惹恼怒了 会给浮温大陆带来灾厄 三圣族不断探索 无人禁区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能够了解这片区域 仅防这片未知的区域 出现无法预料和控制的动荡 从而让三圣族 更加稳定地保护浮温大陆 现在既然知道了 无人禁区的底蕴 自然不会去触犯 反而担心 他们侵犯浮温大陆 明白就好 刑宇笑道 而且他们也说了 只要浮温大陆的人 日后不去侵犯无人禁区 他们也不会挑起战争 因为侵略弱者的家园 对他们来说 有些丢脸 杨岚苦笑一声点点头 怪不得无人禁区 普遍这么强 却始终没有对浮温大陆有想法 原来是没兴趣啊 看向刑宇 杨岚不仅生起一些骄傲 因为刑宇在 让他们浮温大陆 挽回了些许颜面 悬疑等人的不屑历历在目 若非刑宇何等丢脸 地大物博 却没有一味 能够冲击巅峰的存在 一行人有说有笑地 走进雪峰地城后 雪府的族长雪清哥 日之圣族 大长老杨风介 就第一时间赶之道 直接到门口等待 当看到杨岚跟随而来 杨风介眼睛瞪得滚圆 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 这才用了多久啊 行渝等人 竟然已经回来了 还带着杨岚 往好无损地回来了 杨风介 拜见圣主 杨风介离得老远 就恭敬地跪在地上 俯首叩拜 身后的雪清哥等雪家人 都震惊地看向杨岚 纷纷跪下迎接 起来吧 杨岚大笑着 走到杨风介面前 把他搀扶起来 笑道 老家伙 好久不见 此生还能够见到圣主 真是太好了 杨风介激动地眼眶中 阴晕着泪水 这还要多谢行渝兄弟啊 杨岚笑着 看向身旁的行渝 随后错后一步 让行渝先请 一行人结伴走进了学府之中 来到学府大厅 简单地磕套一番后 由雪清哥带着行渝等人去休息 行渝杨岚杨风介 来到了三圣碑的所在小岛 由杨风介召唤出了 日之圣族族长杨天骁 风介啊 又换我何事 蓝兄 杨天骁看到杨岚神情大变 激动地说道 你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杨岚身旁的行渝拱手轻笑 道 族长 信不辱命 任务圆满完成 这速度 也太快了 杨天骁震惊地看向行渝 万万没想到 短短几日光景 就带着杨岚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杨岚看向杨天骁 神情充满了激动 双手抱拳 单膝跪地 道 杨岚拜见族长 这些年月让族长担忧 杨岚属实自责 还请族长原谅 3433章 大日地成 快快起身 都是自家人 何须说这种话 杨天骁看到杨岚十分激动 说道 没想到你能够这么快地 安然无恙归来 这还要多亏了行渝兄弟啊 杨岚很客气地 看向行渝笑道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毕竟答应了族长 行渝说道 万分感谢 杨天骁双手抱拳 感谢行渝 客气的话就不多说了 你们先叙旧 等结束后我再过来 行渝笑了笑 便转身离开 当行渝离开后 杨风介也随之离去 杨天骁大笑道 蓝帝 说说吧 这些年 你是怎么过来的 杨岚点点头 将自己的种种遭遇 所听所见所闻 都纷纷讲给了杨天骁 当然 关于和行渝的诸多事情 也都一并说了 事无巨细 当杨天骁得知 无人禁区的真正情况 神色大惊 他也没有想到 无人禁区内 竟然这么可怕 诸天帝君 那是何等强大的存在啊 回来之前 行渝还曾告诉我 不要将无人禁区的事情泄露出去 毕竟 这对我们符文大陆来说 是一件好事 杨岚说道 杨天骁点点头 行渝说得不错 这件事 你就不要告诉第二个人了 之后 我也会将圣族的人 从无人禁区内撤出来 他们不来找我们麻烦就知足了 岂能还去找麻烦呢 说起来组长 你是答应了行渝什么条件 他才会去救我的 杨岚十分好奇地 看向杨天骁 如果没有见识行渝的手段 杨岚或许会并不在意 究竟什么条件约定 但知道行渝的本事后 杨岚是十分的好奇 他这么强大的一个存在 对于神迹神器都不在意 组长又拿出了什么 才让他心动 答应去无人禁区 费尽周折救自己 他已经想了许久 现在见到杨天骁后 一定要问问怎么回事 杨天骁眼眸深邃地 看向杨岚 道 符文帝心碑 什么 杨岚眼孔紧缩 神色大变 那 那是我们三圣族的至宝啊 怎么 不用担心 只是借用 而非给他 杨天骁叹了口气 说道 你见识过了他的身手 你就应该知道 我们三圣族中 除了符文帝心碑 也没有其他东西 值得他动心吧 他当日曾说 借助符文帝心碑进行参悟 或许能够冲击神境 我们左思右想后觉得 这个赌 可以去搏一搏 一方面可以救你回来 另一方面 他究竟是否能够冲击神境 对于我们三圣族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唯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 他不会对符文大陆的统治 有什么想法 既然如此 为何不去赌一赌呢 杨岚沉默了 杨天骁说得很有道理 他能够感觉得出来 行语对于冲击神境 十分有执念 或许 这也是他唯一的动力和目标 除此之外 并不会对其他东西动心 如果真的对权力动心 无人禁去的玄天世界 岂不是更好 以他的能力 完全能够在那里统一 然后攻下符文大陆 又岂会和杨天骁和平谈条件呢 所以 杨天骁以符文帝心碑去赌 倒也是可以的 只是为了就自己 换取符文帝心碑 杨岚充满了自责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跟你没有关系 无需自责 他决心 想要得到符文帝心碑的话 或许还会通过其他方法来得到 我们根本拦不住 不如趁机借他之手救你回来 更让我们与他缔结了友情 这也是一件好事 杨天骁说道 说起来 我还真希望他能够成功呢 或许我们也有机会得到方法 冲击神明之境 你说呢 杨岚苦笑道 我是没机会了 你能够做到就行 是我日之圣族的骄傲啊 少来取笑我 当年若是你争夺族长之位 我可一点机会都没有 杨天骁失笑道 杨岚大笑 知道你自幼就喜欢 自然要成全好兄弟啊 不多说了 我去叫邢宇过来 好 杨岚转身离去 很快便将邢宇叫了过来 三圣杯前 只剩下邢宇和杨天骁二人 邢宇微微欠身 浅笑道 组长 我如约完成条件 不知道你可否满意 自然满意啊 若非你我兄弟 恐怕此生都难以从无人禁区走出来 对我兄弟二人都有答案 杨天骁拱手客气地笑了笑 随后说道 答应你的事情 我会如约做到 等在雪丰地城歇息几日 便可和杨岚阳风界 一起来三圣道 我亲自带你 去拿符文帝新杯 不过有一点事先说好 有时间限制的 你需要多久 邢宇扼手思索片刻 道 我也不太清楚 一年时间 你觉得可行 当然可以 杨天骁松了口气 还真担心邢宇说 借个百八十万年 那他们三圣族 可真是要天天提心吊胆了 邢宇又和杨天骁聊了会儿 便转身离开了三圣碑 回到了雪府中 和杨岚等人 在雪府休息了几日后 行渝等人 便直接出发三圣岛 三圣岛 位于符文大陆的核心区域 三圣海的海洋中心 在符文大陆 有一个内陆海 名曰三圣海 是符文大陆 各大水流江河的源头 更是连接三座天洲的桥梁 雪峰地城位于天洲边陲 距离三圣海并不远 从这里直线前行 穿过诸多城池疆域后 第三日 一行人便抵达了三圣海 一望无际的三圣海 浩浩荡荡地翻滚着海浪 似乎比三座天洲加一起还要巨大 海风呼啸 带着闲闲的湿气 让人不禁心旷神怡 海的尽头 与天相连 湛蓝的苍穹 仿佛也是海的一部分 苍穹之上 悬挂着大日 浩月 繁星 日月星各自占据一片天 绽放璀璨光辉 交替闪烁 仿佛是三个世界融合在了一起 而这里更是三个世界的相接点 三色光芒倒影 在海中反射出万般光滑 让此景美若天际 更有意思的是 符文大陆之上 天色渐暗 即将迎来黑夜 而三圣海所在之地 却亮如白昼 日月星共同存在 仿佛是不夜沧海 好美 于星亭一脸的满足 眼眸中带着陶醉 以及深深的回忆 3434章 老祖阳九 三圣海可是符文大陆第一大奇观 自天地诞生之初 便一直是这个样子 三圣族本就是三圣海上的种族 因他而生 也因他而走到现在 所以 三圣族一直秉承着 守护符文大陆的重任 这是天赐的责任 我们责无旁贷 杨兰笑看着行鱼等人说道 看样子 你们先前没有来过 那真是人生一大憨事 倒真是第一次来 长足了见识呢 行鱼笑看着三圣海 赞叹不绝 这三圣海不仅景色极美 海水清澈如镜 能够清晰地看到 海洋中游走的各类海洋生灵 更有诸多鱼儿时而跳上海面 雨天接吻 美若画卷 杨兰大笑一声 随手召唤出 一只巨大帆船落在海面 帆船足有万丈 宛若一栋楼阁 不仅造型华丽 充满华贵之气 更弥漫着浓郁的原力 刻画着诸多圆阵 明明应该巨大笨重 可落在海面上 却只是泛起一层波光连衣 宛若一层前指轻轻落下 在帆船两侧 皆刻画着日月星三道图案 只不过大日图案更加明亮 代表着此为日之圣族的帆船 此为三圣海船 三圣海上专用帆船 只有驰骋此船方可远航 否则三圣海天然形成的可怕压迫力 哪怕是古帝都 难以行驶百里 杨岚说道 想要抵达三圣岛 更需要用三圣海船才可以 附近的流域和天地奇观 非人力所能抗衡也 行语颇有兴趣 当一行人上船后 行语并没有登船 而是玉空跟随帆船前行 起初飞行时 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当飞出百里后 突然感觉天地间无形中 弥漫着一层压迫力 行语必谋感知发现 这是一种 以三圣海为源头的威压 诸多秩序规则串联融合 形成了天然的巨大圆阵 如果强行与这股威压对抗 等同于要以一己之力 对抗整座大海 别说谷地 哪怕是诸天帝君都扛不住 行语颇为好奇 仔细感知发现 越是靠近三圣海内部 威压就会越来越强 不仅是针对古魂地区 还是针对生灵意志 行语没有继续飞行 想要借助这股威压 进行淬炼是不可能的 就是找死 转身落在了三圣海船上 顿时间压迫力消散 抬头看 只见三圣海船外 笼罩一层细密的光纹 这些光纹密密麻麻 足有数百万道 串联构成了一层防护罩 将三圣海船包裹在其中 抵御住了三圣海的威压 我们三圣族自出现之日 便存活在三圣海的岛屿之上 天然对这里的威压没有感觉 但是外界人族并不行 特意研究了许久 依靠着对三圣海的理解 创造了此船可以自由地 让外界人行驶在三圣海上 杨兰笑道 当然 三圣海上的行驶范围 还是有要求的 只有外围可以 内围和核心区域都禁止入内 警方流动的人口过多 影响三圣海的生态 以及这里的环境 如果受到影响 三圣海的力量就会大减 等同于我们三圣族 会削弱战斗力 哦 也就是说 你们三圣族在这片海域上 战斗力将是最强的状态 行语诧异地问道 杨兰点点头 骄傲地说道 我们是大海之子 在这里将得到最极限的增幅 实力能增长很多 与天地契合程度就大大增强 虽然我修为极弱 但如果在这片海域上 与悬疑交手 我有把握和它切磋一二 行语道没想到 三圣族还有这方面的本领 总算明白 为何三圣族能够统一 浮温大陆这么多年了 单单凭借这项本领 就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片大海上 谁能是他们的对手 除非修为高出一大截的强势碾压 否则很难打得过三圣族 何况三圣海如果没有三圣海船 寻常人等都根本无法侵入 如何去灭掉三圣族呢 三圣海船行驶的速度极快 看上去似乎并没有移动 但海船周围圆阵律动 与天地契合 借助规则和秩序之力 游动的速度 简直堪比古地急速飞行 行驶的路上 杨兰卫行语等人介绍着 三圣海的诸多奇景和海中生灵 讲述着大海上的世界和风土人情 三圣海远远看去 并没有什么生灵船只 还有岛屿 可是随着不断深入 会逐渐发现 海面上有不少船只 还有很多岛屿 岛屿上居住着不少生灵 很多岛屿放眼望去 堪比符文大陆上的一个境遇 这是三圣海的独特障眼法 只有深入三圣海内 才会知道三圣海内究竟有什么 在外面看 看不到任何东西 杨兰介绍起来 一脸的自傲 因为这才是他的家乡啊 久未归家 他也有着浓浓的期待感 岛屿上的生灵 都是人族 但都是三圣海土生土长的人族 与外界的人族不同 除了长相没有分别外 他们都有一项陆地上的人族 所没有的本领 那就是 在海里也可以自由生活 杨兰笑道 根据史记记载 三圣海曾经发起诸多天灾 所有岛屿都被淹没在了海底 死伤无数 那时的岛屿人族 又不知道在海洋之外 还有一片辽阔大陆 为了生存 只能想尽办法活下来 久而久之 就进化了独有的本领 时至今日 都有这项独特生存技能 哪怕是毫无修为的普通人 在海洋中都安然无恙 而其余人族 会死 无论修为多强 为何 行阳狐疑地说道 你跳下去试试就知道了 杨兰打趣道 我试试看 行阳很好奇 直接一个猛子 扎进三圣海里 然而不到三席时间 就看到他咕嘟咕嘟冒泡 不断翻腾 大喊道 宇哥救命 救命 行语颇为惊讶 立刻将他救出来 扔到甲板 看着行阳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杨兰放声大笑 道 感觉怎么样 奇了怪了 掉进海里的那一刻 所有修为都被封锁在体内无法使用 任何力量都用不了 而且 海里没有福利 也就算了 还带有很强的吸扯力量 仿佛有一道道触手 要把我拉进海底一样 若非我体魄够强 感觉喊救命的时间都没有 行阳苦笑道 这是怎么回事 根据记载 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是说 三圣海曾经遭受过诅咒 除了三圣海的生灵外 会吞噬一切外来生灵 这是对三圣海生灵的保护 是海神在庇护 当然在我们看来 这些很虚假 如果真有海神 我们也不会修行这么艰难了 所以我觉得 第二个可能性更大 杨兰说道 第二个是什么 行阳问道 三圣海的寂静海底 遗留着一道神物 或者说天地因为三圣海的特殊性而自然诞生的起宝 因为那样东西导致三圣海出现了这些变化 杨兰说道 我们三圣族也曾进行过调查 可能性极大 3435章 符文地心 海底有奇物 行与行阳几人纷纷看向杨兰 他点点头 道 我们三圣族曾经派遣过不少人去调查 虽然最后没有找到 也没有丝毫的线索 但是抵达深处某个位置后 能够明显感受到压迫感 自身的修为也在一点点被削弱 和你们一样的下场 所以我们推断 就是因为海底的某样东西导致的 但是具体怎么样 我不敢肯定 因为迄今为止 都没有深入抵达海底 因为并不会对我们三圣族造成困扰 所以 也就没有过多的在意 行语缓缓点头 暗中询问一侧的扎不韦 道 前辈 真的有这个东西 海洋之星 每一片海域地下深处都会拥有 这是天地对海洋进行的一种天然保护 属于规则所化 也可以算是神器 但却是无法使用的神器 除非世界崩塌 否则它不会消失 扎不韦道 三圣海因为本身的特殊性 所以海洋之星也有些不同 这很正常 行语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个样子 就没有多想 毕竟无法使用 想也没用 虽然无法使用 但是借用力量还是没有问题的 扎不韦说道 等三圣岛结束 我可以送你进去看看 好 行语二话不说直接答应 这可是世间独一无二的质保啊 能进去瞧瞧 自然要看看 三圣岛所处的位置 在三圣海的中心 距离十分遥远 不知道多少万里 哪怕是三圣海船行驶的速度非常快 也依旧消耗了三天三夜的时间 第四天凌晨 迎着长空日月星三色光辉 清晰地看到海洋的尽头 出现一抹璀璨金黄 宛若一枚天地蕴养的天珠 光滑缭绕 宛若有神光保护 遥遥相望 仿佛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气势 大约三个时辰后 三圣海船终于抵达了三圣岛岛屿边陲 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三圣岛的全貌 远远看去 三圣岛其实并不大 就像是一个三角岛 周围也没有其他岛屿 三圣岛极为奇特 花草树木等等和外界都一样 但精卫分明地分为三个区域 一角为红 山石大地都是赤红 正好对应长空大日所在方位 一角为银 对应浩月方向 一角为紫 长空是漫天星辰 明明是天然星辰 却好像有一双手 控制着三圣岛的生长一样 极其玄妙 接壤之处分别有一道白色地带 寸草不生 好像三道天刀木屁过一样 等来到三圣岛前 一切放大 更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 三圣岛庞大无比 行与感觉足足有光福天舟 这么广阔无垠 因为独特的生长环境 和颜色的对应不同 三圣岛无论人文气候 也都截然不同 看三圣岛的样子 应该就能区分出三圣族所在位置了吧 杨兰笑道 我们所处的位置 是日之圣族岛屿 叫做日之圣岛 气候温热 月之圣族略微冰冷 新之圣族所在的圣岛 最适合居住 但常年处于黑夜状态 杨兰说着话 带着行与几人 下船来到岛屿 又分别介绍了三族的不同 和三圣族的风土人情 虽然同为一座岛上 但在起初 三圣族并不相识 每一个圣族 都有属于自己的种族语言文化等等 曾经三圣族也发生过诸多征战 只为了争夺岛屿上的资源 可惜后来三败俱伤 谁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更逐渐发现 外面的世界更加辽阔 也有不少危险 因为他们占据三圣岛这个庞大岛屿 不少其他岛屿的生灵种族部落 也想要入侵他们 三圣族同为一岛居民 应该团结互助才能够活下去 守护家园 就这样 三圣族开启了长达数以千万年的联盟 更一同统一了符文大陆 时至今日 三圣族的关系都极好 虽然内部会有诸多争夺 但良性竞争是值得提倡的 才能让后辈不断变强 行语等人都是接连点头 长足了见识 没有想到一海之阁相差如此巨大 一岛之阁 也能演化出三种不同文化和人文 就连修行体系和方式都不同 世间奇妙 当真捉摸不透 不如日之圣岛 首先要穿过一片火红的灵海 随后便看到了城池乡村 以及不少日之圣族的居民 这里居住着很多普通人 也有不少地境以下的修行者 就像一个独立的国家世界 按照特定的规则运转着 按照杨兰的话来说 他们才是日之圣族最重要的存在 因为有了他们 日之圣族才会源源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 圣族才会长存 虽然同为人族 但他们终究有些不同 其他人族根本无法成为圣族 当然 这里还是有正常的人族生存的 也是为了促进日之圣族的繁衍和人口增加 这样才能让日之圣族 永远保持在巅峰 站在符文大陆的巅峰 其他月 新两圣族也是如此 现在的三圣族 除了某些方面 具备着独有的文化和种族特性外 都是一致同意的 也方便共同进步和掌管 圣岛分为外城和内城 外城是地境以下修行者居住的地方 内城都是精英 阳岚摇指前方 山林之中 树立起一道长长的城墙 城墙之上 刻画着诸多特殊文字 和一道巨大无比的太阳图腾 这面墙的出现 早就了岛屿的两个世界 这面墙 不仅是地位的象征 也是未来的象征 就像龙之天门 只有鲤鱼月龙门 才能登高而起 逆天改命 这对很多圣族族人来说 或许很残忍 因为这面墙 他们或许一辈子 都见识不到另一面岛屿的景象 但是也因为这面墙 让无数年轻小辈 有了无限奋斗的欲望 越过城墙 清晰地发现 内城的景象 要比外城漂亮很多 无论地理环境 还是城池的剑里 都凸显着浓郁的高贵 和日之圣族的独有特色 尤其是城中央那座 漂浮在半空中 闪烁放光 宛若一轮大日的天空之城 最为漂亮 最为瞩目 就像是神底之城 这座天空之城 吸引着所有生灵的神经 令人充满了敬畏和探索欲 它叫做大日地城 日之圣岛第一地城 3436章 神门之石 这大日地城 当真是恢弘壮观啊 行阳扎扎嘴 被眼前的这一幕幕 给震撼到了 大日地城远远看去 它是漂浮在半空中的天空之城 但走到境前会发现 大日地城 并非是自主漂浮的 而是被拖上去的 大日地城之下 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大地 大地泛着璀璨滑光 仿佛镶嵌了一大块 五彩缤纷的神经 一道道灵角 闪烁着万般形态 似乎里面通往一处神秘世界 仔细看去 神经之中刻画着很多白银色的纹痕 每一道纹痕 都仿佛由万道符文勾勒形成 密密麻麻地勾画出一道至高圆阵 圆阵扩散着光 散发出一股反向距离 硬生生将大日地城 托伏在半空中 感受不到丝毫的锋利和力量 但是当靠近神经圆阵之中 便能够感受到一股可怕的推动力 似乎一不留神 就会直接推到苍穹之巅 大日地城极其庞大 比雪峰地城西齐地城 都要庞大几十倍 宛如一块大陆 可想而知 大日地城何等重量 但靠着这圆阵 硬生生拖了起来 就像推动起一个世界 大日地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都建造的有浮空光门 光门之间 由三道粗大的赤红锁链相连 形成锁链为墙 东城门前 杨兰笑道 我们日之圣族的大日地城 还不错吧 形语点点头 岛 不仅造型华丽 还具备着极强的毁灭性 哪怕日之圣岛都被灭 可只要大日地城还在 就足以应对任何对手啊 哈哈 对的 大日地城下的这道圆阵 叫做三圣岩海阵 它不仅是推动着大日地城 持续漂浮的动力源泉 还具备着很强的杀戮能力 更重要的是 三圣岩海阵 并不需要任何资源 它的力量来源 是地下的三圣海 从海水中提取所需要的力量 三圣岩海阵 本来叫做三圣海阵 岳之圣族和星之圣族 都拥有此阵 根据种族的特性不同 进行了改版 三道圆阵的力量源泉 都是来源于地下三圣海 只要三圣海不灭 圆阵便能永恒长存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三圣族的这三道阵法 关键时刻可以联合在一起 形成三圣避天阵 可以瞬间将三圣岛封闭 哪怕浮温大陆毁灭 三圣海暴乱 只要给我们些许时间 便能够让三圣岛封闭 阻挡神明之下的所有伤害 听完杨岚的讲述 饶式行语都赞不绝口 敬佩不宜 三圣族的老祖先 倒真是够厉害 对于源阵的领悟 也几乎达到了极致 竟然创造出了 永恒长存的源阵 从三圣海内提取所需力量 这是需要何等手段 和精确的规则掌控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尤其是三圣海阵联合一起 完全能够抵御一切危险 三圣族能够掌控浮温大陆 这么些年 权力地位都无人撼动 着实不一般 单单靠着三圣岛 除非神兵天将出现 否则根本没有人能够攻破 就算是从内部攻破都很难 此阵若非真正核心成员 恐怕都搞不懂 就算能搞懂 都不一定破坏的了 这是三圣族立足之本了 秀 杨岚抬手拿出一道令牌 甩进光门中 不多时光门中 显化出一道锁链 锁链中央有一道银色光锁 令牌插入光锁中后 锁链消散 杨岚这才是一行鱼等人 跟随自己走进光门中 就算是杨岚这样的圣主 都无法随便出入大日地城 看得出来 这里的规则何等严格 一行人迈步走进光门 随着眼前光滑一闪 便直接抵达了大日地城 大日地城和其他城池 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 甚至大日地城都有些简陋 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华丽高贵 唯一要说区别 那就是大日地城 蕴含着古老的岁月气息 仿佛一下子穿越了时空 来到了远古时代的蛮荒时期 和外面所看到的高贵神圣 有着明显的区别 大日地城是我们日之圣族建造的 第一座城池 也是第一任族长就任的地方 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 大日地城不断被翻新 其他城池陆续建造 但是 它赋予给我们的意义 是其他任何城池都无法替代的 时至今日 它已经是信仰 是我们所有族人眼中的圣地 所有族人都已居住在大日地城为荣 杨兰解释道 行语点点头 这就是古老文明和种族的好处 他们有着陈殿下的悠久历史 也更加具有向心力 明明大日地城没有任何不同 但是因为它的意义不同 成为所有族人心中的圣地 而非无人禁区玄天世界的神山 需要赋予它神明埋葬之地 才会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和圣地 在杨兰的带领下 一行人走进了大日地城中 杨兰也在介绍着吃的用的 以及独属于他们大日圣族的穿着衣裳 让行语等人都长足了见识 兜兜转转间 一行人来到了大日地城的中心 日阳地府 这里是真正的中心 族长圣主日常都会居住在这里 能够在日阳地府就职 都是日之圣族中精锐中的精锐 修为最低都是圣地大圆满 日阳地府也很大 分为诸多个不同区域 有长老区域 圣主区域 圣殿区域等等 当然还有最深处最神圣的日阳宝殿 日阳宝殿 是日阳地府最神圣的宫殿 历代族长处理重要事物 接待重要客人强者的地方 当然历代族长的牌位 以及埋葬之地 都在日阳宝殿之中 很快 杨兰带着行语一行人 抵达了日阳宝殿 抬头看 日阳宝殿前 足足有9999道阶梯 宝殿仿佛住立在九霄云端 神光流转 浩然神圣 杨兰单膝 跪拜在第一道阶梯之上 抱拳拱手 道 圣主杨兰 携带行语行阳于兴廷 以及长老杨峰剑 前来叩见族长大人 杨兰膝盖下的阶梯 泛起一层圣光 随后蔓延所有阶梯 犹如黄金胶筑一般 直至宝殿之上 华光冲天 气势滔滔 苍穹之上 都好像在回荡杨兰低沉的声音 此清此景 就仿佛 凡人在拜见神明 如此也可以想象 三圣族族长 在族人心中的地位 何等至高无上 3437章 掌控地碑 秀 当杨兰话音落下 只见苍穹之上 圣光环绕 降云万里 一道赤圣金光 圣主从天而降 直接将行语等人 全部笼罩在内 随着光柱消散 行语等人便直接消失 抵达日阳宝殿店门前 抬头看向店门之内 只见杨天骁 正端坐在至高之上的 高抬宝座上 宝座赤红璀 大日图腾流转 宛若大日阎神一般 在他两侧 还有两道宝座 分别闪烁着 月之光辉和新之光辉 宝座之下 坐着月之圣族组长 月天耀 和新之圣族组长 新天君 好久不见杨兰兄 月天耀和新天君 笑看着杨兰 杨天骁点点头 示意杨兰几人走了进来 行语见过三位组长 行语客气地 对杨天骁三人 拱了拱手 没想到你能够这么快地 就带杨兰兄回来 我二人接到天骁兄通知的时候 着实吓了一跳呢 月天耀笑道 真是不负众望 佩服佩服 行语浅笑点点头 和三人简单客气几句后 行语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不知道答应我的福文帝心碑 月天耀和新天君 看向了杨天骁 他点点头 对着行语笑道 答应你的事情 自然是要旅行 不过先别着急 随我三人去见几个人可好 行语眉头一挑 道 当然可以 你们在这里等我 行语对行阳和于心亭说道 二人点点头 然后杨天骁随手一挥 眼前划光流转 日月星三道图腾之光流转 化作一道光门 随我们来 杨天骁三人 直接迈步走进光门中 行语紧随其后 蓝兄 带行语兄弟的两位朋友 转悠转悠 光门内传来杨天骁的声音 他额手点头 行语踏入光门后 一眨眼间便来到了一道石洞中 四周光线略微暗淡 索性墙壁上挂着长明灯 散发着幽暗的光芒 照亮了前方长长的涌道 杨天骁三人带着行语迈步前行 走进了涌道 不多时 来到一个石门前 三人同时恭敬地扮弯腰 恭敬地说道 日月 新圣族族长前来拜见老前辈 行语有些惊讶 让三位族长 都尊敬有加的老前辈 究竟是何许人也 恐怕是三圣族老不死的怪物吧 越是古老的家族 越不能招惹 便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曾经那些放出风 已经先是死亡的老家伙 究竟是否还活着 他们将是古老家族最后的顶梁柱 关键时刻 有着极其恐怖的作用 很多人的修为实力 比家族明面上的力量 都强几十倍不止 嗡 就在行语琢磨的时候 只见前方石门猛然放弃光运 随后中央亮起日月星三道图腾光芒 咔嚓咔嚓的声音响起后 石门缓缓上升 杨天骁回首示意 行语点点头 抬脚跟上三人走进石室中 石室并不大 方圆不过百丈 但却很高 石壁进行了一些雕刻 仿佛是楼阁一般 但是看到石室内的情况 饶式行语都着实震撼了一把 只因为石室正前方 看到的是九道金色香边的黑色光果 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中 每一道光果上 都盘坐着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他们没有任何气息 就仿佛只是普通的老翁 但是看到他们 却有一种灵魂上的悸动 心生恐惧和害怕的情绪 在看九道光果之后 一大片宽阔的地方别无他物 只有一道道漂浮的黑色光果 每一道光果都弥漫着一层死气 阴森森的感觉 让人情不自禁 后背冒凉气 杨天骁三人带着行语 来到九位白发老者面前 静静地低头 单膝跪地 十分尊敬 行语没有跪 只是静静地看着 石室内大概寄近了半个时辰左右 只见九位老者中央的那位老人 眼帘颤动 缓缓睁开了双眸 迎着那双眼眸看去 会让人头皮发麻 因为略有些浑浊的眼眸中 带着说不尽的岁月沧桑 更仿佛一眼 看到了岁月长河 无尽的岁月时间在流转 十分可怕 明明没有气势 没有说话 甚至眼眸带着昏睡不醒的样子 但是根本不敢对视 一旦对视 就有种要深陷在时间长河中的感觉 整个人都要被吞噬 你便是 行语 老者声音有气无力 那双眼眸带着昏昏欲睡 但静静落在行语身上 凭空给行语一股可怕的压迫力 就算是体内掌控了神力 此时行语看到他都神情凝重 甚至有种打不过的感觉 这可是行语 自从掌握神力以来 第一次遇到这般可怕的人 此人果然是个老妖怪 绝对不简单 不仅修为参不透 就连古魂气息都拿捏不准 仿佛他早已经与世界脱轨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一样 是 在下行语 拜见老前辈 行语很客气地说道 嗯 不错不错 老者清和地点点头 但是那双眼眸 已经带着可怕的征服欲和压迫感 让人根本不敢与他对视 老夫本名早就忘记得差不多了 你现在可以叫杨九 也可以叫我杨叔或者杨哥 都可以 行语暗中是失效 都这把年龄了 叫你杨哥 好的杨前辈 行语道 杨九笑了笑 道 听肖三人说 你要借福恩帝心碑 是 也是我们曾经协商过的 我带回杨岚 他们答应给予我福恩帝心碑 条件交换 行语说道 自然知道 我们既然答应 也自然不会反悔 只是我很好奇 你究竟要福恩帝心碑做什么用 它或许能够帮助 你在神境之上的提升 有一定帮助 但我感觉并没有那么大 杨九笑道 前辈没有试过 怎么就知道呢 行语笑道 我也不知道 我会距离成神之境 还剩下一步之遥 勇于尝试 或许就能够找到想要的答案了呢 福恩帝心碑 或许是个好选择 就算没有用处 对三圣族来说 也并不会有多大的损失 你说呢 道理是 这样是这么个道理 只是颇为好奇吧 杨九笑道 看到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吗 都是即将入土之人 和身后 躺在官国里的那些老前辈一样 我们这些人毕生的目标 就是守护福恩帝心碑 3438章 是福是祸 福恩帝心碑 它不仅仅是一个天地奇物 还是我们三圣族的象征 是我们镇族至宝 更是我们几个老骨头 活下去的唯一目标 杨九说道 借给你完全没问题 但你要保证安全归还 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简单来说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把福恩帝心碑搞出了问题 或者弄丢了 那么三圣族将跟你没完 无论你之前做过什么 行语倾笑点头 道 晚辈明白 还请放心便是 我既然胆敢索要 就有安全归还的自信 我相信你 杨九轻轻点头 玄机抬手衣袖挥舞 飞出一道烙印了日月星 三道图腾之光的令牌 漂浮在了行语面前 这是通往福恩帝心碑所在的小世界 你可以自己前去获得 杨九笑道 不过有一点要提前告诉你 能不能带走 需要靠你自己了 否则你拿走也是无用 福恩帝心碑虽然无灵 却因为其特殊性 有着一定的智慧 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参悟的 我明白 行语来之前就有所了解 做好了心理准备 微微拱手后 行语便和阳天消极人 起身离开了石洞 当石门缓缓闭合 疑测的老者问向杨九 道 真的交给他 先前五彩神光的出现 是否跟他有关系 还是未知数 靠谱吗 虽然他很强 能够感受出他体内 有着难以形容的可怕力量 但是服侍祸 很多老者都眉头微皱 颇有些担忧 杨九却淡然自若 笑道 现在我已经给了他令牌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选择相信他 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相信我的直觉 应该不会错 什么 他绝对不会是寻常之辈 或许这也是我们三圣族 登高一尺的最佳选择 行语随着阳天消三人 走出石洞 穿过长长的涌道后 便直接来到了 另外一个石门前 石门和刚刚的一样 不同的是 在石门中央有一个凹槽 正好可以放置手中 杨九给予的令牌 石门内的世界 只有手持令牌方可进入 符文帝心碑变在其中 剩下的 就靠你自己了 杨天消笑道 我相信你能成功 行语点点头 抬手将令牌 扣在石门中央的凹槽 顿时一股犀利爆发 行语直接消失在这股力量中 而杨天消等人不知道的是 跟随行语进入其中的 还是扎不韦 眼前本是一片白昼 但不到三夕时间 便恢复正常 行语睁开眼眸 看到了一个 瑰丽绝美的璀璨世界 高山流水 森林山脉 一切美景 都笼罩一层尘雾 朦胧间 带着说不出的出尘仙意 宛如绝世画卷 可是 却有瑕疵 怎么看怎么不真实 好像一切都是虚假的 抬手一挥 眼前的景色 也会如同海事渗楼般消散 化作道道涟漪 在尘雾中荡漾 但会一直存在 就像走进了画卷中 行语感觉自己的面前 有一道令牌 忽隐忽闪 应该是杨酒给予的令牌 指引着行语 走向符文帝心碑的所在地 只是行语感受不到 符文帝心碑 究竟在什么地方 闭上眼睛思索片刻 行语猛然睁开双眸 顿时古魂之力 犹如浩瀚沧海般抱涌而出 直接席卷整片世界 哗啦啦 所有的一切都犹如水波漣漪般 顷刻消散 眼前骤然黑暗下来 仿佛天塌地陷了一样 行语站在原地不动 片刻后 眼前的黑暗渐渐暗淡 一层朦胧的光从四面八方包裹而来 不到几期时间 黑暗退去 再去看 行语此时置身于一道时势之中 时势成古铜色 方圆不过百丈 可却高约万丈不止 仿佛一个单炉一般 时势中别无他物 只有中心处 平地筑起的一道三层高台 闪烁着璀璨斑斓的霞光 一道道宛如星辰般的光点 阴晕四周 就像传说中的仙神之台 高台中央 白雾流转成雾团 光气阴晕 白雾之中 一道白色石碑静静漂浮 石碑十丈高 三丈宽 和正常石碑并无区别 石碑之上 没有想象中的繁复花纹勾勒 更没有玄妙神奇的图痕 乃至天地烙印下的规则 一眼看去 除了高台和石碑下的光雾 看上去气势尊贵些许 就好像是一块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白色石板 没有什么异样和不同 这就是符文帝星碑 行鱼走到白色石碑面前 眉头微挑 着实有些意料之外 本以为符文帝星碑 会何等的不凡 至少一眼看去 会极其震撼人心 要知道 这可是世间 独一无二的奇悟 怎么会 这么普通呢 这自然是符文帝星碑 扎不韦在一侧笑道 三圣族并没有骗你 你要知道 越是高深莫测的东西 越是朴实无华 越是花里胡哨的东西 或许越无用 这东西 很难带走吗 行鱼询问着 缓步走上高台 近距离地贴近符文帝星碑 然而依旧没有感觉到 它有何等不同之处 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扎不韦笑道 你手掌落在正中心便知道了 行鱼点点头 深吸口气 抬起手掌 落在符文帝星碑中心 问 以手掌为中心 一层波澜之光 扩散整个石碑 就好像是水波连翼一样 一道道错乱繁复的金丝光线 凭空从石碑之中跳动而出 明明好像飞离出了石碑 但依旧在石碑之中 这些金丝光线相互纠缠 相互勾勒触碰 泛起万般经典光芒 看上去极为绚丽 行鱼在面前站着 好像要与他融为一体 当然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因为行鱼的脑海 在此时猛然一震 他感觉的骨魂 思维 包括意志体 都随着金丝光线的出现 仿佛以手掌为源头 猛然间被吸进了符文帝心碑之中 他感觉自己穿梭在万般电光之中 似乎在游走时空 在穿梭时间长河 眼前出现了诸多影像景色 光怪离奇 仿佛看到了世界诞生之初 仿佛看到了浩瀚星空的神秘伟丽 仿佛融入到天地至高无上的规则之体中 成为天地的真正主宰 又似乎成了神 3439章 行鸯离开 冰冷的星空 浩瀚的宇宙 广袤无垠地看不到边境 无尽的深处一缕白芒凝现 随后骤然放大 化作光柱从天而降 刹那间白光照耀亿万万里 整个宇宙都亮如白昼 是 白芒出现得快 消失也很迅猛 眨眼间一切又恢复正常 但是白芒光柱的位置 却出现一道白色石碑 符文帝心碑 哦 符文帝心碑 扩散一层绚烂繁复的金丝光纹 光纹阴晕而出 瞬息弥漫整个宇宙星空 仿佛都在阵战 与无上规则秩序产生了共鸣 是 符文帝心碑面前 一缕虚无光波扩散 猛然间凝现出一道身影 定眼一瞧 赫然是行语 他出现后 猛然睁开双眸 手掌下意识地松开符文帝心碑 这是哪里 行语环顾四周 看着无垠的宇宙星空 有些发芒 浩瀚的宇宙星空 没有一个人 只有自己 看着面前的符文帝心碑 行语回想起了种种 刚刚他通过符文帝心碑 仿佛看到了世界起源 和万般规则秩序 自己就好像与世界融为了一体 那种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 这符文帝心碑 就好像是世界本源的具象化 包罗万象 传说中 符文帝心碑和始原浮板 或许同为一体 不知道是真是假 行语眉头微皱 道 目前更应该考虑的是 符文帝心碑究竟有什么 记载了什么 我又怎么带走 行语左思右想 实在是毫无头绪 索性直接盘坐在符文帝心碑面前 这里应该不是现实中 而是符文帝心碑的内部世界 嗯 这是 忽然行语发现 符文帝心碑上 好像多了一些字迹和文痕 低头看去 在符文帝心碑的左下角 诸多闪烁的金丝文痕 化作到符文 这符文简约古朴 就好像蕴含着无数符咒规则 但行语却根本参无不透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 手掌轻轻触碰 金色光运流转 符文在行语的错愕目光注视下 直接飞离出符文帝心碑 化作一道独立的符文 漂浮在掌心 符文宛如金色水晶雕刻打造 闪烁着光泽 宛若是一个生命体 行语仔细端详 依旧不知其中含义 索性行语抬手触碰 将所有符文都召唤出来 不如用三千道画术试试 行语曾在西齐光地留下的树林之中 领悟到一门绝学三千道画术 可以以世界为原星 万千规则和符咒 演化三千世界奥义 而自身便是世界奥义的掌控者 这是一种融合符咒的方法 也是一种领悟的方法 行语的符道之术 能够提升这么强 也多归功于三千道画术 现在行语无法理解符文帝心碑上的符文 就想要用三千道画术试试 想到就做 行语当下盘膝而坐 深吸口气 运转起三千道画术 去感受去融合面前的符文 行语本想要尝试一下是否成功 可没想到面前的符文猛然颤抖 随后直接融合到体内 刹那间浩瀚的规则与秩序 涌上心头 让行语彻底明白了符文含义 三千道画术 果然是个奇门妙法 竟然真的有用 行语大喜 连忙去参悟 不知不觉间 似乎过去了无数年 行语对于时间没有了概念 只是沉浸在参悟与修行中 游走在秩序和规则的海洋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行语恍然间睁开了双眸 神情多了一丝说出的韵味 符文帝心碑 原来就是神门之石 行语深吸口气 眼眸中闪烁着一抹兴奋 符文帝心碑演化出的符文 蕴含着至高无上的规则奥义 也幸好行语提前掌握过神力 对于世界规则秩序有所感悟 此刻感悟时并不是很迷糊 反而有种醍醐灌顶般的感觉 他并没有记载什么道法奥义 反而像是一本书 一本世界本源之书 行语参悟符文就是在看书 明白其中道理 当道理通透 便等同将规则吃透 便能够突破智骨 触摸到神境 神境之所以困难 无法突破 不仅仅是因为资质不够 更因为神道之门被阻挡住了 不是被某些人或者自然改变的 而是神道属于另一种规则和秩序 属于神界的序列之法 与这个世界的规则秩序 截然不同 这就好像在天舞大陆 成为了极限地者 想要变强 只有去往天界 因为更强的地道乃至秩序术法 天舞大陆并没有 这是无法改变的局面 是自然规则 是宇宙秩序 神道亦是如此 那么想要在这个世界掌握神道 只有两种方法 被神明带走 去往神界 亲自感受和领悟神道 那么想要突破会很简单 这个方法 恐怕普天之下 除了形阳 谁也没机会拥有 所以 只剩下第二种方法 那就是 借助某些天地奇物 参悟 天地自然诞生之物 不仅蕴含无上奥义规则 还会带有神道的秩序与力量 若能够参悟和明了 那么就有机会踏入神道 行语不知道 为什么诸神时代神明突破并不困难 可以漫天诸神 但现在唯有这一种方法 符文帝星碑 便是属于天地诞生的自然奇物 更加不同的是 符文帝星碑 属于神道神门之石 相传 史元符版是镇压神道通往世界的石板 传说中的一位天纵奇才找到观之物之 从而明白道法 写下符原史序 它也成为了传说中最强大的宝物 若能得知 定能参悟到神境 而显有人知 符文帝星碑是等同于史元符版的神物 属于神门之石 蕴含着无上神道之力 不知为何流落到了符文大陆 从而开创了符道 它也被三圣族得知 成为镇族至宝 世代看守 或许三圣族能够登临符文大陆的掌控者宝座 也多亏了符文帝星碑的帮助 只不过 现如今的三圣族 对于符文帝星碑 并没有多少领悟 原因很简单 符文帝星碑并非真正的神力所造之物 也非神界之物 蕴含的规则奥义有限 随着无尽岁月后 渐渐流逝 若再过些岁月 恐怕符文帝星碑会真正成为十分普通的石板 3440章 离开圣海 行语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能够进入到符文帝星碑之中 但目前借助3000道话术 成功了解了符文帝星碑的情况 行语很激动 因为依靠着符文帝星碑 他真的有机会触摸到神境门槛了 而非靠着扎不为的神力帮助 行语不知道符文帝星碑里的世界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但现在 他只想沉浸在符文帝星碑的符文世界中 去静静参悟 深吸口气 行语刚要准备继续领悟 却发现符文帝星碑之上 又多了一些符文之光 行语手掌触碰 它们全部飘浮而起 和先前的符文一样 行语大喜 连忙运转3000道话术 全部进行领悟 而在行语领悟修行的时候 却不知道 外界符文帝星碑前 扎不为单手清点 一缕神圣之光落在符文帝星碑上 让符文帝星碑散发出一层柔和的光泽 表面流转层层符文 而符文帝星碑面前的行语 正被这层光泽符文所包裹 行语能够领悟到 不仅仅是靠它的3000道话术 还多亏了扎不为的启动 否则符文帝星碑 根本不会散发出所蕴含的符文 我对你很是期待啊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早日突破神境 去往神界 扎不为看向行语 眼眸中带着笑意 如果起初 扎不为帮助行语 是因为行阳的缘故 想要让行阳走得舒服 不留遗憾 那么现在扎不为留下来帮助行语 完全就是因为行语本人了 他已经达到了神明之境 所看到所了解的 都要远远比其他人更多 他在行语身上 看到了让他都震惊的天资 以及强大的器语 扎不为有所怀疑 行语是不是原本就是神界之人 不仅是行语 还有他身旁的于心亭 这种感觉真美好 宇宙星空中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行语悠悠地醒来 睁开双眸 眼眸中仿佛倒影出了宇宙星河 蕴含了无上之高的规则秩序 行语感觉自己没有增强 但是对于世界万物 看得更加清澈明亮 就好像一个复杂乱成一团的线团 在别人看来 想要捋清楚 根本不可能 但对行语来说 随时都可以解开 世界的秩序术法都了如指掌 时至今日 行语才感觉 自己真正地超越了地境 达到了诸天帝君的层次 哪怕是扎不为收走体内的神力 行语也具备着这个层次的力量 这是极为跨越性的提升 除了行语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 更重要的是 行语触摸到了神境门槛 他现在依靠着自己 对于道法的理解 已经可以自主提取出神力 虽然微小得可怜 但却是靠自己的实力做到的 放眼整个符文大陆 他是第一人 嗡 便在此时 行语看到眼前的符文帝心碑 金光闪闪 滑光流动 定眼观桥 只见符文帝心碑上出现一行行字迹 皆是看不懂的符文 每一道符号都高深莫测 但是 行语却明白所写的意思 十分神奇 这是 控制方法 行语仔细看了看 便明白了 符文所写的大概意思就是 带走符文帝心碑的方法 符文帝心碑虽然没有灵制 不算一个灵 但属于天地诞生的奇物 又被神力所影响 或多或少有一些智慧 现在应该是甘愿被行语所带走了 行语仔细看了看 双手缔结一道印记 落在符文帝心碑上 刹那间 石碑绽放夺目光辉 整个宇宙星空 都亮如白昼 当所有光亮达到极致后 又猛然消退 行语下意识地睁开双眼 便已经回到了石洞之中 一旁的扎布微笑道 恭喜你 成功得到符文帝心碑 行语左右看了看 似乎好像时间没过去多久 但是待在符文帝心碑内的 世界的时间有些过长 让行语缓了许久 才回过神 看向查布微笑道 还是多亏了前辈的帮助啊 查布微笑了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行语看向面前的符文帝心碑 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手掌掐印落在石碑 顿时一层柔和的白光 散发出笼罩行语 然后整个符文帝心碑瞬间缩小 直接融入额头之中 落在古魂宫内 只见古魂宫的圣古魂胎旁 静静漂浮着符文帝心碑 两者之间光泽流转 相互纠缠 十分和谐 如此才算真正地掌控符文帝心碑 扎布微笑道 你做到了圣族 都做不到的事情呢 就算日后你 归还给三圣族 只要你一个念头 符文帝心碑 也会远隔万里回到你体内 任你驱使 当真 行语倒是没有想到 颇为欢喜 他来日后 可以完全忽悠三圣族 返还符文帝心碑 然后再悄悄带走了 不过行语更高兴的是 来这一届符文大陆 最重要的两件事中 终于完成了最困难的一件事 还差两个万符榜上的两个符文 便能够完成任务 离开符文大陆 回到天界了 虽然不过一年多 天界也就一个多月时间 但行语 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剩下的两个符文 行语并不着急 凭借着符文帝心碑 便能够轻松寻找到 因为说到底 都是同缘一体 走吧 行语大笑着离开山洞石室 转身打开石门后 只见门外杨天骁月天 要星天君 三位三圣族族长正在等候 看到行语走出来 纷纷一脸惊讶 道 这么快 过去几天了 行语笑问道 不过短短三日 你掌握了 杨天骁问道 行语点点头 抬起手掌 只见掌心内漂浮着 缩小了无数倍的符文帝心碑 这让杨天骁三人 震惊地倒吸一口凉气 你你你 不仅掌握了 还控制在了体内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我三圣族 曾经的老祖 都做不到 他们最多借用 符文帝心碑的力量 行语揉了揉鼻子 笑道 我可是行语 未来必然成为神明的男人 这对我来说 可不是很困难 杨天骁三人复杂的神情 看向行语 久久难以回神 不过三人带着行语离开前 还是先带着行语 去见了杨九 杨九当得知行语的情况 也是吓得眼珠子 差点瞪出来 惹得行语想要发生大笑 这种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 3441章 相遇试院 日杨宝殿 杨岚行语 于心亭正在等候 看着行语 杨天骁等人 缓步走出来 行语笑问道 语哥 成功了吗 行语眉头一挑 大哥出马 还有半不成的事情 给我瞧瞧 行语黑黑一笑 行语点头 给行语看了看符文帝心碑 而杨天骁三人 也走到了高台宝座之上 多谢三位组长成全 行语转身刻技地拱手笑道 这是我们答应你的 自然是要信守承诺 杨天骁说道 也希望你信守承诺 一年后能够归还 行语笑道 那是自然 言出必行 杨天骁点点头 语兄 暂时若无事的话 可以让蓝兄带你在大日地城转转 夜晚我三圣族大摆宴席 为你接风 多谢组长 行语并没有拒绝 必要的客气还是要有的 宴席也是增进感情的一种方法 行语等人转身和杨岚离开日阳宝殿 杨天骁三人听到了杨九的传音呼唤 虽然不解为什么 但还是起身离开 来到了杨九所在的时事中 老前辈 有何指示 杨天骁三人恭敬地跪在地上说道 杨九眼眸深邃地看了看杨天骁三人 然后深深叹了口气 道 我三圣族现在面临两件事 一件好事 一件坏事 你三人想先听哪一个 杨天骁三人内心咯噔一下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三人对视一眼 有杨天骁说道 不妨前辈说说坏事 坏事是 符文帝心碑从今天起 将不再属于我三圣族 杨九说道 杨天骁一愣 不是 前辈 我已经和行语达成了约定 一年后归还 他对于掌控整个符文大陆都并没有任何兴趣 又岂会占据符文帝心碑不归还 这点信用 我相信 他绝对会遵守的 行语此人 能够年纪轻轻走到今天这一步 自然不会是心性阴险之辈 肯定言出必行 不必多虑 我说的是 符文帝心碑 杨天骁皱眉 道 我还是不理解 行语真正得到了符文帝心碑的认可 现在属于行语的一部分 杨九说道 被滴血认主的武器 会属于别人吗 杨天骁三人倒吸一口冷气 震惊地说道 您 您是说 他完成了祖先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他们都看过诸多老祖留下的手眨古籍 写了很多关于符文帝心碑的事情 他不仅仅是一件天地奇物 蕴含无与伦比的力量 更有着不同于寻常之物的灵性 如果想要完全掌控 必须要他真正地臣服你 至于怎么做到 他们研究了无数岁月 都没有办法 所以 他们也只是借用符文帝心碑的力量 而不是掌控 现在杨九的话 岂不是再说 行语做到了 杨九深深吸口气 道 我也没有想到 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们三圣族的老祖 有谁能做到 将符文帝心碑收到体内 还收在了古魂宫 那等力量 根本扛不住的 可是他做到了 还完美地融为一体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已经做到这一步的他 就算是诚心想要归还符文帝心碑 从此以后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掌控符文帝心碑 而且只要他一个念头 恐怕符文帝心碑 就会直接回到他身边 我们根本留不住 杨天骁三人脸色难看 这对于三圣族来说 确实是五雷轰顶般的坏事 圣族至宝 被他人掌控了 何等悲哀和丢脸 那 好事呢 星天君问道 他如果成神 对我们三圣族来说 岂不是好事 杨九说道 我们三圣族 一直以礼相待 又给予他符文帝心碑 若能够成全他成为神明 我们三圣族 或许能够因祸得福 得到冲击神明的方法 用一个符文帝心碑来换 这个交易 不亏 杨天骁三人对视一眼 默默点头 如果他真能成神 何止不亏 简直写传 符文帝心碑 终究是死物 远不如三圣族诞生一位神明来的重要 若能够做得到 三圣族统御符文大陆的时间 还将会无限延长 根本无人能够硬罕他们的权利与地位 行语并没有跟随杨兰在大日地城转悠 而是在日阳地府找了个房间休息 用心参悟符文帝心碑 到了夜晚时分 受邀一起参加了宴席 行语本以为只是很普通的宴席 就他们几个人的客气寒暄的宴会 没想到杨天霄三位组长 叫来了不少三圣族年轻漂亮的女子 她们不仅天资国色 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乃至战斗能力 都是顶级的 虽然修为差点 但也都是清一色的圣地巅峰 简直让行语傻了眼 没有想到 三圣族还有不少这么多漂亮的女子 本以为只是叫来她们为宴席增添些许气氛 可是杨天霄月天药星天君跟她说的话 却略有些古怪 宇兄啊 有没有妻子啊 你看这几个女孩怎么样 都是我们三圣族 数一数二的天之娇女呢 有妻子 也没关系啊 男人三妻四妾 并没有什么 有没有看顺眼的 随便挑随便选 嗯 看她那位 可是我直系族人中最优秀的女孩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说着类似的话 恨不得立刻让行语和她们去交谈结识一番 行语算是看明白了 这是打算和自己亲上加亲 让自己成为三圣族的女婿 行语虽然觉得不错 但她见过太多女人了 什么样的没见过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喜欢上的 也不是谁都有这个资格的 何况她还有妻子和孩子 正在天舞大陆苦等她 她哪里有心情在这里找媳妇 乐哉逍遥 然而还不等行语拒绝 一旁的于心亭就嬉戏笑着 端起酒杯凑过来 笑道 呦 行语大人 这么多美女不挑一个 行语看着她的眼睛 虽然满含笑意 但有着一种 让行语头皮发麻的感觉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我说三位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意思我也懂 只不过现在的我 确实不需要 行语苦笑道 我只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尽快完成最后那件事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想法 三位组长放心 日后有我行语 必定有三圣族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说呢 3442章 回到天见 看到行语不断拒绝 还说出这番话 杨天肖三人 只能叹息口气 知道行语没有这方面意思 也就不再劝阻 并让在场的女人 都各自离开 宴会持续 进行了一两天左右 行语等人谈天说地 交流各方面的事情 行语受益良多 知道了很多符文大陆 显为人知的趣事 和历史英雄人物 杨天肖三人 也从行语这里 得知了很多新奇的事情 对于行语 也是越发的佩服 宴会结束之时 杨天肖三人 还有些恋恋不舍 不过最后行语说道 我还有事需要去忙 无法在这里多多逗留 改日若有时间 定当前来三圣岛 和三位叙旧 三人都明白行语要忙些什么 也没有多说什么 给行语准备了很多 三圣岛的特产 和新鲜玩意 因为知道行语 还有妻子和孩子 这倒是 让行语颇为喜欢 最后本来要杨兰 或杨风界 亲自送行语出海 行语拒绝了 杨天肖便送给行语一道 三圣海船 正值赏五 三圣岛海边 杨天肖三人 以及杨兰阳风界五人同时拱手 看向行语说道 兄台一路慢行 一年后我等再次攻赢 或许不用一年 有时间我会过来的 行语笑着拱手环礼 随手一挥 三圣海船落在三圣海上 迎风变大 一行人起身落在了甲板上 各位请回吧 行语挥挥手 笑着御使三圣海船一路急行 直奔福温大陆 目送着行语离去的背影 杨天肖眼眸深邃 缓缓说道 不知一年后 是否能够见到他 希望他能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我建议我们三圣族 派遣出谷地或者圣主 驻扎在福温大陆 能够及时了解福温大陆上的动向 也能及时了解他的情况 岳天耀说道 杨天肖心天君对视一眼 同时点头 三圣海上 三圣海船扬帆远航 遥望着海与天相交的天际 行语并没有静下新修行 而是和行语说起了家常 聊起了他们共同经历的种种 因为行语知道行语要离开了 行语虽然还没开口 但行语也知道不能再拖了 早早离去也为了早回来啊 行语自然明白 长痛不如短痛 行语看出了行语的想法 没有去应景地说些分别悲伤的话 顺着行语的话聊起来 全都是曾经的那些快乐开心的回忆 一旁的扎不韦和于心亭静静静听着 时而也会伴随着朗朗笑声 因为于心亭想知道行语曾经的种种过往 更加了解这一世的行语 扎不韦也想要了解 始祖究竟在这个世界经历了什么 当从行语二人口中了解到曾经 不仅明白了二人为何关系自始至终都这么好 因为二人共同经历了太多苦难与欢笑 或许时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利润 可以隔断情感和人与人的关系 但他永远割舍不掉往日或喜或悲的回忆 他将永远保存在心头 是一生的财富 不知过去多久 回忆也聊得差不多 行语抬头遥望着大日昊月与璀璨星辰 随后笑看着行语 道 你说世界之外的景色会不会很美 行语内心咯噔一下 思索了片刻 道 一定很美 那是自然 世界之外 可是神界啊 行语转头笑道 所以 你也是时候该上路了 行语眼睛一红 虽然早就做好了要和行语分开的准备 但忽然间真的要分开 他有些说不出的不舍 他连忙说道 宇哥我 又不是生与死的分离 我觉得 无需搞得过于悲伤不是吗 行语大笑着搂住行语的肩膀 道 早去早回 在神界给老子闯下一片天地 或者等我去找你 能做到吗 我可不希望等老子到神界了 还要从头再来 那特别太累了 行语知道说其他的话也早已无用 郑重地点点头 道 好 宇哥放心便是 我可是行语 你的兄弟 这种事对我来说 岂不是简简单单 哈哈 那就好 行语大笑着松开行语 拱手看向扎不韦 道 感谢前辈多日以来的辅佐与帮助 我知道 您是看在行语的面子上才帮忙的 但还是诚心感谢 今日就带行语离开吧 日后 还希望多多帮衬他 我不知道 我兄弟曾经是什么性子有多强 在神界又是否有威名 我只知道 他是我的好兄弟行阳 是个性子有些火爆 做事不喜欢考虑后果的莽夫 而不是什么勇气十足 日后还请多多理解他 帮助他 待来日 我行语登陵神界 必将报答此恩 行语单膝跪地 谦卑的弯腰 他行语不跪天不跪地 而今为了行阳跪下 不为扎不韦 只为了他们所谓的家族 能够善待行阳 而不只是因为他是什么始祖 利用他 他只是个普通的凡人 面对扎不为说不出威胁的话 何况那样也是无用的废话 他能做的就是诚心感谢 行阳最是了解行语 知道这一跪何等珍重 眼泪险些夺眶而出 扎不为看了看行阳 缓步走上前 抬手将行语扶起 笑道 但请放心 我们永济业族 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 需要始祖大人亲自回去才能解决 但绝非利用 更非拿他当傀儡 而是让他带领我们走出困境 在神界立足 他是我们的信仰 行语露出满意的笑容 道 如此 最好 扎不为点点头 放心好了 他跟我离去 不会有任何问题 就算是有事 第一个死的一定是我 而非始祖大人 我以神格在此 再向你保证 好 行语抬手与扎不为手掌紧握 道 我行语无法承诺什么 但他日我定会抵达神界 成为你们的一份子 我相信 你一定会做到的 扎不为笑了笑 抬手轻点行语的额头 行语清晰的感觉到 体内的扎不为 给予的神力 在疯狂消逝 并非是被收走了 而是潜移默化的消散在血肉骨骸 乃至骨魂之中 成为了鲜血血肉的一部分 算是我最后送你的一点小礼物 希望你早日达成神境来神界 扎不为眨了眨眼睛 让行语面露感谢之情 扎不为离去后 他留给行语体内的神力 会不断消失 从而恢复成以前的状态 但现在 扎不为提前让神力消失 为帮助行语 让神力成为行语体内的一部分 日后再修行 再领悟神道神力时 有着巨大帮助 这绝对是最大的造化 好了 我们该走了 扎不为拍了拍行语肩膀 带上行语 一跃来到半空之上 行语看着甲板上的行语 眼眶微红 袖中全都紧握 低沉地说道 语哥 我走了 接下来我不在你身边 一切要小心 少他娘说的这么吓人 我可不会有事 你注意好自己就行 别我还没去你就先挂了 行语咧嘴一笑 让行语放声大笑 不可能的 老子要脚踩诸神 剑指神殿 为语哥打下一片天地 等你归来 那 一言为定 行语笑着挥手 行语点头 看向于心廷说道 挺挺姐 好好照顾语哥呀 那是自然 我的命 就是语哥哥的命 于心廷嬉嘻一笑 挥手道 照顾好自己哟 嗯 行语深吸口气 转身不再回头 和扎不韦猛然 消失在了苍穹之巅 大日浩月 与星辰的交界点 直奔遥不可及的神剑 3443章 诸神木剑 呼 遥望着行语 离去的方向 行语久久无言 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分离 情绪会因为回忆 而不受控制 更加令人不舍的是习惯 他已经习惯了 身边有行语 从最开始但形态陪在身边 到后面划行 一路跟随 无论谁离开 他都始终陪着行语 经历着一切欢笑或者苦难 只要有行语在 行语就可以不用管自己的背后 因为永远有兄弟 永远有行语 说不难受是假的 哪怕是以现在的行语的控制力 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感情 人终究是人 与其他圣灵最大的不同 就是有感情会习惯 行语深吸口气 仰望着苍穹 躺在甲板上 于心廷没有说话 静静地坐下 然后一起躺在行语身旁 头微微一偏 靠在行语肩膀上 行语嗅着鼻尖传来的香气 轻声说道 你 会不会有一天也离开我 于心廷微微侧身 抱住行语的一条手臂 头微微抬起落在胸膛 低声说道 你猜猜看 我觉得应该不会 行语忽然轻笑道 为什么啊 于心廷抬起头 带着嬉笑的面旁 看向行语 不知道 行语低头 与于心廷双目对视 仅仅只差三寸 便额头触碰到了额头 迎着于心廷 温柔而充满爱意的毛子 行语手指轻轻抹扎着她的发丝 道 自从第一眼在冰棺里见到你 我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随后日积月累的接触 我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很特别 就好像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 我起初总问你 你不回答 我很好奇 就一直很好奇 后来啊 我就不问了 于心廷温柔的笑看着行语 道 为什么 因为你肯定不告诉我 行语耸耸耸肩 惹得于心廷鸣嘴浅笑 遥望着苍穹 行语说道 我始终都很信任你 无条件的信任 哪怕你 对我隐瞒很多事情 我都不会怀疑你 觉得世间任何人都可能叛变离我而去 唯有你和行娘 一定不会 所以 我就不去钻牛角了 你不说一定有你的理由 那我就等着 等着你以后告诉我 于心廷恩了一声 闭着眼睛 依偎在行语胸膛 道 谁都会害你 离你而去 我一定不会 行语于心廷二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但却没有尴尬 反而很享受这种静静不说话的感觉 过了许久 于心廷才轻声说道 小杨的离去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但你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与哥哥突破到神境 就可以去神界了 他在那里不会有事的 你也不用多担心 行语恩了一声 没有多说什么 我其实 在以前想离开你的 于心廷忽然说道 行语眉头一挑 低头看向他 于心廷没有与行语对视 而是坐起身 蜷缩着脑袋放在膝盖上 低声说道 我怕于哥哥对我太过依赖 太舍不得我 这样会限制你的成长和未来 我想帮你 而不想毁了你 哪怕你憎恨我 怨恨我 只要你能够变强 我都可以接受的 行语忍不住失笑 坐起身轻轻拍了拍他的小脑袋 道 你这丫头 于心廷是真的全心全意为他 行语怎么会不敢动 于心廷转头对行语抱以轻笑 道 后来我就发现 于哥哥对我太过依赖 也是一种好事 因为于哥哥与别人不同 你会为了身边在意的人更加努力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强 心中始终绷着一根弦 根本不会成为我所担心的那样子 既然这样 我又怎么舍得离开你呢 于心廷脸颊娇红 浅笑一声低头不去看行语 行语笑了笑 道 还是小婷婷最了解我 害怕 站起身 行语深吸口气 道 接下来 我们去寻找最后两个符文 可以离开符文大陆了 于心廷忽然转头幽怨的眼神看向行语 喂喂喂 我浪费半天感情酝酿的好气氛 你不应该说点什么吗 忽然转话题过分了呀 行语放声大笑 他自然知道于心廷什么意思 不过不需要说 二人都心知肚明 行语以后会给于心廷一个最好的交代 但绝不是现在 现在他需要将未完成的事情赶快完成 于心廷现在说这些话 也是为了转移行语的注意力 让他不至于因为行语的离开而过于悲伤 行语都明白 所以更加不能让于心廷失望 沉浸在难过的情绪中需要立刻调整心情 重新出发 这样也才能够早日与行语见面 凭借符文帝心碑寻找起来就快了 于心廷说道 行语点点头驱使着三圣海船急速出发 大约几天后 三圣海船来到了岸边 行语并没有下船 而是盘坐在甲板上运转起符文帝心碑 用它来感受天地间的符文 去寻找契合万夫榜上的那两道符文 大约一刻钟后 行语眼眸缓缓缓睁开 收起了符文帝心碑 带走三圣海船 和于心廷下船直奔符文大陆 他找到了那两道符文所在地 只需要全部带走 便可以离开符文大陆了 行语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很想回到天剑 因为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啊 这两道符文所在地 虽然位置颇为遥远 但是行语于心廷赶路的速度 还是很快的 在去寻找的路上 行语也进行了修行 他的修为原本是古地 但是经过扎不为的神力加持 和这段时间的修行感悟 对于道法规则秩序 都有了全新的理解与明误 几乎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 修为便一跃达到了古地巅峰 随后直冲至尊 又用了一个月时间 进行沉淀和稳定 让修为突破至尊 抵达了诸天帝君的境界 这一刻 行语才算是真正靠着自己的本领 达到了诸天帝君半神之境 行语依靠着符文帝心碑 也能够慢慢领悟 和吸收些许神力积攒在体内 虽然数量极其稀少 远远不如扎不为随手输送体内的神力数量 但至少凭借他自己做到了 而且行语很感谢 最后扎不为离开前的帮助 将所有神力散播在体内血肉骨骸中 虽然不会明显增幅行语的修为 但随着行语不断增强 这些神力都会化作无尽的潜力刺激行语 让他如虎天翼 前进速度突飞猛进 3444章抵达原城 悲交山脉 无尽深处有一片独立之外的世界 小天地内的极深处有一座山岳之巅 这里云雾缭绕 鲜光璀璨 仿若那仙神所居之地 云雾中心 华光冲天 若隐若现一道神秘的楼阁 楼阁九重九 重重九万丈 皆让苍穹之巅 宛若晴天神柱 无论外界发生何事 这里都会平静安详 仿佛独立之外的桃花岛 九重楼阁之巅 有一名白衣女子 以蓝而立 那双明眸 光辉萦绕 似有仙圣光则点缀 苍天亲手雕刻 美帝不似人间之物 她是符文大陆上 唯一长生不灭的女子 伊宇昭 她也是天界的苍天帝所选择之人 守护封印之门的守护者 今日 她正如往常一样 在这里静坐 忽然间心有所感 目光遥望苍穹之巅 晴朗的天空 忽然断裂开一道万丈裂缝 无声无息 没有丝毫力量气息波动 却让伊宇昭 有种说不出的恐惧感 她下意识站起身 刚要探查究竟怎么回事 身后传来淡淡的笑声 宇昭 好久不见 近来可好 伊宇昭下意识转身 只见地命当铺的试院者 正端坐在石桌前 眼孔微微紧缩 似乎完全没有料到她会到来 缓缓收起惊讶的神情 伊宇昭微微欠身 道 拜见大人 不知今日怎有时间来到我这个小地方 若有吩咐直言即可 伊宇昭认识她 而且认识了很久很久 试院者脸上挂起一抹笑容 道 倒也没有其他事情 只是要等一个人 她会来这里 伊宇昭眼眸微宁 行雨会来 试院者微微点头 端起面前的茶杯 清明了口茶水 道 还是老味道 每次来你这里 都一种穿越时空般的感觉呢 无数岁月如一日 伊宇昭没有说话 只是低头的那一刻 嘴角泛起外人难以理解的苦涩 虽然长生可永恒地留在这里 寸步难行 以维护封印之门为己任 她已经够了 快被孤独和岁月杀死了 这一世的她 与曾经不同 伊宇昭说道 轻轻坐在试院者对面 试院者微微额首 道 或许吧 二人陷入长久的沉寂 不过时间没有持续多久 一个时辰后 苍穹之外传来一道声音 道 直接闯进去 应该没什么问题 随后滑光一闪 行语带着于心亭 直接抵达着九重九的威额楼阁之上 站在试院者和伊宇昭面前 咦 你在这里 行语看到试院者竟然在这里 有些惊讶 是郑巧遇到 还是她就在这里等自己 好久不见 试院者笑看着行语 行语微微拱手 笑道 好久不见 一换来符文大陆 都快两年时间了 不过幸好幸不辱命 你拜托我做的事情 我都已经完成 我知道 所以特意在这里等你 知道 你一定会来 试院者笑道 行语不置可否 三道符文都已经找齐 符文帝心碑也已经借到 行语需要回到天界 只能从封印之门离开 而目前 天界通往符文大陆的四道封印之门 只有碑交山脉这里行语清楚 所以只有到这里 抬手一挥 符文帝心碑 以及万福榜 都飘浮在了试院者面前 行语笑道 诺 都给你 行语看得出来 试院者和易语昭相识 所以也没有遮遮掩掩 易语昭看到符文帝心碑 颜孔紧缩 又看了看试院者 显然没有想到 行语想要得到符文帝心碑 是他受益的 试院者拿起符文帝心碑 道不错 速度倒是挺快 说吧 试院者随手一挥 将二者收起来 符文帝心碑 我答应了三圣族 要一年后归回 不知符文帝心碑 你需要多久 行语说道 他是答应帮助试院者 带回符文帝心碑 但可没有说送给他 试院者笑了笑 道 一年后保证能归还 到时候 符文帝心碑也可以随你使用 我只是暂时用它做点事情 行语点点头 道没有问具体干什么 问了试院者也不会说啊 他们俩人的关系 还没有好到那种程度 他们只是很普通的交易 只不过不同的是 行语和正常人不同 所以交易方式有些区别罢了 毕竟别人和地命当铺交易 都是要付出生命 气运 财富 未来等等 而他付出的 只是帮助试院者寻找东西 符文帝心碑带走后 封印之门会打开 打通天界和符文大陆的通道吧 行语看了看一语招 说道 一语招曾经说过这件事 行语记得很清楚 在行语的计划里 天界和符文大陆一定要打通 因为关键时刻 行语需要符文大陆三圣族 带领强者帮助一起灭掉域外邪灵 这是他们无法选择 也必须要做的事情 否则天界沦落到域外邪灵手中 符文大陆也跑不掉 覆巢之下无完卵 通力合作 才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 两者间通道打通的时候 不是现在 现在如果打通 岂不是让域外邪灵提前新生防备 试院者点点头 道 确实会打通 不过也能封住 控制打通的时间 这件事 我早有准备 不用担心 试院者抬手一挥 一道闪烁着虚光的令牌 飞到行语面前 此为封印令 只要捏碎 便可让封印之门随时打开 给我 行语倒是没有想到 但还是随手接下 利用符文大陆 帮助一起对抗域外邪灵 倒是一件好事 试院者笑了笑 抬头看向一语招 他微微欠身 抬手一挥 面前便浮现出一道光门 通往天界的封印之门 走吧 可以离开符文大陆了 试院者笑着起身 走进光门之中 行语对着一语招微微点头 便带上于心亭 一起走进光门 他想要对一语招说点什么 但话到嘴边留又犹豫了 他曾说 见过自己无数次 每一次 自己都会来符文大陆 寻找不死魔官 他帮助自己 也都是因为苍天帝的任务指示 要帮助天选之子 行语很想知道他怎么清楚自己是天选之子 他还知道什么事 但想了想 问他或许也不会回答 否则早就告诉自己了 反而不如询问试院者 3445章 斩执法者 天剑 西晶月宫 一片浩瀚星空中堆积着成百上千万的雕像 有些保持完成 有些破烂不堪 宛如一片被封印的上古战场 最深处 有六道尾暗而高大的雕像 虽然模糊不清 但无论气势 还是神威 都活灵活现 宛若神明 吃吃吃 在浩瀚星空的中心 一道赤盛的金色光柱 凭空下落 随后光柱中显化出一道光门 光门内一闪 诗院者行语以及于心亭 踏步走出来 看着西晶月宫 行语神情深邃 在天界来说 明明才两个月时间 可却仿佛过去了无数岁月一般 但曾经发生在西晶月宫的事情 恍若昨日 神迹一脉茶红得到苍天宝典 掌控会员仙福 意图开启符文大陆 灭杀行语 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子 只可惜一步踏入了符文大陆 却被及时赶到的试院者给掠走 直接控制受为奴隶 行语和信业林业轩等兄弟们 才得以活下来 从而行语完成答应试院者的事情 前往符文大陆 得到三道万夫榜上的符文 以及符文帝心碑 天界过去了多久 行语看向试院者问道 准确的时间来计算的话 是1月027天 试院者笑道 你比计划提前了好几天呢 行语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 任务完成 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 试院者说道 临走前 可否问你要点东西 行语笑道 一夜同旨 嗯 西晶月宫 是西晶摩罗的中枢之地 这里有三样宝贝 一个是苍天地留下的 永不磨灭的镇守之力 一个是一夜同旨 一个是西晶月宫 那一夜同旨 便是和行语体内的一夜同旨 同属一类 现在里面居住着赤红眼瞳 神秘断手 以及在白风佛仙楼找到的骷髅头 赤红眼瞳曾告诉行语 这是世间独一无二的造化之书 不知道有多少一夜散落人间 若能够集齐 绝对有不凡收获 曾经查红为了开启符文大陆 曾使用了这一夜同旨 随后查红被试院者收走后 连同这一夜同旨都一并收走了 当时行语没有来得及询问试院者 现在行语想问问能不能给自己 当然没问题 不过你准备付出什么 试院者抬手一挥 一夜同旨便浮现在了面前 行语体内的一夜同旨一模一样 行语苦笑一声 道 你说我能付出什么 这个试院者倒真是活成了无力不起早的样子 想要询问他点事情做点事情 都需要进行交易 还是一个地命启示吧 试院者笑道 当我需要你帮忙的事情 你帮我一件事 什么事 什么时间 暂时我也不知道 但以后一定会用得到 是否答应 当然可以 不过 我也丑话说在前面 我只能尽力完成 行语道 试院者轻笑点头 便随手将一夜同旨交给了行语 行语收起一夜同旨落在体内 与另一夜同旨 竟然诡异地融合到了一起 只是微微泛着铜光 并没有特殊变化 行语询问赤红眼瞳 骷髅头 神秘断手三个家伙 他们也没什么反应 行语所幸没有浪费时间研究 或许是因为数量还不够 无法引起一些变化吧 这个给你 算是多给你的 试院者随手一挥 一道神秘印章 出现在行语面前 行语严孔紧缩 这是天极黄印 当日救下骷髅头后 他胸口便封印了一道天极黄印 根据赤红眼瞳所说 这天极黄印有两个 合并为一体 便能够掌控宇宙中非凡的能力 听他的十分玄乎神奇 行语也是颇为的好奇 可惜一直没有找到第二块 这东西普天之下就两个 单纯地去寻找 简直大海捞针 没想到 现在试院者直接送给了行语 我知道你身上还有一块 两块合一 会对你有很大帮助 试院者笑道 你便强了 日后才能够帮我 多谢 行语客气一声 便收下了天极黄印 没想到这么快就凑齐了 快快快 研究一下两块天极黄印盒在一起 会有什么效果 一叶铜纸中传来赤红眼瞳 唧唧喳喳的声音 折什么急 这东西绝非一般之物 有画符朽为神奇的能力 骷髅头说道 你活到现在 是不是就因为他 神秘断手问道 那这么说 你俩身上也有天极黄印啊 小双双 你会不会聊天 不会聊天闭嘴 骷髅头大骂道 行语 之前只有神秘断手 和赤红眼瞳俩家伙还好 现在多个骷髅头 可以说十分热闹 平时他们仨就各种说话 只是行语懒得搭理他们 稍后再试 不急 行语说完就不再搭理他们三个 对着试院者说道 现在西京魔楼应该很清静了吧 行语记得自己离开前 西京魔楼吸引来了不少天才俊杰 大家都为了来这里寻找天才地宝 当然更重要的是 为了扬名立万 这样才能够得到 圣法元城执法者的欣赏 从而获得前往执法界参加考核的资格 只要成为执法者 便能够礼于月龙门 直接进入圣法元城 那可是一辈子最大的荣幸啊 不知道多少人为此而疯狂 之前的行语就需要成为执法者 这样才能够顺理成章地进入圣法元城 并获得一定地位与资格 深入了解圣法元城日后 对抗欲外邪灵 但现在行语并不需要这些了 符文大陆的至尊境界 等同于天界的古帝王 按照消息称 圣法元城中也只有六大神迹一脉 拥有古帝王 且只有六位 而行语的修为已经超出至尊 达到了诸天帝君 可以说没有对手 自然不需要执法者这等身份 他完全可以强势走进圣法元城 找到神迹一脉 尤其是心灰神族 因为自己的妻子沐云长 被他们带走了 当年一声不响地带走 现在行语要打上门去 把妻子抢回来 曾经不敢做 曾经需要畏惧的 现在完全可以不在意了 没有人知道行语多么激动 他等着一天等了多久 他也终于露出锋芒 剑指傲风雨 三千四百四十六章 冥想东路 西京魔楼的人都已经离开 得到资格地前往执法界 没有得到资格地各自回家 试验者笑道 你现在准备去哪 圣法元城 行语说道 他本来打算从符文大陆离开之后 先参加执法界考核 然后进入圣法元城 在那里立足 同时也可以帮助陈二牛等人 九天之战的顺利进行 当然现在都不需要了 直接进入圣法元城做原本不敢做的事情 让一切都简单化 试验者点点头 道 道也没问题 不过有一点提前要告诉你 什么 天界古地之上是古地王 等同于符文大陆的至尊境界 而玄天世界 也就是无人禁区那里才有的诸天帝君 在天界也有 试验者说道 六大神迹一脉每一个神族 都拥有两到三位同等境界的老祖 行语有些惊讶 还以为最高只有古地王 没想到还有诸天帝君 这可是等同于半神了呀 天界还真是处处让行语看不透呢 你要去圣法元城 可以随便做你想做的事情 六大神迹一脉的面子也不用给 出了问题我也可以帮你 但唯有一点你要记住 试验者看向行语 什么 行语没有想到试验者说这番话 好奇地询问 切记不可破坏诸神木剑 行语眉头微皱 为什么 行语曾经进入过圣法元城 虽然只是待在圣天地界 但是因为正中圣天的讲解 行语对于圣法元城还是有很多了解的 圣法元城广袤浩瀚 区域之大 足足是天界正中天的十倍开外 在圣法元城中有一条最大的海河流域 被称为圣法元河 因为它将圣法元城分割为东西南北四片大陆 每一片大陆的区域都堪比枯禅陈天亮的天地几倍之大 每一片大陆共存的圣地古地数量也多得可怕 天界的主要力量几乎都集中在这里 这也是外界古地稀有的原因之一 它们更是对抗域外邪灵的绝对力量 这也是当年域外邪灵侵占时 圣法元城能冲出去这么多大能者对抗的原因 在圣法元城的四片大陆中存在着数之不尽的资源和质保 外界凤毛麟角的珍稀物品 在这里几乎都能随处可见 甚至还有很多上古时期的事物和传承 只要你有实力便能够获得你想要的一切 在四片大陆核心区域更有一片被封印的地方 名曰诸神墓界 关于诸神墓界 正中圣天并没有讲述太多 但却告诉行语 这是圣法元城境地中的境地 哪怕是执法者 神迹一脉都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进入的 关于诸神墓界的传言也好 传说也好 众说纷纭 普遍都说 诸神墓界是圣法元城的起源 那里曾埋葬了上古诸神时代消失的神明 也因为他们 才能够镇守住圣法元城 才能够与域外邪灵抗衡 当年因为苍天帝 诸神墓界又得到了增幅与强化 靠着诸神墓界神迹一脉的六大神族 才能够长久长存 拥有无敌的本领 现在诗愿者告诉行语 神族都可以屠杀 却不可动诸神墓界 看样子 那里有着难以言明的意义啊 诗愿者笑道 想知道吗 拿东西交换 我可以告诉你 行语翻个白眼 算了吧 我没兴趣知道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随意动诸神墓界的 虽然诗愿者没说 但很显然 那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或许对圣法元城 以及对抗域外邪灵 都很有帮助 行语哪怕是想杀神族 也不能让域外邪灵得利 那就好 一路慢走 我们改日再见 诗愿者笑着挥手 直接消失在身后 忽然出现的黑洞中 行语目送他离去后 伸了个懒腰 抬手打得响指 面前空间如同纸壶 一般崩碎 直接化作一条直接外界的空间通道 带上于心亭走了进去 关于圣法元城 语哥哥有不懂的 可以问我呦 于心亭细笑道 当年圣法元城建立时 我可是参与过的 行语一愣 他记得于心亭曾经说过 他参与过圣法元城 我差点忘记 毕竟曾经以为你在开玩笑 行语笑道 不过 你怎么愿意告诉我呢 我记得曾经问你 你都不说 现在与哥哥这么强 距离神明之境 都仅差一步之遥 有些事情 慢慢就可以告诉你了 以前不说 可是怕你会好高无远忧 于心亭嬉嘻嘻一笑 行语揉了揉鼻子 道 那诸神木戒是什么 你知道吗 埋葬神明之地 当真有神明 当真 并非浮温大陆的无人禁区那般 都是虚假的 诸神木戒真的有神明埋葬 于心亭嬉笑道 还记得曾经在天生界遇到的一位不死老人吗 行语一愣 记忆陷入了回忆 那是在天生界死虚之城所遇到的一个神秘老头 喊于心亭丫头 那也是唯一一个行语遇到的喊于心亭丫头的人 曾经不觉得有什么 现在回想一下 简直头皮发麻 于心亭都不知道活了多久 经历了多少岁月 那个老家伙又活了多长时间 恐怕真的如他所称一般 是个不死老人 他曾历练行语 在行语通过考核后给行语解惑 告诉行语他是神明之子 曾让行语一度怀疑人生 随后他也告诉了行语 域外邪灵的邪神 真的就是一位尊神 拥有神位的一尊神底 他前往这个世界进行战斗毁灭 目的只有三个 一个是侵占这个世界 第二是寻找十八道神迹 第三便是寻找刀剑神王的神格 若他得到神格 这个世界或许随着他一个响指 就会瞬间化作灰烬 所有生命都会永恒消逝 连轮回的资格都没有 行语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 在百年时间内冲击无上神明之境 抢先他一步得到刀剑神王的神格 曾经行语得到了刀剑神王的一半传承 也就是至今还在圣谷魂胎核心区域的刀精体与剑精体 那是神经构成蕴含无上之力 行语只有得到另一半传承 才能够感应到神格的所在位置 抢先一步 只不过这么多年过去 行语都没有所获 就连最强的三大地命至今还有两个没有找到 简直让行语愈先愈死 如果行语不提及都险些忘记了 3447章 圣天地剑 你忽然提及那个老头干什么 当年他可是把我整个好惨 行语苦笑一声 玄机猛地眼孔紧缩 你难道是说刀剑神王的神格埋葬在诸神木界 于心廷翻个白眼 如果有这么简单 域外邪神早就倾尽一切手段打碎圣法原成 抢夺神格了 你觉得他会放弃神格 而爱惜自己手下的域外邪灵吗? 说的也是 那你提及他做什么? 很简单 就是想告诉你 诸神木界确实有神明 而死去的神明都是曾经跟随刀剑神王的神明神士 懂了吗? 于心廷说道 后来因为苍天地将诸神木界进行了重建 更加稳健 也能够完美庇护圣法原成 在神迹一脉的守护下 才一直持续至今 刑宇点点头 然后问道 那个不死老人是什么人? 于心廷饶有深意地看了刑宇一眼 然后看向前方电光闪烁的空间通道 道 跟刀剑神王有关系 刑宇倒吸一口冷气 我擦 活了这么久 不然 你以为为什么叫不死老人? 他是真的不会死 哪怕是神明将士 也弄不死他 那你呢? 跟他不也差不多 我和他还不一样 我需要积累轮回原始之力 当力量耗尽 就会陷入沉睡 虽然不死不灭 可以长久地在世间存在 却无法像他一样自由自在 刑宇点点头 还真是头一次听于心廷说起这些呢 所以要听诗愿者的 诸神木界不能动 于心廷嬉笑道 而且你知道 为什么玉外邪灵 不会破坏圣法原成吗? 为什么? 因为圣法原成是一座神镇的基石 于心廷笑着告诉刑宇一些事情 让他眼孔紧缩 神色大变 好了 暂时告诉你这些 接下来我看情况 再慢慢告诉你应该知道的事情 于心廷笑道 刑宇神情深邃地看向于心廷 道 你要离开我吗? 于心廷脸色一僵 但很快就恢复正常 狐疑地看向刑宇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我不是说过吗? 什么时候都不会 刑宇点点头 没有再问 心里他是许多 于心廷一直不说很多事情 现在忽然慢慢告诉他 让刑宇有种感觉 他要提前交代这些事情 然后离开 不知道为什么 下意识地拥有这种想法 或许是自己想多了 也或许是因为刑宇的离去 对于身边的至亲豪有过于敏感 不想他们离开吧 刑宇笑了笑 下意识地抬手握紧了身旁于心廷的手掌 就好像要将于心廷牢牢握在手心不许离开 让他眉宇间带着甜甜的笑意 他喜欢这种被刑宇保护的感觉 从西京月宫到圣法园城有着极其遥远的距离 但是对于刑宇来说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很快在刑宇面前便浮现出一道光门 刑宇随手一挥 光门放大 刑宇和于心廷便直接冲了进去 光芒亮如白昼 但片刻适应后 映入眼帘的便是广袤无垠的圣法园城 圣法园城内极其庞大 比天界的正中天还要庞大几倍 不知分为东西南北四大陆 如果方向没有计算错误的话 现在所处的位置应该是东大陆 陈二牛等人所在的圣天地界云阳海阁就在东大陆 刑宇上一次带着圣法令和古地令离开的时候 便游走了东大陆一周 四处看了看 现在所处的是一片横跟了山岳的山脉 山脉尽头便是一片辽阔无垠的巨大城池 刑宇刚准备带着于心廷离开此地 直奔城池而去 谁知四周的苍穹忽然轰隆隆的作响 随后阴云密布 电闪雷鸣 万道狭妖之光 如药日一般璀璨 紧接着 空间就像纸壶的一样裂开一道道裂缝 上千位修为高达古地的身影 踏空而至 身着相同的服饰 各自手持冰冷的地气 咬指行宇与于心亭 挨者何人 强行闯入圣法园城 可知死罪 为首的一位古地衣袍震动 冷漠地看向行宇 不带有丝毫的感情 行宇眉头一挑 看到他们的这副样子便知道 他们就是圣法园城 凌驾于规则之上的 圣法园城守护者执法者 执法者由神迹一脉所建立的 负责保护圣法园城 同时执行规则与任务 无数人都想要成为执法者 因为只有这样 才有机会光明正大的走进圣法园城 更可以圣法园城和外界自由的出入 还可以得到培养 如果运气好被神迹一脉的人欣赏 那么此生真的就达到了巅峰 往日的行宇就是想要执法者 从而在圣法园城立足 对于执法者行宇了解的并不多 曾经来东大陆的时候 想要寻找执法者都很难寻找 没想到 现在刚刚抵达圣法园城便被执法者给包围 看来圣法园城果然是有听听说的阵法 否则其可能一进来便被这么多人包围 行宇暗暗想到 在执法者抵达后 行宇就第一时间的感知到 自己来时的路已经被封锁 也就是说 进来或许很容易 只要达到古地巅峰便可以凭借着自身手段与能力闯进来 但是能进来却不一定能够回去 怪不得当年的域外邪灵这么多邪灵都没有冲进圣法园城 刚刚抵达 行宇并不想造成太混乱的影响 抬手一挥 圣法令以及古地令便从体内飞出 漂浮在面前 行宇抱拳拱手道 我是圣法园城之人归属于圣天地界 这是圣天给我的 可以验证 那为首的 古地抬手一招 行宇的圣法令以及古地令便飞到他面前 仔细检查后点点头 道 确实是圣天的东西 可以证明身份 行宇轻笑 还没有继续说话 谁知道 此人猛然将圣法令以及古地令捏碎 冷漠地看向行宇 道 虽然能证明你的身份 但是你为何不从正门进来 而是要以这种方式走进圣法园城 行动可疑 身份可疑 束手就擒 所以我们回到执法堂接受调查 还有你 他冷漠地看向于心亭 道 你的圣法令和古地令呢 我看是没有吧 一并抓起来 女的杀掉 男的押走 是 三千四百四十八章 万帝抓捕 轰隆隆 上千名古地执法者 随着号令猛然间踏前一步 刹那间仿佛要将天地踏破 剧烈轰鸣声震耳欲聋 那可怕的威能 更似乎要将人给一并吞噬 刹雨和于心亭 在这等威压之下 看上去宛如两只蝼蚁 一般渺小 刹雨也谋一寒 他知道 执法者在圣法原城之中 权力极大 只是万万都没有想到 执法者竟然可以如此随意妄为的抓人 如果只是他们作威作福习惯了 刹雨还可以理解 大家族大势力都会犯这种毛病 这是古老势力长久以来 因为地位过高而有的通病 可是 如果他们其中有欲外邪灵渗透呢 岂不是说 他们肆意妄为的杀人 刹雨很愤怒 没想到一进来便遇到这种事情 看来圣法原城 是需要有个人出面 好好清理整顿一下了 我如何进来干你何事 我没有触犯圣法原城的规则 你又有什么资格来抓我 仅仅凭借你的判断 就可以主观地给我定罪 置我于死地 刹雨冷漠地说道 莫要以为你是执法者 你便可以肆意妄为 这里是圣法原城 是神迹一脉在掌控 而不是你们执法者而已 为首古地一愣 很显然他没有料到 竟然有人胆敢说出这番话 因为任何人见到执法者 都是毕恭毕敬 害怕得不行 别说抓起来严刑拷问 就算是直接杀了他们 也不敢反抗 因为一旦反抗 就是藐视执法者的威严 就是在挑衅神迹一脉的权威 这等罪名诸九族都是轻的 呵 有点意思 你是我齐龙就任执法者以来 第一个胆敢不给我面子的人 也是第一个胆敢反抗的人 齐龙冷笑一声 双臂环抱于胸 嘲弄地看向行语 道 你说的没错 在圣法元城 确实是神迹一脉最大 我们只是执法者而已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权力 但是 你好像忘记一件事 我们就是神迹一脉的人 我们的权力都是他们给的 我们是一家人 低头俯瞰行语 他冷笑道 别说你现在行动可疑抓你 就算是你什么错都没有犯 我把你们抓起来 诸九族都可以 神迹一脉 也不会找我们麻烦 更不会有任何人找我们麻烦 您杀错不放过 没听说过吗 真是个纯小子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行到如今这个地步的 还得到了圣天的老家伙给予的圣法令和古地令 我可是听说他为人很不善呢 哦 你胆敢底气十足的跟老子这么讲话 不会是以为圣天能够保护你吧 哈哈 那可就真的太有意思了 别说圣天 就算是神迹一脉的神族之人 也就不了你 因为我说的 你该死 你就必须死 齐龙难得遇到行语这种异类 忍不住说了很多话 他觉得很有意思 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 忽然多出一些调味剂 他很乐意见到 并且陪他玩一玩 看着齐龙那副嚣张大笑的样子 行语神情逐渐平淡 好像不再愤怒 但是 如果有熟悉行语的人看到 行语这个样子 一定会为齐龙默哀 因为行语已经下杀心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行语看向齐龙说道 原来执法者执的不是法 而是人 真有意思 明白了 齐龙撇了撇嘴 冷笑道 可惜你明白的太晚了 老子现在很不爽 如果你不想死的太惨 最好跪下来好好求求我 我或许会饶了你一面 哦 还要你旁边 这位如花似玉的女人 嗯 不得不说 长得真漂亮呢 可惜老夫早已介遇许多年 不然今天要好好品尝一下呢 当齐龙话音落下 他身旁的不少人都发出笑声 看向夜秋和于心亭 就好像是蝼蚁一样 不管你实力如何 身份如何 在圣法园城这个地方 他们执法者便是神迹一脉之下 最强的存在 是一切规则和秩序的掌控者 无论你在外界是龙还是虎 在这里都要给老子趴下 于心亭看向齐龙等人 眼眸中带着可怜 摇摇头 松开行语的手 后退两步 道 于哥哥 看你的了 行语没有回答 只是眼眸平静地看向齐龙 道 我也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跪下来好好求求我 我或许会让你死得舒服些 啊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呢 齐龙摇摇头 就算是行语实力很强 能是他们一千位谷地的对手 就算是有一定几率能打得过 他也活不了 要知道 这里可是圣法园城 执法者数不胜数 胆敢与执法者作对 就做好死的准备 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什么人 你都只有死 兄弟们 既然他想要找死 那就送他一程吧 不过这么有意思的人 已经很少见了 可不许打死 带回去抽时间审问审问他 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当齐龙花音落下 不少人都笑着点头 龙哥放心 我们一定会让他感受一下 什么叫执法者的 好好给他上一课 胆敢与我们执法者交手的人 整个圣法园城屈直可数 你一介蝼蚁胆敢挑衅 不让你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实在是对不起你的良苦用心呢 别废话了 我已经想要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不少人议论大笑 缓缓朝着行鱼走来 看上去似乎很随意 但是每个人 都释放出了强大的谷地之威 所有威能融合 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恐怖气场 方圆百万里内 整个山脉都在颤抖 似乎要在这股威能中 崩离破碎 行鱼冷漠地 看向齐龙等人 道 这是你们找死 可莫要怪我冷漠无情 不知死活的家伙 一名古地冷哼一声 一剑猛刺 天地昏暗 万龙齐出 环绕通天的剑芒 直接轰向行鱼 行鱼丝毫没有反应 只不过等剑芒即将领体的时候 抬起一根手指 轻轻一点 哄 行鱼明明没有释放任何力量和气息 可是剑芒瞬间爆碎 可怕的力量潮吸疯狂肆虐 更诡异的是 攻击行鱼的那位古地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任凭力量潮吸疯狂冲击 脸色煞白 行鱼眉宇间闪过一抹淡漠 一道无形的剑刃骤 骤然划过长空 然后这位古地 直接支离破碎 化作漫天血舞 你 你真敢杀执法者 齐龙脸色大惊 实在是没有想到 行鱼真敢动手 更让齐龙心惊的是 行鱼的实力 所谓行家一出手 就知道何等不凡 叶秋一根手指挡住古地一击 还顺息抹杀掉 这是什么修为 臭小子 你死定了 齐龙话还没说完 让他此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刚刚斩杀古地的 拿到剑刃迎风暴涨 瞬息怒劈而下 更诡异的是 所有执法者都原地罚战 根本不反抗 噗哧 剑芒闪耀 宛若无敌神光 千鸣古地怦然消失 苍穹之上 只剩下血物 3449章 鸣冤之主 古都 齐龙狂吞了一口唾沫 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千鸣古地 瞬息毙命 血物混杂在清风中 呼啸着消失在苍穹之巅 让齐龙灵魂深处 都感受到了绝望与死寂 刚刚发生了什么 千鸣古地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没有了 只是一根手指啊 竟然都没有抗住 太夸张了吧 看着副手而立 淡然冷漠的行语 齐龙这才明白 为什么这小子 胆敢如此狂傲地 蔑视自己执法者的身份 说动手就动手 这份实力和手段 是绝对的底气啊 还剩下你自己 有什么想说的 行语平静地说道 他现在真正的修为 就是诸天帝君 古地在他面前 就相当于天帝在古地面前一样 宛若蝼蚁 无论你有多强 面对掌控着无上之力的行语来说 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怜反抗 我我我 齐龙后退两步 充满恐惧地看向行语 深吸口气 说道 你 你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肆意闯入圣法原城 肆意屠杀执法者 神迹一脉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是在挑衅他们的威严 齐龙自从成为执法者以来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索性他没有吓到话都说不出来 搬出了神迹一脉来压行语 哦 行语轻笑 抬手一招 齐龙就惊恐地发现自己动弹不得 自主地飞到行语面前 这一刻 齐龙真正地知道 双方实力差距究竟有多大 自己堂堂古地 无数人眼中至高无上的存在 在行语面前竟然宛若一个蝼蚁 行语双眸看向他 他根本不敢与行语对视 仿佛蕴含着无上神光 让他下意识地低头 然后双腿不受控制地 砰地跪到行语面前 你不是说 神迹一脉也就不了我 你说 让我死 就让我死吗 行语轻笑 让齐龙面如死灰 往日都是他威胁恐吓他人 不曾想到自己身为执法者也有这么一天 不甘和明知必死的齐龙深吸口气 挣扎着抬起头看向行语 杀掉我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就把圣法原成所有执法者全部杀掉 如果杀不掉 死的就是你 无论你有多强 神迹一脉和执法者都将可以制裁你 在这片天地上 他们才是真正的主宰 其余人都只有俯首称臣的份 而且告诉你 我们死后 执法堂立刻就会知道这里的事情 你根本无法掩盖这件事 等着被制裁吧 哼 行语嘲弄地瞥了一眼齐龙 道 希望如你所愿 不过 你要比我先走一步 碰 行语大手下落 齐龙的身躯 直接化作血雾 随风消逝 行语本来根本没兴趣下杀手 但这狗东西 自己找死 可怪不得行语 不过通过齐龙 行语也真正地知道 执法者在圣法原成何等之高 执法者也必须要治理一下了 既然执法者死亡之事 会很快被知道 那就不能先去圣天地界了 行语来到东大陆 还想着顺路去看看 在云阳海阁等候参加九天之战的陈二牛等人 虽然分别了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对于行语来说 这个时间跨度可是非常大的 他很想念 但是现在斩杀了执法者 行语就不打算去了 在暂时没有和神迹一脉接触 将此事解决之前不能去 否则就是凭空给圣天地界招惹麻烦 让他们陷入危机 多为自己担忧 如果让他们提前知道自己与陈二牛等人认识 抓来当做人质 可就麻烦了 行语相信 神迹一脉断然不会做出这种 犹辱自己门风之事 可是行语很担心 执法者之中 是不是混进了域外邪灵 他们绝对能够干得出来这种事情 那就不需要去圣天地界了 直接去东大陆的执法堂 既然执法者会找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先去找他们呢 于心廷嬉笑道 从那里可以直接通过神门 前往神迹一脉所在之地 神门是直接通往神迹一脉所居住之地的唯一途径 神迹一脉也在圣法原城 只不过单独处于一个世界之中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凸显出他们凌驾于其他家族种族的身份 如此正好 行语轻笑 带上于心廷踏步前行 上次来圣法原城首先考虑的是 如何稳定身份 在这里长久居住 然后徐而徒之 现在要考虑的是 如何征服神迹一脉 先找到心灰神族 就回沐云长 与域外邪灵交手 灭掉奥风云的计划 可以全面提上日程 行语已经不需要等了 紧急号令 东大陆西南侧北山空间凭空撕裂 出现一男一女 千名古地执法者前往 不到一刻钟 全员覆没 立刻前往调查探寻 调出执法者对长齐荣古魂最后的记忆影像 身份确定 男子叫做行语 天界西北天与天地宗宗主 代表西北天前往圣天地界九天之战 在圣天地界 获得正中圣天给予的圣法令 与古地令资格 至于女 暂且不知 消息指出 他实力深不可测 不可大意 立刻通知整个东大陆 派遣最强者 进行搜索抓捕 在齐龙死亡后 不过短短百息时间 执法者死亡的事情便传到了东大陆执法堂 随后执法堂调令安插在圣法园城的种种信息渠道 轻松调出行语的所有信息 同时整个东大陆各大势力 进行全面搜寻抓捕 执法堂真正的恐怖 体现得淋漓尽致 神族在圣法园城经营了无数岁月 积累下了不知道多少手段 只要是执法堂的执法者 想要找谁 想要杀谁 你根本无所遁形 虽然圣法园城的四大陆都很庞大 但是分分钟就能够找到 谁也跑不掉 执法堂对于处罚规则之人 从来都是杀无赦 而斩杀执法者是重罪中的重罪 抄家灭门都是最轻的处罚 圣法园城已经无数岁月都未曾出现斩杀执法者之事 执法堂格外重视 无论是人员调动还是信息速度传播都快得惊人 也因此几乎短短一个时辰 行语之名斩杀千名执法者的事情便传遍了整个东大陆 引起了浩然动荡 3450章 城外屠杀 圣天地界 云阳海阁 九天之战即将开始了 怎么宇哥还没有回来啊 某个房间中 陈二牛趴在桌子上 无趣地摆弄着面前的水杯 早知道跟他一起出去玩了 一定十分有趣 在这里待着太闷了 在陈二牛身后还有一男一女 仔细看去赫然是詹明和以及他的女人蒋霞 还好 有霞陪着 我在这里都无妨 詹明和端起一杯茶喂给蒋霞 让蒋霞脸颊微红 浅笑低头 陈二牛直翻白眼 天天喂狗粮 简直欺人太甚 他刚准备说话 只见房门碰得被踹碎 晨雾翻飞 但是陈二牛三人丝毫不慌 甚至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陈二牛便说道 我说三少爷 你天天都把人家的门给踹碎 多不好看啊 门外传来冷哼的声音 只见一名周身闪烁着暗金色赤圣金光的男子 踏步走了进来 他个头威猛 身材魁梧 远远看去 便充斥着无敌的霸气 尤其是一双眸子 带着尊贵与傲然 仿佛是屁腻天下的霸主 而他也确实有这个资格 因为他是熬龙霄 被称为龙霄帝尊的无敌存在 曾生活在无数岁月前 太古史龙族还没覆面时的老古董 在那个悠久无尽的时代 他都是屁腻无敌的霸主 而今更是 他踏步走进来 坐在尘二牛面前 冷哼一声 道 这破地方太没意思了 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也就算了 还没一个能打的 实在无趣 早知道就不来了 也不知道行语那小子去哪了 还不赶紧回来 喂喂 你俩能不能不要秀了 狗粮都快吃吐了 詹明和轻笑 倒也不生气 接触了几个月的时间 他早就知道了熬龙霄 这位最喜欢别人 叫他三少的家伙 是个很不错的人 只是性子略微暴躁些 无数岁月养成下来的习惯 根本很难改 当然 对于熬龙霄 他是十分佩服的 三个月前来的时候 他才刚刚踏入元圣帝后期 可如今已经是古地巅峰 按照熬龙霄所言 他曾经可是干掉过古地王的存在 只是因为地区被毁 地魂被封锁 修为全无导致 现在重新炼体重修 找回修为罢了 否则 到如今他绝对是个无人能敌的神 陈二牛看着发牢骚的熬龙霄笑了笑 刚准备说话 忽然门外走来一名女子 他脸色阴沉地说道 圣天大人召见我们 立刻走 陈二牛看向他 眼眸中难言惊艳之色 他是当初一起随性而来 参加九天之战的人 也是当初排名前十第一个存在 叫做墨月乙 来自赤阳岩族 拥有阎阳地体 变异而成的虚阳地体 可领悟无上太阳原道 掌控至刚至阳的太阳地炎 真实战斗力强大的一批 陈二牛私下和他切磋过 哪怕开启他的无上天赋无心境 都很难抗衡 只能打个平手 能战胜他的唯一方法 恐怕就是提前突破到谷地了 看到墨月乙神色凝重地走进来 陈二牛有些诧异地问道 怎么了 往日里 墨月乙可是很淡定的 情绪很少出现波动 关于行语的 他出事了 墨月乙一言出 房间里的詹明和蒋侠熬龙肖陈二牛齐齐站起身 片刻后 云阳海阁某处殿语中 墨月乙一行人抵达 在他们面前 站着正中圣天 长相和行语一模一样的存在 只不过 他平日里都会蒙着面 圣天大人 我大哥怎么了 陈二牛连忙问道 正中圣天端坐在宝座上 沉声道 他回来了 只不过 一回来就惹了天大的麻烦 一个时辰前 他和一名女子不到一刻钟 斩杀千名古地级的执法者 惊动了执法堂 现在他的消息和画像 传遍整个东大陆 所有势力都在全面抓捕 我靠 大哥这么屌 陈二牛第一时间发出惊叹 斩杀千名古地执法者 看样子是他这三个月的提升 是巨大无比的呀 沾鸣和扎扎嘴 他能提升岂不是很正常 有老祖宗跟着呢 敖三少不屑地说道 但没雨间能看得出来 还是为行雨感觉到高兴 看着几人不是担心行雨的安慰 让郑中盛天一脸黑线 墨月仪也是苦笑的 看了一眼瞻鸣和几人 然后询问郑中盛天 道 现在有他的消息吗 墨月仪和行雨没有什么瓜葛 往日也不曾相识 只是因为九天之战才相识一起 但是现在 他需要了解行雨的所有事情 和他的动向 因为是他作为队长 带着他们来参加九天之战的 他如果出现了问题 现在斩杀执法者 他们是要肩负连带责任的 根本逃不掉 他们在盛天地界待了三个月 虽然没有走出去 但也是切身处地地知道 执法者在圣法原城 究竟是有多大的权威以及号召力 现在行雨竟然斩杀执法者 还是一口气杀掉千名古地级别的执法者 简直让墨月仪心脏都差点跳出来 一方面是震惊于行雨的战斗能力和提升速度 另一方面就是害怕啊 郑中盛天摇摇头 道暂时没有任何消息 但是恐怕很快就有结果 莫要小看了执法堂的能力 他们只要想抓谁 没有人能够逃走 郑中盛天的话 让成二牛几人脸色一沉 道那现在有什么办法没有 他摇摇头 道如果执法堂找到了 我们就不了 实力差距太大 如果执法堂找不到 我们更加找不到 按照行雨的性子 断然不会来盛天地界 给我们多添麻烦 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等着吧 他抬头看向店外 眼眸陷入深邃 三个月前 成为执法者这个事情 还是他建议的行雨 只是没有想到 会演变成这个样子 按照时间推算 现在行雨应该是在 地灰盛天的执法界参加考核啊 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 还斩杀了这么多执法者 还有他的实力 怎么会这么强 郑中盛天深吸口气 眼眸中带着一丝外人难以察觉的古怪 他有种感觉 行雨或许 有备而来 因为他可不是一个 会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的小狐狸啊 3451章 懒得杀你 圣法元城 东大陆 东大陆上有着成百上千万的宗门势力家族 犹如繁星一般密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因为圣法元城进来的条件最低修为都是圣地 导致这片大陆世界上几乎是天界强者集中地 无论是东大陆还是其他三大陆都拥有着数之不尽的天才地宝和西式珍宝 有机缘者运气好 一朝崛起 成为无敌古地 甚至成就非凡古地 无论地位还是声望 都与日地增 成为这片大陆的佼佼者 统一一方强者 当然 机缘虽多 但险境和危险也无处不在 不知道多少人丧命 而这个先天条件也让东大陆上存活下来的圣地亦或是古地 个人实力和战斗力都出奇的高 哪怕是同阶 圣法园城内的圣地古地 也都比外界更加强悍 无人能及 往日里的东大陆充斥的最多的消息便是 哪里出现了奇珍异宝 哪里又死了多少人 谁与谁又进行了交战等等 但今日却不同 整个东大陆 各界各域都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行语 以一己之力轻松斩杀千名古地执法者 一下震惊了所有人 斩杀执法者 这是他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是行语却做到了 还一口气杀掉这么多人 实在是让他们难以想象 所有人都在四处搜寻和调查行语的身份和消息 想要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 但是最终得到的消息 少得可怜 毕竟行语并没有在圣法园城待过多久 只有少量的信息 但仅仅这些少量的执法堂传来的消息 就已经让他们诧异 西北天 与天地宗宗主 一届少年 刚来正中天不到三个月 消息中的修为应该是圣地 可是他现在却碾压谷地呀 他怎么做到的 很多人都怀疑行语得到了无上秘法 现在绝对不好惹 当然很多人也在摩拳擦掌 调令人手 开始四处寻找行语 执法堂已经放出话要抓捕行语 在圣法园城这个地方 得罪执法堂就等同于得罪了神明 让你什么时候死 你就什么时候死 根本就没有反抗和反驳的机会 无数岁月以来 他们已经验证过太多次 得罪执法者必死无疑 行语现在斩杀这么多执法者 必死无疑 如果能够提前一步抓到行语 等同于立了大功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必须要立功 行语虽然也很强 但是跟执法者来说 还是太弱了 他会为了自己的鲁莽付出代价 立刻通知所有人 调令所有手段搜寻行语 一定要抢在别人之前抓到他 找到行语后 切记不可动手 他现在实力有些深不可测 你们根本不是对手 只需要立刻发回消息即可 通知执法堂让执法者去动手 我们坐等着 结果就好 奶奶的 一定要抓到这小子 他可比那些宝贝吃鲜多了呀 快快快 东大陆各地 都响彻着这样的声音 可以说 今天是东大陆 近些年最热闹的一天 所有人都热火朝天的搜寻着行语 不过 并没有人去圣天地界 因为执法堂传出的消息中 并没有说明 行语与圣天地界有关系 似乎特意隐瞒了这一件事 东大陆某楼阁之巅 行语副手而立 看着四处飞行的圣地古地 到处吵闹着寻找自己的声音 不禁摇摇头 还真是小亏了执法堂的能力 才短短一个时辰的时间 竟然整个东大陆 都知道了他的信息和事情 命令所有人进行抓捕 这是何等的掌控力 这还只是执法堂 如果是神迹一脉的神族呢 虽然面临整个东大陆的追捕 但是行语丝毫不慌 想要抓捕他的人很多 可都没有丝毫的威胁 别说一万十万 哪怕是百万也不堪一击 实力差距太大 根本就没有比较性 脚步一踏 行语便牵着于心亭的手掌 直接奔着远方即行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执法堂 不过一定要速度快 否则很快就会被发现 虽然他们不会对行语造成什么威胁 但是纠缠着也会单个时间 实在麻烦 圣法元城 除了四大陆 以及中央的诸神墓界 其实还有一处鲜为人知的地方 那里凌驾于世界之上 与天其高 是诸族鼎里膜拜之地 也是 神迹一脉所居住之地 那里名曰圣法神界 想要前往圣法神界 只有两个方法 从四大陆执法堂内的神门前往圣法神界 亦或是得到神迹一脉的召见 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前往圣法神界 据说 就算是圣法元城破碎 就算是天界坍塌 圣法神界都会安然无恙 那里是神迹一脉穷尽无数岁月所打造的 极其稳定而强大的世界 是神迹一脉的核心 圣法神界 远远看去 它除了更加的广袤无垠 堪比好几个东大陆 和外界一般无二 如果要说不同 那一定是圣法神界内所蕴含的圆道气息 浓郁到了无法理解的地步 圆力化作雨滴飘洒在天地之中 仿佛圣法神界便是天地圆道所化而成 在圣法神界之中 有六道通天神柱一理 每一道通天神柱都在不同的方位 绽放着独特的光芒 似乎是神明所居住之地 圣法神界内的城池建筑和繁华 也都是以六道通天神柱为中心 朝着四周蔓延发展的 通天神柱便是核心中的核心 六大神迹一脉 也分别以六道不同的通天神柱为源头 而生存在圣法神界 在六道通天神柱的正前方 也就是被六道通天神柱所包围中央的区域 有一道天空之城 也是圣法神界唯一的天空之城 它光辉灿烂 神光乍现 宝光识色 宛若由神明之力所推举而服 蕴含着比秩序更高深的规则 比天地更富有威严的气势 哪怕通天神柱高高在上 光辉璀璨 可天空之城比他们更加耀眼夺目 在天空之城中 某处房间 一名男子正盘坐扑团静静打坐 忽然一缕特殊的气息意念 穿过无尽的空间 准确传达至耳畔 让男子微微睁开双眸 行语 哼 那位天选之子吗? 有点意思 3452章 不堪一击 东大陆执法堂 位于东大陆的中心地带东极地城 东极地城辽阔无垠 城中更有城中城 位于核心区域 那里被称为执法城 是执法者才能居住的圣地 也被称为执法堂 象征着执法者无论地位还是身份 都远远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执法城内部 并非想象中的城池模样 绝大部分区域都是山川大河 古墓森林 执法者随心所欲的居住 拥有着随意建造房屋建筑的自由权 真正看起来像城池的地方 只有中央有一片密集地建立在山间的阁楼 被称为执法阁 那里是东大陆执法堂之主 以及长老所居住之地 而传说中 通往神迹一脉所在的圣法神界的神门 便坐落在这里 他们也是守护者 执法阁中央阁楼大厅 一名男子静静坐在太师椅上喝着茶 执法堂堂主 执法城城主都是一个人 便是此人冤昆宏 整个东大陆权力最高的第一人 被称为明冤之主 死亡执行者 无数在外掌握生杀大权的执法者 在他面前都要俯首称臣 无论修为高低与否 因为他是神迹一脉直接授权的堂主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反抗 而能得到神迹一脉直接授权认可 他的实力和能力也是绝对强悍的 虽然无数岁月以来都没有动过手 但内部人员都很清楚 因为他的修为早已经达到古帝王 外界很多人都觉得 古帝王是超越古帝的最强境界 整个圣法园城乃至神迹一脉加在一起 也就只有六位 是神迹一脉强大的保障 殊不知 站在顶层的这批无敌古帝 有不少人都已经踏足古帝王之境 拥有着凌驾于万帝之上的实力 圣法园城四大陆上执法堂的每一位堂主 都拥有着古帝王的境界 也因此 可以代替神迹一脉 安稳地掌控圣法园城 让一切都在可控制范围之内 否则神迹一脉又岂会这般放心 砰砰砰 门外响起敲门声 冤空红头也不抬得轻声说道 进来 门推开 一名白发老者缓步走来 恭敬地单膝跪地 道 拜见明渊大人 何事 直说便是 冤空红道 迄今为止 已经过去三个时辰 依旧没有行语的消息 白发老者皱眉道 他忽然出现 又忽然消失 不知道究竟想去哪里 想要做什么 我们通过特定的圆阵和方法 感知到了他的气息 一直在朝着东大陆中心地带赶来 只是究竟在哪 一直抓不到 他速度有些太快 执法者之所以对圣法缘程 有着绝对掌控权 便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圣法缘程的特殊性 逐一寻找或者掌控某一人 只要你所处在圣法缘程之中 便能够随时被找到 他们也能通过这种方法寻找到行语 只是行语的气息隐秘起来 很难察觉 又因为他的速度有些快的恐怖 还没有来得及 确定他所在位置 就又已经消失 朝着其他地方赶去 明明就在眼前 却抓不到 这是一件很让人苦恼的事情 冤坤红轻轻放下茶杯 伸出手 白发老者当即恭敬的地上来 一道白色石板 冤坤红抬手一点 白色石板幻化出万般光泽 直接流转在半空 片刻时间便显化出了大半个东大陆的景象 就像是一个精致版的地图 地图中的山石楼阁 全部都是立体的 而非平面 在地图之上 有一条淡淡的红线 一直朝着东大陆的中心地带绘画 这便是行语前进的大概方位 他们通过圣法缘程而得知的 冤坤红眼眸深邃地盯着这条线 不知道在想什么 足足一刻钟后 冤坤红随手收起石板 丢给白发老者 道 命令所有执法者 立刻通过特殊渠道赶回执法城 白发老者点点头 但还是不解地问道 这是为何 因为他的目的地 是我们执法城 什么 他赶过来 白发老者一脸错愕 有些怀疑冤坤红的判断 但往日里无数次证明过冤坤红的判断正确率 他又不得不信 但他还是说不出的惊讶 现在行语斩杀了执法者 面对他们的抓捕 不想着如何逃走 反而想要冲到执法城 他究竟是找死呢 还是 有备而来 能够挥手斩杀千名古地的家伙 绝对不简单啊 尤其是 这家伙和正中圣天长得一模一样 彼此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关系 外人或许不知道 但是他们见过正中圣天的本来模样 所以对于行语和他模样相同 都有些惊讶 但仅仅如此就胆敢找死 还是有些猜不透 他一定会来的 冤坤红缓缓说道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 但目的地一定是执法城市没错的 做好准备吧 是 我立刻去通知下去 白发老者恭敬地点头 转身离开 当白发老者离去后 冤坤红面露深邃的笑容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看看你究竟提升到了何等程度 东大陆 东极地城 这是东大陆最繁华最高贵的城池 也是东大陆的绝对中心 能够来到这里生活发展乃至扎下根基者 无异不是实力修为和背景都凌驾万人之上的存在 随便拉出来一位都将是名扬东大陆的存在 在东大陆一切都用实力说话 而能在东极地城这等中心城池立足 无异不是用绝对实力证明 城门外 浩浩荡荡的圣地古地在四处飞行 他们绝大多数 都一时间得知了东极地城内的城中城执法城传来的消息 要抓捕行宇 所有人都在摩拳擦掌 而就在此时 苍穹之上 华光一闪 一男一女落在城外 定眼观瞧 赫然是行宇与于心亭 执法城便建立在东极地城的中心 我们直接进去便好 于心亭笑道 行宇点点头 牵着于心亭的手掌 缓步走向东极地城 可是还没等走几步 面前猛然横跟三四名古地 站住 让我好好瞧瞧你们 嗯? 行宇 为首古地 当看到行宇后 震惊一呼 旋即脸庞上便露出兴奋的笑容 但凡一男一女她 都会拦截下来查看 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 行宇眼眸威宁 被发现的还真快 那么 就杀进去吧 3453章 前往神门 行宇 真的假的 在哪在哪 随着行宇面前阻拦道路的古地大喊一声 方圆百里内的所有圣地古地都猛然一阵 四处关桥 嘿嘿 没想到 踏破铁鞋无秘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看向行宇 面露阴冷 仿佛行宇就是他通往巅峰的令牌一样 眼珠子都在放光 给我上 拿下他 我们找执法者领赏 是 几位古地大喝一声 兴奋地爆发地数 攻击向行宇 消息中称 行宇的战斗力极其强大 但是他们并不畏惧 强宇若打过才知道 何况 这里是东极地城 执法城就在附近 他既然不知死活的胆敢来这里 那么就弄死他 原来他就是行宇 兄弟们快上 我们要先下守卫墙 很多古地都因为他们的呼喊而注意到 看到行宇后 兴奋地冲过来 仿佛行宇就是一个嗷嗷待捕的羔羊 若不禁风 谁先抢到 就是谁的 刹那间 上百位鼓子冲过来 天地因为他们散发出的强大气息 而震荡的轰鸣不断 太不拿我当回事了吧 行宇眼眸微冷 冷哼一声 整个空间都猛然震荡 旋即一层赤盛的无敌原力之光 以行宇脚下为中心扩散 轰 原力之光锁过之地 空间坍塌 地面暴碎 苍穹断裂 而这百位浩浩荡荡冲过来要动手的鼓地 瞬息湮灭 呼 当一阵轻风划过 一切又恢复正常 只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血腥味道 行宇周围的大地下线百丈开外 犹如一个巨坑 只是此时 只剩下行宇和于心亭二人 真把老子当蝼蚁了吗 随随便便 什么垃圾都胆胆挑衅我 行宇冷谋俯看四方 让城外不少还想要冲过来的谷地 忽然顿足站在原地 震惊的张大嘴巴看向行宇 我的乖乖 这 这是什么修为实力啊 这也太强了吧 他们都吞了口唾沫 震惊地看向行宇 原地站着不动 却顺心抹杀百名古地 这是什么惊人的力量 又是何等无敌的修为境界 简直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明明东极地城城外 有上千名古地 近万名圣地 但此刻全场鸦雀无声 行宇看向他们 神情带着冷漠 他已经达到诸天帝君之境界 又掌握着诸多福道之法 领悟诸天万道 原力蕴含万道之力 岂是这些寻常之辈能够抗住的 就算是古地王 以及诸天帝君级别的存在 都不是他的对手 何况是他们 还来抓老子 简直可笑而无知 行宇也没有说话 只是牵着于心廷的手掌 踏步踩着虚空 朝着冬极地城内走去 周围的诸地 宛若空气 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压根连放狠话吓唬他们的想法 都没有 谁敢上 就杀谁 既然不想让我安稳地走过去 那就杀出一条血路 怎么 怎么办 不少古地互相对视一眼 神情中都带着一丝恐惧和尴尬 不少人都吹嘘过要碾压行宇 要抓捕他去领赏 虽然行宇斩杀了古地 甚至斩杀了千名古地执法者 可很多人都没有当回事 只是觉得这是执法唐为了调动大家的情绪罢了 只是一个人而已 就算是再强 能够强到很过分吗 可现在看到行宇他们知道了 原来真的可以这么强 年纪轻轻 却掌握着他们看不懂的无敌力量 这让他们感觉到羞愧 眼睁睁放行宇大摇大摆地走进东极地城吗 不甘心啊 但是 又能怎么办呢 秀 一道光束 猛然从西北角落的一个古地手中飞起 直接在苍穹炸开 看到那道光束 所有人都颜孔紧缩 那是通知执法者的信号 碰碰碰 光束消失的不到三个呼吸时间 只见刚刚走到城门前 准备踏足的行宇二人面前 猛然间空间断裂 轰隆隆的巨响声中走出三千位执法者 每一位执法者的修为都高达古地 清一色的古地后期 比在场的每一位修行者都强 来的还真快 行宇顿足 面带笑容 碰碰碰 三千位执法者出现后 迅速将行宇二人包围在中央 旋即正前方裂开的空间裂缝中 又出现三声巨响 随后三名白发老者缓缓走出 他们三位长相相同 衣着相同 统一穿着月白色长袍 手持一样的拳杖 整气披散在肩膀的白发 随风而动 威严而庄重的气势席卷了全场 明明三位行将旧木般的老者 却有着碾压全场的无敌气势 看到他们三位 所有在场古帝都倒吸一口冷气 这 这是穆三爷 他们三位是执法城中十分有名的执法长老 穆三也是对他们的尊称 不仅长相相同 喜好相同 无数岁月以来 三人从来形影不离 只要三人出没 只要他们想杀的人 没有人能够活下来 据说神迹一脉都曾逐众家讲过三人 没有想到执法堂直接派遣穆三爷 看样子 执法堂也知道 行宇这家伙有些强得过分啊 周围人议论到 确实有些出乎意料的强大 不过穆三爷出马 基本上能够解决掉他了 据说三位都已经达到古帝巅峰 战斗力强的可怕 最重要的是 三人的修为能够合为一体 据说能够和古帝大圆满抗衡 不 据说与古帝王都有一战之力 很多人都点点头 缓缓后退 行宇确实有些厉害 但是现在他没有机会了 执法堂里有着不知道多少强大的存在 很多人都以进入执法堂为终极目标 招惹执法堂 简直就是必死无疑 才三千位吗 数量不够啊 行宇左右瞧了瞧 笑道 还有人吗 一起叫出来吧 省得麻烦 哼 消消之辈 在我等面前还敢大言不惭 简直不知死为何物 莫老大冷哼一声 手中全杖高举 指向行宇 道 动手 拿下 是 三千位古地执法者同时低贺 旋即同时爆发出一道光束飞向行宇 清晰可见 所有光束还没有抵达行宇面前 便诡异地融合一起 化作一道遮天蔽日的巨大圆阵 圆阵之中 一道雄伟的绝世战神之影出现 手持无敌长矛 直接刺向行宇 三千四百五十四章 圣法神剑 死 这是乱武战神阵 足以抹杀古地巅峰的超强圆阵 三千位古地同时爆发形成的阵法 怎么能不抢 恐怕这一阵就足以抹杀他了 看到手持长矛 宛若绝世战神般出现的身影 城外朱棣都倒吸一口冷气 行宇在这战神面前宛若一只蝼蚁 怎么可能战胜他 三千位古地的力量融合在一起啊 谁能扛得住啊 然而没有人看到 光辉照耀下的行宇面露一丝嘲弄 只见他衣袖微微震荡 秩序地法宛若天地本源之光自脚下席卷苍穹 紧接着手掌微微前推 整个天地就好像一张虚无的纸张被行宇猛然握在掌心 咔嚓一声 随着行宇手掌紧握 方圆十万里的虚空顷刻暴碎 这无敌般的战神所爆发的攻击 还没有降临在行宇面前 就瞬息随着暴碎的虚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扑痴 三千位古地因为阵法的忽然消失 受到了强烈反噬 齐齐狂吐一口鲜血 后退数百步 死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目瞪口呆地看向行宇 发生了什么 怎么一瞬间这无敌般的阵法消失了 它到底是有多强啊 好厉害 穆三爷三人对视一眼 神情都带着惊恐与畏惧 别人或许看得有些迷糊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他们三个就在行宇正前方看得真真切切 天地间的秩序规则 就好像是玩偶一般被行宇随心所欲地掌控在指尖 随着它的舞动而变化着规则爆发出无敌般的力量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地数地法 它就是法 就是秩序 已经掌握了本源的行宇 随时随地可以调动所有力量化为己用 就好像一个手持无敌神剑的小孩去对抗活了几万年的老怪物 哪怕是正面对抗不敌 老怪物靠着智慧也能活活完死小孩 因为老怪物掌握了所有的奥秘 就如同现在的行宇 这还怎么打 难道是古帝王吗 穆老三脸色难看地说道 小小年纪就达到了古帝王境界 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小的打击 他们穷尽一辈子都还没有达到啊 需要三人合体 才有和古帝王一战之力的资格 不 恐怕比古帝王还要强 穆老大脸色凝重地说道 恐怕已经触摸到极限巅峰了吧 你是说穆老二眼孔紧缩 境界的极限巅峰 凌驾于古帝王之上 就只有神境了 这家伙做到了 就这点力量可不够看啊 行宇随手一挥 震荡起漫天晨雾 副手而立笑看着穆三爷 道 你们亲自动手吧 不然他们连我一招都扛不住 穆三爷脸色阴沉到极点 穆老大深吸口气 道 你已经超越了古帝王了吗 此言一出 城外朱蒂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古帝王 那可是只有神迹一脉 才拥有的无敌存在啊 据说整个圣法元城只有六位 他小小年纪就已经达到了 古帝王很难超越吗 行宇牵着于心亭的手掌 缓步朝着穆老大走去 笑道 对你们而言 那是此生不可跨越的天欠 对我来说 如探囊取物一般轻松 古帝王在我面前 也只有俯首称臣的资格 而你们连跪下的资格都没有 懒得杀你们 所以 放聪明点就让开路 别耽误我的时间 行宇言语轻松 声音温和 就好像 是在跟老朋友聊天一样 但是这番话落在朱蒂耳畔 是何等刺耳 何等悲愤而绝望 他们努力修行一辈子 竟然都没有跪下的资格 何等悲哀 尤其是他们崇拜 都来不及的无敌存在古帝王 才看看有资格在他面前跪下 这又是何等狂傲之人 本来所有人都以为穆三爷能够杀掉行宇 但现在看来 恐怕根本不是对手啊 穆三爷也是气得咬牙切齿 小子 你休要狂傲 能否打得过 试过才知道 穆三爷三人心中都知道 根本不是行宇的对手 但是现在绝对不能认怂 他们代表的 可是执法堂 如果不把行宇处理掉 日后岂不是人人都胆敢冒犯执法堂 威言何在 尤其是他已经打到了这里 马上就要冲进执法堂啊 就算是死 今日也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你们这样是在送命 行宇淡淡地说道 他本不想大开杀箭 但看样子 由不得自己了 那就试试看 穆三爷冷哼一声 三人同时凝结一道印法 脚下浮现一道神秘的圆阵 一股股神秘的力量流转三人周身 熟悉的人都知道 他们三位要融合了 修为实力 足以和古帝王匹迪 然而就在此时 一道弹幕的声音在长空响起 三木 退下吧 咔嚓 声音响起的刹那 苍穹之上断裂开一道裂缝 只见一名黑袍男子踏步走来 他出现后 整个长空雷声滚滚 阴云压静 宛若混世魔神降临世间 一道道秩序之光盘旋四周 气势滔天 穆三爷的气息都被镇压下来 傅堂主 穆三爷眼孔紧缩 没有想到傅堂主亲自出马 城外朱棣看到这位黑袍男子也是神色大变 傅堂主 莫非是那位玄渊之主玄敏瑶 他可是与明渊之主并列为执法堂最强的存在啊 没想到他都亲自出马了 刚刚的战斗 恐怕执法堂都看得一清二楚 以穆三爷的实力已经无法制衡行语 现在必须要出现一位无敌的存在 为执法堂挽回颜面 将行语干掉 不然 执法堂的面子何在 傅堂主 据说实力高深莫测 深受神迹一脉的喜欢 不知道能否镇压住行语啊 一定没问题的 行语刚刚的表现 如果他看在眼中 必然是对行语的实力有所骨平 现在胆敢出现 一定是信心十足 玄渊之主 干掉他 场内不少人在欢呼 在咆哮 在他们眼中 执法者是战无不胜的存在 是无敌的存在 是他们追求的极致 现在执法者被行语肆意蹂躏 被嘲弄 他们感觉不甘心 好像自己被践踏了一般 他们希望行语被杀掉 这样也能掩盖他们弱小的卑微之心 三千四百五十五章 守护神族 苍穹之巅 阴云翻滚 雷霆闪耀 玄敏瑶踏空而立 宛如主宰 一袭黑袍迎风舞动 腰间宝剑响彻 争名剑影 仿佛他一人一剑 便代表了天地制法 冷谋寒芒 遥望行语 玄敏瑶淡默地说道 行语 你搅乱圣法原成秩序 屠杀执法者 是规则与制法不顾 该当何罪 行语覆手而立 笑道 我何时搅乱了秩序 斩杀执法者便是破坏规则 他们犯错我杀了他们 何错只有 难不成只有他们能杀我 而我不能杀他们 哪怕是他们犯了错 这便是你所说的规矩不成 我看啊 这个规矩改破了 执法堂也改整治了 行语霸气应对 尤其最后一句 让场内外朱蒂惊骇 他想要整治执法堂 这不是要与神迹一脉的神族对着干吗 他疯了吗 神族可是神兵之遗子传承啊 是天地间最权威的 最无敌的存在 玄敏摇冷哼一声 周身风雷滚动 空间咔嚓咔嚓断裂 宛若化作一方地狱 显化世间 好一个伶牙利齿的小儿 执法者皆是神族严格挑选的成员 时刻秉承规则办事 守护圣法原成 岂会犯错 分明是你栽赃陷害 灭视圣法 你现如今已经闯了弥天大祸 还不认罪 实属该死 枪 他手掌一拍腰间宝剑 苍朗朗剑身出鞘 寒芒耀日 一把握在掌心 咬指刑语 带着刑罚审判的神威 冷喝道 本堂主最后一次给你毁过机会 如若不然 休怪我将你斩杀在此地 玄敏摇出现这里 就做好了诛杀刑语的一切想法和准备 这般废话 是为了彰显他父堂主的仁慈和名声罢了 直接诛杀刑语 会显得他过于狠毒 但这些都无妨 只是借口罢了 正好刑语如预料一般猖狂 给了他足够的理由 刑语嘲弄的看了一眼玄敏摇 本以为他还想理论一番 那刑语会奉陪到底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走到哪里都不怕 但看样子 他只是为了找个虚假的借口 维护名声而已 刑语没了心思 要打变来就是 我刑语今日全接下 倒要看看等把他们都打残了 会不会好好听我讲道理 刑语冷谋带着狂野和冷恋 既然不听我的话 那好 就打的你们跪下 给老子慢慢听 规矩全部废除 我刑语要另立心的规则 这腐朽地建立无数岁月的规矩 是时候更新换代了 不将圣法原成更替改变 如何对抗欲外邪灵 欲让外必先安内 很好 你自找的 玄敏摇冷哼一声 踏空一阵 持剑杀向刑语 刹那间 风云变幻 天地崩塌 日月横根苍穹 满天星斗 绽放灼日子光 一人一剑 却带着气吞山河的无上霸气 在刑语眼中 世界黑暗 只有攻杀来的玄敏摇 带着璀璨之光 更像是审判世间一切罪恶的圣光 他手中之剑 便是末日的起点 是洗礼一切的刑法 玄冤审判 没想到他一上来便爆发最强之术 周遭朱棣倒吸一口冷气 疯狂后退 这是玄敏摇圣明的无敌地数 也是包含了他所有修行和领悟的无敌之法 他虽然用剑 却不修剑道 剑只是一个载体 承载他力量的器皿 他以独特的领悟和对道的掌控理解 形成属于他的道 审判之道 世间一切的道都是智序法则 都是凌驾于生灵之上的序法 以序法去制裁 去审判一切罪恶 这种审判之道 强得可怕 可以将到最原始 最恢弘的力量爆发出来 更可怕的是 他的气息已经超越了古地巅峰 所有人都觉得高深莫测 殊不知他已经达到古帝王的境界 这一件便是古帝王之威 有点意思 行与眉宇间带着笑容 他这种领悟之法倒是十分罕见 属于另辟蹊径见走偏锋 但却能有惊人的实力 只是 他很倒霉 遇到行与 等于遇到了天敌 或许 你可以审判世间任何一人 可唯独审判不了我 行与双手缓缓张开 眼眸中带着冷漠与嘲弄 因为我 便是万道之主 问 以行与双手为原 万道秩序地光喷涌 化作两头遮天蔽日的巨龙 咆哮嘶吼一声 呈双龙细朱之事 怒咬玄敏摇 他周身的所有力量都在被吞噬 或者说 被同化 他被无限羁押 所谓的审判之力荡漾无存 什么 玄敏摇头皮发麻 心头一震 这是怎么回事 所有力量全部消失了 不 这不是消失 是被牵引 他境界高于我太多 天地间道的掌控强大太多 我根本不如他 玄敏摇心神一震 当道的力量同时被驾驭对拼时 若一方领悟和掌控过墙 完全会被吞噬和同化 他的领悟 根本发挥不出半点功效 可这怎么可能 我可是古帝王 他竟然还比我强 玄敏摇有些难以理解 他来之前便感知到了 行语的修为气息绝对不凡 超越了古帝巅峰 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但是在玄敏摇的理解中 就算是他超越了古帝巅峰 也绝对不可能达到古帝王境界 从未有人如此少年便达到古帝王 这不仅仅是领悟和天赋的问题 还需要无数岁月和漫长的苦修才能够做得到 天地是公平的 任何一切都是平等 想要得到 就要付出相应甚至超出的代价 就算是他超乎了一切理解 达到了古帝王 也绝对不可能比自己强 他可是达到古帝王很多年了 但眼下的情景让他有些崩溃 行语不仅达到了古帝王 还超越了他 或者说是碾压 因为行语云淡风轻 全然不像他这般狼狈 碰 玄敏摇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击和抵抗 便一瞬间被行语剥夺了所有道的力量 紧接着双龙幕后 横穿胸膛 噗哧 玄敏摇扬天惨叫 狂喷一口心血 紧接着身躯怦然落地 砸出万丈巨坑 尘土翻滚 掀起阵阵狂风 东极地城城外 朱蒂目睹 鸭雀无声 唯有行语挥手散去双龙 令天地寂静 副手而立原地 淡淡的笑声响彻九霄 副堂主 不堪一击的废物 三千四百五十六章 斩鼓帝王 执法阁 中央楼阁大厅 好强 玄敏之主冤昆红看着面前的白雾 脸色阴沉而凝重 白雾之中呈现出东极地城外的画面 他眼睁睁目睹玄敏摇被一招秒杀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难不成真的已经是古帝王 而且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到了古帝王之境 已经没有太过于细致的等级划分 实力强弱 都看个人的理解与对道的领悟 很多时候 留在这个境界时间越长 那么战斗力越强 毕竟这个境界与其他境界不同 能达到古帝王 都是会当灵绝顶的奇才 领悟天赋都是毋庸置疑的 时间越长 越代表着实力的极限提升高度 所以 绝大部分时候 都会依靠着年份来判定实力 如玄敏摇 踏入古帝王三千年 属于千年级别的古帝王 而玄敏之主冤昆红早 已经是万年级别的古帝王 实力比之玄敏摇强了无数倍 但很多时候 这也只是相对比的估测 如同现在 行与一介少年 却一招重创玄敏摇 这是冤昆红都做不到的事情 此子必须要立刻汇报神族 我搞不定 冤昆红挥散白雾 深吸口气 站起身直奔内阁走去 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原本他是很看好行与的 已经很多年 没有人胆敢挑衅执法者 挑衅执法堂 他很期待行与够强 也让他练练手 但是 看到行与的表现 他感觉 如果继续拖打 恐怕被练的就是自己 这特么根本不是量级的对手 所以 需要尽快通知神族 这个行与 怎么处理 很快来到内阁 在中央有一道悬浮空中的镂空光柱 筑体中心 闪亮着一颗耀眼夺目的光石 冤昆红地结一道印记 化作光束落在光石上 顿时光辉灿烂 光石朝着四周 挥散一层斑驳圆阵之痕 紧接着圆阵凝石 扩散光芒 而这道镂空光柱 就像圈轴一般 缓缓打开 然后光石如水滴般融化扩散 片刻后铺展开的镂空光柱 化作有一道光门定格空中 一股浩然神圣的神道气息弥漫整个房屋 这便是神门 整个圣法园城都只有四道 分别建立在四大执法堂 只有通过神门方能前往圣法神界 那里是至高无上的神迹一脉神族所居住之地 冤昆红深吸口气 一步走进神门 傅堂主 不堪一击的废物 心语冷漠的声音回荡耳畔 躺在地上聚坑中的玄敏瑶 感觉无比刺耳 他铁拳紧握 无比不甘 但又十分无力 无数岁月来 没有人胆敢这么跟他说话 但面对刑宇 他确实是毫无胜算 实力比他高出太多 好好在这里反省 最后警告你 别自己找死 刑宇牵起于心亭的手 踏步走进东极地城 这一次没有人胆敢阻拦 穆三爷等数千执法者 只能眼睁睁看着 无能为力 玄敏瑶坐起身 有心动手 却根本不敢 仅仅一招 他就被打怕了 根本不是对手 怎么打? 圣法原城 要发生巨变啊 有古地喃喃自语 预想到了可怕的一幕幕 一人之力 搅乱整个圣法原城吗? 或许将是个载入历史的传奇 刑宇和于心亭走进东极地城 在于心亭的指挥下 直接降临执法城 执法城 有数万名执法者 在城墙内外守护 警惕地看向刑宇 很显然 早就接到了命令 但面对刑宇 他们不敢动手 我不愿过多杀生 叫你们执法堂堂主出来 刑宇声音响彻整个执法城 令所有执法者都心神震战 被刑宇恐怖的气息所震撼到 就在所有执法者犹豫不决时 城内深处传来浩荡声音 打开城门 让他进来 刑宇轻笑 这声音雄浑带着可怕的气息 恐怕也是一位古帝王 看来就是那位冥冤之主冤昆宏了 城门大开 刑宇和于心亭踏步走近 不多时 来到执法阁中央楼阁前 透过大门看到大厅中冤昆宏副手而立 静静等候 我倒没想到 能这般轻松来到此点 刑宇目光看向冤昆宏 神情带着笑容 果然是个古帝王 且修为实力要比副堂主强得多 只是相比较刑宇还差得太远太远 因为刑宇已经是诸天帝君半神的存在 我也没想到 会有外人兵不屑任抵达执法阁 冤昆宏淡淡地说道 说明你的来一把 究竟想要做什么 借神门一用 我要见一见传说中的神迹一脉 刑宇道 果然如此 冤昆宏颜孔紧缩 冷声道 你可知道你在做死 我知道你现在修为极强 我也不是你对手 但面对神族你只有死路一条 奉劝你最好收起你的想法 无数岁月以来 不知道天地间诞生了多少妖孽奇才 但是神族依旧永恒掌控圣法原城 他们是有绝对的能力 没有人能够制衡 放聪明点 或许你会得到神族的赏识 在圣法原城内的地位 会比我更高 刑宇点点头 道 你说得不错 神族确实厉害 我或许不敌 但是我这个人属于不见棺材不掉泪 越是厉害 越是想要看看 究竟有多强 能够奈我和 你既然知道 不是我的对手 那就让开一条路吧 冤昆宏脸色阴沉 行宇看上去温和谦逊 可却游言不尽 是个难缠的主 不过 这也在冤昆宏的意料之中 行宇胆敢打到这里 也不可能因为自己的三言两语 所改变想法 他只是走个过程罢了 他已经从神门内出来 得到了神族的指示 好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冤昆宏转身直奔内阁 随我来 行宇轻笑 带着于心廷 跟随冤昆来到内阁石柱前 冤昆宏当着行宇的面 打开神门 随后错后半步 冷漠道 直接进去即可 希望你能活着出来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行宇笑着踏步走进神门 我胆敢来 便有十足的把握 掀起一片滔天海浪 3457章 星空问道 圣法神界 远远看去 它除了更加的广袤无垠 堪比好几个东大陆 和外界一般无二 如果要说不同 那一定是圣法神界内 所蕴含的原道气息 浓郁到了无法理解的地步 原力化作雨滴 飘洒在天地之中 仿佛圣法神界便是天地原道所化而成 在圣法神界之中 有六道通天神柱毅力 每一道通天神柱都在不同的方位 绽放着独特的光芒 似乎是神明所居住之地 圣法神界内的城池建筑和繁华 也都是以六道通天神柱为中心 朝着四周蔓延发展的 通天神柱便是核心中的核心 六大神迹一脉 也分别以六道不同的通天神柱为源头 而生存在圣法神界 在六道通天神柱的正前方 也就是被六道通天神柱所包围中央的区域 有一道天空之城 也是圣法神界唯一的天空之城 它光辉灿烂 神光乍现 宝光实色 宛若由神明之力所推举而浮 蕴含着比秩序更高深的规则 比天地更富有威严的气势 哪怕通天神柱高高在上 光辉璀璨 可天空之城比它们更加耀眼夺目 六道通天神柱彼此相连之处 都有一条通往天空之城区域的大道 被称为通天路 此时 西北方向一条通天路入口 滑光一闪 显化出两道身影 定眼观桥 赫然是行语和于心亭二人 环顾四周 看着圣法神界的景象 行语嘖嘖称奇 这里不愧是成为圣法神界 蕴含的原理浓郁到极致不说 还有神力弥漫四方 若非达到了诸天帝君的境界 行语还真感受不到这股神力 尤其是六道通天神柱之中 都流转真至高无上的神道气息 那是一种行语都从未感受过的气息 怪不得临出发前 试验者提醒自己 六大神纪一脉的神族中 也拥有诸天帝君的强者 而且每一族都有三位 在这种地方的话 常人都有机会冲击诸天帝君 何况是拥有神脉的神族 神纪一脉之所以被称为神族 拥有者天界至高无上的权柄和地位 便是因为他们真正的具备神力血脉 他们是悠悠万古岁月前的诸神时代 神明的遗子种族 虽然时过境迁 天界已经无数岁月没有出现过神明 但是他们还是将神之血脉传承了下来 更何况在数千万年前 天界又诞生了苍天帝那样伟大至高的存在 重新帮助他们洗礼并强化了神之血脉 让他们还能够在天地间称霸无数岁月 屹立不倒 黑色小方块KN黑色小方块CO 怪不得冤空红如此自信神族的强大 这里的力量削弱了很多 于心廷环顾四周后笑道 曾经建立时 这里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小神界 四处充斥着神力 据说还曾经诞生过神明 只不过不知道是何缘故消失了 而这里力量削弱 也是因为时间太长了 无数岁月以来 始终都没有神明出现 去接引神力补充此地 力量终究会耗劫 仅凭借着每一代出现的诸天帝君接引的神力 根本是难以为继 行语微微点头 看着四周的通天神柱笑道 六大神迹 一脉我只知道星辉神族 还有其他五族是什么 对于这一点 行语还真没有过多的了解过 毕竟对于曾经的他来说 接触神迹一脉还太过遥远 但是现在行语可以与之抗衡 清幽神族 禅明神族 星辉神族 太虚神族 才觉神族 道清神族 共计六大神族 于心平说道 六大神族彼此之间实力是均衡的 且相差无几 在圣法元城 亦或是圣法神界地位也是同等 共同治理着这方天地 如果真要说六大神族之中 谁更强 于心庭思索片刻 道 唯有星辉、禅明与道清三大神族 为何? 行语问道 星辉神族传承于星辉地神 拥有星辉神血脉 天生便具备星辉神技 会随着变强而不断增强 于万道契合 促使修行者修为猛进 血脉之中 还会诞生本命神器 会不断进行演化 掌星空万界星辰 弹指万界灰飞 是六大神族中 战立最凶猛的神族 禅明神族传承于古名帝神 拥有禅明神血脉 血脉之中会诞生禅明神笔 族人修行需要执笔入文 文以再道 道横四方 步步高升 当突破圣地后 人人皆可习修一门禅明神术 可一笔乱万古 也可挥手就苍生 笔如刀枪 也如甘犬 下线很低 上线极高 强大者六族 皆无人能匹敌 道卿神族传承于道卿神女 拥有道卿神血脉 血脉中的道卿 划分九卿 上卿 玉卿 太卿 灵卿 元卿 虚卿 华卿 阳卿 至卿等九道神情法光 严九卿入道 扶摇而上 参悟道之至深奥妙 每一道都可化作毁灭之力 弹指尖可分天地清拙 开辟混沌虚无 和禅明神族相同 下线很低 上线极高 全靠个人的资质 简单来说 这三族都是很需要看个人资质的 资质够强 神脉发挥出的力量是毫无上限的 甚至达到叹为观止的地步 至于清幽 太虚 裁决三族更需要时间去成长 相对而言 不如心灰三族成长得快 当然也只是相对而言 若这三族中有人具备逆天天赋 成长起来也十分凶猛 裁决神族 一手裁决神法之力 足以破灭万物 制裁还宇 拦都拦不住 太虚神族虚密洪荒 体如太苍 动乱苍茫 清幽神族 修落逆清幽金 现清幽落神轮 眼千变万化之天机 神鬼难测 听了于心庭的简单诉说 行语神情威宁 六大神族能够屹立在天界顶峰无数岁月 靠的果然是无与伦比的超强实力 单单听着于心庭的诉说 都不难想象 神族之人爆发出神威后 将会何等的可怕 还有一点不用于心庭提醒 行语也明白 天赋极高的他们 若掌控神力的话 对于神力的感知和掌控 是自己都万万不能相提并论的 毕竟他们天生就拥有神之血脉 所以 若与他们对抗 绝对不可马虎大意 否则哪怕是现在 也有可能阴沟翻船 三千四百五十八丈 四大帝王 虽然六大神族很强 但行语也是信心十足 他早已经达到诸天帝君 掌诸天秩序之法 练就万道不朽之体 体内有扎不韦所修为的神之潜力 内有不死魔管体系的功法地数 外有福道的领悟 魂有神道神力 还酝仰着太阿神剑与太荒腰刀 万千数法信守拈来 有何拒之 哪里是星辉神族 我们先去那里 行语眼眸金芒闪烁 虽然星辉神族 是六大神族中最强之一 但行语也一定要先去找星辉神族 因为沐云长曾经被天生界传奇天地 星空见地所带走 来到了星辉神族 行语要救他出来 于心亭四处看了看 遥指东南方向 那里有一道星辉光芒笼罩的神柱 那是星辉神柱 神柱之下的城池疆土 便是星辉神族所居之地 云长姐姐应该在那里 于心亭说道 行语点头 刚走两步忽然说道 长儿可没有你大 你叫他姐姐 他比我先认识你 嫁给你 我最小 叫姐姐有什么不对吗 于心亭嬉笑着 可忽然间想起了 当日沐云长在淳阳地城被带走 归来的行语找不到沐云长诬赖他 还把他气哭的事情 顿时脸色一板 哼了一声 自己前行不搭理行语 一边走一边嘀咕道 你就是个混蛋 不理你了 行语 刚刚还好好的 怎么忽然变脸 女人心还抵真 摸不透 行语苦笑一声 跟上于心亭 所幸于心亭生了会儿气就消气了 不然行语还真是头疼 心灰神柱所笼罩下的这片无垠的疆土 叫做心灰界 被一层璀璨的星辰光照所笼罩着 远远看去 宛若浩瀚星空就在脚下 这星辰光照可以随意穿梭 倒不用担心被阻隔在外 穿过光照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浩瀚星空 只不过星空不再是天 而是地 星空之上 遍布着大大小小的陨石星辰组合的疆土 上面有广袤草原 无垠的森林 灰红的山脉 连绵无尽的江河 宛若诸天万界 以秦星架构在一起 此景美若画卷 更如同不如梦幻之境 景色不错 只是用来杀戮 有些可惜 行语走进来观桥一周后 站在原地倾笑 广袤无垠的星空 无垠的疆土 却没有一个生灵 何等诡异 行语古魂之力扩散 感知四周虚空 有些许异样波动 很显然有人在等候着自己 出现这种结果 也在行语的意料之中 冤昆红在此之前 一定来到了神门汇报情况 毕竟他处理不了自己 如果不上报 因为自己出了麻烦 他根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本以为进入圣法神界 就会被围剿 不曾想在这里埋伏着自己 还躲着有意义吗 出来见见吧 等我自己打进去 可对神族的脸面不好看 行语见到 四下无人应答 淡然轻笑 嗡 当行语话音落下 虚空阵阵 华光出现 一层层秩序规则光芒弥漫星空 只见一道道黑洞悄然凝现 一味味带着古老神秘气息的老者 踏步走了出来 在行语正前方 十六道黑洞 每一道黑洞中都有一位老者 每一位老者的气息都高达古帝王 只不过 他们的气息要比冤空红强盛无数倍 至少是数万年级别的古帝王 甚至十万年开外 这些都是神族的老古董 放到外界 任何一位跺跺脚 都可以让天界诸天抖三抖 但在这里 他们仅仅是神族成员 是神族长老 十六道黑洞为首的黑洞中 一名老者虚发皆白 唯有双眉赤红 火红如珠的眼眸 带着沧桑的神情看向行语 行语 你大闹圣法原成 斩杀执法者 是天法语不顾 而今更来到圣法神剑 你不想活了吗 行语轻笑 啊 你是何人 就敢出言教训我 老夫乃心灰神族 星空墨烈誓言 星空墨烈冷漠地说道 如果你现在愿意放下杀戮之心 阐明来意 我族会既往不救 也会给你一个大好前程 我想你并不需要权财地位 但你所需 我族会满足你 身为天界人 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 那就是欲外邪灵 内都交手 只是自我消耗 何况是顶级强者 我族也不愿意斩杀你这般天纵奇才 你何必自找苦吃 行语笑着点头 道 虽然你语气让人很不爽 但至少你让我感受到了诚意 比外面那些狗腿子执法者好上不少 也罢 既然你问 那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来意 行语眼眸闪烁着冷盲 道 我且问你 星灰神族 可有一人名曰星空见地 名曰星空问道 星空问道 是星空见地的名字 曾经沐云长被星空见地带走后 行语询问纯阳谷地所得知 星空墨烈 眼眸带着狐疑 却有此人 是我师兄 同为星空见族 你寻他何意 星空见族 行语诧异的目光看向于心亭 于心亭传音说道 星灰神族内部有四大附属家族 名曰守护见族 分别是星空见族 玉空见族 魔空见族 阳空见族 被称为四空 他们原本就是世代跟随星灰神族的守护家族 后来星灰神族出现了星灰地神 他们也因此得到奖赏 拥有星灰神血脉 后来以家族名称为姓 如星空见族 便以星空为姓 魔空见族便以魔空为姓 行语恍然大悟 怪不得曾经纯阳谷地说 星空见族和他妹妹星空明月 都来自星空见族 还说星空见族地位远远高于远古地族 身为星灰神族的守护家族 还拥有神力血脉 自然要强过任何家族 四空守护家族 曾经遭受过毁灭消失 现在又出现 或许跟星空见族有关系吧 于星廷说道 行语没有回答 因为当日淳阳谷地便说过 星空见族留在天生界的是分身 不知道在做什么 现在猜测 或许是为了找回星空见族的族人 犹如沐云长这样流落在外的族人 否则怎么解释 沐云长是星灰神族的人 你问我师兄有何事? 星空墨烈疑惑不解 行语抬头看向他 说道 他曾带来一名女孩 可对 你怎么知道 星空墨烈有些诧异 她是老子的女人 行语面目猙獰 冷声道 当日不声不想带走她 可有问过我的意见 现在 我要带走我的女人 这些话 当年行语就想说 可惜弱小的她 只有最后才有资格知道消息 根本不能抉择 现在她赶了 她要告诉所有人 她有这个资格和实力 三千四百五十九章 杀尽神域 行语丝毫不在乎 他们提前得知这件事后 拿木云长要挟自己 行语有这个实力和自信 在他们要挟木云长时 把所有人斩杀 她提前说这件事 也是想要知道 木云长现在是否安然无恙 当日纯阳谷地曾告诉行语 星空问道觉得 木云长是星辉神族遗留在外的族人 只是她认为 而并没有明确的肯定 如果是星辉神族 那木云长现在肯定是活得很滋润 至少还活着 如果不是呢 行语很担心 第一时间来到这里 就是想要问清楚 星空墨烈听到行语的话 眼睛微宁 她还真是没有想到 行语要找的是木云长 倒没有想到 云长是你的女人 问道师兄 曾经倒是跟我提及过你 只不过很遗憾 你带不走她 星空墨烈说道 看在你和问道师兄的交情 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两件事情 星空墨烈伸出手指 说道 第一 木云长现在叫星空云长 是我星空剑族第一继承人 未来的族长 第二 她即将嫁给星辉神族的时期长老 星辉神族最卓越的继承者之一 两者结合 必将诞生拥有品质更高的神智血脉族人 这将是星辉神族未来三年内必须达成的事情 你阻止不了 你也无法与整个星辉神族对抗 奉劝你 时时务者为俊杰 如果你现在选择臣服神族 或许有机会带着你的妻子 毕竟对神族来说 一位实力远超古帝王 甚至帝尊的存在 远远比一位继承者更有价值 行语听完后 静静无言 身旁的于心亭看了一眼行语 拍了拍行语的手掌 缓缓后退 星空墨烈看着行语没有说话 还以为她听进去了 面旁带着一抹笑容 说道 我相信 你年纪轻轻的 能达到这个境界 绝对是个聪明睿智之人 知道现在做什么选择 才是最好的选择 臣服星辉神族 对你来说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们现在出现在这里 就是为了等你 劝说你 星空墨烈话还没说话 忽然感觉眼前一黑 脑袋一阵晕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当眼前出现光亮时 只见行语已经出现在她面前 一只手紧紧扣住脖梗 面旁凑在星空墨烈面前 一双深不见底的沉原毛子 流露着让星空墨烈绝望 而恐惧的神情 在这一瞬间 她感觉自己的一身修为荡然无存 往日里称霸四方的手段全部消失 根本动弹不得 就好像往日里死在她手中的蜂一般 你你你你 她张着嘴 她的怒吼 可是一个阴阶都发不出来 她恐惧的看向行语 这家伙 这家伙 怎么会这么强 自己可是古帝王啊 屹立在巅峰的存在 除了老祖和那些必死关的老祖宗 没有任何人可以这般随意进身 让她束手无策 所以 任何时候 她都有恃无恐 可是 可是现在 这个局面 让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也特么太夸张了吧 星空墨烈身后 还有十七个黑洞 每一个黑洞之中 都有一位老者 他们都一脸惊骇的看向行语 因为他们都没有发现 行语什么时候出现的 远处的行语的身躯还在 天地间忽然出现两个行语 不过他们 并没有在意这个 此时怒吼一声 直接冲向行语 要救下星空墨烈 但是十七位古帝王刚刚踏前一步 忽然空间爆裂 旋即万道秩序之光 化作十七道开天辟地般的神刀 猛然下潜 噗 就好像一股气体 忽然崩碎 紧接着神刀消散 十七位古帝王 原地灰飞烟灭 临死十七位古帝王的神情 都是一脸紧张的 要冲过去 就星空墨烈 临死 都没有反应过来行语的进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亲眼目睹这一场景的星空墨烈 差点把古魂给吓得跳出来 眼珠子瞪大看向面前冷漠不语的行语 不动一刀一枪 斩杀十七位古帝王 他 他难道已经达到传说中的帝尊了吗 帝尊 那可是被称为半神的存在 一脚踏入神境的无敌巅峰啊 只有这一种可能才能够说明 为何他能兵不血刃的 斩杀十七位古帝王 太 太可怕了 他才多大呀 星空问道 曾告诉星空墨烈 星宇才三十多岁 对于他们动辄几十万年百万年的寿命的人面前 简直就是一个刚刚会走路的婴儿罢了 然而今日 就是这个婴儿一般的人物 让他们灰飞烟灭 毫无反手之力 呼 一阵淡淡的微风划过 远处静止不动的星宇 缓缓化作一阵烟雾消散 直到此时此刻 他的残影 才消失 他的速度 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恐怖地步 掐住星空墨烈的脖梗 星宇淡漠地看向他的双眸 缓缓说道 若飞看在星空问道 是你师兄的面子上 你现在和他们一样的下场 懂 星空墨烈跟小鸡卓米一样连连点头 神情充满了恐惧 行宇如果是帝尊 他简直就是个地中地的垃圾 反抗 就会和刚刚十七位古帝王一样 死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 想起刚刚自己竟然夸奖他 让他实时误者为俊杰 让他臣服星辉神族 星空墨烈就感觉脸庞火辣辣的疼 以行宇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神族倾尽全力 都不一定能杀 何谈臣服 想起刚刚自己说的话 看着现在神情古井无波的行宇 星空墨烈就有种莫名的不安的预感 行辉神族 这一次要倒霉 招惹了一位行辉神族 根本无法阻挡的存在 我的女儿 她属于她自己 没有任何人能够决定她的未来 决定她的归属 如果有 那么这个人只有是我行宇 她的丈夫 她的夫君 行宇冷谋中 带着隐藏极深的恐怖杀意 仿佛在演化着一方地域血海 你们行辉神族 胆敢要挟她 强迫她 还强行架去 注定了 你们行辉 神族这一世 要没落了 要在我行宇手中 归戒 行宇大手一挥 直接把星空墨烈 跟破麻袋一样扔飞出去 踏步走向无尽的星空深处 鲜兽的背影 却带着足以镇压万古的霸气 3460章 解决办法 行辉神族所在的行辉界 庞大无边 其内是一望无际的浩瀚星空 虽然到处都是星空地带 因着区域不同 地理位置的原因 星空也分为外围内围核心 以及星辉神域四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居住着星辉神族 不同的等阶层次的族人 也各自都有守护神族在守护 星辉神域 位于星辉界的星空之巅 也是星辉神族的正中央地带 那里有一片独立之外的漂浮大陆 占地面积辽阔无垠 堪比外界的一界诸天 这里对于星辉神族的族人来说 是神圣之地 比到圣法神界的天空之城居住 还更加自傲与荣耀 因为居住在星辉神域 代表着 你是本族天赋最强的族人 族内的资源身份地位权柄 全部都会向你倾斜 星辉神族内的各大职位 长老等等 也都是从星辉神域之中 进行选拔和挑选 外界居住的族人 除了四大守护建筑外 都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想要居住在星辉神域南上加南 天赋是天生赐予 后天根本你无法改变 想要改变 只能通过无数岁月的成长和努力 星辉神域看上去整体成五角星的模样 每一道角都有一道神圣的星光放射 与中央的星辉神柱交相呼应 光辉弥漫 宛如是星空之中的神道长河 古朴的沧桑岁月感扑面而来 星辉神域近来虽然非常难 但是天长日久 得到机会与资格的也是越来越多 星辉神域中的族人还是很多的 而且居住着星辉神族之中的所有强者 他们大多都分布在各地的城池之中 可以随便化地自居给足了权力 当然 只有以星辉神柱为中央的方圆千万里 不可随意踏足 只有得到召见才可以 这里是星辉神族中 拥有高权力与高地位的族人所居住之地 被称为星辉居 星辉居的某处楼阁 忽然传来倒吸冷气的惊呼声 十七位古帝王的气息全部消散 可能 先是了 一旦惊起千层浪 这道消息一瞬间传遍了大半个星辰居 星辰居有一处星辰阁 建立在茫茫星空的星河之上 由苍茫白雾托付 高高在上 似乎星辰在居住 未曾靠近 便有至高无上的秩序规则 盘踞四方 仿佛有星辰在讲道 在阐述至高无上的星辰天道 星辰阁偏殿宝座 端坐着一名黑袍男子 他的黑袍黑的深邃 毫无一丝杂质 更无一丝反光 宛若以黑洞为材料锻造形成 时而有隐隐的星光闪动 仿佛容纳了一方星河 仔细看去 他赫然是行与曾经见过的 星空见地星空问道 也是星空建卒之中 当今大长老 启禀大长老 出大事了 一名男子着急忙慌地冲进来 在他面前漂浮着一团星光 星光中有一道银盘 银盘上有十七道破碎的玉茧 玉茧内原本存放着十七位古帝王的古魂之力 无论远隔多少里 都能够与本族取得联系 更可以得知 他们现在是否活着还是死亡 而今 忽然间十七道玉茧全碎 代表着一种可能 古帝王全部先逝 什么? 星空问道 岩空紧缩 瞬间来到男子面前 看着银盘之中破碎的玉茧 他脸色猛然煞白 十七位古帝王 那可是星空建卒中精锐的精锐啊 他们不是按照指令 去星空之路堵截行语了吗? 岂会都死啊? 星空问道 一脸难以置信 虽然猛然问道 墨烈的可碎 男子恭敬地说道 有一瞬间遍布裂痕 几乎崩碎 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可以确定还活着? 只是我们第一时间联系 墨烈长老并没有给予回应 星空问道 脸色阴沉 抬手一握 面前出现一道星辰之光化作的玉茧 直接捏碎后 化作一道紫色光镜 不多时浮现出星空墨烈 这是他和墨烈独特的联系方法 只要墨烈还活着 就能够直接联系到 还能看到他所在的位置 墨烈?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怎么十七位古帝王都死了? 星空问道 连忙问道 星空墨烈复杂的神情 看了一眼星空问道 道 你自己看看吧 画音落下 画面一转 显露出一片虚无星空 但是 在星空的远方 有一道身影正迈着沉稳霸气的步伐 朝着远方前行 星空问道 一眼看出这是行语 这是 行语? 怎么回事? 他的气息好强 哪怕是远隔无数万里 星空问道 都能够感受到行语的气息 因为以他为中心 天地间的道法规则都在扭曲 仿佛他才是道 才是天地的核心 一切都要因着他的意志而变化 这是何等可怕的气息和境界 他一瞬间斩杀了十七位古帝王 若非因为我是你的师弟 看着这点交情 我恐怕也会死 画面中传来星空磨裂的声音 随后他深深叹了口气 道 现在他已经杀进去了 师兄 我觉得 不要阻挡他 因为挡不住 他现在的修为 恐怕已经是帝尊了 除非叫神族的老祖 不然都是送死 什么? 星空问道脚步一颤 当当当后退三步 脸色煞白 古帝王哪怕无敌 也和帝尊 完全有着质的不同 因为帝尊代表着摸到了神境 有机会冲击神明 是这个世界上 生灵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 他才多大 还不到三十五岁吧 竟然达到了帝尊 新神居 某处建立在巍峨山岳之殿的星空神殿 有一名女子盘坐在门前 静静修行 她身着一袭弥漫紫灰神光的长裙 长发披散在肩 朦胧的光泽营绕周身 散发着卓越不凡的神秘气息 在她额头之上 有一道繁复神秘的纹理星光点缀 让她看上去 宛若天上的星辰仙子 美颜道令人窒息 看到她只会发自内心的尊敬 和对美的欣赏 根本不敢有丝毫误会的想法 否则那就是亵渎 自己都会心生愧疚 行语若在这里 一定会惊呼 因为此人便是当今星空见足的 下任继承组长沐云长 沐云长缓缓睁开双眸 一双明眸似乎一方星河 明亮有神的光泽 带着不识人间烟火气息的高贵与神秘 只是她此时眉头微醋 男男说道 为什么感觉 心跳加速了呢 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吗 她微微抬头 嘴角泛着一抹苦涩的笑容 就算有 又与我有何干系呢 雨哥哥 你在哪呢 茶儿好想你 茶儿知道你会怪我吧 但 我当时只能远离你而去 否则等星辉神族亲自找上门来 恐怕会要了你的命啊 茶儿改变不了结果 只能尽量不牵扯于你 希望你不要怪罪我 也许 你也没机会怪罪我了 还有三年时间 沐云长深吸口气 闭上眼眸 眼角滑落一滴泪水 茶儿知道雨哥哥一定会来找我 我给拖延了五年时间 还剩下三年了 我相信雨哥哥三年后 你一定能来救我离开 如若来不了 雨哥哥你也放心 茶儿会直接自报 绝对不会嫁给他 茶儿此生 只是你行雨的妻子 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 我绝对不会对不起你 三千四百六十一章 长真辩论 星神居 摘星府 这里是星辉神族大长老居住的府邸 处处弥漫着璀璨星光 宛若一处先帝 四周并没有任何守卫 甚至没有丝毫声响 宛如一方独立的世界 整个摘星府 只有大长老星长真一人居住 但在摘星府外百里 有四道悬浮星光楼阁 每一道楼阁内 皆有一位老者盘坐 他们四人是摘星府外的守护者 也算是传话人 除了二、三、四长老外 任何人想要见大长老 都需要先过问他们四个 由他们四个 传递给星长真消息 是否见 由星长真决定 并非星长真摆谱架子大 星辉神族常年稳定 圣法神界的事情 一般不需要他出手 因此 排名前四的星长真四位长老 绝大多数都是在闭关修行 没有重要事情 不会打扰 他们四位也被称为四大帝王 因为他们四人 都是清一色的百万年级别的古帝王 碾压目前已知的诸多古帝王 这个级别层次 要么高得惊人 要么弱得可怜 层次分差极大 是除了三位星辉神族的帝尊外 最强的存在 此时正东方位的星光楼阁前 显化出了星空问道的身影 他单膝跪地 微微欠身 道 星空问道 拜见东方前辈 星光楼阁内的老者睁开双眸 带着笑容招招手 星空问道 当即起身走进楼阁内 给前辈请安了 星空问道 客气地拱手作衣 问道 你来此地可有要事 名为东方的老者面带温和倾笑 星空问道 皱起眉头 道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能需要劳烦大长老 顺便还要通报一下族长 星辉神族的长老面间都如此费劲 族长更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见到的 作为守护建族的大长老 星空问道 更没有这个权利 据说整个星辉神族 只有四大长老能直接接触族长 其余人都没机会 甚至有很多族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见到一次 能够有幸听到族长发声 都是运气好的人 星辉神族的族长 就是传说级别的存在 是所有族人的信仰 因为他已经存活了无数岁月 也守护了星辉神族无尽的岁月 平日里 星辉神族若有什么重大事情 都由排名前十的长老以下的长老负责 实在是重要节日等等 由前十位长老中的后五位负责 五长老总览大局 只有绝对重要的大事 才可以惊动四位长老 由他们定夺 至于惊动族长 出面的事情 无数岁月以来 一次都没有发生 因为惊动四位长老的事情 都寥寥无解 除非紧要关头 根本没有人会打搅他们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星辉神族的守护神 是星辉神族能够奥立在世间巅峰的象征 他们闭关时间越久 实力越强 对于神族的地位和实力提升 都至关重要 所以 没人会打扰 而听到星空问到这番话 东方老者眉头紧锁 道 你应该知道规矩吧 星空问到苦笑道 我自然知道规矩 只是 这件事必须要劳烦大长老 还要请族长 否则 很难办 说说看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有这么严重 东方老者神色凝重 星空问到 对星辉神族来说 可算是不小的功臣 做成了那件事 所以才被破格升为星辉神族大长老 否则他根本没这个资格 哪怕修为天赋实力 都达到了标准 要知道 星空剑族中达到标准的 有一大堆 还有诸多古帝王吗 星空问到 被奉为大长老那一日 五长老都亲自出面 奖励了星空问到一些东西 甚至还带来了四大长老的问候 足以说明 星空问到的功劳有多大 所以 东方老者确定后很认真 他不可能胡言乱语 星空问到 神情凝重地说道 星空神族走进来一位帝尊 他恐怕要血洗星空神族 我们根本拦不住 必须要让老祖出马才行 帝尊 哪个神族的 为何要血洗我星空神族 东方老者一惊 直接站起身 星空问到苦笑道 不是神族 而是来自圣法元城之外的天界人 还是很普通的人族 什么 不可能 东方老者一口否决 如果天界诞生帝尊 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 而且 为什么现在才出现 还要血洗我星灰神族 此人名曰行语 星空问到叹了口气 将行语的事情徐徐道来 听到最后 东方老者神色大变 不到三十五岁 成就帝尊 这特么是神明转世吧 你可以确定吗 东方老者认真问道 向上人头担保 星空问到说道 我曾经接触过此人 云长也是我的徒弟 我很清楚 他对外人心狠手辣 可以无所顾忌 但是十分重情重义 对自己身边的人十分互犊子 尤其是他的兄弟和女人 现在云长被强行取家的事情 他已经知道了 怕是要发疯 不立刻做出准备 怕是有一场生灵涂炭 好 我马上去禀告大长老 不 你随我一起来 亲自跟大长老说 东方老者大手一挥 面前浮现一道星辰紫光令 令牌划光一闪 化作一道洞天 二人一步踏入 直接来到摘星府府底之中 正前方 是一道巨大无比的黑色古朴的房屋 东方老者和星空问道 同时双膝跪地 俯首叩拜 东方拜见大长老 本无以打扰大长老进修 但此事必须启禀大长老 大事不妙了 需要您出面 东方老者急忙说道 嗯? 我可很少见你如此慌乱啊 说来一听 房间内传来一道沙哑雄浑的淡淡笑声 星辉界外围中心 某处星陨石铺就的大路上 有一片苍茫草原 一大批星辉神族的族人在这里战斗或生存 在草原之上 建造的有房屋城池 还有诸多奇景 繁华至极 一切都好像往日一般 安静祥和 很多人脸上都挂着灿烂笑容 可谁知下一袭苍穹忽然雷霆大作 阴云席卷百万里 一道道粗如天柱般的恐怖电芒划过长空 几乎撕碎了一切 连带着星空都被湮灭 只剩下无尽黑暗 这一下子惊动了大路上的无数星辉神族族人 诸多圣地古地乃至古地王出现 警惕地看向黑暗处 吃吃吃 黑暗中心雷霆弥漫 一男一女踏着虚空降临 定眼一看 便是行语和于心亭 只不过 二人不似往日那般温和 而是带着无边愤怒和杀意 三千四百六十二章 虚假正义 这 这是什么人 他的气息好恐怖啊 不是我星辉神族的人 是如何来到星辉界的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杀意好农 恐怕另有企图啊 草原之上的朱棣遥望着半空中 屹立在黑暗雷霆中的行语与于心亭 神情都带着忌惮与恐慌 行语的气息震慑到了他们 秀 一位古地王踏步走出人群之外 傲立在半空 与行语对视 来者何人 为何要再次降临 显露异下 古地王冷漠地喝道 你可知道 这里是星辉界 是我星辉神族的地盘 实相的就放聪明点 别自己找死 古地王不知道 行语究竟是怎么进来的 但胆胆闯进来 还直接显露出威能 绝对不会是一般人 自己恐怕都不一定是对手 所以 能不战斗 就不战斗 行语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说道 星辉神域怎么走 你可知道 星辉神域 是星辉界核心区域的中心 也是居住着星辉神族最强战力的地方 行语倒是可以直接过去 但是星辉界这片小世界 到处都是浩瀚无垠的星空地带 没有坐标和方位 他还隐隐感知到一些特殊的阵法守护着 饶是以行语目前的身份和实力 都无法强行破除阵法带来的阻隔 所以他需要找人来问问路 正巧在附近看到这片区域便赶了过来 这里也只有这么一位古地王 你要去星辉神域做什么 我不认识 古地王神色一变 他胆敢目标直奔星辉神域 恐怕不是善茶 来者不善啊 他意念一动 便要准备发信后 通知附近的守护舰族 星辉神域外的每一处方位 都有守护舰族在 包围着星辉神族的安全 所以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守护舰族 然而还没有动手 对面的行语就提前察觉 冷哼一声 抬手一招 这位古地王 直接四肢全部断裂 血雾弥漫四方 整个苍穹都被染了一层血红 紧接着直接飞到行语面前 被行语直接扣住驳 我本无意诛杀你这等蝼蚁 莫要找死 懂 行语淡漠的话语 就像诸天裁决的审判 让在场无数生灵如坠冰窟 古地王啊 近乎站在巅峰的事件顶尖存在 在他这一个小小少年手中 竟然脆弱的 好像纸壶一样 在他口中 竟然成了一个蝼蚁 如果古地王都是蝼蚁 那他们是什么 岂不是废物都不如的拉姐 在场无数万生灵 却都鸦雀无声 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 行语手中的古地王也差点吓得魂飞魄散 他想到了行语的战斗力绝对是超乎寻常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堂堂古地王在他手中 竟然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只能认有宰割 这是多么可怕的力量 就算是守护剑族 也没有这个本事和能力啊 我 我懂 古地王二话不说 直接求饶 面对这样的无敌存在 反抗和叫嚣都是无意的 他本就无意诛杀他 这样的蝼蚁存在 为什么还要跟他对着干呢 尤其是达到古地王之后 他比任何人都在意自己的生命 因为还有幽远的寿命 没有人想死 很好 那就带我去心灰神域 有问题吗 行语淡默地说道 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 只是希望 你莫要伤及我们的子民 古地王深吸口气 近乎恳求地说道 虽然自己被当众这般侮辱 没有了丝毫脸面 但是还要保护他们 这是他的责任 被神族赐予的责任 你倒还真是尽忠尽责 行语随手一挥 把古地王丢在一旁 但默地说道 我没心情诛杀蝼蚁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 心灰神域 是是是 我马上带你去 古地王虽然断了四肢 但还是能够欲空飞行的 带领着行语直接离开此地 直奔心灰神域 前行的途中 他的四肢就已经很快恢复 达到了这个层次 只要魂体不灭 意志存在 那么就能够重生复活 何况是区区身躯 一路前行 行语看到了星空之中 存在的诸多星域 星灰界完全是模仿真正的 星空建立的体系 所以对于外人来说 这里浩瀚缥缈 有些漫无边际 但是对于生活在星灰界的人来说 远远没有那么迷乱 他很快带着行语 穿过了外围内围 抵达了核心区域 虽然一路遇到了很多人 但是没有人怀疑 更没有人动手 站在核心区域边缘 遥遥相望无尽的深处 就能够看到 那一道遮天蔽日的恐怖星灰神柱 神柱之下 有一座古老沧桑的漂浮大陆 那里便是星灰神域 古帝王说道 因为身份的限制 我虽然达到了古帝王 但是最多抵达核心区域 根本无法继续深入 接下来您自己去吧 多谢带路 行语轻笑 随手一挥便把他直接抹杀 这小子以为行语不知道 带路的途中不断留下一些印记 不知好歹的东西 杀掉这位古帝王 行语便长驱直入 直奔星灰神域 核心区域内的人很少 甚至没有 行语没有察觉多少生灵气息 行语猜测 恐怕早就知道自己会来 提前转移走了 很快抵达星灰神域 这座漂浮的大陆前 行语就停下了脚步 只因为在前方 有经万名古地组成军队 浩浩荡荡地等候着 仿佛早就知道行语会来一样 如行语所料 在万千军队正前方 有四列独立在外 整齐华裔的队伍 每一个队伍只有千人 但每一位都是古地巅峰的强大实力 气息极强 在千人前方 各自屹立着三名老者 清一色的古地王 行语一眼便看出 这四列队伍便是守护剑族 因为行语在其中一个剑族前 看到了久违的老朋友 星空问道 星空问道 看到行语和于心廷走来 神情带着难以掩饰的惊骇 虽然早就通过密法看到了行语 只是亲眼所见的时候 还是难掩震撼 这才多久没见 当年那位还没有达到圣地的小少年 已经达到了 他多遥望而不可及的高度 不仅如此 还直接单枪匹马地杀进了圣法神剑 心灰剑 剑指心灰神族 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可是行语做到了 问道老前辈 好久不见 行语踏步站在十万丈开外 遥遥相望星空问道 眼眸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冷卧与杀意 本来再度相见 我应该大摆宴席 感谢你 但现在 我很想杀了你 你可知罪 3463章 尤言不敬 星空问道 面对行语的质问 脸色难看 根本不敢与行语那双冷谋对视 他确实有罪 而且是大罪 他身为沐云长的师父 行语本应该感谢 但是他带沐云长来到星辉神界后呢 竟然把他嫁给其他人 幸好现在行语够强 可以杀进星辉界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他用尽十倍百倍的努力 都根本不可能现在达到这个层次 更不可能夺回沐云长 亲手把他二人拆散 或许永远无法见面 岂不是大罪 行语若非念在他曾经帮过自己 帮过沐云长 现在根本不会废话 直接一巴掌拍死他 星空问道深吸口气 此间只是说来话长 但我也不否认 此事因我而起 你对我责怪也是应该 我愿意任由你责罚 只是你不应该杀进来 这是在触犯星辉神族的底线 哦 我的妻子都要嫁给别人了 我眼睁睁看着不管 我的底线何在 行语冷声质问 以你现在的修为和能力 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前来说明此事 我想星辉神族一定不会继续 让云长嫁出去 星空问道苦笑一声 道 整个星辉神族能够与你比肩的 恐怕就只有族长和老族几个人 岂会轻易得罪你 哼 行语冷笑一声 淡默地说道 星辉神族给我机会了 我抵达圣法原城的那一刻 便面对执法者的围剿和辱骂 我还手击杀便被通缉 可有一人调查此事 星辉神族得知此事后 派出你们星空见族的人在外面等候我 准备击杀我还是与我弹劾 我想你们心里最清楚 面对行语的质问 星空问道 哑口无言 他最清楚这件事 星空墨烈等十八位古帝王 在星辉界边界等候行语 可不是为了弹劾 而是抱着必杀之心 他知道无法阻止这件事 毕竟行语的存在 已经在赤裸裸的打脸执法堂 打脸神族 不将行语绳之以法 如何向圣法原城交代 他只希望行语能够及时认错 或许还有挽救的机会 特意让星空墨烈前去 小之以情 只是他算错了行语的修为和实力 增进的如此凶猛 现在的他 早已经无需在意这些 可以与组长平等对话 早知如此 又何必搞出这些事情呢 但是已至此 他也没有办法 在此之前 寻找大长老说明此事 就是为了能够商讨出一个方法 一个能够缓解此事的方法 如果不行 那么 就想办法杀掉行语 星空问道 眼眸中带着深邃的目光看向行语 除了愧疚 就是决绝 他宁愿杀掉行语 愧疚一生 甚至与行语一同赴死 也绝对不允许行语大杀四方 让星空神族 让星空剑族 就此覆灭消失 没有人知道他为了重建星空剑族 付出了多少努力和代价 他不允许一败徒弟 你说的没错 星空问道深吸口气 低沉地说道 但是已至此 目前只有两个解决方法 其一 与星辉神族和解 此事就此罢休 我已经禀告大长老 他会做主解除婚约 让沐云长随你而去 日后你和星辉神族是永远的朋友 或许你不喜欢 但沐云长终归是星空剑族的族人 这是无法抹去的事实 第二 用拳头解决 行语眼眸深邃地看向星空问道 哦 威胁我 没有威胁 这是仅有的两种解决方法 你也斩杀了 我族十几位古帝王 和无数执法者 我想应该解气了吧 现在和解是最好的选择 星空问道说道 至今我未曾见到长儿 不是威胁是什么 行语踏步前行 走向星空问道 一字一顿道 看在你曾经帮助我和长儿的份上 我与你好好说话 你莫要给脸不要脸 仅有的两种解决方法 简直可笑 我若非提升至此 这个哑巴亏就要活吞了 甚至我的命都要被剥夺 这件事怎么算 我的长儿被你强行带走 没有寻求我的意见 被迫嫁给他人 这件事怎么算 我的损失毫无补偿 让我就此罢休 握手和解 很抱歉 不可能 看着冷声霸气质问的行语 星空问道 脸色难看 继续闹下去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你不懂这个道理吗 想报仇以后有了足够的身份 你有的是机会 为何偏偏要现在 你或者星辉神族 死伤任何人 都是最大的损失 欲外邪灵会拍手称快 这个时候 不要给我讲这些 星辉神族都不在乎 我为何要在乎 何况现在的我 无需耗费时间去等 行语冷漠地说道 让星空问道 哑口无言 达到帝尊的行语 有资格说出这番话 除了神族的几位老祖外 其他人捆绑在一起 都未必是他的对手 他自然无需去考虑这些 任何条条框框 都无法约束他 这是绝对的实力 但是 这并不是星空问道希望的结果 他在这里苦口婆心 就是不希望发生这件事 但 看着行语的样子 他知道 此事无法善了呀 问道 退下吧 你该做的都做了 一道浩大恢弘的声音 从身后星辉神域中传来 紧接着一道神圣的星辉之光 从天而降 化作一道白袍老者 静静悬浮在半空 他出现的那一刻 宛若有仙光护体 有诸神在歌颂 万法庇护 至高至圣 所有星辉神族的族人 全部恭敬地跪拜在地 低沉地说道 参见大长老 行语眼眸微宁 看向大长老 一袭白袍 虚发皆白 手持全杖 面带温和的慈祥笑容 看上去和传说中的神圣仙人一模一样 一双明眸有黑深渊 带着古老与岁月的触感 仿佛一眼能望穿万古时空 高深莫测 看向他 会情不自禁地生出亲和感 仿佛是自己最尊敬的长辈 但是 又会有着说不出的距离感 他是那么地高高在上 无欲无求 会不自觉地诞生尊敬之星 一呼一息间 周深的光辉和万法秩序都在律动 似乎他就是这一方世界的唯一主宰者 星辉神族四大帝王之一的大长老 星长珍 百万年级别的古地之王 三千四百六十四张 他快死了 有点意思 你的修为很强呢 行语看向星长珍 神情带着一抹笑容 星长珍抚摸白狐 笑看着行语 说道 行语兄弟的大名早已经如雷贯耳 能够得到你的一番夸奖 倒是老夫我的幸运呢 如此年轻便达到了老夫一生追求都不曾达到的高度 实在是让老夫倍感羡慕啊 行语弹幕地说道 这个时候说这些废话有用吗 哈哈 行语兄弟倒是个爽快人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因为我也是个直爽人 不喜欢虚伪的客套 那我就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如果你还坚持你的意见 那么我无话可说 星长珍笑着说道 你达到帝尊 对于我们整个天界来说 是不幸中的万幸 更是我们天界众生的福音 你可知道 看到行语不说话 星长珍继续说道 天界和御外邪灵的战争 已经持续了无数岁月 面对他们的侵略 我们始终都处于劣势 无论从个体还是团结上 我们都远远不如御外邪灵 但我们能够镇守家园至今 让御外邪灵只能归缩在暗处 除了当年苍天帝大人的治理 这些年间手下的根本原因 并非是天界人团结一致 而是因为六大神族的存在 对于这件事 行语兄弟是否承认 行语微微恶首 这一点行语倒是不得不承认 六大神族对抗御外邪灵这一件事上 他们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圣法原成的固若金汤 到天界的稳定都足以说明这一切 如果他们腐败顽固腐朽 恐怕早就被御外邪灵里里外外蚕食 看来行语兄弟还是深明大义的 星长珍说道 你可知道我们六大神族 为何能够坚守住 除了我们拥有祖宗神明遗留下的宝藏神脉之外 还因为我们无时无刻 都做好了与域外邪灵大战的准备 无数岁月以来 从没有一刻松懈过 也不敢松懈 因为天界亿万万生灵的安危 肩负在我等肩膀 这个沉重的担子 岂敢轻易放下 作为站在巅峰的我们 如果松懈拖大 恐怕所有人都要灭亡 我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生命可以不要 但绝对不能成为罪人 对不起祖宗 他们遗留下的宝藏神脉 赐予我们无穷的天赋潜力 我们也要去证明 我们值得拥有 不让他们失望 但有一点 你现在应该很清楚 我们的神脉并非永无止境地存在 无数岁月以来 都未曾有一位神明诞生 我们的血脉随着时间的延续 渐渐稀释减少 你可知道 我祖每年有多少族人丧失神脉 沦为普通人 你不知道吧 我告诉你 三千万 每年就有三千万族人在业 没有了神脉和神力 纵使天赋极高 可能达到圣地都没有 就好像是天地的诅咒 神脉被剥夺后 还夺走了未来 心肠针深吸口气 神情十分沉重 我们为了时刻做好 应对御外邪灵的准备 就需要不断补充和提升族人的战斗力 而首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神脉之力得以延续 让拥有神脉的族人 尤其是天才 进一步地提升 保存或者诞生下 拥有更强神脉的子嗣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想要持续保证精英人才的存在 就需要他们彼此结合 而不是与外界人 甚至天资弱的人 这样会大大稀释神脉的力量 你的妻子沐云长 目前是星空剑族的下一任族长继承人 具备着十分纯正的神脉和神体 虽然修为很弱 但天资 拿到整个神族来说 都是顶尖的 所以 从上到下统一决定 由沐云长与我族之中的同辈 最有天赋的族人结合 是否有感情 是否彼此喜欢 并非考虑的原因 只是为了保留下 更强的子嗣与天赋 不只是他 我族很多族人都是如此 这或许是 身为神族的悲哀 但既然身为神族 就要有这个觉悟 为了神族的增强 为了抵御御外邪灵 做出自己的贡献 星长针看着脸色阴沉的行语 说道 行语兄弟莫要生气 听我把话说完 对于沐云长的事情 在问道带他回来时 就已经打听清楚 也知道了你的存在 如果真心为了促成二人婚姻 让沐云长嫁给我族族人 又岂会留着你 一定会先把你这个丈夫杀掉 虽然你那时在我们眼中是蝼蚁 但对我族族人来说 你的存在就是绿帽子 杀掉你 还能让沐云长死心 彻底的留在神族 虽然他或许会恨神族 但至少保证了他的存在 他的价值 不至于神脉外邪 但是我族可有这么做 应该没有族人暗中针对你 我敢保证 如果有 你说出来 我当场自裁你面前 行语摇摇头 这一点欣长真倒是没说错 并未有心灰神族的人针对他 如果真有 他确实早就死了 以他前些年的实力和身份 又岂是心灰神族的对手 很显然并没有 欣长真说道 那么是否可以说明一件事 我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我族的主要目的 并非拆散你们 只是为了保存神脉 若有一日你没有这么强 而云长已经取嫁 成为族长 他依旧可以选择出去 带你来到心灰神族 他有这个资格与权力 毕竟你二人才是真正的夫妻 我们没有必要特意拆散 无论你是否成长到现在 都无关紧要 因为我们本就没有仇恨 同为天界之人 面对欲外邪灵之时 我们应当同仇敌忾 抵御外敌 保卫我们的家园 为了此事尽一切努力 你说是也不是 行语点点头 道 你说的不错 心肠真抚摸着胡须 笑道 所以这件事 我心灰神族并没有做错 这是我想要说的 当然 也要向你致歉 问到先前未曾询问 你的意见带走云长 还强行想要把他嫁给他人 无论出发点 对或不对 这件事都做错了 应该向你赔情道歉 你想要什么赔偿 我们都愿意赔偿 因为这是你应得的 而且现在 我可以肯定一件事 以后云长的一切意愿 绝对不会受到干扰 他可以随时跟你走 组长与否也并不重要 我们绝对不会加以阻拦 因为在我看来 现在的你 更配得上云长 与一位帝尊结合 诞生的子嗣 恐怕更加强大 未来又是一位金氏奇才 这是我神族之福 也是天地之福 我心灰神族 能够有你这样后起之秀的一代帝尊加入 日后对抗御外邪灵 必将能够再添神威 获胜的把握 又大大的增加了 简直是双喜临门的大好事 3465章 接你回家 行语看向心长针 眼眸中带着深邃的笑容 道 老前辈 你说的不错 我也相信 你说的都是对的 老夫活了一大把年纪 向来不说假话 我只想说事实 你我都相信的事实 心长针笑道 不错 确实都是事实 只是 你未免有些太高看你的口才了 行语轻笑 但语气微了 心长针眼眸一明 笑道 死化和解 你刚刚对我说的一切 我相信都是对的 因为我的感知很敏软 行语手指指着自己的脑袋 笑道 这里的魂力波动骗不了我 哪怕心思再缜密 只要是说谎 我都能够感知得到 莫要小看我的本事 你刚刚没有说谎 你或许也早就知道 面对一位帝尊说谎是没有用的 所以想用你绝佳的口才说服我 你也确实说动了我 但是可惜 你的口才还有些许不足 或者说你并不了解我 行语眼眸逐渐冰冷 说道 你说了一大堆 目的很简单 无非是为了化解此事仇怨 让我带走茬儿的同时 又因为茬儿本身是你心灰神族的原因 所以我属于你心灰神族 不仅解决了麻烦 还成功让我一位帝尊 成为你心灰神族之人 你先说对抗欲外邪灵的事情 就是想要站在保卫家园 守卫和平的绝对正义角度 从而给我施压 因为你所说的一切因为立场 都可以是对的 是为了保卫天界 所谓的残忍 冷漠 无情都只是为了正义 为神族的延续 一切都值得被原谅 因为你们没有错 真是套了一张完美的虚假面庞 那么我就想问问你 既为正义 为何不重点培养天下奇才 莫要说没有资源和精力 那么圣法原成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天界精英 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 自行发展和变强 还是为了你们个人的一己私欲 如果不是为了一己私欲 为了你们的权柄和地位 永恒的奠基神族名望 建立执法者的目的何在 执法者拥有着一切权利 代为执行法则与规则 可以肆意剥夺他人生命 但他们本身是执法者 却做着违背法则与规则的事情 他们有什么资格成为执法者 这就是所谓正义 对于这些事情 莫要说 你们神族不知不明 掌管者硕大的圣法原成 圣法神界 这点事情不可能处理不好 你们任由他们如此作为 当真是为了正义 还是为了培养属于你们的世界 固若金汤的圣法原成是天界域外 邪灵绝对攻不破的地方 无论发生任何事 将这里进行后 你们神族就能得以延续 至于天界的死活 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的可对 如果觉得不对 可以告诉我 为何对天界外的事情制止不管 多少域外邪灵 正在肆意地侵蚀天界 暗中吞噬一切 你们不清楚 或者说 你们很清楚 只是你们不想去管 口口声声说 时刻准备与培外邪灵作战的准备 那么 对于这些事情 为何不管 你们明明是不想交战 为了拖时间 为了狗活罢了 非要披着正义的虚假面孔 有何意义 拿这套说辞 说叫他人尚可 我相信都会被你所折服 但是说叫我 你还是省省吧 我从外界步步生死走来 这些事 我看得比你们透彻 对抗培外邪灵 确实是人人有责 但你们六大神族 却没有以身作则 有何颜面说出这番话 现在拿这套说辞跟我讲道理 无非是怕了我 怕我这位你们意料之外出现的帝尊 破坏你们的计划 和所谓正义 我说的可对 还有 对抗培外邪灵之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算所有人都死 我都不会有事 我的家人和朋友 更都不会有事 我没有你们那么大的报复和正义 让我去为你们卖命 还是省省吧 现在 我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 带走我的长儿 第二 改善一下圣法原成的不良之风 既为正义 我相信 你会支持我的吧 老前辈 行语字字如惊雷乍响这片星空 一字一句地揭穿星长针的谎言与欺骗 行语起初差点相信星长针 但是越听越发觉得不对劲 这老家伙 虽然没有动用任何术法 改变自己的思想意志 但却意图用语言设限 使自己掉到他的陷阱中 一旦被他牵着鼻子走 就会一直觉得他所说都是对的 因为本身他说的都是对的 只不过唯一错的是 他们的心 行语并不擅长口齿交锋 但不代表他不会 他只是更多时候习惯于用拳头解决问题罢了 星长针脸色阴沉地看向行语 面对行语的句句珠问 他百口莫辩 因为这些事情 他都无法给予正确的解释 诚然他所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行语所说的也都是事实 他们确实是这样 若非如此 岂能屹立在世间这么久远 全因他们早就有一个庞大计划 将固若金汤的圣法园城 打造成属于他们的绝对乐园和中心 在这里他们便是主宰 而掌握了圣法园城 天界就都在掌控之中 因为这里汇聚了天界最强最巅峰的强者 只有永远将这批人牢牢掌控在手中 他们才不会有机会反抗神族 才不会跳出来如同行语一样 看清楚了他们的本质 跳出来反击 因为他们的一切都在控制中 包括成为执法者 也都是让他们从低等狗变成高等狗罢了 这些人都世世代代的忠心和臣服神族 外界的蝼蚁人族根本不足为虑 他们就算反抗也掀不起什么大浪 这也是神族对天界之外不管不顾的原因 美其名曰是为了历练他们 更多的是放养 能否从域外邪灵爪牙中存活下来 全看个人造化 他们习惯性地披着正义的道德的面庞 只有这样才符合神族的威严和气质 也只有这样才能俘获人心 现在被行语一句句揭穿 新长针脸色很是难看 你想要改善圣法原成的不良之风 还是想要长权柄 让世间遵详你之名号 那你如我们一般又有什么区别 新长针冷声道 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 行语弹幕地说道 我若对权力真的在意 今日定然不会与你们针锋相对 而是选择假意投诚 一步步蚕食而等 我相信这样对我更有利 也能最快速地完成我的目标 甚至吞便等六大神族都不是难事 我能在这个年龄达到这个层次 足以证明我所说非虚了 你觉得呢? 新长针脸色一僵 3466张 没有威胁 看着说不出话来的新长针 行语弹幕地说道 现在不知道老前辈做何选择 希望你给我一个答复 如果给不了 那我就亲自打进心灰神域之中 找族长问个清楚 新长针颜孔紧缩 他本就阻挡不住行语 虽然他是新灰神族之中的四大帝王 也是百万年级别的古帝王 可是古帝王终究是古帝王 和帝尊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他出现在这里 就是为了能够用言语说服行语 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口才 就算他是帝尊 可也只是三十几岁的小毛孩罢了 在他眼中不值一提 只要能将行语说服 那么新灰神族不仅多了一位帝尊 还能够将此事化解 无需打搅族长 简直两全其美 可是谁能想到 行语竟然洞察了他的言语中的漏洞 还反而句句怒怼 让他哑口无言 现在新长针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明白行语的意思 非要闹下去 不仅仅是想要为自己的妻子沐云长出口气 还是想要整治一下圣法元成 可是这远远不可能 新长针深吸口气 低沉地说道 闹到最后 就算是你赢了 我星灰神族不敌你 可神族有六个 除了我星灰神族 还有五大神族 整个圣法元成 也都有我们六族共同管制 你改变得了我们 改变得了他们吗 这个大蛋糕六大神族 占据了无数岁月 不会任凭外人随意动他 你要想清楚 而且你要明白 神族的威严 早已经植入到天界生灵的内心深处 你推翻不了他 行语忽然笑了 笑容看上去温和儒雅 淡然平静 让新长针严孔紧缩 看出了行语的满不在乎 和无所谓 做不做得到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总归是要试试 成与不成我也不在意 我只想 让你们六大神族 清楚而明白地知道一件事 想要如曾经一般控制天界 实属妄想 叶秋笑道 有我在 你们不会做到的 大不了全部玩完 看看是谁付出的代价更大 你 心肠真气的胸口一阵起伏 感觉跟叶秋讲道理 完全就是浪费时间 这家伙根本就是油盐不尽 还自有自己的章程和想法 想要扭转他的思想 简直不要太困难 但这也是必然的 能够在三十岁达到帝尊 心肠真想都没有想过 但他做到了 足以说明他各方面都极其的优秀 且异于常人 尤其是 现在的行语已经达到了帝尊 是不可忽视的硬骨头 想要耍花招 甚至铲除他根本是妄想 忽然间心肠真有些懊悔 为什么当初没有让人在他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弄死他 好 既然你想要找我们组长 那我可以引荐给你 心肠真说道 至于能否做到 看你自己的造化吧 我要先见现我的妻子 行语说道 好 心肠真点头答应 抓捕沐云长 要挟行语 对别人绝对可以做 胆胆挑衅神族 还想要带走你的妻子 简直是妄想 但对行语不奏效 而且不敢 因为沐云长不能有任何闪失 一旦沐云长出现任何差错 恐怕行语都会为之疯狂 一个古帝王疯狂不可能 哪怕是他心肠真抱走都不可怕 因为一定会有人能够制约你 比如一位帝尊就可以 但是 一位帝尊如果疯狂起来发起飙 谁能拦得住啊 就算是好几位帝尊同时阻拦住 帝尊也别想要好果子吃 能够达到帝尊境界 彼此的实力都是相差无几的 否则就不是帝尊 而是神明了 面对同阶帝尊的疯狂暴走 谁也不敢阻拦 那么等待着的就是无边毁灭 对于心灰神族来说绝对就是灾难 所以 为了一个小小的沐云长来要挟行语 做这个赌注是绝对不可行的 对于心灰神族来说划不来 行语笑看着心肠真 他也相信这个老家伙能够想清楚这些问题 所以 拿沐云长要挟自己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也是行语一直都嚣张且不在意的原因 他们绝对不敢这么赌 心肠真转身离开 行语带上于心亭踏步跟上 路过星空问到身旁时 行语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这个老家伙或许是个不错的人 但是他为了心灰神族不惜一切代价 行语很不喜欢 尤其是拿沐云长的未来当作筹码 现在行语不杀他 除了看在往日的勤奋之外 还想要亲口听沐云长说一说他的情况 如果沐云长说他 那么行语会二话不说宰了他 看着行语和心肠真越来越远的背影 星空问到苦涩一笑 他后悔吗? 后悔? 没有人比他还要后悔 如果早知道行语会这么强 他怎么可能一手促成沐云长和 星空神族族人的婚姻 百分百会护住沐云长 得到行语的支持和帮助的话 他的计划和想法都会飞跃式地进行 在心灰神族之中的地位也会与日俱增 但是一切后悔也无益 而且如果从头来过 星空问到还会这么选择 虽然会对不起沐云长 但是只有这样做 他星空见足才能得以保全 他没有别的选择 星空问到深深叹了口气 星神居某处建立在巍峨山岳之巅的 星空神殿殿外 行语于心亭随着星长针出现 遥望神殿会清晰地看到一名女子 正盘坐在殿门前静静修行 定眼观瞧 赫然是许久未见的沐云长 看着沐云长的修为达到了古地 气质也比曾经更加绝美 行语满满的激动和高兴 正准备一个闪身来到沐云长面前 给他个惊喜 谁知店外突然出现一位身影 行语当下停下了脚步 此人是一名青年 俊朗非凡 一袭满是星辰的华丽子袍 衬托得宛若高高在上的神圣之子 看到他的出现 一旁的星长针脸色大变 便准备传音让青年立刻离开 谁知行语一年一动 四周的空间封锁 任何气息和声音都传不出去 你做什么? 星长针警惕地看向行语 行语淡默地瞥了他一眼 道 不干什么 只是不想你打扰 我想要看看 我的长儿平时都被怎么照顾 星长针脸色阴沉 但也不好说什么 就算说他有反抗的权力吗? 自己在他面前 根本没有反抗的资本啊 此人是谁 看上去挺帅啊 行语淡淡地问道 十七长老 星熙沉 行语拳头猛然紧握 眼眸冷冽 哦 原来是想要娶我妻子的狗贼 那我倒是要仔细瞧瞧了 三千四百六十七章 面剑族长 星熙沉出现在星空神店店门前 看向沐云长 眼眸中流露着爱慕与柔和 滚 沐云长没有睁开眼眸 但神情冷漠 不用看也知道是谁来了 往日里除了几个身边的星空剑族族人外 没有人会来这里打扰沐云长 除了这个星熙沉 仗着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未婚夫之名 时常前来骚扰 沐云长十分厌烦 起初沐云长心态很好 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丈夫 可以给自己三年缓冲 三年后可以答应嫁给你 这是沐云长不希望三年时间内 星熙沉来骚扰自己 或者想要提前发生关系 这样等三年一到 叶秋还不来 他就可以直接自裁 不会让他得逞 星熙沉答应的也很痛快 可惜不过三日又前来送花 送个是个样的东西 说着一些暧昧而温柔的话 还跟沐云长说 他会感化沐云长 多长时间都愿意等 这些在别人看来 或许会觉得星熙沉很温柔 但可惜在沐云长看来 十分的恶心 哪怕他在千万人眼中 都是那么的优秀 可是在沐云长眼中 也远远不及行语 他渐渐流露出厌烦 闭门不见 恶语相告 但是星熙沉都不管不顾 一直到现在 沐云长已经麻木了 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滚 星熙沉一如既往 也不急不怒 笑着走到沐云长身旁 轻轻坐坐下 说道 几日未见 你还是这个老样子呢 沐云长也不说话 也不赶他走 只是静静地闭谋不理会 既然怎么说都无用 无视他是最好的选择 最近星辉神域 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呢 星熙沉笑着为沐云长 将其星辉神域的种种事情 沐云长不说话 他就自言自语 也不生气 始终这般温和 最后他说完 沐云长还是没有回答一个字 星熙沉的神情 并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眼眸中的神情 带着怨毒恨意与冰冷 但他面挂笑容 啊 长儿 你跟我说说话不好吗 你已经等了他这么久 他不会来找你的 而且也配不上你 你这样为了他苦等 等来的 或许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或许连星辉神族是什么都不知道 想要从圣地达到古地 达到接触这个层次 不知道需要多少万年 你这样苦的是你自己啊 说到行语 沐云长睁开眼眸 冷冽的目光看向星熙沉 道 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我要等也是我的事情 你我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 哪怕是族中下令 让我与你结合结婚 我也不会答应 你就不要做梦了 我生是他的人 死也是他的魂 你永远得不到我 收起你的假温柔和慈悲 你是什么样子 我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 早就摸透了 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这样演戏 有什么意义呢 你以为我会改变所思所想 或许这个方法对别人有用 但对我不会 我只属于他 沐云长的话很伤人 可以说字字如刀 但是沐云长并不觉得这样说很过分 因为该说他早就说过了 是新西成死缠烂打一直不放 他只能这样做 而且根据沐云长的调查 这个新西成全然不是在他面前表现的这个样子 是个心地阴狠 无情果断之辈 眼中只有利益和自己 追求他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为了让自己为他生一个 具备更有神血脉天赋的下一代罢了 啊 根本不存在 整个星辉神族内都不存在这种东西 这里只有可怕到极致的利益 一切目的和前提都是为了神族和利益 个人情感和一切都要让步 沐云长虽然被确定是星空剑族之人 因为这个身份 他的修为也与日递增的可怕 但他对于这里毫无归属感 无数次想要逃离 可惜这里近来容易走出去太困难了 如果不达到古帝王 恐怕都很难离开圣法神界 更别说圣法元城 因为神族身份的缘故 想要离开太难了 面对沐云长的拒绝 星西成脸色很难看 虽然已经听他说了很多次 可是每一次都会很难受 他星西成在星辉神族走到哪里 不是被众星捧月 不知道多少族人想要倒贴嫁给他 可到了他面前 竟然狗屁不是 这对于星西成来说打击太大 若非族中长老说他的神明血脉很纯正 下一代子嗣或许能诞生更强的天才 甚至自己也会因为和他的结合 而得到进化与改变 他早就下杀手弄死这个臭娘们了 哪里会在这里找难看 今天他特意过来 是想要告诉沐云长一件好事 本来他想要用一种别的语气告诉他 但现在又听到这番话 星西成气不打一出来 深吸口气 星西成说道 好吧 这些话你已经无数次跟我说过了 我都知道 但是我对你是真心的 对你这么好 你看不出来吗 我虽然在族中的名声不怎么好 但那是职责所在 我没有办法 我对你的好 其实他们能够理解和明白的 星西成站起身 说道 既然你还是不愿意听 那我就走了 我相信 你总有一天会答应我的 往前走半步 忽然他停下 说道 我今天来 其实是有一件事跟你说的 对你来说 或许很重要 沐云长闭着眼眸 没有理会星西成 星西成脸色阴沉 冷声说道 你的那位夫君 叫做邢宇吧 此言一出 沐云长猛然睁开眼眸 震惊地 看向星西成 他从未跟星西成说过邢宇的名字 以及他的事情 就怕星灰神族找邢宇的麻烦 现在星西成怎么会忽然知道 你 你怎么会知道我夫君的名字 沐云长震惊地说道 因为他已经来到了圣法元城 还来到了圣法神界星灰界 星西成淡漠地说道 只不过他可不是来接你的 目的我不知道 不过也不重要了 因为他现在应该快死了 沐云长猛然站起身 道 你 你说什么 快 快死了 发生了什么 怎么回事 看着沐云长紧张担忧的样子 星西成是气不打一出来 自己对他多好啊 长这么大 无数岁月以来 从未有一个女子 得到他的重视 和如此关怀 可是都换不来沐云长的喜欢 反而担忧一个外界人族蝼蚁 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冷哼一声 道 我也不知道 只是接到消息 有一名叫做行语的人 打上星灰剑 现在大长老已经率领大军亲自出马 你觉得他是活是死呢 三千四百六十八章 不死星骨 夫君 沐云长眼眶阴晕着泪花 手掌颤抖个不停 世间同名同姓的太多太多 可是叫行语的打上星灰剑 那么世间只会有一个人 那就是自己的夫君 他终于来了吗 只是 为什么他这么冲动啊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 他最快也就达到谷地 或许在外界谷地已经是强无敌 但在圣法元城 在这圣法神界谷地并不算强啊 在上面还有谷地王和传说中的帝尊 谷地根本不是对手的 尤其是大长老亲自带人出马 行语怎么会是对手啊 那可是百万年级别的谷地王 是星灰神族的四大帝王之首 寻常谷地王见到他都要臣服 行语又怎么会是他的对手 想到行语可能会死 沐云长的心就一阵阵脚痛 捂着胸口站起身 沐云长直接奔着门外走去 你干什么去 星西尘猛然眼孔紧缩 直接阻拦住沐云长 我要见我的夫君 你给我滚开 沐云长眼神中带着急切与紧张 你现在去不是找死 大长老可能会直接把你一起杀掉 星西尘着急地说道 现在你应该 就算是死 我也要跟我夫君死在一起 给我让开 沐云长歇斯底里的吼道 泪水夺框而出 如他所言 他没有那个本事 把行语从大长老手中救下 但是 他可以和行语一同赴死 就算是死 他也想要再见行语一面 他的世界绝对不能没有行语 如果他不在 他一定会一起离开 你 星西尘万万没想到 沐云长想的事和行语一起赴死 他眼眸中带着疯狂和不甘心 他竟然选择死 也不愿意选择自己 太难受了 他堂堂古地 即将踏入古地王的天才精英 星辉神族之中 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竟然比不过一个外界废物垃圾 他对沐云长说出行语的事情 不是为了刺激沐云长 只是想要告诉他 行语会死 你没有选择了 选择我是最好的 如果沐云长还是执意选择行语 他准备想说 和我立刻结合成婚 或许能够看在你的面子上 放过挑衅星辉神族的行语 这样就可以强行和沐云长结合 只要搞定 那么接下来就好办了 他刚刚准备说这番话 但是沐云长的话 让他说不出口了 他恐怕就没想过其他路 如果别无选择 就算一起死 也绝对不妥协 你这个该死的臭娘们 星期城抬手抓起沐云长的衣领 神情猙獰 歇斯底里的吼道 你宁愿跟那个可能 连古地度不是的垃圾一起死 也不愿意选择我 我有这么让你讨厌 让你恶心吗 沐云长泪眼朦胧 但看向星期城满是冷漠 他哪怕是个普通人 毫无修为 是个废物 我选择了他 我爱他 成为他的妻子 此生我也只属于他 只做他的妻子 你永远都不配 也永远得不到 放开我 我现在没心情在这里 跟你浪费口说说废话 他手掌猛然挥动 星光璀璨 直接把星期城震开 不管他踏步往前走 星期城看向沐云长 眼眸中满是愤怒和不甘心 我竟然不如一个废物 这是你挑衅我的 星期城神情充满了杀鸡 磅礴浩瀚的古地之威 一瞬间笼罩整个山岳 将山门封死 沐云长刚要出去 转头看向星期城冷声道 你想干什么 阻挠我 我现在是星空建筑的下任继承者 在这里有着力量增幅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是吗 那我还真要试试看了 能不能杀了你 星期城大手一挥 猛然紧握一柄紫金流光闪烁的宝剑 宝剑挥动 天地都仿佛要被分隔斩断 沐云长看到此剑严孔紧缩 这是长老赐予的古地王之剑 拥有着斩杀一切古地的超强霸气 这一剑就足以瞬间让他归西 既然你这么想和那个臭废物一起死 那我就送你一程 星期城疯狂了 他忍了这么久 终于忍不下去了 就算是不要下一代子嗣 也必须要弄死这个臭娘们 他受到的耻辱 要找回来 碰 他踏天一步来到沐云长面前 一剑下批 剑芒闪烁 如长虹灌日 气势搅动的整个天地都在颤抖 沐云长在这一剑之下 简直如同蝼蚁 他没有躲 也没有反抗 因为面对古地王之剑 挣扎只是徒劳 他轻轻闭上眼眸 深吸口气 眼角滑下一道泪痕 傅眷 对不起 最后一面恐怕都见不上了 希望来世 你我还能相见 我还要做你的妻子 一定要等我 喃喃自语地说完这番话 他脑海中回忆起了 和行语在一起的一幕幕 从天生界狂刀宗的相识 到一步步走来 经历了不知道多少坎坷磨难 曾一起向往未来 曾一起携手共进 曾一起面临诸多磨难与对手 只是不曾想到 会有一日 双双以这种方式告别世间 临死都难见一面 他有着无尽悔恨 当初为何要随着星空问道离开 就算是死 他也希望陪在行语身旁啊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一息 两息 十息 沐云长愣住了 等待的死亡 并没有如期降临 按说自己现在早已经死了呀 而且 外界毫无丝毫动静 见盲声 辛西辰的声音 都一下子消失了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诧异地睁开眼眸 映入眼帘的 不是辛西辰那张猙獰可怖的脸庞 而是他思念已久的梦中面庞 夫 夫君 沐云长整个人都傻住了 手掌捂着嘴 强忍着不哭出声 可是泪水 还是不由自主地从眼角滑落 一颗颗的泪珠划过脸颊 看上去是那么的惹人怜爱 看着面前哭得梨花带雨的沐云长 行与眼眸中也阴晕起泪花 心疼地握起沐云长的手掌 抬手轻轻擦拭沐云长的泪水 用尽最大的温柔 轻声说道 长儿 别怕 我来了 我来接你回家 夫君 沐云长顿时泪崩 大哭着一把抱紧行语 他抱得很紧 哭得泣不成声 他生怕眼前的一切是幻想 生怕这一切都是假的 再也见不到行语 所幸 胸膛是那么的温暖 肩膀依旧那么的坚实 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让他感觉整个世界都亮堂了 他的内心世界也一下子有了支柱 因为行语就是他的天 3469章 帮我个忙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对不起 行语温柔地抱住沐云长 绣着他发丝间传来的淡雅香气 行语满是心疼 他孤独一人身在异地 身边没有一个知心人 甚至一个能够说话诉苦的人 他这几年过得是有多苦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行语很心疼 心疼自己曾经的弱小 若非如此 又岂会眼睁睁看着星空问道带走他 而自己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 让沐云长受苦了 所幸 现在行语变强了 他没有遭受到欺辱 一切还来得及 还能够改变 他紧紧抱住沐云长 眼眸中带着一丝冷漠 在门口处等待的星长针 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他万万没有想到 星西成会恰逢此时过来找沐云长 更没有想到他胆敢杀沐云长 本来行语对于星灰神族 就没有什么好感 现在在他眼睁睁注视下 差点被杀掉 他又会多么地憎恨星灰神族 他现在很想抓起星西成大写八块 他记得早就下过命令 要对沐云长好一点 并非他有未卜先知 知道行语很强会过来寻找沐云长 而是他认为既然需要和沐云长结合 他未来又是星空剑族的组长 绝对不可来强硬的 最好用时间去慢慢感化他 时间对于他们来说 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天长地久 一定可以让他真心的沉浮 到时候想做什么不行 尤其是对他好 日后怀了子嗣 他也一定会好好对待自己的孩子 否则 他就算怀孕生子 直接杀掉孩子 你能有什么办法 那对于星灰神族来说 绝对是大损失 可是千叮宁万嘱咐 没想到这个星西成 人还是这么不中用 这点是 这点委屈都扛不住 现在还被邢宇看到个正着 唉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看向邢宇身后 半空中星西成正手持古帝王之剑 呈斩杀的状态 整个人都被定格在半空中动弹不得 甚至连剑芒剑气一切气势 都定在半空中 此时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星长珍很想一掌 拍死这个混账王八蛋 但是现在究竟怎么让星西成死 还是邢宇说的算 跟他没关系 邢宇怀中的沐云长 沐云长哭了好一阵才停下来 然后抱着邢宇亲吻 似乎要发泄出这些年的思念 邢宇笑着轻柔地配合着 许久后 沐云长脸色焦红地低下头 紧紧搂住邢宇的腰部撒手 抬头看向邢宇说道 你怎么会忽然 对了 他直到此刻才猛然想起来 刚刚星西成是要杀他的 星西成去哪了 他抬起头 正好看到定在半空中的星西成 一脸错愕地看向邢宇 这 这怎么回事 星西成那可是古地巅峰啊 手持古帝王之剑 战斗力足以抹杀古帝王之下的所有存在 现在为什么定格在半空中动弹不得 难道是邢宇 除了邢宇也不会有别人能够在这等关键时刻救下他 还控制住星西成了 他震惊地看向邢宇 忍不住问道 你现在什么修为 星西成竟然不是你的对手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怎么回事 你不是应该被大长老围剿了吗 邢宇看着紧张而震惊的沐云长 忍不住笑了笑 揉了揉他的长发 道 你的问题好多啊 不过呢 我会一个个回答你 我的修为啊 现在提升的挺快 和星辉神族的组长一个层次 沐云长瞪大眼睛 地 地 地尊 真的假的 这才过去不到两年时间 你就从圣地达到地尊了 这对于其他人来说 能够在圣地层次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都已经很天才了 你直接越过古地 古帝王达到了地尊 问问星辉神族的大长老 邢宇目光看向前方 沐云长回头看 只见星长针正在门口尴尬地等候着 看向沐云长勉强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沐云长震惊地颜孔紧缩 大长老 星长针 星长针点点头 一脸难看的笑容说道 是老夫 虽然你没有见过我 但我很熟悉你 你能够成为星空剑族的继承人 也是我允许的 沐云长张了张嘴 然后转头又震惊地看向邢宇 大长老星长针平日里别说见 就算是靠近他所在的府邸 都难上加难 寻常人都没有这个资格 现在竟然在他店外门口等候 难道邢宇真的达到了帝尊 不到两年时间啊 他都不敢相信 从现在开始 你无需去怕任何人 我也无需去怕任何人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威胁我们的人 不多了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几个人 邢宇温柔地捏了捏木云长的脸颊 轻笑道 区区心灰神族 更无需在意 我今日来这里 除了接你 更是要讨回公道 沐云长手掌握住嘴 泪水夺矿而出 他无数个岁月 在这里苦等 就是希望有一天 邢宇能够成长起来 待他离开 他相信邢宇 这是他的盖世英雄 绝对不会让自己失望 哪怕是概率是那么的微乎其微 但是他愿意相信 没想到邢宇真的做到了 而且直接达到了极致 帝尊啊 整个世界真正的巅峰 半神一般的存在 神明之下最强者 除了已知的神族和御外邪灵 拥有极为帝尊之外 世间不存在任何帝尊 邢宇一跃成为真正站在巅峰的强者 哪怕是神族 都可以不用放在眼里了 有他在 真正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别哭了 以后有我在你身边 我不允许你哭 邢宇轻柔地擦掉他脸上的泪水 转身看向星西辰 道 你说怎么处理他 是直接杀掉呢 还是折磨一番 直接杀掉就好 看到他就恶心 没有折磨他的心 沐云长冷漠地说道 换作旁人 但凡心狠手辣 都会折磨死星西辰 因为他该死 若非邢宇今日恰巧赶来 沐云长就死了 这辈子都很难见到邢宇 但沐云长不想搭理他 对沐云长来说 一切都没有邢宇来得重要 区区一个星西辰 根本无需在意 因为他现在的夫君 可是帝尊啊 好说 行语轻笑 对着星西辰抬起手 微微虚握 顿时星西辰瞪大着眼睛 在绝望和不甘中 怦然化作血物 他想挣扎都没有机会 想求情都没有资格 3470章 代理组长 眼睁睁看着星西辰死在面前 星长针无动于衷是假的 这可是星辉神族的天才精英啊 培养到古地 还有机会晋升到古地王的概率 哪怕是星辉神族都并不高 少一个都是巨大损失 但是他又能怎么办呢 只能眼睁睁看着 他又阻止不了 斩杀掉星西辰后 行语握住沐云长的手掌 看向星长针 道 走吧 带我去见族长 见族长 沐云长有些惊慌 那可是星辉神族 被奉为神明一般的传说中的人物 来到星辉神族这几年 他听到了无数关于族长的传言 几乎被神化 实力达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 虽然行语现在也达到了帝尊 但是沐云长还是免不了担心 找族长聊一些事情 这也是我的目的之一 行语笑着拍了拍沐云长的手掌 道 不用担心 你夫君现在的实力 你害怕什么 就算是打起来 我也可以安全带你离开 沐云长没有说什么 只是默默点头 他不会干扰行语的任何决定 无论他做什么 无论对错 沐云长都会跟随 相信他 星长针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点头 转身朝着远方急行 行语笑着握住沐云长的手掌 欲空起身 而在半空中 本来什么都没有 此时滑光一闪 于心亭笑盈盈地走出来 对着沐云长挥挥手 道 嗨 好久不见 啊 婷婷姐 沐云长看到于心亭一脸激动 直接松开行语的手 一把抱住于心亭 看着俩人轻轻握握 诉说着许久未见的情绪和激动 行语在一旁揉了揉鼻子 竟然把自己给抛弃了 这俩小丫头 真是欠收拾 走吧 路上再聊 行语笑着说道 二人点点头 跟在行语身后 朝着心长针离去的方向赶去 路途中 二人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行语根本听不到 显然是不想让行语听到 行语是可以动用方法探听到的 但是他没有那么干 二人都是自己人 担心什么 跟着心长针一行三人 很快便来到了心神区的最深处 在这里 有两座拔地而起的百万丈巨大山峰 山峰紫幽 星芒点缀 与星空接天一色 星河悬挂两侧 星云盘旋四方 宛若置身于浩瀚星空的深处 无形间带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和权贵 在两座山峰相交中央 空无一物 但是在最顶端的山峰之巅 却漂浮着一座黑色古朴的阁楼 阁楼两层 通体古朴漆黑 隐于星空黑暗之中 若非视线极好 都很难第一时间察觉 那里还有一座阁楼存在 行语眼眸看向楼阁 神情带着一丝冷恋 他从阁楼之中 感受到一股浩瀚恐怖的气息 虽然这股气息隐藏得极深 外界都很难察觉 但是他感受到了 遥望山峰之巅的楼阁 星长珍深吸口气 说道 我族族长常年在这里静修 此地除了我们四大长老外 不得允许任何人不许踏足 而族长 我已经有很多岁月没有见到过了 行语眉头一挑 道 闭关了多少年 大概算算有千万年了 星长珍说道 族中大小事 都由族长亲自发声 我等来执行 我曾经很怀念族长 但他需要闭关静修 我便没有打扰 希望他能够白齿单头更进一步 说不准能够触碰到极尽的境界 冲击无上神明 那么我族便真正的有希望和未来了 星长珍收回目光 看向行语 道 现在你可以直接上去 但也只能你自己 而能否见到族长 看你的本事了 行语轻笑 并未在意 语哥哥去吧 有我在 我们的安全不用担心 于心廷嬉笑道 让一旁的星长珍侧目 有些诧异地看向于心廷 因为于心廷始终都没有展露出丝毫的修为气息 而且始终跟在行语身旁 他都有些无视于心廷的存在 现在看来 他难不成也有一定修为 行语答应一声便直接原地消失 直奔兴风之巅 于心廷笑看了星长珍一眼 抬手一挥 一层光幕划过 带着木云长原地消失 星长珍眼孔紧缩 这股气息 帝尊 这个女人竟然也是帝尊 行长珍的心脏都猛然停跳了半拍 站在两座山峰之巅的楼阁前 行语更加感觉这个楼阁深不可测 大致观瞧 整个楼阁漂浮在半空中 宛若一个不知名的古树打造形成 浑然一体地与星空与山峰相融合 行语看了一圈后 目光看向正前方的大门 双手抱拳 道 组长前辈 晚辈行语来见 行语话音落下 阁楼内久久无音 行语皱眉 意念一动 调动起诸天秩序之法 整个苍穹星空扭曲颤抖起来 以天地之大事弹幕地说道 怎么 打算闭门不见吗 还是说你 怕了 他抱拳自千晚辈 给他一分面子 怎么说 也是早于自己成为帝尊无数岁月的长辈 于情于理 都应该客气一点 但他很显然 有点不要脸 那行语可不会给他拨面 当行语话音落下 楼阁内一阵颤动 行语感觉有些古怪 那颤动就好像发抖 他感觉不会有错 只是为什么要发抖 又什么不说话 就算是怕了自己 也绝对不会这般抑郁不言吧 联想到心长针的回答 行语微微挑起眉头 猜测得自言自语 道 难不成 组长早就离开了此地不成 碰 屋内传来声响 就好像听到了行语的猜测一般 行语冷笑 直接二话不说 一脚踹向大门 嗡 大门绽放一层赤盛的黑光 星光流动 整个楼阁闪亮起来 紧接着苍穹星空 楼阁下的两座山峰 同时绽放光辉 所有力量猛然结合在一起 化作一道古老神秘的防御大阵 楼阁处在阵心 行语便会承受着所有阵法的力量 这股力量 足以瞬间 将古帝王摧毁 但是对行语来说简简单单 他大脚用力 诸天秩序化为己用 直接以万道破阵法 强横阵碎所有力量 直接崩碎面前的大门 走了进去 楼阁之中 空无一物 只有一名老者盘坐蒲团 他面容苍老 眼神浑黄 看向行语充满了恐惧与忌惮 最诡异的是 他除了头颅是人类 完好无损之外 身子竟然是白骨 毫无一丝血色 三千四百七十一章 新神古殿 行语看着这个浑身白骨 只剩下一个头颅的老者 眉头紧皱 你是个什么东西 他没有从老者身上 感受到生命的气息 可是却具备着古帝王的修为 整个人就好像是人形傀儡 他白骨的身体 泛着晶莹光泽 很显然是经过强化修行的 且年代已久 因为他所盘坐的蒲团上 有一个深深的凹坑 似乎从来没有动弹过 一直盘坐在这里 老者恐惧地看向行语 你 你怎敢来这里冒犯 这可是星辉神族族长 修行闭关之地 行语手掌微微虚空一握 老者的头颅咔嚓一声 从白骨的身体上扭断飞到行语的掌心 被行语紧扣住 但莫得说道 我在问你话呢 听不懂 如果不想死 最好如实交代 我脾气不好 老者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一脸的惊恐 是是是 一定听话 别杀我 我 我是新古人 被星辉神族族长星济熙抓来求困在此地 代替他的 行语眉头一挑 新古人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种族 大爷您误会了 新古人并非一个种族 世间应该就只有我一个 新古人说道 我原本是一句中了上古神明诅咒 永恒不灭的白骨 灵魂被囚封在白骨中此生出不来 我本以为就这样一直一直的永远的活在棺木中 可偶然遇到了星辉神族的族长星济熙 他无法解除我身上的神明诅咒 但答应救我出去 不仅可以让我得到世间的一切 充实的活着 还能够享受一切的权柄 作为代价 我需要代替他 在这里看守三千万年 三千万年后 他回来 我就恢复自由身了 三千万年 对于我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时间 然后我就答应了 这些年一直都充当他知名在这里 虽然和以前一样枯燥孤寂 但我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 星辉神族都会满足我 至少比以前好得多 这是我知道的所有事情 大爷可千万别杀我 行语脸色阴沉 那个星辉神族族长星济熙 果然不在这里 行语听到星长珍说 族长已经无数岁月没有露面 就有些感觉奇怪 只是没想到 他竟然早早就不在这里了 连大长老星长珍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这个星辉神族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他拉出来一个星古人 丢在这里代替自己 可以说明一个问题 他的离开不仅不想被外人知道 还不想有人怀疑他已经走了 而是一直在星辉神族从未离开 难不成还有人知道 星辉神族可能会离开 行语想来 除了这个可能性 不会有别的问题 不然为什么连星长珍都不知道 这是星辉神族之中 仅次于族长权力最高者 也绝对是星辉神族之中 最值得信任的人 连他都蒙在鼓里 是不是可以说 他不想这个事情 让任何以外的人知晓 如此才能够演得最像 才不会被人察觉 或者说 星辉神族之中 也有知道这件事的人 行语思索着 上下打量着星古人 道 他离开多久了 我需要准确时间 嗯 你把我的头放回去 我算算 星古人苦笑一声 行语随手一挥 把他的头重新丢回白骨上 同时转身把门也给关上了 意念一动 又仿照刚刚星古人释放的阵法 重新幻化了一个 那么在外界看来 这里一切如旧 头颅落在白骨之上 只见星古人抬起鼓爪掐动 不一会儿 白骨泛起紫黑 泛着金芒的神圣之光 宛若有一个浩瀚星河 在白骨之中流转 与此同时 他的额头之上 显化出一道古老神秘的符号 行语不认识这个符号是什么 但是从符号之中 感受到了一股浩瀚而不可逆的神威 看来星古人所言属实 他确实中了所谓的神明诅咒 才永恒地保持了这个鬼样子 自己还只是古帝王的修为 不然怎么解释他古帝王 却掌握了神明之力 不一会 星古人手指停下 在面前一点 星光幻化了一组数字 他一共离开了1783万6225天 零七个时辰两刻钟 行语一愣 你记得这么清楚 就算是行语现在是帝尊 让他回首往西 也只能记得所发生的事情 而绝对记不住具体时间 何况像他一样 精确到了时辰和课中 星古人苦笑一声 神明诅咒 让我不死不灭了 不知道多少个岁月 我在棺木中 更是不知道埋葬了多少时光 闲来无聊 倒是领悟了时间规则的一个小地数 精准记录一切时间 也可以让我解解闷 行语都有些无语 人无聊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还真是啥事都干得出来 你不死不灭 为什么还怕死呢 行语有些诧异地看向他 星古人一脸苦闷 虽然不死不灭 世间任何事物都杀不死我 但是我会和正常生灵一样 感受到疼痛 感受到孤独死寂绝望和一切 而且要比正常人放大百倍 别人受伤一次的疼痛到我身上 痛苦感会增加百倍 死一次的痛苦是千倍 你能体会 那是何等可怕吗 更重要的是我还死不掉 还无法昏厥 要清醒着 承受这等痛苦 他低下头眼眶中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 身体都在颤抖 我曾无数次想要自杀 可每一次自杀所带来的痛苦 让我都害怕得要死 太疼了 疼得绝望 我从未想到过疼痛会这么恐怖 那种可怕 我不想经历了 如果人间有地狱 我就是地狱 行语默然 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但是想来 这就是神明诅咒的可怕之处 不让你死 让你永恒活着 可是所承受的痛苦 却是正常的百倍 千倍 这简直就是 世间最让人绝望的惩罚 怪不得这个家伙 会怕死成这样 不等行语询问 就一股脑地全说出来 疯狂配合 他实在是怕死 怕疼 怕行语 这位帝尊折磨他 索性自己先说出来 3472章 法号施令 你还想要知道什么 我全都可以告诉你 只要别杀死我 新古人恳求的 看向行语说道 这些年 星纪西一直都没有回来过吗 行语问道 一次都没有 自从离开后 便没有回来过 我也不知道 他去了什么地方 究竟想要干什么 这些 我也不配知道 我只知道我俩的合作交易 我暗时在这里待过三千万年 等待他的回来 至于这期间发生什么 都跟我没有关系 新古人说道 星辉神族的大长老 星长珍倒是来过几次 询问一些族中 事情的处理方法 但是我都模仿着星际西的声音 让他自己看着办 这也是星际西离开时交代的 如果有事 直接交代出去 就好 如果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 就装作闭关听不到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如果真的遭遇危机 我可以自行离开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能走的 因为这里有禁止 禁止我无法逃离 除非这里 被轰碎 OmegaW放射性物质标志 TTKN放射性物质标志0 行语眉头紧皱 星际西把这些都考虑到了 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知道自己三千万年的时间 肯定是回不来 他究竟是做什么去了 行语实在想不通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 难不成星辉神族 还会出现什么危险吗 作为六大神族之一的星辉神族 除了行语这样的人 尤其是达到了 帝尊敢莽撞的冲进来导士 还有谁有这个本事与能力 行语眼眸闪烁着了冷盲 如果说真的有的话 那么世间只有一位 那就是域外邪灵的邪神 难不成他的离去 跟域外邪灵有关系 行语想不通 不过行语脑子灵光一转 有了一些想法 看向星古人说道 你说 你能模仿星际西的声音 对 我不仅能模仿声音 还有形态 包括灵魂都可以 世间的一切 只要我见过 都可以变化出来 而且绝对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星古人看向行语 那双魂黄的眼眸 闪烁一抹星光 紧接着便看到他的白骨之上 出现血肉五脏六腑 凝现出衣衫 面容也随之改变 变成了行语的模样 当他成为行语后 行语看向他都嘖嘖称奇 因为真的一模一样 从修为气息 到灵魂波动 余光眼眸 让行语差点以为在照镜子 你怎么做到的 行语以为自己达到帝尊后 对于万道已经足够透彻 可是看到星古人 还是有些自叹不如 虽然他可以利用 模仿复制天道进行改变 但在同阶强者面前 或者古魂强大者面前 直接就会被看破 毫无意义 但是星古人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饶是以行语的修为 都发现不了一丝一毫的破绽 我因为被诅咒 苦闷之中自我研究的 从神明诅咒的力量中研究的 星古人不仅变成了行语的模样 就连说话语气 神情举止都一模一样 听到这番话行语恍然大悟 或许是因为这诅咒原因 虽然他从此以后 都很难突破古帝王的境界 还要面对可怕的惩罚 但是凭借这个诅咒 倒是得到了一些外界人 一生难以想象的能力 看到行语面露满意的神情 星古人讨好事的黑黑一笑 便变成了正常模样 说道 大爷 我这个本领看上去虽然很强 但是也有很大的弊端 什么弊端 变化后不能动 星古人说道 一旦随意动弹 就会直接恢复成原本的样子 我以复制之道为基准 柔和了空间景象 梦境幻象声音等诸多道法秩序的规则 才形成的这一变化 虽然优点可以达到完美无瑕 但弱点便是 我所在的这一方天地也被同时改变 一旦有所异动 就会一切都如镜花水月 实用性并不强 我平日里都是拿来自我解闷用的 行语失笑摇头 这个星古人还真是无聊到极致了 连这种事情都能够研究出来 典型的属于时间太多 不知道怎么浪费好 去花大把时间 研究这种毫无意义的东西 虽然弊端很大 但是这些都无妨 行语笑道 愿不愿意帮我做件事 事成之后 我可以让你恢复自由身 星古人眼孔紧缩 男眼激动 但是又很快皱眉摇头 道不行 行语神情骤然冷漠 哦 不愿意帮我 不 不是 大爷您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说 帮您时间一百件事都可以 但是恢复自由身 还是算了吧 星古人坚定的道 我就是应该无数岁月前 不遵守约定意外干了错事 导致沾染了神明诅咒 毁了我一辈子 我不知道多少日夜后悔的肠子 都轻了 我不愿意再干这种事 所以 既然答应就要守约 我答应星纪西代替他守护三千万年 我一定要做到 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事离开 除非他出现 亲口说恢复我的自由身 行语一时间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这算是吃一嵌长一智吗 简直是记了一辈子 不过行语倒是觉得不错 这是个好习惯 好 既然你不愿意走 那是你的事情 帮我做件事 我可以帮你一件事 我这人喜欢平和交谈 互惠互利 才能够彼此放心 你觉得呢 大爷说的真好 我也是这样想的 能达到帝尊 还能如此这般所想 真是不多见了 新古人直接跪下各种凤城吹嘘拍马屁 看到行语神情仿佛带着一丝不悦 他立刻不再废话 做好身地说道 不知道大爷需要我帮您做什么事 我尽全力帮您 只是我可能无法离开此地 不需要你离开 在这里就能做到 行语眼眸中带着冷芒 但笑道 帮我以星纪西之名 召见星辉神族四大长老觐见 告诉他们 要封我为星辉神族代理组长 处理一系列事务 四大长老要服用一切命令一 既然天字良机 星纪西这个组长不在 又碰到一个新古人 那么这个好机会不利用一下 是不是就有点太可惜了 所以 行语刚刚灵机一动 想到这个办法 正愁怎么办呢 既然你这个组长不在 那么就由我代劳吧 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整治一下 圣法元城和圣法神剑 与其他神族较量较量 这个结果 比和星纪西交谈来的更加实际有用 行语很高兴 3473章 棋盘对异 您 您是打算冒充组长 新古人顿时洞察了行语的心思 行语眉头一挑 不行 当然没问题 您无论是修为还是身份 都绝对是配得上这个星辉神族的组长身份 何况现在组长并不在 由您来代替可谓是最佳人选 新古人当即说道 行语满意地点点头 我知道你答应了星纪西要守护好星辉神族 但是由你帮助我掌控星辉神族也算是另一种守护的方法 尽管放心便是 除了任何事都跟你没关系 你只需要跟以前一样在这里守护好你的承诺即可 好的大爷 新古人点点头 那我现在就通知四大长老过来 等上一天时间 不着急 行语笑道 至少要伪装出他和组长星纪西谈了许久的假象 对了大爷 星辉神族之中 除了族长外 还有两位帝尊呢 到时候您怎么办 他们应该在族中 新古人问道 这些都是小问题 交给你了 只需要交代明白就可以 能做到吗 行语说道 当然没问题 只是 一切问题直接推到我身上 让他们大可以来找我 好嘞 行语席地而坐 笑道 趁着这一天的时间说说你的事情 我对你很感兴趣 我 我没什么好说的东西啊 新古人苦着脸说道 你的曾经 你怎么触碰意外得到的神明诅咒 亦或是说说 你对于世间的一些了解 行语轻笑 这家伙 至少是诸神时代就存活的家伙 行语倒是想听听 这位曾经见证过诸神时代的人 说说当年的事情 好吧 我好好想想 一一说给你听 新古人哪里敢反抗 不要命了吗 想了想 新古人开始从自己的出生讲起 诸多关于他的经历事情 以及那个时代的情况 从口中传出 倒是让行语听听的津津有味 一天后 行语满意的点点头 对于新古人的事情 基本就都了解的差不多了 虽然他说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 但是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诸神时代 因为神明的存在 世间的一切都变得十分有趣 有通天灌海的长梯 有所困天穷的牢狱 有背着一个大世界的古老神龟等等 那样一个瑰丽的世界 听得令人十分憧憬 关于诸神时代 究竟是怎么消逝的 他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中了神明诅咒后 就被埋葬在了棺木中 后面的很多事情都不太清楚 时间差不多了 叫他们过来 行语话音落下 新古人答应一声 当即拿出一道令牌 手掐印记 不多是山下的大长老 星长珍 以及星神狙狙著的 其他三位大长老 都收到了新古人的传音 或者是说星济熙的传音 星长珍看向天空之巅的楼阁 有些不理解 为什么这个时候 星济熙召集他们过去 但是族长的亲自召见 他自然不敢不从 直接来到了楼阁外等候 不多时 其他三位长老也纷纷抵达 四人恭敬地跪拜在楼阁外的虚空中 长珍 现在通知你们一件事 务必要完成 新古人传出星济熙淡漠的声音 族长请说 星长珍恭敬地说道 未来一段时间 由行语借替我成为星灰神族的代理族长 一切事物由他负责 你们四位要配合基于支持 他的话便是我的命令 新古人说道 是 嗯 族长 星长珍猛然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向楼阁 这 这是真的假的 不是自己耳聋 族长怎么会这么做呢 让行语成为代理族长 这岂不是亲手把星灰神族的生死存亡 交托在行语的手中吗 他可是带着满腔怒火来的星灰神族啊 族长 此事万万不可呀 星长珍连忙跪下说道 身旁的三位长老也都是齐齐跪下 连忙说道 族长 此事有待商劝 您不可随意下达这等命令啊 把我星灰神族交给一个外人本来就不妥 等于将我星灰神族的生死交托在了他手中 何况是行语 他已经达到帝尊 万一做出点什么事情 我们可怎么控制啊 星灰神族的传承恐怕都要断层了呀 还请族长三思啊 住口 新古人冷哼一声 你们想要违抗的命令 连我的话你们都不听 没有 我们岂敢 只是 没有什么好指示的 听命令即可 我自有打算和计划 初遥是我一力成当 现在只需要完成我交代你们的事情 将此事昭告全族 若这点事情都做不到 你们就太令我失望了 星古人冷哼一声 星长珍四人静接脸色难看 听到了吗 星古人语气冰冷起来 是 谨尊 谨尊组长之令 星长珍四人深吸口气 咬着牙说道 旋即屋中传来星古人的声音 说道 雨兄 你随他们一起离去吧 由他们告诉你 星辉神族的事情 熟知一下情况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屋中传来行语客气的声音 族长放心 行语定当不会让你失望 吃呀 花音落下 房门打开 行语踏步走了出来 行语身后的房间内一片黑暗 看不到什么东西 只能依稀看到一位身影盘坐在蒲团上 散发出雄魂而至高无上的气息 当行语踏步走出来 房门缓缓关闭 一切又都恢复了跟以前一样 只是星长珍四人看向面前的行语 一脸都不可思议 四人实在是难以接受这个真相与事实 尤其是星长珍 他想到了无数种可能性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二人不欢而散 行语和族长虽然都是帝尊 但是族长进阶帝尊已经无数岁月 真的要打起来行语绝对不是对手 他相信行语也是个聪明人 肯定不会打起来 所以最大的结果就是不欢而散 行语顶多撒撒气 但绝对不会有其他事情发生 就算是俩人打起来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绝对不会让外界人知道 帝尊级别的交手 绝对是惊天动地 但是达不到那个层次 恐怕都没机会感受到 可是 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 忽然间行语成为了代理组长 好像星纪西还对行语关系很好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行语笑眯眯的看向星长珍 道 大长老 愣着干什么 带路吧 接下来 我们可要共同处理心灰神族的一切事物了 可要好好辅佐我了 星长珍差点一口气没上去 气晕过去 3474章 对拼死局 你究竟是跟组长说了什么 星长珍神情阴沉地看向行语 他对于行语成为代理组长这件事 实在是无法理解 气得瑟瑟发抖 想知道怎么回事 直接去问你们组长就好了 不要在这里质问我 没有意义 行语笑道 现在我是代理组长 我希望你能够看清局势 否则我有权利罢免你大长老的身份 懂 星长珍很想回答他不幸 但看着行语淡然平静的眸子 他知道 一旦这样说 行语绝对会毫不犹豫 罢免了他的身份 组长也绝对会站在行语这一边 既然组长选择答应 让行语当这个代理组长 恐怕就已经是无条件的相信了 他有些怀疑 难不成行语和组长交手了 组长没有打过行语 所以定下了这个赌约 不然 为什么组长会一下子 对他这么信任呢 行长珍深吸口气 没有再想这个问题 不管现在怎么样 都不能和行语争辩 如果被罢免了这个身份 那么一切 就真的不在掌控之中了 想做什么改变 什么都没了机会 组长嘱咐 让四人辅佐行语 或许也是一种监控的方法 自己绝对不能够掉链子 至少要尽忠职守 好 我懂 新长珍点点头 转身说道 组长大人 随我来吧 我带你去新神古殿 聪明人 行语满意的点头 气得新长珍四人咬紧牙关 新神古殿 位于新神居的核心 也是组长星济西的地方 只是无数岁月以来都空着 没有人能够前往那里坐镇 哪怕四大长老代替星济西 掌管族中的诸多事宜 但绝对不会前往那里 那是真正的族中圣地 只有组长坐镇才可 现在行语成为代理组长 自然有这个资格 坐镇新神古殿 一行人下山 山下等候的沐云长 和于新亭出现 当沐云长知道 行语即将成为 星徽神族的代理组长时 整个人都梦了 他知道 行语现在实力恐怖的惊人 比肩组长 但是和成名无数岁月的组长 一定还有着不好的差距 去和组长交谈 恐怕有很大概率打起来 那么行语的获胜概率很低 他还在为行语默默担忧 只是现在看来 自己的担忧太多余了 行语太逆天了 成为神族代理组长 这种事都做到了 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啊 饶氏于心亭 都有些诧异的看向行语 行语满意的大笑 我知道 你们有很多疑问 等有时间慢慢解释给你们听 看着身旁的新长征等四大长老 沐云长和于心亭都点点头 在新长征的带领下 行语一行人 很快便抵达了所谓的 新神古殿 新神古殿 是建立在一片闪烁璀璨星光的 卢阁群的核心 他比高天际 宛若晴天之柱 金碧辉煌 碧瓦红墙 时而闪烁着璀璨耀日般的心灰 最惊人的 还是新神古殿 一直散发着神明气息 真正的神力 这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气势 代表着无敌的权柄与威严 行语看着新神古殿满意的点点头 带着沐云长和于心亭 刚要前行走进古殿内 行长征说道 按照规定 新神古殿内 不允许进入女性 行语眉头一挑 为何? 祖宗定下的规定 新神古殿代表着新灰神族的无上权柄和威严 不允许女性进来玷污神殿 影响族长做决策 无论是谁都不可以 行长征说道 族长让我们辅佐你 自然是要将诸多事宜告诉你 还请族长大人以身作则 遵守规则 身旁的沐云长皱眉 刚要准备说话 行语笑了笑 无视行长征的目光 一手牵着于心亭 一手搂住沐云长的腰肢 直接漫步走进新神古殿 规定是规定 但做不做的权利在我手中 我现在是组长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至少现在我说的算 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我也不一定听 你 行长征就知道行语不会遵守 只是他 还是没想到行语会这么蛮横 气得直哆嗦 一把胡子都差点薅掉 踏步走进新神古殿 扑面而来的无上心灰神明之意 让行语仿佛置身于浩瀚的神道之中 体内的神明之力在蜿蜒流动 似乎在兴奋 要与之契合产生共鸣 从而引导行语 去感悟那神力的道元 去掌握更多的神明之力 行语眼眸微宁 这个古殿有点意思 神明之力异常雄浑啊 在这里除了可以得到神明之力的保护外 还能够无时无刻进行着提升 对于帝尊来说 一次细微的提升 都是非一般的进步 在新神古殿之中 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 青红泛紫金的琉璃般地砖 铺就了整个殿宇 顺势遥望 在殿宇的尽头 是一方紫金宝座 宝座后 是一名双手合十胸口的神秘男子雕像 他的双手之上 紫星之光阴晕成光团 仿佛是一道星辰黑洞 衬托的 他面前的紫金宝座更加的气势辉弘 威严肃母 太有气势了 我喜欢 行语大笑 直接带着于兴廷和沐云长 大步来到紫金宝座前 好漂亮的宝座 沐云长也是见过各种世面的 只是现在亲眼所见这宝座 依旧忍不住惊叹 据说是星辉神族的老祖星辉地神 以神力牵引宇宙星空深处的一块神星之石锻造 可永恒长存 哪怕是星辉神族的神脉断绝 只要此宝座还在 那么 神脉就有重新复燃的可能 云兴廷笑道 对于这些事 他如数家珍 让身后赶来气的直哆嗦的星长珍四人 都为之侧目 这种事 是对于圣法神界的六大神族来说 不足为奇 大家都知道的小传说 但是他一个外界人是从何处得来的 联想到余兴廷有可能也是帝尊 星长珍对于行宇和余兴廷也是越发的警惕 他二人忽然成为星辉神族权柄的至高者 不知道对星辉神族来说 是福是祸啊 碰 行宇转身坐在紫金宝座上 刹那间 冲天的星神般的光辉气息 阴暈成光柱 以身后墙壁上的神秘男子雕像为中心盘旋 他双手上的黑洞更宛如世界中心 哇 一股冲天的星神之气猛然从黑洞中灌入到行宇体内 让行宇都没有料想到 星神之力直接洗礼 这种好事倒是没有料想到 写传哪 行宇感受着这股气息有些陶醉的呻吟着 这等力量对于别人来说就是毁灭之力 足以瞬间摧毁一切地区和地魂 但是对于行宇来说就是世间难寻的不二宝贝 3475章 走向没落 低头俯看星长针四大长老 行宇淡淡地说道 四大长老听令 看到行宇发号施令 星长针四人虽有万般不情愿 但现在也必须要听令 族长有何吩咐 星长针四人微微欠身 说道 有五件事 要你们立刻去办 行宇淡淡地说道 立刻昭告全族 我成为代理族长一事 十日后 聚集所有族人到核心区域 我要面见族中所有族人 不许任何人缺席 少一味味道 以蔑视族长全秉论处 当即立斩 立刻通知其余五大神族 我成为代理族长一事 三日后 我会逐一登门拜访 还请做好准备 迎接本族长 立即通知星空剑族 玉空剑族 魔空剑族 阳空剑族 四空守护剑族的现任族长和大长老 明日前来古殿 立即召集星辉神族所有长老 下属管理者 以及古帝王以上的所有族人 五个时辰后前来古殿 星长真严孔紧缩 没想到行语一上任 就立刻要搞出这么大动静 他究竟是想要做什么 星长真不知道 但他只能听命行事 是族长 我们当即去办 星长真说道 只是这才四件事 第五件事呢 一个时辰后 带我去见族中两位帝尊前辈 于情于礼 我都要先去拜访两位老前辈 行语笑道 是 星长真点点头 刚要转身走 行语说道 等等 还有何事 星辉神族的族规 规章制度 以及星辉界的地理位置 人员分布 职位等等 全部告诉我 事无巨细 我现在要全部知道 行语说道 一个时辰的时间 应该足够了 星长真脸色阴沉 他还真是把时间控制得死死的 一切都按照他的所想计划进行 如果他不是早就续谋已久 星长真真是用脚想都不相信 但是他能怎么办呢 只能听命 毕竟族长都答应了呀 好 我立刻告诉你 星长真深吸口气 被一个只有三十几岁的他眼中的小屁孩质问和指使 真是不爽啊 行语满意的点点头 录着沐云长半躺在紫禁宝座上 听着星长真诉说着诸多事情 既然要掌管星辉神族 那自然是要从上到下 事无巨细地全部了解清楚 只有全部了解 才能够想办法 把星辉神族从上到下进行大改革 腐朽了不知道多少岁月的神族 也是时候改变一下了 一个时辰后 星长真说道 大概就是这样 他将族中从上到下 负责各个职位各个地方的掌权者长老 以及古帝王 都告诉了行语 整个系统 职位联系 以此交代明白 这是星辉神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持续运转的 不允许出差错的东西 他很不想告诉行语这个外人 但也只能听命 行语点点头 笑道 辛苦了大长老 不辛苦 辅佐你圣任族长这个职务 对我们星辉神族是大好事 也还希望族长能够尽心尽力 星长真说道 我的事情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就行 行语一句话 差点没把星长真给气死 行语坐起身 传音给一旁的沐云长 把刚刚星长真说的事情 依次写出来画出来 等会儿我回来后交给我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沐云长点头 行语恩了一声 看向于心亭 他心有灵犀地笑道 有我在 不用担心 那便好 行语起身 直接瞬息来到星长真身旁 大步走出古殿 道 走吧大长老 带我去见见两位老前辈 至于你们三个 先去完成我刚刚交代的任务 是 那三位长老 近乎咬着牙 低沉地答应 行语对此毫不在意 他们心有不爽是应该的 毕竟把自己 整个家族 交给一个随时可能搞死他们的人手中 换做谁都心有不甘 可是不爽又能怎样 还不是要听话 行语面旁挂着浅笑 大步跟随星长真离开 不多时来到了一处山脉 山脉内蜿蜒一道黑色水流 水流悬浮半空 每一滴水都犹如弱水一般 给人一种极端压迫感 在山脉之巅 水流的尽头 有一间茅草屋 里面居住着一位名曰星一仙的老祖 他被称之为仙老 这里也因为他被称为星仙居 仙老掌握一手控制的湮灭星云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无敌之术 据说可幻化千百万个黑洞 可吞没世间万物 将星辰一道演化到了极致 据说族长星济熙都是他曾经的徒弟 他已经存活了无数的岁月 是星灰神族活化石一般的存在 很多古帝王都不知道他 是真正如仙神一般的存在 就算是星长真这一生 都只见过仙老一面 提及这位星一仙 他眼眸中满满的都是尊敬 行语倒不在意 在星长真的带领下来到山脉后 问道可以直接前往山巅 当然可以 只不过你要小心 星长真说道 仙老官死官已经不知道多少岁月 就算是族长都不会轻易打扰他老人家 你贸然掏扰 恐怕会死 行语笑着说道 你还会关心我 我很欣慰 我不是关心你 我只是尽忠职守 警方你真的被仙老杀死 族长怪我 星长真冷声道 哈哈 无妨无妨 星际西老前辈都奈何不了我 仙老也不会的 何况我们现在是一家人 行语大笑着踏步走进山脉 一步走进山脉的瞬间 行语就猛然脸色微宁 因为他感受到一股无量惊人的浩瀚之意震慑而来 这是纯粹的意志压迫 直接降临到意志体的可怕威压 就仿佛是面对一位神底 他的双眸不存在 可是却仿佛能感受到神底的双眸 在无时无刻盯着自己 自己宛若一只蝼蚁 好强呢 行语倒是没想到 这个仙老的气势如此惊人 比想象的还要厉害 但是行语也不慌 内运所有力量 直接抵消了这股压迫 体运宇宙 念眼万道 自身便是天地 便是主宰 根本不惧怕他的所有气势压迫 就这样 行语一步步地走到山脉之巅 茅草屋旁 一眼便看到 一位白袍老者正端坐在一个棋盘前 静静地品茶 就像专门等他一样 三千四百七十六章 神秘地方 行语信步走到老者星一仙的棋盘面前坐下 额手看向他 温和倾笑 还没等说话 星一仙便低头拿起一旁的黑子落在棋盘 道 下棋 当黑棋子落在棋盘 刹那间棋盘点亮万般光辉 旋即天地风云变幻 日月星辰点缀长空 无尽的浩瀚星云翻滚如浪 一下子 行语和星一仙带着这个棋盘 仿佛穿越到了无尽的宇宙深处 屹立在世界之巅 行语眼眸微明 这所谓的下棋 原来是实力较量 以棋盘为天地 以棋子为兵 自身为将 厮杀拼搏 奋出胜出 这倒是一种 不会破坏世界 还能实力对碰的好方法 否则以他们帝尊的实力 如果疯狂交手 恐怕圣法神界都要振战几分 请 星一仙抬头看向行语 面带笑容 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苍老 反而很年轻 一副中年男子模样 梳着整齐的黑色长发 头戴清冠 面如白玉 双眸清澈 宛若一介书生模样 只是他的棋力 比他这副温和模样 要猛烈得多 清晰可见棋盘之上 他落下的黑棋子 直接化作一头遮天蔽日的恐怖巨龙 游走在混沌与虚空中 时而传来磅礴幕后 气势惊人 仿佛真的有一种堪比帝尊般实力的巨龙 被囚困在了棋盘那一般 行语轻笑 掐指黏起白棋子 笑道 晚辈奇异不惊 还请前辈多多指教 他话音落下 白棋子便落在棋盘之上 刹那间 就好像一股浩瀚神圣的光柱 照亮了混沌虚无 一切的黑暗 尽数被照亮 那头恐怖的巨龙 原形毕露不说 气势上被疯狂压制 再度定念观桥 只见光柱之中 白棋子音声化作一位屠龙勇士 他身披盔甲 手持屠龙刀 兼被屠龙剑和大弓 仿佛是远古蛮荒走出的战神 大声怒吓 便一刀斩去 同时身化分身 手持身后的屠龙大弓 弯弓射箭 气势狂野而霸气 好手段 新衣仙眼眸中略带一些诧异 他掀手落子 看上去风起云涌 但其是内敛 聚而不发 积攒威士 等候着接下来的连招招数一同进攻 没想到行语一眼看穿 并且采用最蛮横最霸道的方法 强行堵截 让他接下来的奇招不得不变换方法 虽然这是最野蛮的方法 但却是最有效的方法 瞧我这一手 新衣仙手指挥动 黑棋子音声飞起落下 直接在棋盘世界中 化作一方隐于虚空中的单眼蛟龙 死龙一头千尾隐于虚空 尾巴摇摆 无数尾巴朝着屠龙勇士缠绕过去 他的进攻直接被堵截 而那头隐藏在黑暗中的巨龙露出獠牙 蠢蠢欲动 巨龙不再隐藏 而是叙事待发 双龙出世 一鸣一暗 一前一后 似乎契合某种妙法 整个棋盘世界内日月星三光迸发 化作无数道光辉 撒向蛟龙和巨龙 凭空增强了他们的实力 有点意思 行语眉头一挑 原来在棋盘世界内若占据上风 棋盘世界的伟力会进行加持增幅 从而让盛方的优势不断扩大 如果一直这样被压制着打 不到一会儿 功夫就会被无情绞杀 想要在这种状态下 夺得棋盘世界之伟力的加持 就需要夺回上风 绞杀对方 行语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在距离黑白三棋子四个格子处 落下一枚白棋 棋子落下 直接化作一个深渊巨口 散发着恐怖犀利 直接断绝了黑棋的后路 行语没有得到棋盘世界伟力的加持 但是星一仙的棋子力量稍微减弱了 如行语所料 只要能够将棋士夺回来 那么这股伟力也能加持在自己身上 星一仙轻笑一声 又下一子 化作悬天大陆 似乎要封堵深渊巨口 紧接着行语毫不相让 又在悬天大陆之上化作遮天大树 强势夺走星一仙的主动权 二人你来我往 棋子一枚一枚地落下 每落下一枚棋子 便会在棋盘世界内出现一个截然不同的异象与奇景 或生灵 或具象化到某种东西 冰刃 络绎不绝 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原本空旷浩瀚的虚无棋盘世界之中 各种声音怒冲云霄 隔着棋盘都能够清晰可闻 最可怕的还是 这棋子的交锋对决 都会不断影响棋盘世界的变化 棋盘上每一次多一样东西 棋盘的伟力也都在增强 并且均衡地给予双方的棋子 不断地增强 整个场面十分神奇 就好像是两位神底 在以三千世界为棋盘 以众生为子 在下棋玩耍一般 不仅如此 棋盘上的棋子交锋更带动着外界 虽然二人的帝尊力量 都集中在棋盘的世界之内 但是因为伟力综合起来太强 导致外界的诸天万道都受到了牵引 清晰可见 在二人上方的无尽苍穹之上 出现厚厚的恐怖阴云 阴云之中 有一道深不见底的漩涡 漩涡中 依稀可见形与星 依仙棋盘交战的虚影 二人的伟力 几乎改变了天地诸道运转规则 此刻都倒影显化出了二人的本相 由此可见 二人的对碰何等恐怖 也足以明白 如果二人真的在现实中交锋 恐怕世界都会瘫痪 山脚下正在等候的星长珍 眼睛一直盯着山巅 他虽然说着担心形语的安危 但是内心之中 还是希望形语能够死在星依仙的手中 那样的话 就算是族长也无话可说 顶多责罚自己 但是那又如何 能够换来星辉神族的太平 拿这条命换都值得 对于活了无数岁月的星长珍来说 如果达不到帝尊乃至传说中的神境 那么命早就不重要了 对他来说 最最重要的是荣誉和神族 所以 当行语登陵山顶后 他就一直看着 只是越看越不对劲 怎么一直没动静 难道星依仙没有发现行语 这不可能啊 正在他纳闷的时候 忽然发现 天地正在潜移默化的改变 无尽的规则秩序 都以山顶为中心 在发生改变 然后天穷之上 又出现了二人对异的异象 简直就像神迹 他竟然在何仙老在下棋 星长针张了张嘴巴 一脸猛逼 跟别人下棋倒是无所谓 可是跟先老下棋的只有两种人 第一 组长 第二 是他绝对信任的人 3477章 星官上任 轰隆隆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行语和星依仙下棋所引动的天地局势更变越来越严重 苍穹之上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仿佛苍穹被捅破了一样 二人的虚影被无限拉长和扩大 盘坐在漩涡之巅 宛若显化的神明投影 但是行语和星依仙二人 却浑然不知 二人的眼中只有面前的棋盘世界 棋盘世界之中混沌虚空 浩瀚无尽 可以演化出万般一切变化 但是随着二人不断对异 棋子逐渐增加 棋盘世界内所演化出的景象也是越来越多 各式各样的天地奇景和生灵 甚至来自远古遗迹书籍中才会出现的东西 都在此时的棋盘世界内具象化 带着行语和星依仙二人各自的力量 在棋盘世界内对异交手 棋盘世界内是一个比想象世界更加放大化的存在 只要你能够想象得到 便能够凭借力量释放演化出来 赐予它各式各样的能力与力量 而二人分别具象化的事物不同 能力不同 交战时便有胜有负 棋盘世界的伟力 起初只会相加给某一方 但是随着对异的持续 二人的力量和局势越来越胶着 伟力也就不再单一地偏向某一位 而是互相增强 这也导致二人又处在一同起跑线 想要获得胜利 碾压对手 只有另寻他法 以实力和对于万道的理解掌控 从而战胜 如果是其他境界的修行者交手 估计很快就有胜负 就算是实力相差无几 但是随着时间延续 那警察的差距就会被无限放大 从而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对手取得胜利 但是行语和星依先都是帝尊 想要短时间取得胜利 很难很难 除非有一方不想获胜 故意放水 那么就会很快奋出胜负 但是这是根本不存在的可能性 随着棋盘世界的交手 行语和星依先 其实都有相对性的感悟和理解 每一次运用万道 掌控至高之道 去契合神道 都会有一种新的感悟 而此刻二人交手对异 其实就是分别演化出自己对道的理解 这对自己来说 是一种重新的认知和明误 重新施展同样的招数 或许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尤其是对方施展的方法和方式 都清晰地呈现在自己面前 定然与自己有不同之处 那么这个不同之处 对自己来说 就是提升啊 转瞬间 便可施展出这个不同之处 化为自己的力量 这样交手的话 二人其实都在变相提升 互相印证 很多古地以上的修行者 除了必死观参悟和修行外 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互相坐在一起谈而论道 就是这个原因 以自己的道去映照他人所修之法 不同之处 便是自己提升的部分 如此切磋 坐而论道 便可以用飞快的速度提升 当然也必须是修为相等 否则二人都不在一个层次 哪怕是将方法告诉你 你都不一定能够理解 比如 行语和新一仙二人 此时的对异下棋 棋盘世界内 几乎充斥着二人 对于道的感悟和理解 对于古帝和古帝王来说 就是通往帝尊之路的顶级宝贝 这都是惊艳 但是真的给他们看 都一定看不懂 因为涉及的太深奥 不属于他们所能够掌控的范围 也因此 此时的行语和新一仙格外认真 二耳不闻窗外事 除了胜负之心外 还因为他们 都能够相互学习和进步 这可是极为难得的机会 无论是对行语还是新一仙 因为没有几位帝尊 更没有几位 可以这样凑在一起 安静的只是为了下棋 而没有其他心思 所以 二人都很珍惜 枪枪枪 行语和新一仙不断落子 每一次落子 都传来铿锵争鸣之音 宛如两军在交锋 在厮杀 战况十分激烈 TT and Omicron 时间 也在这种厮杀交锋中 一点一滴的过去 一天过去 十天过去 百天过去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 二人都一动不动的交手切磋 这个时间 很诡异 或者说时间规则 早已经因为二人的交手错乱 甚至渐渐的没有了时间 二人所处的方圆百里内 时间都是错乱的 苍穹之上的日夜颠倒也是混乱的 宛如扭曲出了一个独立的事件 但二人浑然不知 依旧持续不断的下棋 终于 过去了不知道时间 当山岳上的花草古木枯萎 当河水干涸 当苍穹日月同辉之时 二人终于停下 而此时的棋盘 早已经密密麻麻的错乱了无数棋子 只有少数几个位置留有空隙 但那些位置 都属于白色一方或者黑色一方的内部中心 谁也不能往里面下棋子 否则就是自杀 棋子将联合一起 一同被对方吞噬 二人经过不知道多长时间的对异 下出了一道难以破解的死局 也因为棋盘形成了死局 二人的对异方才停下 否则还会一直持续下个不停 因为二人都已经沉浸在了棋盘世界 沉浸在了其中道法的映照之中 呼 妙啊妙啊妙 看着棋盘 星一仙满脸惊叹 眼眸中闪烁着兴奋的神情 如果有人了解星一仙 就会知道 他已经无数岁月都没有如此高兴兴奋过了 因为没有对手 是别样的可怕孤独 对于他这个层次的人来说 哪怕是每日征战杀戮 都不愿意每日承受孤独 能够走到帝尊这一步 都是一个时代 甚至几个时代之中的无敌存在 放在神族之中也是一样 而这样的存在 又岂是喜好安静祥和生活之人 哪一个不是脚踩万古窟 在杀戮之中变强的 他们绝大部分都苦于闭关 没有别的目的 就是太无聊 放眼天下毫无对手 只能必死观度过漫长岁月人生 而现在 对于孤独了无数岁月的星一仙来说 今日绝对是最高兴最兴奋的一天 因为他不仅找到了对手 还找到了一位戚风对手的人 这对他来说 比修为提升更让他兴奋 星一仙抬头看向邢宇 还没说话 邢宇轻松了口气 笑道 何止妙哉 简直是举世罕见的宝贝啊 邢宇站起身 微微拱手欠身 道 感谢前辈的不吝赐教 我邢宇受益匪浅 我已经很久 没有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了 星一仙站起身 同样拱手抱拳 哈哈大笑道 老夫也是一样 少年人 我很喜欢你 3478章 稳定人心 邢宇和星一仙对视一眼 二人双双大笑 随后一起落座 知道为什么要和你下棋吗 星一仙随手一挥 面前的棋盘之上出现光雾 光雾之中凝结出石板 两杯热腾腾的茶水出现 星一仙示意行雨品尝 行雨端起一饮而尽 好茶 行雨笑着放下茶杯 道 不知道前辈有何意图 我想看看 胆敢冒充族长之名的小子 究竟是有多少抵御 星一仙一双眼眸看向行雨 仿佛看穿了一切 啊 原来前辈一亲二楚啊 行雨顿时明白 星一仙知道 星灰神族组长星济熙不在的事情 也知道星古人的存在 那前辈为何不阻止我呢 因为没有必要 星一仙摇摇头 说出了让行雨很差异的一句话 为什么 济熙不在 星灰神族虽然在星长针几个小辈的管辖下 正常运转 但是却陷入了一个瓶颈 一切虽然都正常 但太过正常 可不是一件好事 星一仙说道 身为六大神族之一 星灰神族已经无数岁月永恒不变了 这是好事 但也是最大的坏事 代表着星灰神族没有了进步 而没有进步 就是后退 就如同你的存在 是六大神族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天界之中 除了六大神族 竟然还会有其他人达到帝尊 原本达到帝尊的 应该是六大神族的某一族族人才对 行雨眉头一挑 还请前辈不吝赐教 究竟何意 行雨明白星一仙的前半句话 身为神族止步步前 就是最大的后退 作为天界最强的神族 应该时刻保持警惕 不断强大进步 才能够带领天界诸族 这是他们作为神族 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否则最大的得益者是欲外邪灵 这对神族和天界诸族来说 都是最大的坏事 所以 行雨明白星一仙的意思 但是后半句话 行雨不是很懂 自己达到帝尊难不成 抢了气韵不成 帝尊在天地间的数量 是有限的 不然为什么会觉得 达到帝尊的人 应该是六大神族呢 并非帝尊必须是神族才能够诞生 也并非是说 天界诸族 就没有资格和权力成为帝尊 而是神族已经无数岁月 没有诞生帝尊了 而你出现了 代表着神族在走向没落 你能明白吗 行雨先深深叹了口气 行雨眼眸微宁 难不成前辈 你和另外一位 心灰神族的帝尊前辈 是神族目前最后的帝尊 神族之中 再也没有一位 有机会成就帝尊的人 不仅仅是心灰神族 其他神族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最大的努力方向 不是提升整体的实力 而是想尽一办法 能否再度出现一位帝尊 可是没有 一位都没有 行一先说道 若我们死了 神族将后继无人 神族也将只剩下虚名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行雨算是明白 行一先的焦虑了 按照行雨猜测 神族之中 应该专门建立的 有进行培养古帝王和帝尊的地方 挑选全族精英 进行培养和提升 虽然成为帝尊 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 但是一千万年 八千万年时间 从无数个古帝王之中挑选 还培养不出一位帝尊吗? 行雨不相信 就算再笨 足够的数量堆积和资源倾斜 也完全能够创造出帝尊了 这是神族才拥有的资格与能力 因为这样的极其全族之力 培养出帝尊 神族才能够持续不断地站在巅峰 才能够不会衰落 但现在星一先竟然告诉行雨 神族后继无人 这对于神族来说 确实很可怕 若星一先和另一位帝尊 某一天离世 星灰神族只剩下族长一位帝尊 地位将遗落千丈 而族长现在不在的话 星灰神族将群龙无首 先不说其他神族 会不会想办法吞噬掉星灰神族 这件事 如果让域外邪灵知道 他们恐怕会瞬间发起战争 一旦发生战胜 将没有人能够挡得住 域外邪灵之中的帝尊 尤其是那位传说中的至高邪神 天界说覆灭就覆灭 一点不开玩笑 当年若非苍天地的出现 以一己之力把邪神打出天界之外 天界早就没了 战争能否胜利 顶尖层次的力量是核心关键 而行雨的出现代表着神族走向没落 证明这一件事 神族的神明血脉已经不再是关键 他们将很快走向神坛 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所以 你的出现我反而高兴 哪怕是几夕在 我都愿意让他让位给你当代理族长 行一先笑道 因为你或许会改变神族的局面 让我族诞生帝尊 这无论对我族来说 还是天界来说 都是可喜可贺的大事 所以 我知道你冒充族长之名 也并没有阻止 我知道你肯定会来找我 所以特意在这里等你 虽然希望你成为代理族长 但也要看看 你是否具备这个资格 行雨失笑摇头 不知道前辈为何这么觉得 我会改变神族 你和新长真的对话交谈 我都听到了 也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 那些问题 我也早就想解决 但碍于身份缘故 我不能那么做 有损个加利益和声望 行一先笑道 但是你不一样 你不是神族族人 更不是圣法原成的人 你独立之外 那么由你来当这个改变风向 来自改变整个时代变革之人 最为合适 我也相信 你年纪轻轻便达到帝尊 做这件事会很容易 行雨听完他的话 才算明白 行一先为何态度这么好 原来他们早就知道 圣法原成 圣法神界 以及六大神族 存在种种问题 甚至会威胁到他们的传承 以及整个天界平衡 他们没有去阻止改变 不是不想这么做 而是不能 他们自己定的法 定的规则 不能自己去破除 那等同于背叛和否定老祖宗的意志 但现在行雨出现了 由他去做这件事最合适 前辈就不担心 我成为变革之人后 会威胁到神族的地位 会改变得太多 导致世界大乱 行雨孝道 不担心 行雨先说道 让你成为代理族长 就是把我心灰神族都交给了你 既用之则信之 否则不如不用 何况 哪怕你另立神族 碾压我族 取缔我们 我都不害怕 为何 我心灰神族 在无数岁月以前的诸神时代 也只是小小家族罢了 因为心灰地神一人改变了一切 带领我们成为了如今 那么 哪怕我们心灰神族 再度落寞成小家族 我也相信我心灰神族 能够再度站起来 一定还会诞生一位 带领我们走向巅峰的族人 诸神时代 那等残酷时代 我们都能走向辉煌 何况如今 若没有 那么心灰神族回归尘土 也是命中注定 毫无怨言 我不怕心灰神族没落 就怕心灰神族没落后 还无法醒悟 那是最可怕的 而现在的心灰神族 站在巅峰太久太久了 早已忘记了危机 所以 有你给他们点危机感 我觉得挺好的 你说呢 三千四百七十九章 十分后悔 行语倒是万万没有想到 心一先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显然他早就看出来 心灰神族走到了尽头 想要继续站在巅峰 掌控权柄 靠内部自己的力量 去蜕变是十分困难的 现在正好有一个行语在 完全可以借助行语的力量 给予心灰神族一个外部压力 促使他们改变现状 重拾自信和决心 就好像曾经的诸神时代一样 哪怕是诸神灵力 可是他们团结一致 一起面对困难 一样可以改变一切 走到现在 若行语的出现 并没有改变心灰神族 甚至导致心灰神族的加速灭亡 他都不惧怕 因为他坚定 而执着地相信心灰神族 一定可以再造奇迹 先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 他们一样有机会做到 如果做不到 那么死而无憾 就如他所言 不怕心灰神族灭亡 就怕心灰神族 没落了 都不自知 这才是最可怕的 若是那样 死也就死了 哪怕是没有行语的出现 日后也会没落 这是注定的未来 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的内心充满了决绝和坚定 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 对心灰神族的倾诉 看向新一仙 行语说道 前辈对心灰神族 爱的深沉 心灰神族成就了我 我一生 都在为心灰神族荣马效力 直至死寂 我都愿意与心灰神族共存亡 但是 那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我希望看到心灰神族 奋发向上 希望看到心灰神族的再度崛起 为了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 没有我的存在 一样可以站在世界之巅 掌控最高权柄 行语先说道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哪怕是将心灰神族置于死亡之境 毕竟 浴火方能重生 行语感叹一声 心灰神族虽然腐朽 但是还有这样的帝尊守护者 心灰神族就永远不会衰败 自省很难 而站在巅峰俯瞰众生的人 自省更难 心一仙能够看清这一切 属实不易 能够完成这种事更加不易 足以说明 他对心灰神族何等珍重 怪不得心灰神族 能够屹立在世间这么久的岁月 哪怕一个时代 出现一位心一仙这样的人 那么 心灰神族就能够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 去进步去提升 巩固自身地位 听了前辈一席话 我感觉我的压力很大 只希望能够 不让老前辈失望才是 行语笑道 心灰神族交给你 我很放心 哪怕你把心灰神族折腾得狼狈不堪 但我也相信 心灰神族会变得更好 因为你的心很正 行一仙笑道 行语笑着摇摇头 没有在这个问题继续诉说 而是问道 组长为何离开 而没有告知任何人 还特意找来一位新古人代替自己 似乎不想让其他神族也知道这件事 不仅是几希 其他神族的组长 其实也并不在神族之中 找人代替 掩人耳目 除了警方引发不必要的动乱之外 更重要的是 防备域外邪灵 若让域外邪灵知道 六大神族的组长掌权者 都不在神族之中坐镇 恐怕天界会比想象中的还要混乱 也会波及整个圣法原城 以及圣法神界 行一仙倾笑 让行语也谋一鸣 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行一仙笑而不语 行语沉默了 看样子 行一仙不打算告诉自己 行语也就不再询问了 但是 从行一仙口中所说的话 透露出的含义 六位族长所去的地方 一定是极为重要的地方 甚至是会影响 域外邪灵侵蚀天界 否则为何要隐瞒消遣 不就是怕域外邪灵 知道提前警惕吗 为了担心泄露 哪怕一丝一毫的消息 连族中最亲近的人都不告诉 只有帝尊才知道 可想而知 此事多么重要 我不能告诉你 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整个六大神族 除了各族如我一般 必死观的老不死 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你是唯一的特例 行一仙笑道 你只需要知道 他们还都活着 而且所做的事情 关乎整个天界安危即可 若有机会 或许你自己 就能找到他们在哪里了 行语眉头一挑 行一仙这是话里有话 只是行语不知道 他具体指的是什么地方 什么情况 也就没有多加询问 或许如他所言 自己会自己找到 暂时的情况来看 对自己来说是大好事 至少不用担心族长会突袭回来 出现尴尬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 六大神族的族长都不在 那么就更加好办了 可以随心所欲的干事了 随后 行语又和行一仙闲聊了许久 同时也询问了刚刚的那个棋盘 原来那个棋盘 是一件独特的器皿 地神所遗留下的小玩意 属于半神器 但毫无威力 只能够下棋对弈的时候 进行感悟和对照自身所吸修的道法 对于帝尊来说最有用处 而低于帝尊修为 甚至都无法启动 所以就一直拿来玩耍使用 平日里都是自己下棋 现在见到了行语 才拿出了这东西 大概算了一下时间 已经过去了五个时辰 此时按照他的命令 星辉神族的古帝王等管理者 应该都已经在星辉古殿等候自己了 当下行语起身告别 和行一仙对弈 看上去花费了不知道多少时间 但其实只有短短三四个时辰罢了 他们的力量太强 几乎扭曲了时间 导致他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时间规则是错乱的 所以 和外界的世界并不相同 流逝的速度也就截然不同 好 那你去吧 从今天起 星辉神族便交给你打理了 无论你做任何事情 我都不会过分 但我都会看在眼里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我相信 这无论对你来说 还是我星辉神族 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搞砸了可就不好了 星一仙站起身 很客气地拱手笑道 他的年龄 虽然年长行语不知道多少倍 但是二人现在是同阶 同为帝尊 根本不需要摆架子 他也没有这个本事 通过对异后 他也深感行语实力地不凡 否则也不会和他对异这么久 更让星一仙这么喜欢地相信他 前辈放心 我星语一定会给你惊喜的 星语大笑一声 转身直奔山下 3480章 守护建筑 星辉古殿 这里已经沉浸了无数岁月 自从星际系闭关之后 就再也没有开启过 但是今日这里开启了 聚集了大量的人群 放眼望去 秀为最低的都是古地 清一色古地王 他们任何一人都在星辉神族之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是星辉神族能够正常运转 持续发展的中间力量 往日的他们 在星辉神族高高在上 但今日却要在这星辉古殿之中聚集等候 原因无他 四大长老同时发布消息 星辉神族出现了新一任的代理族长 这对于星辉神族全族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几乎全族沸腾 至少有了一位领导者 虽然星长珍等四大长老在族中的地位也极高 但是 长老和族长的意义是不同的 可是现在整个星辉神族 举足上下沸腾 不是高兴 而是因为代理族长的事情出现 感觉到震惊 并非太激动 而是太震惊 无法理解 为什么代理族长是一位外族之人 甚至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少年 他有什么资格成为本族族长 就算是代理族长 也并非什么人都有资格的 就算是星长珍等四大长老 想要成为代理族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族长不仅仅是需要有无敌的帝尊实力 还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 是星辉神族全族的精神支柱 尤其是现在星际西还健在 为什么要找一个代理族长 大家都是十分不理解 可是星长珍等四大长老亲自发话 是族长亲自下的命令 他们就算是不爽 也不敢有任何怨言 尤其是 此刻在星辉古殿内等候的古帝和古帝王们 他们不能直接否定 和说任何埋怨的话 既然是族长亲自选定的 或许有过人之处 正好可以亲自看看 究竟是谁 何德何能配得上这族长身份 如果配不上 他们就算是联名弹劾 也要把他弹劾下去 族长说的也不行 这是他们拥有的权利 星辉神族能够发展到现在 一切都是讲究规矩和秩序的 无规矩不成方圆 更别说硕大的神族 屹立在这世间无数岁月 自有一套他们本族的规则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很快在场的古帝们都是脸色阴沉 距离约定好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半个时辰 这位代理组长不仅没有早到 反而迟到 未免有些太过分了吧 朱棣为首的乃是二长老三长老 以及四长老 很多古帝王低声询问 可是三位长老只是摇摇头 他们知道行语去了哪里 是星长针带着去的 但他们自然不能说这件事 尤其是星长针还没回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就只需要等候变好了 看到三位长老也没有任何回答 很多古帝王都有些耐不住性子 气得互相传音骂人 直接开口说自然是不敢 万一这三位长老也知识代理组长了 哎呀呀实在不好意思 有点事情去忙 耽搁了些许时间 让你们久等了 就在此时 爽朗的大笑声从殿外传来 还不等在场朱棣回头看 只见正前方的紫金宝座之上 行语一袭白袍 华丽出现 他落坐紫金宝座 单腿翘起落在宝座上 斜跨着身子看向全场朱棣 那副玩世不恭 不屑一顾的狂傲姿态 几乎嚣张跋扈到极致 朱棣看到行语这副姿态第一次出现 全部都脸色阴沉难看 来晚了就不说了 还是这副德性 全然没有庄重严肃的样子 这哪里有族长该有的模样 简直就是个混迹红尘的浪荡公子哥 简直有损神族之威 有损神族之名 别说代理族长 他以星辉神族之名 都是神族的不幸 星长针出现在二长老身旁 三长老四长老都看向他 皱眉传音道 你们去见仙老了吗 见到了 只是 哎 星长真叹了口气 发生了什么 仙老没有见到他 还是不答应 他和仙老动手了 三位长老好奇地询问 觉得 这是最应该发生的事情 都没有 反而仙老似乎很喜欢他 三位长老眼珠子险些瞪出来 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仙老竟然喜欢他 看着行语那副狂傲姿态 三位长老沉默了 族长和长老都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都会欣赏他呢 他一个外族人 一个仇视星辉神族的家伙 为什么要把神族交给他 一言难尽 星长针叹了口气 看到场内一片寂静 星长真知道 大家对行语都很不爽 但是总不能族长到了 不管不顾吧 所以他踏前一步 带个头 恭敬地说道 拜见族长 其余三位长老也随之拜见 四人身后的朱棣 互相对视了一眼 不少人都很恼怒 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拜见 嗯 很好 平身吧 行语笑着 收起翘起来的腿 改成翘起二郎腿 环顾全场 笑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行语 受到组长星际系的邀请 前来星辉神族 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我将代替他 成为星辉神族的代理组长 带领各位和星辉神族 所以今天特意召集大家 来到这星辉古殿见个面 也算是认识一下 对于我成为代理组长 各位可有什么意义和建议 此话一处 全场朱棣沉默了 他们建议大了去了 甚至想要口吐芬芳地骂街 但是组长都答应了 四位长老都没有什么意义 他们又能怎么办 谁都不愿意做出头鸟 虽然刚刚他们都很不爽 想要谈何行语 但那是建立在四大长老 也不满行语的基础之上 由他们带头 现在四大长老意外的支持 他们又敢说什么 星官上任三把火 谁都知道 万一这把火烧到自己头上 那可就倒霉了 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观察形式 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想要干什么 看来各位并没有什么意义和建议啊 很好 我很喜欢 我还以为你们会很不爽 我一个外人来成为代理组长吗 我可以好好与你们交流一下 行语笑眯眯的 看向全场朱棣 道 星辉神族我并不是熟悉 但是有一条规矩还是知道的 身为组长 至少是需要帝尊修为对吧 这一点 我刚刚好达到了 各位可以不用担心 我会给星辉神族丢脸 此言一出 朱棣都傻眼了 他年纪轻轻的 达到了帝尊 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因为不是很熟悉星辉神族诸多事情 现在召集你们过来 也是为了全方位了解一下星辉神族 我希望你们能够踊跃发言 说说自己所在的职位 负责的族中事宜 让我多少有些了解 若各位没有意见呢 那么我会亲自将各位所有的职位罢免 亲自择选人手 重新改变一切规矩 星辉神族 或许有你们定制的规矩 但我上任 那么一切都要变一变 希望各位做到心中有数 若有任何不适合不爽 大可去找族长 如果不认识路 我可以亲自带你们去 好了 我就说这些 接下来我听你们说 三千四百八十一章 星耀神坛 行语此言一出 场内朱棣人人震惊 包括星长珍等四人 显然都没有预料到 行语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改变整个星辉神族所有规矩 这未免有些天方夜谈了吧 就算是星际西都不敢 但是 但是现在一个外人 都可以成为星辉神族的代理组长 成为了星辉神族建立以来第一位 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 星际西不敢做的事情 恐怕他一定敢吧 或者这就是星际西的意思 只是他不方便以他的名义发话 所以由行语来做这件事 他们丝毫不怀疑行语的话中意思 他胆敢说出这番话 很显然是丝毫不惧怕任何后果的 那么不就是说 这是族长乃至两位帝尊老祖默许的 这对于在场朱棣来说 前所未有的震惊 同时感觉到了一丝恐慌 往日里他们作为作福惯了 在他们所在的职位和掌权之地 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他们是古帝王 是无上存在 只要不做出任何超出规则的事情 族中根本不会管 就连族人都默许了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努力修行 让自己成为古帝王 让自己和他们一样 但现在恐怕一切都随之远去了 日后的日子不好过呀 嗯? 没有人先自告奋勇地说一说吗? 星宇环顾全场笑了笑 道 好吧 既然没有人愿意 那么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 在场所有人的所有职位全部罢免 一切重新开始选拔 不等星宇说完 一位古帝王恭敬的踏前一步 道 奇禀族长 我叫星赫度 古帝王万年修为 负责星域神族核心区域的一切资源管理 星宇眉头一挑 缓缓半躺在紫金宝座上 笑道 继续说 是 族长 平日里我们核心区域中掌管主要职位的一共有八位 我是其中之一 算是权力较大者 各个区域各个之脉族人所需资源 包括兵器 丹药 天才地宝等等 都是从我所掌管的星源地格获取 星赫度恭恭敬敬地介绍起 关于他这个职位的情况 几乎将核心区域的所有事情 都大概介绍了一遍 最后说道 族长 大概情况便是这样 其他方面的细致划分和各个职位 都是有专人负责 我也并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这些 不错 你倒是很有胆量 我喜欢 行语说道 常真 记一下 日后星赫度重点照顾 我喜欢聪明又有胆量的人 更重要的是会审视多事 好 星长真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这种事 平日里根本不需要他复杂 而是由四大守护家族来做 整个星辉神族真正的顶层 是四大守护家族 而他们之上星长真等长老 其次是族长和闭关老族 星长真压根不认识这个叫星赫度的小小晚辈 但既然行语说了 他总要点头答应 多谢组长 星赫度没想到一次主动 换来这么高的待遇 顿时欣喜若狂 平日里 连来星辉大陆的资格都没有 更别说见大长老 现在亲自被点名多加照顾 简直是此生最大的荣耀 快把他给激动死了 场内朱棣也没想到 星赫度获得了这样的奖励 一时间有人开始眼红 纷纷想要汇报情况 行语成为代理组长 已经是必然的 谁也无法去改变 那么现在要做的就是 如何在他管理的神族情况下 活得滋润 别急别急 一个个的来 我今天有的是时间 行语对于在场朱棣的反应 倒是颇为满意 让他们不要慌一个个的来 虽然立场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星辉神族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但自己现在并没有做出任何危害 星辉神族的事情 也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他们没有必要和自己对着干 现在这个局面也在意料之中 当然 行语听他们汇报这些事情 并非是想真正的了解 他对这些也并没有什么兴趣 这些东西 日后都有专门的人去负责 跟他没什么关系 身为一族之长 尤其是星辉神族的族长 怎么可能事实其力轻微 那要这些下属 有什么用 行语要做的 就是树立威信和形象 让他们知道 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同时诸葛的了解一下 这些古地和古地王 是否有值得培养的人 是否有需要铲除的人 如果有 那么就进行改变 想要从头到尾的改变星辉神族 这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因为星赫度的开头 接下来 朱棣就颇为积极了 一个个生怕自己介绍晚了 行语记不住 把自己这个职位给抹除 吓得都不轻 行语也很满意 从中记住了几个不错的古地王 当大概都介绍了一遍后 行语笑着说道 很好 各位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是星辉神族最大的姓氏 我相信你们的付出 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星辉神族也都记在心中 虚伪客套的话 我不会多说 我也不喜欢那一套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会随机出现在星辉神族各处 去看看各位 若有表现突出者 我会直接带来星辉大陆星神居 酌情给予嘉奖 甚至永久定居在星神居 给予长老位置 留在我身边 亦或是四大守护建筑身边做事 诸多机会给你们选择 当然 若有让我不满意者 格杀勿论 直系亲属全部连坐 一个不留 此言一出 全场所有朱棣都神色一宁 行语这话 威胁性和诱惑性都很大 大家都知道 行语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定会想办法发泄出来 杀鸡儆猴 彰显他的威严 这件事谁都拦不住 也绝对会做 这把火 究竟是落在谁头上 就是个问题了 同时 行语也一定会着重嘉奖 一些能力突出的人 这是很多中下层古地 和古地王们崛起的大好时机 平日里 心灰神族内阶级层次稳固 想要冲击上去太难太难 就算是有机会 也跟轮不上 因为那些大佬们的子嗣和手下人都足以顶替 在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自然着重提拔自己人 这是必然的 换做谁都是一样 这就导致很多人没有了上升机会 哪怕是古地王都只能偏居一友 无能为力 但现在 行语给了他们一个信号 告诉他们 还有机会 而且 是为数不多的机会 至于能否把握住 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一时间 不少人神色思索 不少人神色兴奋 干净十足 心长针看到这一幕 暗自感叹一声 这个少年 好生了得呀 简简单单一句话 就把他上人代理组长最大的一件事 给处理好了 那就是人心 三千四百八十二章 悲惨命运 目送星辉古殿内的朱棣离开 行语笑盈盈地看向身旁的心长针 道 不知道大长老觉得我的表现怎么样 心长针微微欠身 道 族长很厉害 这一点不得不服 虽然你什么都不懂 似乎也没有听进去他们在说什么 但你却巧妙地抓住了人心 让他们心生警惕的同时 又干劲十足 长久以往下来 倒是一件大好事 行语大笑 道是没有继续说什么 转身走进星辉古殿内部的一件房间 将在这里休息的余星亭目云长接出来 道 接下来就没有我什么事了 等着明天见四大守护家族 现在我想休息 可有专属的休息位置 族长有他专属的院落 我可以带你去 行语点点头 跟随行长针离开星辉古殿 来到了一处院落休息 这里并没有星辉古殿那般华丽堂皇 很简单朴素 也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行语却是颇为喜欢 休息的地方无所谓好与坏 很多时候都只是简单落脚罢了 想来族长星辉曦也是这样认为的 灰灰手让星长针离去后 沐云长第一时间问道 你是怎么想的 能不能给我个解释 你怎么忽然成为了代理族长 如果不是相信行语 他早就忍不住的要问了 这个身份的转换也太快了吧 上午还担心着行语会不会和星辉神族结下两子 成为死敌 哪怕行语是帝尊 独自面对神族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他转眼间成为了代理族长 简直不要太夸张 我可以慢慢告诉你 别着急 行语笑着牵着他的手坐下 将大概情况告诉了他 当然在说话的时候 封锁了整个院落 哪怕是帝尊想要偷听都不可能 当行语几人在说话的时候 圣法神界其他五大神族顶尖古帝王们和长老 纷纷都震惊地从闭关中出来 星辉神族忽然出现一位代理族长 这不是一件小事 它会直接影响星辉神族整个局势 改变和星辉神族的态度 更为重要的是 星辉神族的这位代理族长 竟然还不是星辉神族的族人 而是一个从未见过了解过的外人 甚至在圣法原城内都查不到他的相关资料 只能知道一件事 他在几日前曾斩杀诸多执法者 直接通过神门抵达圣法神界 冲进了星辉界 还直接斩杀了十几位古帝王 这样一位存在 不应该是和星辉神族成为死仇吗? 为什么忽然成为了星辉神族的代理族长? 这未免有些太神奇了 他们纷纷从闭关中走出来 就是想要确切地了解整件事情的始末 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三日后 行语将亲自前来神族拜访 他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警方一切可能要发生的事情 当然也是要通知族长的 由族长定夺 可是他们很多长老古帝王诧异的是 族长并不意外 仿佛在意料之中 直接让大家不好慌乱 一切由族长定论 这就更加让人好奇了 这个行语究竟是何许人也 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 难不成已经提前给族长打了招呼 亲自找来星辉神族的族人放出消息 就是为了走个行事 他们都想不通 但是却明白一件事 这位新出现的代理族长 绝对不会是一般人 否则绝对也没有这个资格 坐在族长之位 一日清晨 星辉古殿 行语和沐云长于心亭 在紫荆宝座上坐着 行语更是一脸慵懒 依靠在宝座之上 放荡不羁的样子 透着狂傲的姿态 在紫荆宝座之下 是新长征四位长老 而四人之后 是星空剑族 玉空剑族 魔空剑族 阳空剑族 四空守护剑族的族长 以及长老 每一个剑族都有三人 一位族长 两位长老 此时所有人都恭敬地跪拜在地 都起来吧 行语挥挥手 在场朱棣当下起身 看向行语 神情带着复杂 能够混到代理族长一职位 他绝对不会是凡人 这可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做的 自从星辉神族建立以来 就从未出现过代理族长 哪怕是族长之位的传承青黄不接 也绝对不会暂时找别人替代族长身份的人 这有损族长威严 但现在行语亲自做到了 足以说明他的能力和身份地位 绝对不同凡响 神情变化最大的 当属星空剑族 为首的族长和星空问道 都有些呆滞和诧异地看向行语 任他如何猜测行语的结局 都万万没想到 行语会成为星辉神族的代理族长 这个身份的转变有点太夸张了 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哪怕行语的修为达到了帝尊 他也没有可能性成为族长 然而 现实总是这么出乎意料 看着行语身旁的沐云长 星空问道 和星空剑族的族长 都神色带着复杂 二人都很喜欢沐云长 尤其是星星空问道 否则也不会推荐沐云长 跟他来星辉神族 检查真正的身份 又对他着重培养 不然现在的沐云长 应该也就达到谷地 虽然 二人对沐云长很不错 但他们 却做错了很多事情 千不该万不该 都不应该把沐云长 当作联姻工具来使用 这对沐云长来说 是很残酷的事情 但很多神族和剑族的族人 都和他一样 没有这个选择权 因为这个世界实力高于一切 二人很后悔 如果当时好好用心培养沐云长 不让他和时期长老联姻 现在星空剑族 绝对是四剑族之中 最强大的存在 行语这么在意沐云长 如果有行语庇护的话 他们简直可以为所欲为 甚至一定概率成为下任族长候选人 成为整个星辉神族的绝对掌控者 真正的让星空剑族崛起 可惜一切都只是如果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星空问道和长老叹了口气 满满的遗憾 但二人对视一眼 并没有从对方眼中看到后悔 如果还有机会重新来过 他们还会选择 将沐云长联姻 嫁给时期长老 只有这样才是最佳选择 3483章 解开误会 我叫行语 新任星辉神族代理组长 我相信 你们已经听说过这个消息了 行语淡笑道 今日叫你们前来 一来是相互认识一下 增进一下感情 以便于日后开展工作 二来是想要确切地了解四大守护建族 我对于你们只是耳闻 却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现在各族组长介绍一下吧 当行语话音落下 四大建族的组长都沉默不语 行语等了一会 笑道 各位莫非是对我这位代理组长 很有意见吗 若有意见大可以随便提 我虽然不会接受 但总要给你们诉说的机会 四大建族组长脸色一僵 我靠 这么不要脸 你都不会接受不在意 还让我们说什么 但是四大组长对视一眼 而后由星空建族组长星空末踏前一步 拱手欠身 到老夫星空建族现任组长星空末 见过代理组长 对于行组长 我们并没有任何意见 您能得到组长的欣赏肯定 给予代理组长的身份 想必一定是最优秀 也绝对能够胜任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 我们作为下属 自然不敢有任何不满 否则岂不是怀疑组长的能力吗 听从组长指令 听从行组长的命令 是我们的使命 嗯 会说话 我喜欢 行语点点头 笑道 星空末组长 那么你就来介绍一下你的星空建族吧 以及你们在族中所负责的事项 好 星空末恭敬的点头 将星空建族的诸多事情一并告知行语 最后说道 我们星空建族身为四大守护建族之一 首要目的是守护星辉神族 一切以星辉神族为中心 这也是我们毕生的使命 那么星辉神族的任何事情 也都是我们建族的事情 主要负责的 也都是星辉神族中下层所有事情 若有任何问题 将直接汇报给四大长老定夺 行语点点头 听了星空末的诉说后 行语对四大守护建族 也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 他们的整体实力先不说 存在的主要目的 其实就是 代为管理星辉神族的一切事宜 相当于家族的管家 星空建族负责的是星辉界东部 那么其余四大建族 自然是西南北三部 出现任何事情 他们都可以全权做主定夺 当然一切事情 都需要按时汇报给四大长老 由星辉神族真正的高层来审查决策 可以说 四大建族 在星辉神族之中的地位很高 虽然独立一体 但也是星辉神族之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星辉神族对外有什么事情 冲在前方的一定是四大守护家族 如果说星辉神族要别灭族 那么被灭之前 四大守护建族一定全族负面 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义和目的 真正的将守护二人做到了淋漓尽致 随后 行语又让其他三大建族组长做了介绍 如他所猜测的一样 所行所做之事和星空建族没有什么差距 相当于四个大管家罢了 很好 现在算是对你们四大守护建族有了一些了解 接下来由我担任代理组长这段时间 你们的工作和所负责的事项 一切照旧 我不会过分也不会管 和以前一样变好 唯一不同的是 我会随时抽取和调查你们四大守护建族 行语说道 你们存在星灰神族已经无数岁月 与星灰神族是不可分割的一体 我相信你们不会做任何伤害和有损神族利益的事情 但总归是要一马归一马 我会严格的按照规则来行事 提前跟你们说好 莫要到时候说我针对你们 是 星空墨等四大守护建族恭敬地说道 暂时没什么事 你们可以回去了 三日后 各位一起来星灰古殿 随我去拜访其他五大神族 行语笑道 星空墨等人虽有些诧异行语的目的 但还是恭敬地点头 刚要离开 行语又说道 星空墨和星空问道留步 其余人可以离开了 星空墨和星空问道脸色一僵 感觉不妙 星长针等四位长老 看了二人一眼 也转身离开了古殿 好自为之吧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推给星西城或者神族 这是星长针临走前最后的传音 当众人离开 星空墨深吸口气 拱手道 不知道行族长有何指示 虽然知道这是必然会出现的结局 但终究是心里忐忑 这家伙关键是太记仇了 他们差点把行语的妻子沐云长嫁给别人 他能忍得了 虽然星空墨相信 行语应该不会动杀手 把他们二人都给杀掉 但也不一定啊 万一呢 鬼知道这个家伙在想什么 行语笑盈盈地看向星空墨 道 我想要问什么 族长老前辈不知道吗 星空墨脸色僵硬 看了一眼沐云长 随后深吸口气 单膝跪地 行族长 属下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如果说行族长想要询问 关于沐云长小姐的事情 我想我可以原原本本地将事情告诉你 但我并不觉得我做错了 如果行族长想要责罚的话 我毫无怨言 也理解和明白 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只是此事与问道无关 他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听从我的指令去做的 还请族长莫要连坐责罚 星空问道 此时单膝跪地 行族长 此事不管族长的事情 都是我的问题 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行宇看着二人面无表情 身旁的沐云长想要说话 却被行宇传音告知 先别说话 半躺在紫禁宝座上 行宇道 都起来吧 怎么搞的 我好像要公报私仇一样 我现在是星辉神族的代理族长 虽然我很想直接不问缘由的 把你俩都杀了出出去 但是我终究是代理族长 权力是很大 但也不能无缘无故地杀人不是 何况还是星空建筑的组长和大长老 二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星空墨和星空问道愣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 他竟然没有动物 没有责怪 他这副样子 虽然正常来说是应该的 可是放在行宇身上完全不应该啊 这混蛋会是这么好说话的人吗 不可能啊 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484章 拜访神族 星空墨二人都搞不懂 行宇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是也不敢问啊 只能点点头等候着 虽然我不能随意地斩杀二位 但是吧 我是一个很记仇的人 此事不做个了解 我可不罢休 行宇前半句还与其温和 后半句忽然冷冽 吓得星空墨二人咯噔一下 闭口不敢言 问道 行宇忽然又与其温和 让星空问道 当即拱手弯腰 道 在 我问你点事情 你如实招来 好 为何先前在天生界待这么久 目的何在 行宇轻笑道 这是他很久以前就想了解的问题 现在想要问个明白 是这样的行组长 我一直分身 留在天生界 目的有两个 其一是按照星辉神族的要求 留守在天生界 随时随地地监控天生界的任何动向 因为天生界是苍天帝生前特意封锁的位置 也是天界最特殊的地方 那里或许是寻找到苍天帝生前诸多事情的最佳地方 也能够探索到 他为何成为神明 星空问道说道 同时天生界独立之外 不受任何势力的掌控 都想要探寻苍天帝为什么这么做 目的何在 是否对对抗欲外邪灵有所帮助 不仅仅是我 其他神族都有人守 留在天生界 只不过 没有任何事情进展的情况下 不会对外汇报诸多事情 其二 逗留在天生界 也是为了寻找遗留在外的星空剑族族人 行语眉头一挑 道 第一个目的 我能理解 第二个是为什么 星空剑族 怎么会有族人遗留在外 就算是有 又何须 你这位大长老亲自寻找 因为星空剑族曾遭解体 星空问道一言出 让行语整个愣住 错愕的看向星空问道 以及身旁的沐云长 解体 为何解体 不仅仅是星空剑族遭受解体 其余三族也是同样 星空默缓缓说道 目的很简单 是为了保全我们四大守护剑族 我有些不懂你的意思 星灰神族曾遭受重创不成 解体四大剑族 保全你们的血脉 行语想来 只有这种可能性 才会解体四大剑族 只是星灰神族 怎么会遭受到重创呢 就算是当年的 域外邪灵侵犯 都未曾让 星灰神族遭受到这种危机吧 何况是现在 域外邪灵随时大军压境 圣法元城都不会遭受重创 更何况建立在圣法神界深处的 六大神族 行语有些不懂 星灰神族并没有遭受重创 也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资格 让星灰神族遭受重创 有族长和两位帝尊老族在 就算是其他神族都做不到 解体我们四大剑族的真正目的 除了是要保全我们的血脉 还要杀掉我们提取血脉 星空问道 嘴角带着一丝苦笑 行语 他有些糊涂了 讲清楚 行语说道 是 星空问道微微欠身 深吸口气 将诸多事情一一诉说 四大守护剑族的存在目的 是为了守护星灰神族 这是他们最初组成的原因 也是无数岁月以来存在的目的 可是星灰神族随着日渐强大 守护剑族的存在意义也就越来越小 更因为四大剑族的族人数量 渐渐有超越星灰神族本族族人的趋势 无论强者还是话语权 在星灰神族之中都日益增高 这对于星灰神族来说 完全不是好事都感觉到了危机 哪怕守护剑族和星灰神族有永恒的契约在 那时的星灰神族有神明镇守 根本不需要担心他们会攻高盖主 反而压他们一头 可万一有一天守护剑族内诞生帝尊 那么这个永恒的契约就将不复存在 到时候 守护剑族反而联合一起干掉星灰神族 那么将是最糟糕的局面 毕竟神明或许会有一天离开 在星灰神族没有诞生第二位神明之前 他们对于守护神族的镇压将只有这个契约 这太不保险了 星灰神族可以允许自己衰落 都不愿意亲眼看着附庸自己的守护剑族 夺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权利 所以后来 星灰神族的神明想了一个办法 以无上神力借助天地之伟力 建造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星要神坛 这个星要神坛 是专门为四大守护剑族所打造的 明面上是每隔十万年 为守护剑族整体所有族人灌输神之血脉 让他们和星灰神族本族族人一样 可以具备神血脉 永恒长存 永远效忠 其实 暗中星要神坛的真正目的 是以神之力在四大守护剑族体内 刻下无法磨灭的禁忌神咒 让他们子子孙孙永恒的修为实力 不可超越帝尊 这样便能够让四大守护剑族 永远的效忠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出现什么局面 都不得反抗星灰神族 更无法夺走星灰神族的权威 这可以说是十分恶心且歹毒的方法 从根源上制止了四大守护剑族的崛起 无论四大守护剑族的族人多么强大多么优秀 都永生无法突破底尊 这是何等的无耻 但是四大守护剑族也没有任何办法 是星灰神族赐予他们神之血脉 让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修为天赋和实力 更让他们能够站在世界之巅 掌控绝对的权柄 有收获就需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他们后来虽然知道后差点没气死 但也只能认命 也绝对这样做并没有错 毕竟勤奋这种东西 只有无尽岁月前的老一辈祖先才有 他们无需依靠任何契约和外力帮助 就能够相互信任 经历过无数传承和繁衍的后代子嗣们 虽然互相信任团结一致 但终究没有勤奋在 有契合和外力帮助也合情合理 换作他们是星灰神族 或许也会这么做 他们都能忍 所以也就接受了被禁锢天赋的事实 可是随后发生的事情 是他们所不能忍的 星灰神族的星灰帝神在无数岁月后离去 星灰神坛依旧存在 会照常对四大守护剑族进行封禁 可是渐渐地 因为星灰神族再也没有诞生神明 星灰神族的族人神之血脉在逐渐稀薄 天赋实力提升都远远不如曾经和老一辈 这让星灰神族陷入焦虑 后来 不知道是哪一位族人忽然提出一个想法 四大守护剑族不是拥有神之血脉吗? 因为星灰神坛一直对他们进行封禁 他们的神之血脉反而比我们更加雄浑稳定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星灰神坛 提取他们体内的神之血脉 这样圈养他们来为我们星灰神族提供源源不断的神之血脉 岂不是很好? 3485章 整顿开始 一旦惊起千层浪 这个意见震惊了整个星灰神族的高层 然后 他们选择了尝试 果不其然 利用星灰神坛能够完美提取他们体内的神之血脉 还可以利用星灰神坛将血脉加持在星灰神族的族人体内 更为重要的是 提取神之血脉后 四大守护剑族体内的神之血脉并不会消失 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凝结成长 比真正的星灰神族成长的速度还要快 这样 就可以无休止地圈养他们 提纯他们体内的神之血脉 四大守护剑族会拥有这种特殊情况 全因为体内拥有星灰地神打下的神咒禁忌 这东西 永恒限制了他们成长空间 但也让他们永恒地具备神之血脉的力量 说到这里 星空问道脸色铁青 拳头紧握 整个人都在颤抖 他们四大守护剑族 无数岁月前 为了星灰神族马格果施 为了星灰神族 可以放弃一切乃至生命 没想到到头来 星灰神族把他们当猪仔一样圈养 只为了提纯他们体内的神之血脉 换作谁谁不生气 知道为什么星灰神族能够长盛不衰吗? 就因为我们四大守护剑族不在 有源源不断的神之血脉增不人 就永远不会衰败 星空问道眼瞳充血 低沉地说道 禁锢我们种族 永恒地无法冲击五道巅峰也就算了 现在还把我们当猪仔一样圈养 换作谁谁能忍? 更可笑的是 他们美其名曰地说 是为了保证星灰神族的强盛 这样才能够保护星灰神族的地位 才能够让四大守护剑族 拥有现在的一切 否则星灰神族衰败 我们四大守护剑族也要死 既然都是死 不如牺牲我们 换取他们的强盛 我们反而要感谢神族 哼 何等可笑? 行语沉默了 四大守护剑族 还真是凄惨 他们虽然因为星灰神族 而一起拥有了荣耀和神脉 以及权力地位 但他们也是 付出了无数仙族生命的代价换取来的 若没有他们 或许也就没有星灰神族 他们本来就谁也不亏欠谁 只是星灰神族却担心他们功高盖主 押过他们 先一步禁止他们的未来 这样就算了 还把他们当猪仔圈养 实在是太无耻可恨了 饶是行语 都有些忍不住这骨子木气 那么 又为何解体呢? 星灰神族会放任你们的离去? 行语问道 这是要说到域外邪灵禁犯那段岁月 星空问道告诉行语 当年域外邪灵的侵犯 席卷了天界所有人所有种族 六大神族也没有逃脱 哪怕是有圣法原成的存在 六大神族也备受波及 毕竟整个天界所有种族都在奋勇抗战 六大神族没有理由退缩 那一场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战斗岁月 星灰神族的族人死伤惨重 诸多顶尖强者的事实 对星灰神族的打击最大 那时的星灰神族为了以防万一 保全星灰神族神之血脉 最好的方法就是祭练四大守护剑族 这一次不是单纯的抽取神之血脉 而是把四大守护剑族的族人祭练诛杀 封禁在星耀神坛 这样就算是星灰神族打光了所有族人 只要有一位残留 他们神族依旧可以依靠着这些神智血脉再度强盛 那时的星灰神族已经抱着不死不休 哪怕拼尽最后一人也要和域外邪灵拼命 四大守护剑族也同样如此 面对这样的抉择 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自己 因为那个时候个人的性命已经不重要了 家国和种族的延续才是重中之重 要考虑最坏的打算与后果 然后四大守护剑族在那个时候死伤在战场的无数 被封禁在星耀神坛的也有无数 他们的默默付出最终换来了星灰神族的未来 正值那时苍天地宁十八道神迹成功化神 带领天界取得胜利 星灰神族死伤惨重 拥有精纯神之血脉的强者和天才 都死得连尸骨都找不到 只剩下很多普通人 甚至已经没有神之血脉的星灰神族族人 但是因为四大守护剑族提前遗留下的神之血脉 他们继承而升华 再度具备无上神之血脉 从而有了现在的星灰神族 否则那个时候星灰神族就要灭绝了 我们四大守护剑族几乎全部灭亡 但是妇女老幼还是有的 他们严禁不允许进入战场 后来逐渐在星灰神族繁衍生息 一些原本应该战死在外的族人 因为苍天地的帮助陆续救活了很多 当然也有很多遗留在剑族族人 星空问道说道 他们都是战争结束后 不愿意回到星灰神族的族人 哪怕此生没有权柄与荣耀 也希望能够自由地存活着 所以 各自在天界的某个角落隐姓埋名的生存 有些繁衍出了强盛家族 有些渐渐消失岁月长河中 天生界就有诸多遗落的族人 无数岁月来 我们建族都有去寻找他们 只是有些人不愿意 也就不管了 任由他们去 有些愿意的 或者诞生的后辈天才 我们会把他们带回来 接受更好的资源倾斜与培养 星空问道深吸口气 道 虽然曾经我们四大守护舰族很狼狈 活得很憋屈 但经历过那一场战争后 星灰神族对我们四大守护舰族很好 并未主动开启过一次星药神坛 因为他们也知道 对不起我们 我们付出的已经足够多 不能再这么做 这些年的族长也都很英明 对我们很尊敬 虽然我们很担心 以后的星灰神族 是否还会把我们圈养 以此来为他们服务 但这种事我们也没办法 只能随缘 希望未来的我们不会这么倒霉 现在的星灰神族 也在面临神之血脉枯竭的危机 他们没有选择圈养我们 而是选择和我们联姻结婚 诞生具备精纯的神之血脉的子嗣 目前来看 效果很好 以后或许也会一直这样进行 而且 子嗣并不会具备星灰地神留下的禁忌诅咒 也就是说 未来的子嗣可以逃脱魔咒 向更高的武道境界冲锋 3486章 面见昆虹 行语点点头 这一下终于搞懂了四大守护剑族 没有想到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变迁 虽然过程很艰险 付出了无数族人的性命 但总的来说 换来的结果还是很好的 至少目前的情况来看 对四大守护剑族来说 是很有帮助的 守护剑族和星灰神族 能够结合联姻 这对于两族都是最好的结果 同时行语也明白了 星空问道 为什么要让沐云长联姻 他是为了能够和星灰神族联姻 诞生更好的子嗣 同时能够给四大守护剑族 带来长久的未来 作为报答 让沐云长成为星空剑族的下一任组长 正常情况下来说 这是最好的结果 只可惜行语可不答应 沐云长是他的妻子 岂能为了他们的家族利益而付出 先前让沐云长与星灰神联姻 便是因为这些原因 作为补偿 我们也愿意 让沐云长成为下一任星空剑族的组长 而以沐云长的天资实力 又因为脱离星灰神族很久 无论体质还是天赋 都早已经拜托了星灰地神 施加在体内的禁制神咒 他将有很大可能成为帝尊 成为我们星空剑族最大的希望 星空问道 抱拳低声说道 我承认 这对你来说 是很大的打击 你也很愤怒 换做事物 我也会很恼怒 放心把妻子交托在我手中 我却准备让他令嫁他人 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沐云长是我们星空剑族诸多族人之中 最有机会和概率 成为帝尊的人 他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星空剑族 已经承受了太多岁月的苦楚 终于有 希望能够扬眉吐气 甚至与星灰神族并肩而立 而非上下属的奴役关系 我们很期待 很激动 如果能够再度选择 我一样会选择 让他成为星空剑族的族人 与星西臣联姻 我觉得这样做没错 但也有错 所以行组长如果要责罚 还请责罚我一人 跟组长和星空剑族无关 行语点点头 笑音音地说道 那你现在觉得 还有这个必要吗? 星空问道脸一红 低沉地说道 当然没有 我们希望沐云长与星西臣联姻 一方面是 希望诞生更好的子嗣 出现更优秀的未来族人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星灰神族族人 与沐云长的天赋互相结合 能够促进提升沐云长的天资 增加他突破帝尊的概率 现在自然不需要 他能够和身为帝尊的你结为夫妇 未来必将能够百分百成为帝尊 甚至有希望冲击无上神明 我很相信 那将是我星空见足 无上光荣之事 值得万事敬仰 行语笑着点头道 说得不错 其实关于这些事情 如果你早跟我说 我或许不会动怒 星空问道脸一黑 说得跟唱戏一样 一见面 你就爆发帝尊修为 一副要灭杀星灰界的样子 我愿意说 你愿意耐下性子听吗? 不过星空问道 自然是敢怒不敢言 接连点头 一旁的沐云长说道 刚刚我就要说 你非要拦着 我干什么? 我只是希望听问道 说一说什么情况 行语笑道 沐云长称怪的瞪了一眼行语 看向星空问道说道 虽然问道前辈做的这个抉择 让我很生气 但这几年问道前辈 对我倒是很好 而且他的目的是 为了我好 为了星空见足 而不是其他目的 我早已经原谅了问道前辈 否则我早就想办法了 而不是在这里等着 星空问道 一脸感动的 看向沐云长 他自知自己愧对沐云长 哪怕是他不念及自己的好 也在情理之中 现在他能够公正的说出这番话 差点让星空问道热泪盈眶 至少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呀 想什么办法 行语笑道 而且我很好奇 如果我没有及时来救你 你不会就嫁了吧 去 沐云长瞪了行语一眼 然后悠悠的说道 本来应该两年前就需要联姻 但我说过 需要等五年 也是给你来找我的时间 如果五年后你没有来 我不会嫁 而是选择自杀 我相信我死了 一切都结束了 他们也不会找你的麻烦 给你足够的成长空间和时间 日后你若成长起来 也可以给我报仇啊 我相信你 沐云长说得很平静 但却让行语心脏猛然一颤 紧紧握住沐云长的手掌 你这个傻丫头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考虑死 死掉就真的没有任何机会与可能了 行语揉了揉沐云长的脸颊 有些责怪和心疼 他知道沐云长是不想对不起他 不想嫁给别人 但是真的死了 行语不允许 行语宁愿他嫁出去 至少沐云长还活着 现在我自然不会了 沐云长嬉戏一笑 道 有你在 我可以安安稳稳的过小日子了 还寻什么死 你想得到美 我死了你 还想再娶一个不成 警告你哟 我们离开天舞大陆的时候 姐姐们可以告诉我 让我盯着你 不允许在外面瞎搞 否则把你 嘿嘿 行语下意识地双腿夹紧 犯了白眼 小丫头 你可别过分 我说的可是实话 沐云长笑着搂住身旁的于心亭 道 除了亭亭姐 你再敢找其他女人 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紫禁宝座下的 星空末和星空问道脸一黑 他俩还在呢 能不能注意点 尤其是 这里是星辉古殿 整个星辉神族最神圣的地方 在这里秀恩爱唠家常 太过分了吧 但二人自然也不敢说什么 只是低头装作 什么都没听到 行语和沐云长聊了一会儿 看向星空问道 二人说道 好了 事情我问完了 你二人可以回去了 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但我也希望你们牢记 你们欠我一条命 我随时都有收走你们生命的权利 莫要说 以后我杀你们 没有提前提醒 星空问道 听到这番话 才算是真正把心放到肚子里 恭敬的欠身 属下遵命 回去吧 后天记得随我一起去拜访其他五大神族 遵旨 三千四百八十七章 全部肃清 两天后 星耀古殿 四大守护剑族的族长 以及大长老准师等后 今日要去其他五大神族拜访 这对于星耀神族来说 是十分少见的事情 六大神族虽然关系很好 同仇敌忾 共同屹立在巅峰 但其实平日里没有什么往来 哪怕都在圣法神界 也很少有交集 各自自成一片天地安稳地生活着 如果说有交集 也都是顶尖层次的大佬们会进行密会 而如现在这般隆重的公开前往神族去拜访 可以说十分少见 但是邢宇这位代理族长提出来了 他们自然不敢反抗 有意见 就算是有意见 有用吗 大概等候了一个十分左右 邢宇姗姗来迟 终于抵达星耀古殿 随同而来的 还有沐云长和于心亭二女 身为一族之长 尤其是神族族长 走到哪里 都带着自己的妻子女人 实在是有些不合适宜 但是都不敢说 看身旁星长真无奈的样子 就知道 他肯定说过这些话 很显然不奏效 已经通知过五大神族了吧 邢宇笑问道 已经通知过了 现在应该已经在等候了 不知道我们先去哪个神族拜访 星长真说道 禅明神族 邢宇笑着大步前行 带着四大守护剑族 和星长真四位长老 直奔禅明神族 六大神族之中 按照于心亭所说 唯有星辉 禅明 道卿三大神族 整体战斗力最强 那么自然是先要去拜访他们 邢宇一干人等 出发之时 毫不遮掩 甚至邢宇故意释放出磅礴的地尊修为 以规则之力 扭曲改变了天地变化 让苍穹之上 流动着百万里祥云 万丈霞光 诸道光辉在绽放 宛如普天同庆 整个星辉神族的所有族人 无论在哪一个角落与方位 都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离开的背影 那浩浩荡荡的样子 让星长珍等人士脸色阴沉 很不明白 邢宇这番举动有什么意义 但是邢宇没有犯很多错的情况 他们自然是不敢多说什么 这种事就算是说 恐怕邢宇也不会去听 多说无意 而其实 邢宇的意义很简单 就是为了让星辉神族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自己 看到信任的代理组长 更是为了展现出自己无敌的修为 自从几日前 在星辉神族之中 公布了自己代理组长的身份之后 整个星辉神族所有族人都震惊了 对于此事十分不理解 有聪明人觉得 既然族长亲自抉择的 那么一定是正确的 但也有不少人不相信不信任邢宇 毕竟让一个外人 成为主宰星辉神族的族长 这等于是将神族的生死交给了别人 这对神族来说 恐怕是毁灭性的打击 又因为族中有人暗中引导性的发布一些不良的传言 人云云云下 大家都对邢宇这个代理组长很不喜欢 甚至有人想要公开抗议 行语都看在眼里 但只是装作没看到 星辉神族的事情 可以以后慢慢收拾 现在需要先了解其他五大神族 等大的事情解决之后 再慢慢整治星辉神族 现在就可以提前给他们一个信号 我的天 这是什么恐怖修为啊 好强大的气息 难不成他早已经达到了帝尊了吗 身旁的那四位是大长老吗 在他面前 竟然被碾压得毫无一丝气质 完全没有传言之中的那么弱啊 我就说 能够被组长轻点成为代理组长 又岂会是凡人 尤其是他还是个外族 必然是经历过无数次筛选 得到绝对信任后 才会把组长之位交给他 这等阵势 已经许久未见了 不知道这位代理组长是要干什么 又想要做什么 但我总有一种感觉 这位代理组长 恐怕要做很多之前的组长不敢做的事情 很有可能 否则为什么星际西组长还健在 却特意挑选出一位代理组长 恐怕是很多事情 他不好做抉择 现在需要一个人出来背锅吧 往日的太平要一去不复返了 整个星辉神族可以说是热闹非凡 所有人都在议论刑宇的事情 刑宇感知到后满心地点点头 这是他希望看到的 那么以后就可以慢慢下手了 刑宇很快带着人马离开星辉界 来到了禅明神族 族长并没有出来接待 而是由四大顶级长老接待的 他们的地位 在禅明神族之中和星长针四人一样 位高权重 刑宇对于没有见到族长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星一仙那位老家伙已经提前说过了 不仅仅是星辉神族的星际西不在本族之中 就连其他五大神族的族长也都不在 他们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说不准以后 刑宇自己就有机会接触到 本来刑宇还在想 面对五大神族的时候多做思考 应该是要怎么样诉说一些计划 探讨一些事情 现在就更加的不需要在乎这些东西了 因为族长都不在 他这个拜访 严格来说 就是来拜访各大神族的帝尊老祖的 昨日 刑宇又特意去找了星一仙 想必星一仙也已经提前和各神族的老家伙们都说过了 所以 刑宇到禅明神族聊了一会儿后 直接去拜访了帝尊老前辈 拜访的结果很成功 他已经提前从星一仙那里了解了很多事情 他的态度和星一仙一样 如果刑宇能够成为改革变化神族的那人 哪怕禅明神族可以进行配合 这是刑宇来的目的 他就希望六大神族能够联合一起 然后一起改变 彻底改掉某些陋席和规则 让圣法元成进行一轮大洗礼 这对于神族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变化的机会 对于圣法元成来说 或许是一场史诗级的灾难 因为改变和洗牌 意味着身份地位和财富和个人利益都将受到影响 但是 这是必须要改变的 神族的族长都不愿意出头 那么 正好由刑宇这个外人来改变 他们乐意见到这种局面 因为这样对于神族未来的统治 有着很好的帮助 刑宇的出现或许会危及到他们的地位 但利大于弊的情况下 他们选择了无视弊端 尤其是 刑宇就算是再强 变数再大 没有成为神明之前 他们对于神族的影响 只是微乎其微 因为他无法以一己之力去太多事情 更无法建立属于他的家族 那么 威胁力就不够 何况就算是他真的有这个想法 他们六大神族的帝尊可不是吃素的 哪怕刑宇很强 能够以一打二 能一打十二位帝尊吗 所以 任由一位没有威胁的人随意地去折腾 他们很乐意 从禅明神族离开后 刑宇又一次去了其他神族 最后的结果都一样 他们愿意配合 给予帮助 刑宇可以尽情地去改变 三千四百八十八丈 他回来了 星要古殿 接下来 你有什么计划 沐云长笑问着刑宇 拜访五大神族的结果 很让人满意 至少现在六大神族都可以配合刑宇 无论做出任何事 这是任谁都想不到的结果 但是刑宇却把变成了现实 行斩执法者 刑宇随手一挥 面前划光流转 幻化出一道沙盘 形成圣法园城的四大路 随手一点 四道执法城闪烁起红光 这么多年来 执法者早已经内部腐朽 进而导致整个圣法园城 都在朝着一个畸形的未来发展 所以想要改变大事 首先要做的是拿执法者开刀 这是行于早就定下的计划 先拿执法者开刀 执法者对于普罗大众来说 是至高无上的 甚至比神族更加有威胁 因为执法者就在他们身边 息息相关着他们的生活和发展 而神族是向来隐于幕后 所有人都知道神族的存在 但是想要交见到神族 难上加难 就算是很多执法者 都没机会见到神族 所以想要整顿圣法园城 首先改变执法者 当然 同一时间要整顿改变的 还有神族内部 心灰神族内部 是必须要整顿的 而方法很简单 大洗牌 虽然行于说着不会改变 但是从上到下 所有人都要经历一场洗礼才行 把真正的人才和能用之人留下 那些想要偷奸耍滑 或者抑郁图谋之人 全部格杀勿论 当然那些和行于唱调相反的人 也要全部斩杀 行于要让心灰神族 变成他的一言堂 这样的做法 其实不利于任何家族和势力的发展 但是却是改善一个势力最好的方法 一切从零开始 才能够步入正轨和好的未来 否则整改也只是表面 徒有其表 不过心灰神族的改变 可以稍微放缓时间 只需要先将那些抑郁唱反调的人斩杀掉 一些有大问题的斩杀 杀鸡儆猴 再逐一排查 所以行于先动执法者 再慢慢搞心灰神族 其余神族也是同样 行于已经和各大神族的帝尊打好招呼 他们也很乐意见到这种局面 虽然会让神族有些伤元气 甚至有巨大损失 但这是最快速根治沉淀了无数岁月臭毛病的神族最需要的方法 行于决定好了想法后便直接找来了星空问道 通过和星空问道的续谈 行于才知道 很多事其实是四大守护剑族负责的四大长老的真正职责 只是知道和了解一切就可以 重要问题做出抉择 其他事情都一缕交给四大守护剑族 哪怕是心灰神族内部的事情 这也是四大守护剑族经历过前一次近乎被灭族的灾难后 终于在神族占据了主导地位 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发言权和知情权 而对外斩杀执法者的话 这种事自然是需要四大守护剑族去做 真的让星长针动手 未免有些大才小用 星空问道得知行于要动手执法者也是十分激动 你好像很高兴 行于笑问道 执法者存在得意义是为了保证圣法元城的平衡 让圣法元城始终在规则之中运行 整个在神族的掌控之中 这些年因为执法者的存在也确实做到了 无论是从带给神族的利益来说 还是整个圣法元城的进步 星空问道说道 但是执法者之中有太多臭虫和杂碎 持续性地影响着整个圣法元城的发展平衡 虽然圣法元城的强者数量都在稳步提升 执法者的数量也在逐渐提升 但他们将会成为最不稳定的因素 因为他们的存在导致整个圣法元城的所有人都觉得 只要成为执法者就可以为所欲为 就能凌驾于法和规则之上 哪怕他们实力很强 可是这种心态下去 成长起来的只可能是隐患 无规则不成方圆 尤其是修为达到古地之后 若没有规则限制和管控很不利 我早就希望能够改正执法者 但是执法者是由六大神族共同管理掌控的 没有任何一家可以单独的有权利去改变执法者 尤其是执法者确实做出了不菲的贡献 特意去改正执法者会伤及利益 又很难完成 就没有任何神族愿意这么做 费力不讨好 现在你能得到六大神族的首肯 完成这样的壮举 我很期待 也早就希望能够这么做 或许会改变整个圣法原成 甚至选择出很多优秀而强大的古地以及天才出来 行语轻笑 看来对执法者不爽的人大有人在 那他这样做还可以得明心 倒是一件好事 还能选择出很多优秀的天才是什么意思 行语问道 因为执法者的缘故 导致圣法原成的发展近乎扭曲 很多同等量级的强者 他们有同样的机会成为执法者的话 如果有人没有资源去孝敬执法者 将丧失机会 且只有沦为蝼蚁 甚至活得生不如死 因为圣法原成之中很残酷 除了要有实力和能力外 还要有身份与地位 没有身份与地位 修为高很多时候也无济于事 这就导致很多天才 但没有背景的人被埋没 行语问道说道 行租长你 如果能够肃清执法者这个毒瘤 改善真正的执法堂 我相信整体实力只会疯狂提升 而不会降低 行语点点头 星空问道 能够说这么多 很显然是有过研究的 只不过迫于无奈 根本无法去改善执法者 毕竟这不是他能做主改变的事情 甚至不是某一个神族能够改变的 但是现在在行语面前 却成为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他不仅是星辉神族的代理组长 还得到了其他五大神族的首肯 会配合他做事 这样的结果 哪怕是其他神族组长 都完成不了的 所以 星空问道很激动 也希望能够完成这一壮举 是你的改变 整个执法者 整个圣法原成的生态 这件事 我既然要去做 那么自然是要做好 行语笑道 叫你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件事 也有你代替我去完成这件事 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 星空问道 也谋一宁 坚定地说道 保证不让组长失望 好 这是我上任以来 所做的第一件真正有意义且重要的事情 我交给你 可不要给我搞砸了 放心 一定竭尽全力 行语说道 好 那就去吧 遇到无法解决的阻碍 全部杀掉 不服者 闹事者全部杀掉 一口气连根拔出 3489章 全面完成 东大陆执法堂位于东极地城 这里是东大陆一切规则和续法的中心 因为执法城便在这里 执法者的根据地 他们代表着东大陆的核心 在东大陆 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执法堂中 主宰者是执法堂堂主 以及执法城城主名冤之主冤坤红 他被称为死亡执行者 任何违背意志和规则者 都将死于执法者的制裁中 往日的冤坤红 是执法城中的绝对王者 整日里悠哉悠哉地在执法楼阁中度过 但现在的他 惶恐不安 距离行语通过神门 进入圣法神界 已经过去了很多天 可是神门内却没有传出一丝一毫的动静 这让冤坤红有些无法理解 他这样的修为闯进神门内 不可能一点动静都闹不起来 但是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直接被无情诛杀了? 那至少会有人发布消息吧? 可惜一直都没有 如果是这样 冤坤红还不慌 无论是什么结果 至少还有个结果 最让他担忧的是 神门他都进不去了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不担心行语在圣法神界大杀四方 他比较担心的是 神族爱财 喜欢上了行语要招揽他 他如果真的答应 那必将在神族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己得罪了他 他会不会来搞自己? 冤坤红已经安然平静地度过了无数岁月 尤其是已经达到了古帝王 说不准此生还有希望冲击帝尊 他不想死 他还想活着 永恒地活下去 他眉头紧皱 在考虑一切可能性 可就在此时 忽然执法阁楼内传出一股浩瀚雄魂的神力 让冤坤红颜孔紧缩 这是神门的动静 他立刻招呼几个执法者中的长老 随着自己一起去了神门 想要一探究竟 究竟是神族的人还是刑语 杀了回来 很快抵达神门前 此时这里已经聚集着上百名男子 清一色的古帝 为首还有二十位古帝王 这豪华的阵容 直接吓到了冤坤红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神族竟然派遣出这么多强者出马 哦 冤坤红啊 好久不见 就在冤坤红准备说话询问怎么回事的时候 人群之后传来声音 随后重骨地让开一条路 只见星辉神族的星空问道踏步副手走来 他面旁上的淡然倾笑 让冤坤红内心咯噔一下 感觉到了不安 他认识星空问道 但也很讨厌星空问道 因为他的性格刚正不阿 很厌烦冤坤红 冤坤红也曾想办法与之和解 但是星空问道丝毫不理他 让冤坤红很不爽 但也没有办法 毕竟是神族 还是星辉神族之中的守护剑族大长老 职位还是身份 都比他高很多 虽然彼此厌烦 但是没有什么事发生 也就老死不相往来 现在星空问道 忽然带大批人马出现 让他感觉 星空问道 绝对不会是来找自己聊天的 而是有其他目的 原来是问道兄 好久不见 冤坤红很客气地拱手笑道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竟然把你给吹来了 还带来这么多优秀的神族族人 倒是提前通知我一声啊 我好准备准备 我倒是想要通知你 但是神门不知道被哪个王八蛋给锁住了 就没有及时通知 不过嘛 也无关紧要 我带人前来 也并非是为了叙旧 而是有要事要办的 无需那些礼数 星空问道笑道 走 找个宽敞地方好好聊聊 冤坤红点点头 虽然不相信星空问道的鬼话 但是表面 还是要给予足够的尊重的 当下直接转身 带着星空问道 来到会客厅 不知道问道兄有什么事 冤坤红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对于星空问道虚伪的假刻套 毫无作用 他也不喜欢 索性不如直接问清楚什么事 早点打发他走 哼 我来的目的呢 很简单 就是想要检查一下执法堂 星空问道笑道 检查 冤坤红眉头紧皱 哦 这是何意 我有些愚笨 并不懂你的意思 直接说吧 执法者建立了这么多年 一直代替神族 掌管着圣法元城 让圣法元城 井然有序的成长运转着 可谓是大功一见 历史史迹上 都应该留有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因为你们执法者 成为了人人敬畏的象征 无论是谁都圣法元城 都要遵循规则做事 功不可没 星空问道淡淡地说道 执法者虽然做了很多好事 和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呢 执法者之中 也因为这些年长时间的自我运转 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很多毛病 我相信很多毛病无伤大雅 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有些毛病 我觉得就过于严重 需要改一改 冤坤红冷谋看向星空问道 淡默地说道 哦 问道兄的意思是 想要动我们执法堂了 我想 这并不是你能设计的地方 也不是你能改变的东西 冤坤红知道星空问道 对他们执法者不爽 但是那又怎样 你能动我们 就算你是神族也不行 因为冤坤红很清楚地知道 动执法者这件事 根本不是某个人能够完成和做到的 需要六大神族共同抉择 否则就是很让人怀疑 你的目的 其他神族也根本不会答应 因为这样的原因 也因为他们执法堂都很聪明的 给神族提供了很足够的资源补给 堵住了神族的嘴 也就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折腾执法堂 可以让他们随心所欲 他们执法者 没有去动神族的盘子和利益 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动执法者呢 一直以来 执法者安稳活着 越发为所欲为 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尊敬神族 把神族奉为至高无上的存在 但却主宰着圣法原成 名义上二者是一体 实际上是分开的 不影响双方各自的利益最完美的结果 现在星空问道想要搞执法者 冤坤红失笑摇头 简直是痴心妄想 根本不可能实现 你哪怕是带一万位古帝王来 也做不到 如果要做后果他承担不起 星空问道笑了笑 我知道 我自然没有这个权利和本事 但是我族新任代理组长有 代理组长 行语 冤坤红神色大变 什么 3490章 圣天地剑 冤坤红差点被星空问道这句话给吓死 行语成为了星辉神族的代理组长 这怎么可能啊 他就算是实力高强 就算是无人能力 也不可能成为星辉神族的代理组长吧 当代组长是摆上吗 而且 为什么会这么信任他一个外族之人 让一个外族之人成为神族的代理组长 简直从古至今以来头一遭啊 冤坤红后背发凉 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 行语那家伙这么狠辣 一定会找自己麻烦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而且还直接整顿整个执法堂 冤坤红深吸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低沉地说道 代理组长 那位行语吗 当然 他从你这里的神门进去的圣法神剑 我相信 你应该很熟悉 就算是他成为了代理组长 就算是想要记仇找我麻烦 但是想要针对整个执法堂 也绝对不可能 冤坤红淡默地说道 冷静下来以后 冤坤红才算反应过来 就算是行语是星辉神族的代理组长又如何 就算是想要针对自己又如何 感动执法堂吗 其他神族可不会放过你 仅凭借一己之力可完全做不到 星空问道 笑淫淫地等冤坤红把话说完 随后说道 我说了 我的代理组长 你可知道为什么可以 不等冤坤红说话 星空问道缓缓说道 因为我的代理行语行组长 已经拜见过了其他五大神族组长 他们愿意配合行组长完成任何事情 当然包括对于执法堂的整改 冤坤红脸色惨白 什么 不可能 他 他怎么可能让其他所有神族都听领 这绝对不可能 他知道星空问道这个时候 没有必要说假话 不然后果他难以承受 但是他实在是有些难以置信 这件事 就算是组长都不可能做到的 他区区一个代理组长 为什么权力这么大 为什么其他神族都给面子 太夸张了吧 因为他是行语 他做得到 星空问道再说这些话时 内心也是五味杂陈 除了行语 似乎也没有人有这样的资格 就算是曾经的帝尊组长也不行 他究竟是什么人 星空问道 可是眼睁睁看着他从弱小的天地 一跃成为了帝尊 这个变化 让星空问道都始料未及 才短短几年时间 现在他也明白冤坤红的心情 几天前还只是普通人 就算是修为高深 但在神族面前也只是蝼蚁罢了 但是几天后的现在 他不仅是星辉神族的组长 还得到了五大神族的首肯和授意 可以随意地做出任何事 这种是谁能料想到 就好像谁能料想到几年时间 行语就达到了帝尊一样夸张 看着惊魂未定的冤坤红 星空问道说道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自己去圣法神界确认 如果相信的话 那么现在 我希望你可以找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执法堂从现在开始 由我接手掌管 冤坤红眼眸紧缩 震惊地看向星空问道 直接就要软禁他吗 好狠的手段 一点时间都不给你准备 但是 现在他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 毕竟星空问道 可是星辉神族星空见族的大长老 在神族之中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在星空问道面前 简直狗屁不是啊 星空问道 笑盈盈地看向冤坤红 也不说话 让冤坤红脸色难看 最后只能冷哼一声 起身离开 他除了无奈 还能干什么 这才是真正的绝望 星空问道 笑着目送他离去的背影 随后淡淡地说道 立刻发出消息 执法城内所有执法者 齐聚广场等候 所有长老一个时生后 在楼阁内等待 现在立刻叫副城主和副阁主来见我 是 星空问道身后的神族族人 当即冲出去 去执行星空问道的命令 对于东大陆执法堂的大整改 正式开始 而与此同时 圣法园承西大陆 南大陆 北大陆三个位置的执法堂执法城 分别迎来了星辉神族的三大建筑 每个人都带着行语的命令 目的只有一个 接管执法堂 改变整个局势 同一时间 各个地方的执法堂堂主都惊了 被神族这一手操作所震惊 然后纷纷传递消息给五大神族 都想要知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忽然间就都统一了 要改变执法堂的局势 然而五大神族 只是互相踢皮球 根本不管 当然 这不是他们不管 而是老祖宗已经下令 一切都可以按照星辉神族的意见来 尤其是执法堂这件事 各家神族都知道 执法堂的问题有多严重 只是一直以来都不好出手 现在行语原因出头 那么自然可以顺势答应 反正该得到的一样都不会少 行语也绝对不敢按相操作 否则他就是玩火自焚 但是他们相信 行语绝对不会干这种愚蠢的事情 他能够年纪轻轻达到帝尊 绝对是有头脑的人 而不是蠢蛋 执法堂被神族接管 找回了所有执法者 从上到下一点点的严查 短短半个月时间 单单死于触犯规则中的执法者 就超过了数千位 每一位都是古弟 这件事起初知道的人并不多 因为没有意图 想要把这件事往外散 但是很多 跟执法堂的执法者关系极好的人 嗅到了味道 纷纷猜测到 或者是知道了这件事 一时间 整个圣法园城到处都是传言 说天地要大变 说执法者要倒台的事情等等 对于这件事 神族没有理会就算了 甚至主动放出一些或多或少的消息 让传言更加的诡异好离谱 甚至传言出 神族养精蓄锐无数岁远 现在要开始统治世界了 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是星辉神族的新一任族长 这位族长不仅是外星人 还有着奇高无比的权力 就连六大神族都听命于世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 搞不好整个圣法园城都要大乱 天界要完蛋了 当然 关于这位族长的传闻还有诸多 不过其中一条 最让人好奇 此人性行年锦少年 一位少年人是如何成为神族代理族长的 难不成被域外邪灵进犯了 很多生灵甚至有心想要逃跑 就在天下混乱的时候 远在星辉神族的叶秋知道这些消息后 惠心一笑 直接在五日后 执法者肃清计划结束后 发出一条命令 将执法堂的罪行全部公之于众 3491章 兄弟相见 执法堂从上到下被神族严查 你们知不知道 太恐怖了 短短半个月时间 因为触犯规则而遭斩首的执法者 足足有过万名 每一位都是古帝以上的存在 据说还有一两位老古董达到古帝王 但也全部诛杀 简直毫不留情啊 现在整个圣法园城谁不知道啊 太夸张了 任谁能想到 神族真的会对执法堂下手 而且一出手就如此狠了 执法堂这些年干了什么事 大家谁不知道 现在除掉是好事啊 我是很支持那位新组长的抉择 往日里六大神族组长都不敢干的事情 他现在全干了 对于我们圣法园城来说 是福音啊 这倒没错 神族已经公布出了 执法堂立来犯下的规则和罪行 虽然想到了执法堂背地里 干了不少恶心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有这么多 贿赂贪污就不说了 各种残忍试验和杀害圣地古地 甚至祭炼 已达到让自己修为提升的目的 简直太可恨了 完全把我们当圈养的猪宰使用啊 废掉也是好事 执法堂全部洗牌 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抉择 又会不会改变圣法园城的势力分布 感觉这位行组长高深莫测 猜不透啊 管郑多做什么 反正我感觉 他做的一定都是对圣法园城好的事情 不然会先出手 搞圣法园城最大的独流执法者吗 种种传言 这几日传遍了整个圣法园城 所有人都在为此事震惊 当然 震惊之余 也是对行组长表示真正的尊敬和敬佩 毕竟整治执法堂这件事 曾经的六大神族都不敢做 只是任由执法堂的存在 默认他为所欲为 就算圣法园城的民众多么的不甘心 也没有任何办法 现在行语真正的做到了 至少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毕竟往日里执法堂为所欲为 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 除此之外 对于行组长的诸多猜测 也是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对象 都想要知道这个忽然上任的代理组长 一介少年究竟是何许人也 怎么往日里一点消息都没有听说过 圣天地界属于正中圣天所掌控的界域 位于东大陆 圣天地界的某个圣殿内 和行语长相一模一样的正中圣天 拿着手中的卷轴眉头紧重 卷轴上记载了东大陆上 以及整个圣法园城发生的事情 当然也有那位行组长的事情 他有些怀疑 怀疑那位行组长是不是行语 是不是他回来了 性相同又都是少年 这个答案简直呼之欲出啊 只是他又不敢肯定 毕竟这太魔幻了 他承认行语比想象中的要强 无论实力还是天资 未来都有着资格冲击帝尊 但是这才过去短短数月时间 怎么可能成为帝尊呢 就算是他忽然成为了帝尊 但又怎么可能成为神族的代理组长 还一句让六大神族统一了意见 但他想干的事情 就算是吹牛都不敢这么吹啊 这完全不可能短时间实现的事情 所以他又觉得行语和这位行组长 只是恰巧两个特点重合了而已 绝对不是一个人 但他又冥冥中有一种感觉 感觉这就是行语 让正中圣天可是愁坏了 换做其他事情 他可以直接去一探究竟 问问便是 现在这位可是神族的代理组长 位于圣法神界的存在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能见呢 至于行语自从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 也不知是生是死 前段时间有传言称 一男一女杀进东大陆 热闹非凡 似乎像急了行语和他身边的女人 只是很快就消失不见 不知所踪 更加不确定是不是行语二人 尤其是正中圣天知道 行语十分在意他的兄弟们 陈儿牛战明和敖天云都在圣天地界呢 如果真的是行语回来了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回来看看呢 就算是顺路也可以的吧 或许是我想多了 怎么可能是行语呢 正中圣天毁掉手中圈轴 苦笑摇头 抬头摇望远处的天际 他眉头紧皱 道 行语啊 也不知道你现在是死是活啊 与正中圣天抱有同样想法的 还有陈儿牛战明和敖天云几人 他们得知行组长这个消息后 都激动地以为是行语 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可能 那可是无上帝尊啊 屹立在世界巅峰的无上存在 是神明之下最强境界啊 行语才短短离开数月 怎么可能达到这个层次 那岂不是天方夜谭吗 但是 他们又止不住地觉得 这应该就是行语 心灰界 就在很多人思索 关于行语的种种事情的时候 他正带着沐云长于心亭游走在 心灰界的每一处角落 如他先前所言 一定会随机出现在 心灰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把违规者斩草出根 顺势让心灰界大洗牌 对于心灰界的内部整合 放在最后一步 就是根本不着急 随时都有机会 说起来 雨哥哥 你为什么都没有顺便去看看 陈二牛他们呢 你离开了这么久 他们恐怕会很想念担心你 沐云长问道 并不是不想去 而是不能去 行语摇摇头 他在刚刚抵达圣法园城的时候 就有想过顺道去圣天地界 毕竟都已经来东大陆了 但是转念一想 若是和神族起了冲突和纠纷 他们奈何不了自己 找他们麻烦怎么办 就算神族为了颜面 不干这种下流之事 但万一真的做了 他们就陷入了危险之中 一旦出事 行语会后悔莫及 他可不想因为自己的冲动 让他们遭殃 所以 行语没有去看他们 现在倒是有时间 而且无需担心这个问题 但行语也没有着急 先把眼前的局势控制好 如果能让星辉神族完美掌控在手中 那么到时候 直接他们来神族居住 岂不是更好 给他们一个完美的成长空间 虽然暂时见不到会很想念 但为了以后 这些想念都是值得的 走吧 去那里瞧瞧 行语轻笑 带着沐云长和于心亭化身一道流光 落在内围区域的某处大陆之上 3492章 定居星辉 一个月后 星辉古殿 行语慵懒地依靠在紫荆宝座上 身下的星空 问道在恭敬的汇报 诉说着圣法园成执法堂的改变 和大洗牌以及人员更换等等 不仅仅是东大陆 还有西大陆北大陆 和南大陆的执法堂整改 同时 他还诉说了星辉神族的进展情况 也是这一个月内 行语所做的事情 比如 将外围内围区域的管理层 都进行了大换血 这并非行语想要做的 他还是希望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这样才能够稳定地进行下来 然后以后找机会 适时地改变星辉神族 所以 行语对于改变星辉神族 并不着急 可惜这群人并不是很聪明 或者说他们还是低估了行语的执行力 依旧在犯错 依旧按照曾经的模式进行着 这等于说是在挑衅行语的威严 那么行语自然不会给他们撕好脸面 亲自游历暗访 解决真正的问题 让管理层近乎大换血 这个决策 动荡了整个星辉神族 因为动了很多人的奶酪 让他们震惊 行语真的敢下手 他们很多人都有些惩惶惩恐 很担心什么时候 一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 一命呜呼 有不少人聚集起来 想要闹事 想要找大长老 想要找星际西族长讨回公道 但是结果很显然 行语一声令下 屠宰了不少星辉神族的族人 这让星长真都彻底大怒 怀疑行语是不是以公谋私 想要让星辉神族完蛋 但是行语根本不搭理他 直接说道 如果对我有不满 尽管去找族长 或者找两位帝尊老前辈 如果你想要抗议我的决定 那么很抱歉 抗议无效 如果你支持我的决策 那么就闭上嘴 老老实实听话 说完行语就不理他 继续做他该做的事情 差点把星长真给气死 他当天夜里就去找了星济熙 也就是星古人 可惜星古人早就被行语告知 他以星济熙的名义 不仅没有帮星长真 反而把他大骂一顿 让他一切都服从行语的指令 差点让星长真眼前一黑 晕过去 他都不记得自己多少年没有这么生气了 但这一次实在是很愤怒 虽然他对星辉神族族人 没有什么感情 也早就和很多人没有了亲属关系 但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种族族人 被一个外人利用权力格杀勿论 还是十分难受的 他想到 行语对执法堂下手如此狠辣 如果动星辉神族 或许下手更狠 可没想到 这么不讲道理 只要确定 你违背了规则 那么就全部杀掉 简直是个疯子 更让他气不过的就是 族长竟然跟着他一起疯 究竟是怎么想的 虽然生气 但是星长真也没有办法 只能忍着 毕竟他只是大长老而已 做不了任何抉择 那么 被行语制裁的 心有不爽的星辉神族族人 找星长真帮忙 他自然是没有一点办法 所以 不少人彻底是没有了反抗的心 连族长和大长老都默许 他们就算是有天大意见 又有什么用呢 也因此 行语的一切计划 都在稳步进行中 整个星辉神族不说 都在行语掌控中 至少威性是很高的 因为行语的制裁 对于管理者来说 是一场灾难 对真正的星辉神族族人来说 是绝对有帮助的 他们也是绝对受益者 不说其他 单单是管理层被斩除 替补人员这一块 行语就做得很好 直接命令星空问道 在星辉神族之中 举行了一场简单的比赛 选拔出优秀的有天资的人 然后对他们进行配合资源倾斜 去顶替管理者席位 这让一众没有背景的组长 一跃成龙 从曾经的无奈任命 到现在看到了未来希望 这个反差对他们来说就是奇迹 行语的目的很简单 只选择最适合的 最有资格的 而不会看他的出身 他的来历和背景 不仅仅星辉神族是这样 包括执法堂也是贯彻这一思路 诸多执法者被斩杀 导致执法堂内的执法者数量锐减 但是并不怕 来一场比斗就可以了 直接选择出最优秀的人出来 只要背景和身份清白 没有犯过什么错误 违反过规则 那么就可以胜任执法者的席位 甚至给予一个十分高的职位 只要你有能力 就如同星空问道在行语执行前所说 对执法堂的大洗牌 不仅不会让整体实力锐减 反而会无限提升执法堂本身执法者的数量与强度 更会挖掘出一批优秀而强大的人才出来 这也导致星空问道在汇报这一系列事情的时候 整个人都十分激动 照这样下来 执法堂才会一种良好的有规则和秩序的发展状态 而不断壮大 对于整个圣法园城来说 也是一个良性循环 不仅如此 执法堂为了能够真正意义上的为自己提升新鲜血液 还在行语的授意下 建立了执法营 分布在圣法园城每一处城市中 对于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 不求数量 但求质量 只需要寻找出各个地方具有潜力的圣地精英天才 而不需要垃圾充数 不需要修为高的人充数 如果做好了 会给予足够的资源倾斜和奖励 一旦寻找一些臭鱼烂虾 直接诛杀负责人 一条条类似的规则 重新定义和改变了执法堂 让执法堂从上到下都有了质的提升和改变 就是这些 星空问道说道 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启禀行族长 说 五大神族分别传递来消息 执法堂的归属问题 星空问道说道 因为执法堂是在行语一手控制下改变和大洗牌的 那么新的执法堂也就等于归属于了星辉神族 他们愿意放开手让行语去做 但是一些原则上的问题还是要过问的 否则岂不是给星辉神族光明正大变强的机会 那么他们五大神族就落后了呀 行语笑着摇摇头 道很显然是那些老家伙的意见 不过你可以告诉他们 执法堂我们星辉神族不会管 一切还和以前一样 自主运营不会有所改变 但是执法堂如果再出现问题 星辉神族还会插手 绝不允许他们霍乱圣法原成 遵命 星空问道说完就要走 行语说道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离开星辉神族 但我会在星辉古殿留下一个分身 有什么事的话直接来找我 好 星空问道虽然不理解行语要什么去 但也不敢过问 恭敬地点头离开 当他离开后 行语笑着离开 找到了在一处庭院休息的沐云长和于心亭 三人点点头 直接离开星辉神族 直奔圣法原成 这里的事情终于解决 是时候去见见老朋友们了 三千四百九十三章 创建联盟 圣天地界 某地点 圣天大人 陈二牛等人求见 正在殿语中 皱眉思索事情的正中圣天 听到了门外守卫的声音缓缓回神 道 让他们进来 是 守卫的声音传来 随后便看到 陈二牛熬天云瞻鸣 和以及末月以四人缓步走来 拜见圣天大人 陈二牛四人微微欠身 十分尊敬 你们来了 正中圣天浅笑 随手一挥 一行人身后出现了椅子 道 坐下说都是自己人 是 陈二牛四人坐下 正中圣天问道 今日前来 有何事啊 我想问问圣天大人 可否知道 最近传闻中的 那位神族的行族长 陈二牛说话的时候 眼眸放着光 他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自己大哥行语 只是随后又觉得不可能 那可是神族的族长 修为至少是要帝尊 就算是大哥十分的变态 也不可能三个月时间达到帝尊吧 但是他又安耐不住自己的兴奋和好奇 世间又怎么会有制妖巧合的事情呢 不仅是性行 又是一个少年 而且从行识风格上来看 也是雷厉风行 排除旧法 另立行规 这很符合行语的行识风格呀 可是陈二牛有一些事情不理解 就是 如果行语回来的话 为什么不先到圣天地界来见他们 这很不符合行语的性格呀 他们都很担心行语 都想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行语根本不回来 这绝对不可能 诸多事情聚集在一起 都有些不理解 但是他们又不想继续等待下去了 因为陈二牛他们已经完成了九天之战 并且大获全胜 只不过 因为行语并没有回来 所以就一直在这里等候着 目前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时间 实在是等得十分煎熬 所以 四人经过一致同意后决定 来找郑中圣天问问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离开圣天地界去寻找一下行语 哪怕机会渺茫 甚至可能见不到他 但是还是要去看一看 听到陈二牛的话 正中圣天顿时就明白了他的想法 当下苦笑一声 道 对于这件事 我也在怀疑 但是我感觉 是同一人的可能性不大 毕竟进入神族 就已经很艰难了 而成为一个神族的代理组长 更是难上加难 尤其是三个月时间成为帝尊 你们觉得可能吗 那可是帝尊啊 行语离开前才圣地巅峰 中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哪怕他再妖孽 也绝对不可能跨越过去 所以 二者是同一人的概率很低 他现在这样说 也是让陈二牛断了这个念头 省得最后费尽千辛万苦见到了 却不是同一人 那才是最打击人的 总归是要试是不是 万一呢 陈二牛也明白 正中圣天的话 只是他心有不甘啊 他很担心行语的安危 毕竟已经太久没有见到了 这里是天界的中心 他们虽然只是在圣天地界 但是已经见识到了这里强者如云 每一个人都实力强的可怕 行语圣地巅峰的修为 虽然可以干得过古地 天赋实力也都极其妖孽 但是差距还是太大了 正中圣天沉默了 他知道陈二牛不甘心 说什么也没用了 他想干什么就去做吧 反正他能做的已经做到了 他刚准备说话 谁知道店外忽然闯进来十几位古地 他们都是圣天地界中精英中的精英 一直负责暗中守护圣天地界 正中圣天看到他们过来也是一脸惊讶 没想到他们会过来 怎么 不好了圣天大人 圣天地界外 近来上千位古地级的执法者 还有一位东大陆的执法堂副堂主 什么 正中圣天等人脸色大变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执法堂的副堂主要带人 冲进圣天地界 现在整个圣法园城都知道 执法堂经历了大洗牌 他们所到之处几乎都是死亡 不知道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性命 圣法园城已经有很多势力 在一个月内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或多或少 都与曾经的执法堂有过一些交易 亦或者触犯过规则 现在的执法堂只要查到 一定会去执法 经历过大洗牌的执法堂 真正做到了执法者应该做的事情 是规则的执行者 也是圣法园城规则的使用者 不讲任何人情 只讲秩序 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好事 但是对诸多势力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所以现在执法者所过之处 人人闻风丧胆 现在执法堂父堂主带人清零 让正中圣天有些头皮发麻 虽然正中圣天很少触犯规则与秩序 但也并非没有 如果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不与执法者打好关系 又怎么能够在圣法园城生存 难不成这也要找麻烦 正中圣天脸色难看 尘二牛等人也是眉头紧皱 现在怎么办 看情况应对吧 你们可以随我一起来 因为行语的缘故 正中圣天真正拿他们当自己人 倒是也不在乎什么 当下正中圣天直接招呼着尘二牛一干人等 随着众谷地一起离开 直奔殿外 远远看去 云海之巅 祥云连绵 圣光耀日 宛若有漫天神明将士一般 居高临下的样子 带着伟岸与高贵 一字排开的执法者 各自都带着冷漠与威严 仿佛是上天选定的执法人 正中圣天看这个局势就知道 恐怕事情很难善了 可是到如今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然而 等来到执法者所在祥云之上 看到眼前的一幕 他傻眼了 不仅仅是正中圣天 包括尘二牛 敖天云等一干人等 都目瞪口呆 只见数千位一字排开的执法者正前方 祥云流转 化作了一道 足有十丈开外的巨大云光宝座 宝座之下 站着一名中年男子 神情不怒自威 带着高高的威严气势 修为足足有古帝王开外 宝座之上 有三个人 两侧是两名女子 各个貌美如仙 中央为首是一名少年 一袭白袍 俊俏非凡 三人端坐宝座之上 宛若天上降临的神子仙女一般 然而 更重要的是 这三个人 他们都认识 一个是沐云长 一个是于心亭 最中央那位少年 赫然是行语 看到正中圣天一干人等抵达 行语听下与于心亭和沐云长的交谈 笑音音的说道 老朋友们 好久不见 三千四百九十四章 永恒古族 你念念 看到行语三人坐在宝座之上 正中圣天尘二牛等人 顿时内心全部都明白了 那位传说中的行族长 神族有史以来 魄力和权力高过任何一位族长的存在 改革了执法者无数岁月毅力下的规矩的那个人 就是眼前的行语 绝对不会有意外 否则这里到处都是执法者 他会有资格端坐在宝座上 宝座下的那个中年男子 不用看也知道 就是执法堂的副堂主 副堂主都要在一旁等候 他的身份毋庸置疑 只是 眼前的这一幕幕 又是那么的难以接受 尤其是正中圣天 实在是无法理解 行语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才多长时间啊 他竟然已经达到了帝尊 这也太夸张了吧 不仅达到了帝尊 还成为了圣法原成真正的巅峰神族之上的族长 这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尘二牛几人也是一脸错愕 脸上的神情格外的精彩 他们很不相信 传说中的那位行族长就是行语 可是又安耐不住自己的怀疑和好奇 所以才今日找的正中圣天 只是真的看到眼前这一幕 又有些难以接受 这家伙成长的速度也太变态了吧 你们这副尊容可不是很好看 行语笑着带着沐云长和于心亭 从宝座上跳下来 看着看傻眼的尘二牛几人忍不住失笑道 大哥 真的是你啊 尘二牛回过神走过来 然后一拳打在行语的胸口上 曹你大爷的 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吗 尘二牛神情有许久未见的激动 有开心和兴奋 更多的是眼眶中激动的泪花 行语一走就是几个月不见面 一点动静和踪迹都没有 虽然嘴上说着相信行语 哪怕是面对任何情况都能够活下来 但是在这遍地都是圣地古地的地方 他实在是担心行语会不会某一天忽然横死 而他们连收尸都不知道行语在 心里满满的都是担忧和紧张 所以对于那位传说中的行组长 哪怕是觉得可能性很小 也愿意去试试看 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大哥行语 因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 现在看到眼前的行语 他内心之中除了激动就是不理解和愤怒 为什么回来不说一声 为什么不来见见他们 哪怕是传递个消息都行啊 很多话他都想说出口 可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陈二牛只能暴躁地大骂一顿 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内心 而行语又岂会不知自己兄弟的想法 丝毫没有因为陈二牛的咒骂生气 反而伸开双臂 紧紧给陈二牛一个大大的拥抱 道 对不起兄弟 我来晚了 陈二牛眼眶中 泪水差点没有流出来 行语重重拍了拍陈二牛的肩背 说道 这件事我会给你们一个解释 行语也看向了身后的正中圣天熬天云占鸣和几人 然后松开陈二牛笑道 走吧 别在这里站着了 我们去里面找个地方说说话 我来带路 正中圣天当即恭敬地欠身后 转身朝着前方带路 行语点点头 对着身后的执法堂新任副堂主说道 你们没什么事可以回去了 一切照旧 是 执法堂的副堂主微微欠身 转身带着所有执法者离开 行语叫他们过来 就是为了方便进入圣天地界 也可以轻松装个B而已 其他的倒是没有别的用处 当然也可以说是 顺便检查一下执法堂的改变情况 至少目前看来 没什么大问题 执法者离开后 行语便带着一行人跟随正中圣天 来到了一处优雅的小庭院中 正中圣天很识趣的 就转身离开了 他们兄弟们见面 他在这里自然不合适 行语倒也没说什么 先说说 你为什么不来见我们 詹明和当仙问道 他们都很好奇这件事 行语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人 他一定是有什么目的和原因 但是他们需要知道怎么回事 行语轻笑点点头 把所有事情娓娓道来 包括他去意见符文大陆的事情 都慢慢讲了讲 这一下子 让所有人都挑起了精神 聚精会神的听行语诉说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 符文大陆是一个极其遥远的 乃至此生都难以接触的地方 行语兄弟几人 相聚在一起聊了好几天 毕竟行语经历了太多太多事情了 哪怕是报喜不报忧 但事情也有很多 外加上诉说一些诸多有趣好玩的事情 让陈二牛等人 可是长足了见识 当然 行语也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情况 九天之战结束后 很多人都已经离开 回到了各自的地方 他们并没有离开 一方面是等待行语 另一方面 也是想要在圣法园城 因为这里的环境也好 资源也罢 都深深吸引着他们 能够修行到这个层次 都是有着十足野心的 都希望能够变得更强 而不是得过且过 只是没想到 单单等行语 就等了三个月这么久 三个月回来后 更是物是人非 万万没想到 三个月时间 竟然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凹天云杂杂嘴 遥望窗外 有些感慨万千 他是在场年龄最大的人 来自于上古时代 曾经达到过无敌古地的境界 现在夺赦重塑身躯后 也已经达到了古地 他觉得自己这一世 甚至有机会冲击古地巅峰 乃至帝尊 内心还有一些小骄傲和自信 可是当看到行语后 他彻底放弃了对比 因为人比人气死人啊 这家伙才多大 三十几岁 可已经超过了一切 达到了帝尊 仅差一步就是神明 整个世界的主宰了 这对比差距 让人感觉深深的无力 而没有任何攀比心 他还想着自己现在修行 提升到了古地 日后可以好好帮助行语了 可是没想到等了个寂寞 不仅帮不到行语 看样子还需要他的帮助 这让他有一种找不到存在价值的感觉 十分无奈 尘儿牛战鸣和 倒是没有这样的想法 行语作为他们的大哥 能够有这么强 他们很激动很自傲 因为他做到了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事情 他们本来还在想 如何在圣法原城生存一步步变强 可是行语已经用三个月时间走到了巅峰 完全不需要耗费心神啊 直接可以一步到位 成为神族 这在往日里 简直做梦都不敢这么想 可是行语把它变为了现实 除了佩服和崇拜 没有别的想法了 3495章 简直过分 接下来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行语笑道 我现在是心灰神族的代理组长 在圣法原城内 有着绝对的权利和地位 虽然我组长 一切都遵循规则办事 但是自己家兄弟 根本无需考虑这些问题 有什么直接说 我马上搞定 尘儿牛战鸣和对视一眼 看向行语笑道 这个场面 我们可是盼望期待了很久很久了 本以为需要很长时间去奋斗才能够实现 现在因为你一人就已经搞定了 我们到现在都还有些没回过神 慢慢习惯就好了 行语笑着拍了拍尘儿牛的肩膀道 真的什么要求都可以随便提 敖天云在一旁笑道 当然 我想拥有自由出入圣法原城和天界的权利 然后想要自己闯荡游历 创建属于自己的势力 如果可以 我希望这一世能让我足再度重现世间 敖天云说道 虽然很难 但是终归是要有一个目标才对啊 行语听出了敖天云想要远离自己的意思 不禁皱眉 还没说话 敖天云就传音道 小雨 最初我跟在你身边只有两个目的 其一是报恩 你将我从封印之地拯救出来 还帮我重塑了身躯 让我不会被永恒封印 我很感谢 其二就是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尽其所能的 让你在弱小期尽快成长起来 现在 你以超乎想象的速度 成长到了 我曾经巅峰都无法达到的层次 我很欣慰很高兴 但也明白 我的作用已经疗胜于无 继续待在身边 就算你不嫌弃我 我也会嫌弃我自己 我不希望 自己成为一个无用之人 报恩恐怕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准备去完成我想完成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任何需要 一个消息传出去 我必将第一时间赶到 我知道你未来想和域外邪灵开战 将这个世间最大的威胁清除掉 我能帮你的 或许也只有这件事了 可不许拒绝 行语没想到 敖天云会说出这番话 但又不是特别的意外 因为他曾经可是万龙帝尊 虽然不是修为境界上的帝尊 但也是龙人族的骄傲 曾在无数岁月前的上古时代称霸一方 令朱棣胆寒的霸主 他具备无敌的雄心壮志 他需要的是广阔无垠的舞台 而不是留守在自己身旁 尤其是如他所说 他在自己身边的目的是 为了帮助自己和报恩 现在已经没有机会报恩了 那么他能做的 就只有尽其所能 让自己变强 日后战争中有所建树 也算是另一种报恩了 行语都明白 也就是因为明白 此时才说不出留下他的话 不用纠结什么 我也会在正中天或者圣法原成 所以需要你给我来个自由出入的身份 敖天云笑道 我如果有什么需要 也会找你 你可不能拒绝 那是自然 既然他已经很坚决 行语也就不再说什么 点点头答应了敖天云 身旁的陈二牛几人没有说话 他们明白敖天云的意思 鱼哥 我 陈二牛要说话 行语抬手一巴掌 老子只是修为达到帝尊 多了一层身份而已 你如果跟老子见外 我腿给你打断 也休想乱跑 至少再达到古地前 你哪都不能乱去 行语自然知道 陈二牛要说什么 但行语丝毫不给他机会 虽然陈二牛现在对行语的帮助微乎其微 但这是自家兄弟 行语对他们的态度 和从前一样 没有任何改变 敢因为自己现在的身份 假惺惺的见外 行语绝对绕不了他们 对于他们有这样的反应 行语也理解 毕竟神族几个月前 对他们来说都是庞然大物 就算是远古地族 对他们来说都是高攀不起的存在 现在行语摇身仪 变成了神族代理族长 这样的身份 难免让他们内心有些不安 所以和行语假客气了起来 刚刚行语就很不爽 现在总算找到机会骂了出来 陈二牛黑黑一笑 一旁的詹明和也笑出声 因为二人发现 行语依旧是那个行语 他从没有因为修为的高低 和身份的变化 对他们有任何的不同 以前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想来未来也是这样 此生追随这样的大哥 直 那你要这么说 我可就不客气了 陈二牛立马换了个臭德行 嘿嘿一笑 神族里有没有漂亮的女孩子 老子我还是光棍一条 你忍心看着兄弟我孤身一人吗 你都不知道 这几个月我是怎么过的 明和这司 天天和蒋侠撒狗粮 我活的那叫一个惨啊 行语白了他一眼 单身活该 哈哈 一行人放声大笑 随后一行人又聊了聊 最终确定 几人追随行语 前往心灰神族历练修行 这也是行语的打算 因为日后 行语也打算将其余兄弟接过来 至少在心灰神族星际西族长回来前 那里 是属于行语掌管的 任何人的权利 都不会大过他 至于敖天云也跟着去了 虽然他要走 但也没有说具体什么时候 行语自然也不会去碾他 不过 那位叫做墨月椅的女孩 并没有选择一起去 而是打算留在圣法原城历练修行 他拥有炎阳地体一边的虚阳地体 可领悟太阳原道 掌控至纯指阳的太阳地炎 未来有着很高的潜力和造化 行语虽然跟他关系不熟 但他愿意留下来陪着陈二牛等人等候自己 行语还是有些意外的 自然不能亏待他 但他并没有打算一起走 只是找行语 索要了一个自由出入天界 和圣法原城的身份 便和一行人分手告别了 陈二牛还是满脸遗憾的 詹明河撇了撇嘴 你遗憾个屁啊 三个月时间天天在一起 你喜欢人家不去表白 等着人家女孩子过来找你吗 你以为你有我这么帅 你帅个屁 滚一边去 陈二牛大骂一声 惹得行语几人失笑摇头 行语送他们去星辉神族前 当然也特别单独地见了正中圣天 这位和自己长相一模一样的圣天地榜 可是让行语记忆犹新呢 3496章力量整合 没想到短短三个月时间 你会蜕变到如此程度 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正中圣天看向行语 不仅这般感叹道 我只是运气好一些罢了 倒也不全是我自己的本事 行语耸耸耸肩 随意地半躺在椅子上 翘起二郎腿 悠闲姿态看上去 就好像某个大家族的顽固少爷 很难让人想象 他会是一位无上帝尊 还是现如今的神族代理族长 正中圣天不仅在内心这般感叹 运气加上硬实力 就是绝对的实力了 我也想有一点小运气 可惜天不遂人怨 正中圣天苦笑一声 随后摇摇头 倒不说这些了 你现在单独来找我 不仅仅是想要叙旧的吧 有什么是需要我做的 我会竭尽全力 跟聪明人说话 永远不费劲 行语慵懒得伸个懒腰 倒 我需要你以我的名义 发布命令 给谁 九大圣天 正中圣天颜孔紧缩 指的不就是他们 九位圣天地榜的化身吗 他们九位和行语长得一模一样 难不成行语想要针对他们 以绝后患 倒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毕竟他现在的身份 和以前不一样了 若是他们借助行语的身份 去搞一些事情的话 会对他有一定影响 不过转念一想 又觉得行语不会这么做 一种直觉 不知道有什么命令 你们九大圣天 分别建立起一个圣天地盟 目的只有一个 召集天下的能人意识 和天才强者 修为最低需要圣地 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提升和帮助 如果有资源需求 直接汇总到一起 有你交给我 我来给你们 行语轻声说道 正中圣天皱眉 有些没有搞懂行语的意图 行语这么做的目的 只有一个 提前将天界的力量进行整合 然后找机会对域外邪灵动手 现在修为想要提升到神明 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 需要契机和时机 那么 接下来的目的 就只有一个 搞掉域外邪灵 他整合六大神族 改变圣法元城 都是为了这件事 否则行语可不会在这里当什么代理组长 他会带着兄弟们 游山外水 然后努力修行 成为神明 可是有域外邪灵在 他不能这么做 必须要搞死他们 才能安心 圣法元城和圣法神界 可以依靠着执法者和神族进行整合 会比较简单 但是天界相对困难点 毕竟地大物博 生灵众多 综合之下 很难快速地召集整合 只能需要大势力才具备这个资格 九大圣天分布在天界各个地方 以他们为中心是最好的选择 同时 行语也准备这几日去找远古地族 由他们进行帮忙 当然 行语的这些想法 没有打算告诉正中圣天 他只需要去按照自己所说的施行便可以 正中圣天当然很好奇 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行语没有打算说 他自然不敢去问 随后行语又和他聊了很多 当然也向征信的给他一些暗示 如果想要发展圣天地界的话 随时可以发展 他会支持 也会让执法者支持 算是报答他这三个月 收留并照顾陈二牛等人的恩情 当然 行语做事向来喜欢一码事归一码事 如果触犯了规则 也会一律处罚 不讲情面 这一点行语已经告诉他了 但饶是如此 正中圣天都颇为激动 现在整个圣法园城 因为执法唐大洗牌 人心惶惶 根本摸不到头绪 更不敢跟执法唐打关系 他提前有了执法唐这张不死令牌保护 完全可以大力发展 强大自身的势力 虽然行语说得很正经 但是只要有他一句话 就足够了 在规则之内 运用些手段 完全可以不费功夫的短时间内增强 这点底气他还是有的 离开圣天地界 行语便直接带着陈二牛等人 回到了星辉神族 把他们安顿妥当之后 行语又找来了星空问道 将整合力量的计划告诉了他 让他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神族 然后共同建立一个圣法联盟 这个联盟的目的只有一个 召集人才 给执法者提供新鲜血液 往日里 执法唐的执法者 全部都是由执法唐自己定夺 但是现在行语可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虽然他们不敢暗中搞猫腻 但也要杜绝一切隐患 让所有的一切都公之于众 都让所有人看在眼中 如此才能够保证 执法唐真正的亲政联名 也能够真正的挖掘人才 几天之后 神族传来消息 决定答应行语的这个计划 共同创建圣法联盟 后续的事情 行语就全权交给了星空问道 由星长珍等四大长老辅佐 至于行语 直接当了甩手掌柜 带着于心亭和沐云长 离开圣法园城前往天界 准确地说是前往远古地族 他需要去见一见那里的老朋友 再度来到天界正中天 看着这久违的环境 行语满脸笑容 当日来到天界时 都未曾想到 会这么快的时间抵达巅峰 逼近神境 但一切又都这么顺理成章 毕竟其中苦楚 经历了多少磨难 只有行语最清楚 接下来去哪个远古地族 沐云长笑问道 手掌和行语紧扣 一刻都不愿意分离 倒是身旁的于心亭 神情有些落寞 毕竟往日里 行语身旁只有他自己 还好他和沐云长关系很好 倒也没有任何不好的情绪 永恒古族吧 行语笑道 永恒古族 是七大远古地族之一 以掌控时间之道文明 族人几乎都可以领悟时间之道 战斗力或许比较弱 但当修为达到圣地之后 就会有一种极致蜕变和强化 一般同阶 都很少有人是他们的对手 行语至今还记得 第一次见到灵夜宣食的场景 雪白的长发飞扬 时间刻度硬于额头 眼眸冷光变换 整个世界被无声无息的禁止 时间就好像流水一般 流淌在他们指尖 随意掌控 永恒古族中 都掌握着不凡的时间之道 同时还有不少族人掌握极致的时间之道 从而演化领悟了另一个奇特道法 名曰预言之道 3497章 族掌灵咒 永恒古族是八大远古地族之一 自古以来就永恒的屹立在天界之上 有着极高的声望和威慑力 无论是他们掌握的时间之道 还是预言之法 都令人生畏 自从是天地族灭亡后 永恒古族相比较曾经相对低调了很多 但是天界的诸族都知道一件事 如果远古地族要进行一个实力排名的话 永恒古族不是第二就是第一 永恒古族拥有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名曰永恒古界 它建立在一片布满银色古树的森林之上 银色光辉弥漫在天地四方 一道道时光刻度随意地跳动在空间之中 一座座漂浮的大陆灵力在长空之上 在这里似乎没有风 没有日月 没有山河 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声音 时间就好像流水 被永恒的定格 或者说被束缚 被随意地掌控 当然 最神奇的 还是漂浮的大陆之上 有着诸多神奇的景象 西北方向大雪纷飞 寒冷刺骨 冰川横跟在一望无际的山巅 仿佛是极洞之境 可在西南方向 却大日延延 烈火弥漫 灼热的岩浆流动在四方山河之中 古老的殿堂 建立在遍布均裂纹痕的岩浆山脉之上 黑烟滚滚的缭绕 这里更仿佛是地狱末日般的景象 紧挨着冰宴两重天的位置 更是有大海流动在大陆之上 海洋之上漂浮着一座座岛屿 岛屿之上是独温和 花鸟鱼虫在舞动 仿佛是最温和的春天 诸如此类的场景还有很多 在这空中漂浮的诸多大陆上都在上演 在这片世界里 一切的常规秩序都是紊乱的 时间也是错乱的 或许在西北方向度过三天 但在西南方向才过去一个时辰 这就是永恒古族的特色 也是最为神奇的地方 整个永恒古界的时间都好像是一座阵法覆盖在四方 每前进一步可能时间刻度就不同 所承受和所感知到的一切也都是混乱的 这是很多人觉得永恒古族强大的原因 因为就算是你能干掉永恒古族 只要他们还有永恒古界在 就永远无法灭掉他们 身处这片混乱时间的时空里面 若没有特定的方法 恐怕永远都无法离开这里 时间 这个无形的杀手 会折磨你至死 当然更可怕的是永恒古族的族人 他们因为席修时间之道的缘故 或许有些族人修为不够强 战斗力不够 但是他们有一点是无敌的 那就是寿命极其悠长 很多人甚至获了数千万年而不死 因为他们可以掌控时间之道 让自身处在一个极其缓慢的时间时空中 岁月时间这种东西 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杀伤力 这是最恐怖的事情 哪怕一个毫无修行资质的普通人 拥有数以千万年的寿命和时间 也绝对能够成为一个无敌的强者了 所以 很多人都觉得 永恒古族实力极强 因为他们的底蕴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太深太厚了 恐怕没有人能够摸透永恒古族 真正有多强 永恒古界内 虽然漂浮着诸多大陆 但是唯有一处最为庞大 也是最高贵的 那便是永恒大陆 位于云端之上 整座大陆 就仿佛是一块银色的刻度 静静地盘旋在长空 永恒古族的族人 也以进入这里生活为此生终极目标 或许就能够得到资源倾斜 成为一方大佬 永恒大陆之上 某处高贵优雅的神圣圣殿之中 一名青年正盘膝在窗前闭目尽修 一袭长袍迎风飞舞 披散在肩的白色长发略显凌乱 但显露出的俊俏面旁 带着说不出的完美 在他额头之上 有一道神秘的银色刻度在旋转 似乎蕴含着时间的奥秘 而此人正是叶秋曾经的好兄弟 永恒古族的少主林叶轩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林叶轩缓缓睁开眼眸 平静的眼眸遥望窗外 古井无波 你来了 窗外滑光一闪 只见一名绝美的女子 落在林叶轩正前方 撇了撇嘴 到 七 真没意思 总是被发现 没办法 这里我是主宰 林叶轩慵懒地伸个懒腰站起身 看向女子面带笑容 女子赫然是七十语 也是老朋友 更是林叶轩的好朋友好知己 也只有在她面前 林叶轩才能放下一切架子和虚伪 真实地表现自我 来找我有事吗 林叶轩随手一挥 时空一阵扭曲 随后浮现一道茶几 林叶轩为七十语倒了杯茶 道 来 尝尝我刚刚采摘的好茶 七十语完全没有一点淑女的样子 抓起杯子一饮而尽 扎扎嘴说道 不咋地 随手丢掉被子 七十语坐在窗前 道 我也没啥事 只是想问问你 有没有刑语的消息 林叶轩神色微微一宁 轻敏一口茶水 道 没有 自从西京月宫 分别到现在已经三四个月的时间 可惜都没有半分刑语的消息 原定计划 刑语会在两个月回来 正好参加执法者考核 可惜他们 也去了执法界 却没有看到刑语 T Kappa & C Omicron 本来按照计划 他们是可以成为执法者的 可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执法界的执法者考核 忽然临时取消 所有人都暂且等候 林叶轩他们 是远古地族之人 又因为身份的原因 提前知道了一些圣法原城内的消息 似乎圣法原城内发生了一些大事 导致执法堂进行了一次大洗牌 恐怕所有东西都会有变数 为了不成为冤大头倒霉鬼 他们选择了放弃参加执法者 考核的机会 各自回来 当然 平静的日子里 在没有烦恼时 最喜欢思念曾经 他们尤为的思念行语 都很好奇 行语在意见怎么样了 遇到了什么事 经历了什么 有没有几时回来 林叶轩甚至进行了预言 可惜结果 让林叶轩摸不到头脑 无法感知 这是预言后预言书上显示的四个字 一般情况下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 死人没有未来 无法预言感知 第二是超过了预言者本身实力 现在是怎么回事啊 难不成行语已经突破了谷地 要知道 林叶轩这几个月也没闲着呀 已经成为了谷地 这样都感知不到 难不成 他不敢相信行语已经死了 所以他更希望是第二种原因 3498章 掩腻苍蝶 嘀咕什么呢 七十语看到林叶轩在走神 走到身旁拍了拍他的脸颊 林叶轩笑着摇摇头 道 没事 别瞎担心 我没事 我又不担心你 我担心行语 七十语翻个白眼 林叶轩无奈地揉了揉鼻子 道 那家伙还用得着你担心 除非域外邪灵的邪神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否则我相信 世间没有人能杀掉他 说是这么说 可是这么久都没有消息 实在是有些担心 七十语微微皱眉 道 信叶和几折那俩获去哪了 在闭关修行 说是准备突破谷地 这么快啊 第八次闭关 林叶轩整理一下衣袖 道 每次不超过三天 就耐不住寂寞出来喝酒了 七十语 这俩货凑在一起 就是互相影响 林叶轩失笑摇摇头 又和七十语聊了一会儿 然后林叶轩询问道 陶温师最近怎么样 陶温师是行语曾经待在身边的一个女孩 拥有烟逆舱叠体 天赋和实力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因为行语离开前 烟逆舱叠体还没有开启 导致陶温师没有天赋爆发 但目前也有圣地修为 一直和七十语关系不错 随着七十语在生活 还是和以前一样 他应该是最希望行语尽早回来的人 七十语笑道 因为行语在离开前曾答应过陶温师 等他回来就会帮助陶温师开启烟逆舱叠体 只不过行语一直下落不明 让陶温师也很无奈 谁最希望我回来啊 忽然一道优雅的轻笑声在耳边响起 七十语和林叶轩猛然严孔紧缩 同时转头随音看去 只见门前三道身影静静毅力 定眼看去 赫然是行语沐云长以及于心亭三人 行语? 看到行语,七十语和林叶轩一阵狂喜 直接冲了过来 林叶轩看着面前带着笑容的行语 二话不说 直接一把紧紧抱住行语 你,终于回来了 林叶轩不善言谈 但是却用行动表达了他对行语的期待和激动 行语笑着和他紧紧相抱 许久才缓缓分开 好久不见啊 世语小姐姐 行语看向一旁的七十语笑着挥挥手 让七十语娇哼一声 抬手给行语胸口一拳 你这家伙 我还以为你死掉了 哈哈 这世间比我强的大有人在 但是能够杀掉我的 从来没有 行语大笑着 七十语和林叶轩也是满脸笑容 快来坐 说说这么长时间 你干什么去了 我们可是担心死了 林叶轩带着行语几人落座 还能去哪儿 在一世界溜达一圈回来后 去了圣法园城 行语笑了笑 刚准备和他们诉说一下自己这些天的经历 谁知道门口 传来叫骂声 靠 都是因为你 要不然 我一定闭关成功 突破谷地了 七 还不都是因为你 你还有脸说这话 刚刚要坐下闭关 你就吵吵要喝酒 要不是老子拉着你 你早就跑出来了 都是你音效我懂吗 去 全都是因为你 少在这里逼逼赖赖的 门外骂骂咧咧的声音响起 行语几人都转头看去 只见信叶和几折两兄的并肩走了过来 身上充满了酒气 很显然是刚刚海喝了一顿 喂 你们两个 看看谁回来了 林叶轩笑骂道 谁回来了 难不成是语哥回来的不成 卧槽 信叶记者看到行语眼睛一亮 直接冲过来给行语一个大大的熊抱 哈哈 你他娘的终于回来了 我们快想死你了 差点以为你死掉了 去 你会不会聊天 也不瞧瞧这是谁 这是语哥 是被人随随便便就能够搞定的 你太小瞧语哥了吧 信叶记者二人你说我接 让店内顿时热闹了起来 气势与无奈的摇摇头 拉着沐云长于心亭到一边 道 走走走 不跟他们这群臭男子在一起 我们到一边叙旧 说说最近的情况 好 沐云长于心亭轻笑 并不反感他们的热情 反而十分喜欢 这才是好兄弟 无论是相隔多久 再度见面 不会问你出声 不会问你现在的情况如何 一切如酒 这种温暖到心坎的感觉 让人十分喜欢 大哥 说说在意结果的怎么样 说说那里的情况 当日西津月宫 开启通往符温大陆通道的时候 他们都在场 也亲眼目睹了很多事情 对于一阶大陆 可以说十分好奇 如果不是人数有限的话 他们都会二话不说的 跟着行语前往那里悄悄热闹 行语笑着点点头 将符温大陆的情况 一点点的跟他们说了说 当然免不了喝喝酒 一行人凑在一起热闹的样子 就好像是几年前在天生界一般 当行语诉说了所有的一切 还将自己在圣法圆城的事情说了以后 不远处的七十与三人都凑了过来 瞪大眼睛看向行语 道 原来所有的动静幕后原因 都是因为你啊 乖乖 我的乖乖宇哥 你竟然这么屌了 神族族长 信夜眼珠子险些瞪出来 不可思议的看向行语 就算是代理组长 至少需要帝尊吧 你 你帝尊 行语在几人目瞪口袋的目光注视下 缓缓点头 道 进步的还算可以吧 达到了预期 靠 这叫可以 简直非常可以了啊 几个月的事情 从圣地巅峰达到谷地 你知道我们为了冲击谷地 费了多少时间了吗 就这 都看不到丝毫希望 你他娘的直接达到了帝尊 达到了我们此生都可能很难达到的境界 简直 几者惊讶地画到嘴边有些词穷 信夜无奈地说道 简直过分 就是 简直过分 记者看向沐云长 说道 你不会也达到了帝尊吧 没有 我还差得远 我才古地 记者信夜张大了嘴巴 然后愣了愣 转身两兄弟默默离开 哎 你俩干啥去 自闭了 找个阴凉地方待一会儿 缓缓 行雨忍不住放声大笑 把俩人拉了过来 笑道 你俩跟我比什么 我达到 现在是有原因的 正常情况下 达到你们现在 这个状态 已经很优秀了 我这次来找你们来 其实有几件事 其中一件事 就是帮助你最快速的提升修为 当真 二人眼睛一亮 兴奋地看向行雨 三千四百九十九章 欲言天书 我们可是兄弟 我提升到了帝尊修为 虽然不能暂时让你们 也达到这个境界 但是稍微帮助你们提升到谷地 还是简简单单的 行雨 轻笑道 这也是行雨的主要目的 第一时间找到兄弟们 一方面原因就是 希望能够让他们 能够快速地提升 以后大战开启时 也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从圣地达到谷地很难 你真有把握 信业记者很激动地问道 那是当然 我现在可是帝尊 行雨很自信地笑道 除了这件事 还有什么事吗 林叶轩问道 他听出了行雨话中的其他意思 当然有 我希望能够联合远古地族 建立一个远古联盟 目的只有一个 寻找天地间优秀的强者 行雨说道 天界很庞大 强者的数量也有很多 但是各自为政 各种势力参差不齐 虽然这种局面有利于发展 维持生态平衡 但是如果以后对抗域外邪灵的话 就像一群散兵 我希望能够借助远古地族的力量 建立起一个远古联盟 见天界整合起来 结束这段混乱的时代 建立起有秩序的天界 行雨这个野心可以说很大 自古以来不少势力乃至神族 都想要这么干 让天界和圣法原成一样 在掌控中有秩序的管理 等阶森严 实力分明 虽然对于很多弱者来说 这样的分阶 会让他们上升的空间变得极小 但却能够网罗诸多强者 只可惜 自古以来没有人能够实现 就算是神族也做不到 因为神族不仅仅只有一个 而是有六个神族 想要统一意见的掌控太难了 而各自为政的进行统一 反而会让天界变得更加混乱 各种争斗不止 为了维护现如今的平衡 所以神族并没有出手 只是暗中掌控远古地族 远古地族在进行掌管下面的超一流势力 随后一阶一阶的管理下去 但行雨觉得 这样太慢 而且无法短时间内快速的整合力量 更容易被暗中窥迹的域外邪灵 找到突破口 一点点的蚕食天界 这些年 行雨也遇到了不少势力和强者 被域外邪灵暗暗掌控 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 这是极端可怕的存在 若有朝一日 域外邪灵天罗帝网布置后 振臂一挥 恐怕整个天界将瞬间沦为掌中物 为了能够不出现这种局面 行雨希望能够早日实现 对于天界的绝对掌控 他的目的并不是 为了成为天界无上主宰者 只是为了干掉域外邪灵 如果真是这个目的 他现在应该还在圣法神界 神族完美掌控才对 只有这样 才不会有反对声音 你确定吗 林夜轩紧皱眉头 道 这可是一件难度系数 比你成为神族代理组长 还要高的事情 我知道 但凡事总要尝试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这对于天界是大好事 行雨冷声道 可以让域外邪灵无所遁形 那个时候 我相信就可以开战了 将域外邪灵彻底的消灭 这是行雨这些年来的唯一目标 只有将他们彻底解决掉 才能够守护自己的家人和兄弟 让自己的子子孙孙 不必担忧欲外邪灵 他没有那么仁慈去守护天界 为了世界和平 他只是 为了不让自己人遭受侵害罢了 这件事 我会和我父亲沟通 我相信他会答应 至于其他远古地族 我相信会给你这个面子 毕竟你现在是 星辉神族的代理组长 只不过这件事 需要你亲自跟他们说 林夜轩说道 当然没问题 行雨轻笑道 说起来还没有见过你父亲 你给引荐一下吧 林夜轩点点头 当下带着行雨一行人 直接前往殿雨深处 穿过了几道门户后 来到了一件时事 这时事看上去很小 可里面却宛若另一个世界 无尽的星空横跟眼前 宛若浩瀚的宇宙便浓缩在这个时事中 或者说 时事便是通往无尽宇宙的大门 在无数星辰汇聚的星河之巅 有一道古老的星光阵法缓缓浮现 在阵法之上 一名老者端坐在蒲团之上 看上去 老者很苍老 白袍白发白胡须 仿佛存活了无数世纪 林夜轩恭敬地拱手拜见 夜轩拜见父亲大人 远处的老者灵咒缓缓睁开眼眸 那双深邃的眼眸中 带着古朴沧桑的神韵 仿佛流淌着岁月时间的长河 目光看向林夜轩等人 灵咒脸颊带着一抹笑容 尤其是 看向行雨地说道 吴儿 这位是 在下行雨 拜见老前辈 行雨很客气地攻身道 哦 原来你就是那位行雨啊 我可是听吴儿说过很多次你了 是一位难得的天才妖孽啊 林昼笑了笑 道 今日忽然登陵我永恒古足 不知有何要事 吴儿 老朋友拜见我知道你很高兴 但为何不提前通知我一声呢 言下之意似乎好像在说 要带人过来见我 是不是要问问我是否答应 直接把人带来 有些太鲁莽了 林夜轩轻笑一声 低声道 父亲大人 我这位兄弟行雨 现在和以前相比较 有了一些改变 哦 有何改变 他现在多了两个身份 林夜轩说道 星辉神族代理族长 对六大神族有着绝对话语权 对圣法元成有着绝对恐怖 另一个身份就是 帝尊 什么 代理族长 不可能 林昼颜孔紧缩 不可思议地看向行雨 我从未听说过 神族有什么代理族长 我说小辈 你可莫要欺骗吾尔 并没有欺骗您父亲大人 我相信你也知道 圣法元成出现了势力大洗牌 尤其是执法堂得到了全部大换血 而促成这件事的人 就是叶秋 也是如今最年轻的神族族长 林昼猛然从阵法上 蒲团上坐了起来 眼珠子险些瞪出来 难不成传言中的那位行族长便是你 如假包换前辈 行雨笑了笑道 前辈 忽然叨扰 还请莫要见怪啊 三千五百章 询问苍蝶 林昼神情复杂地看向行雨 堂堂六大神族的组长位置 都能够轻易地得到 这个少年究竟是何等传奇人物啊 林昼缓缓站起身 看向行雨 神情多了一些尊重与敬畏 无论是身份还是修为 现在的行雨 应该都是他所不能 相比的存在 继续摆出前辈的架势 那就是自己找难看 前辈无须客气 我和林叶萱是多年好友 大家都是自己人 不需要在乎那些名声与地位的 行雨轻笑道 虽然这么说 但林昼还是不敢心生大意 不知道你前来此地有何贵干 林昼很客气地问道 想要组建一个联盟 行雨直接抛出了自己的想法 将情况和想法告诉了林昼 她略微震惊 没有想到行雨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和野心 要做这件事 当然对于这件事 她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表示会全面支持 开玩笑 行雨现在说 这件事的时候 只是看在林叶萱的面子 通知一声而已 她不说 到时候以代理组长的身份命令 还是要做 根本没有反抗的权利 林昼很聪明地看清了这一切 自然不会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当行雨说 让她以行雨的名义 去召集远古地族的时候 她也很客气地答应 随后一行人走出时势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白发白胡子的林昼 忽然间年轻了很多 看上去也就三十岁的中年男子模样 让一行人大呼神奇 就算是信业几折 也都是第一次看到林昼而已 我们永恒古族掌控时间 自然可以随意 控制自己的时间了 林昼笑着解释道 这就相当于同等的时间内 她却把自己的时间减缓放慢 从而让自己可以逃避时间的摧残 虽然都是同样的时间 可是她却比被人缓慢很多 寿命也随之增加了无数 这也是永恒古族一族 寿命幽远的主要原因 说起来 我比较想问问 现在你永恒古族存活年龄最久的一位老祖是多大 行语笑着问道 林昼看向行语说道 你是以行语的身份 还是族长的身份 这就是话中有话了 如果是后者会实话实说 如果是前者或许就有参甲部分 毕竟她可不敢欺骗 直说无妨 行语笑道 林昼点点头 道 我族的一位老前辈 曾跟随苍天帝一起对抗过域外邪灵 现在在禁止时空进修 此话一处 身旁的信业记者 差点把眼珠子都瞪出来 我的乖乖 苍天帝都不知道去世多少年了 他竟然跟着苍天帝一起对抗过域外邪灵 那个时间到现在 至少有数千万年了吧 除了诸神时代的神明 人真的可以存活这么久吗 饶氏行语都十分惊讶 永恒古族还真是不愧于永恒两个字 只要是他们想 简直是可以不死啊 虽然他老前辈还健在 但是因为过于逆时空 续生命 目前根本无法走出禁止时空 否则就会遭受天谴制裁 所以他和先世也差不多 只知道他还健在 但是已经很多年 没有族人见过他老人家了 我们也都没有资格 林昼苦笑道 行语点点头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逆规则存活这么久 如果不降下天谴都说不过去 本来还想要拜访一下 现在看来是算了吧 行语笑道 他不见自己家族的子孙后代 很显然是根本没有办法 那个所谓的禁止时空 或许就是一个封闭式的 特殊禁止时间的空间 寻常人进去也会一瞬间定格 相见都没有办法 或许也只有那样才能够逆规则吧 他即便如此还存活着 想必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冲击神明 也只有成为神明才有机会逆规则 平天前再度重现人间 但这个机会可并不大 行语摇摇头没有继续询问这些事 而是问了很多永恒古族其他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预言之数 这是行语都不敢涉猎的方向 他很想向永恒古族取取经 行语达到帝尊后 可以执掌万道 预言之道也属于万道之一 行语也可以进行预言感知 看一看岁月时光中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但是行语不敢 因为懂得多 所以知道一旦这样做 等同于触碰禁止 这是神明之下的蝼蚁生灵 无法触及层次 一旦触碰必遭天前 哪怕是帝尊也会遭受死亡 行语也不敢去冒险 但是永恒古族似乎有着属于他们的特殊办法 能够进行预言还安然无恙 他比较想问问究竟是用了什么办法逃避的 谁知灵咒苦笑一声 其实没有多么困难 只因为我足有一本苍天地留下的无字天书 我们称之为预言天书 通过这本书进行预言 只要不将预言的东西说出去 那么就不会遭受天前 就这么简单 行语有些诧异 这让他都搞不定的问题 竟然这么简单就搞定了 灵咒点点头道 确实就这么简单 只不过预言也有一定限制 不可预言自己 不可预言千年 不可预言未知 简单来说 想要通过预言天书进行预言未来 有三个限制 自己无法预言未来的自己 而预言看到的未来时间也不能超过千年 更加不能预言观看预言者自己都未知的东西 比如说预言一片星空以后是否坍塌 这是根本无法预测的 因为本身就是未知 而如果预言一个人 就简单了 至少知道这个人的潜力天赋性格 通过规则和命格可以进行推演 借助规则秩序 能够看到未来 当然 预言也并非是绝对唯一 它只是一种可能 毕竟未来并未发生 未来的一切都可能因为现在的一些想法举动 或者人事物所影响从而改变 未来的世界和时间 只是以目前所延伸出的一条线 当然有些会有很多条 有无数可能 需要抽丝剥茧 才能确定 哪一个才是最接近的未来 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道法 而且毫无战斗力 甚至还要时刻担心遭受天前 放眼整个天界 除了永恒古族外 没有几个种族和势力 包括修行者 去席修这个道 包括永恒古族 也知道依靠预言天书才完成的 足以说明这个道 多么难领悟席修 原来如此 我准备借预言天书一用 可否 行语笑问道 当然 没问题 灵咒想了想 点头说道 都会不来 至少 忍